《水浒传》第六篇作者施奈安 第101回谋坟地阴险产逆 到春阳妖艳生间 话说蔡经在武学中查问 那不听他谈兵 仰师乌角的这个官员姓罗明简 祖官云南军达州人 现作武学域 当下蔡经怒气田兄 郑宇发作 因天子驾到报来 蔡经遂放下此事 率领百官 迎接圣驾进学 拜武山呼 道君皇帝讲武以弊 当有武学域罗俭 不等蔡经开口 上前俯伏 掀起奏道 武学域小臣罗俭 冒万死 仅将淮西强贼王庆造反情形 上达圣聪 王庆作乱淮西 五年余资 官军不能底底 同济 蔡幽凤直往淮西征讨 全军覆没 拒罪隐匿 欺狂陛下 说军事水土不服 全且罢兵 以致养成大患 王庆事猖獗 前月又将陈湘云安军攻破 掳掠银杀 惨毒不忍言说 通共战友 距八座军州 八十六个州县 蔡经经体赞远 其子蔡幽 如是父军杀将 辱国丧失 今日圣驾未临时 有俨然上座谈兵 大言不惭 并狂丧心 其陛下诉诸蔡经等 勿国贼臣 选将发兵 肃行征脚 救生民于涂炭 宝舍既已无将 臣民兴慎 天下兴慎 道君皇帝 闻奏大怒 身则蔡经等隐匿之罪 当被蔡经等巧言 挽奏天子 不及加罪 起驾还功 次日 又有博州太守侯蒙 道经听调 尚书直言同贯 蔡幽 丧失辱国之罪 并见局 宋江等才掠过人 屡见其功 征疗回来 又定河北 今已奏凯班师 穆金王庆猖绝 起陛下将斥 将宋江等先行包赏 急着这只军马 征讨怀西 必成大功 徽宗皇帝准奏 随即降旨下省院 一封宋江等官决 省院官同蔡经等商议 回奏 王庆打破晚州 左右宇州 在州 来县三处申门告急 那三处是东京所属州县 临近神经 其陛下赤臣金 宋江等 不必班师回京 着他统领军马 兴业池远 宇州等处 陈等宝举侯蒙为行军参谋 罗俭素有韬略 这他同侯蒙到 陈金军前听用 宋江等正在争角 未便生寿 待怀西奏凯 另行卓一封赏 原来蔡经之王庆那里 兵强江蒙 与同贯 杨俭 高求计议 故意将侯蒙 罗俭送到陈金那里 只等宋江等败祭 侯蒙 罗俭怕他走上天去 那时却不是一网打尽 话不续凡 却说那四个贼臣的条意 道军皇帝一一准奏 降旨写赤 就着侯蒙 罗俭捧赤 罗俭 吉林赏赐金银 断匹 袍符 义甲 马匹 御酒等物 即日起行 迟往河北 宣誉送江等 幼赤该部将河北新赴 各府州县所缺正所官员 速行推补 乐险兴持赴任 道军皇帝 剖断正式以毙 父辈王府 蔡游二人 劝递到更跃于乐去了 不提 且说侯蒙基领赵斥及赏赐将士等物 满满地装载三十五车 离了东京 往河北进发 余路无话 不择一日 过了湖关山 昭德府 来到威胜州 离城上有二十余礼 遇着宋兵压戒贼手到来 却是宋江先接了班师赵斥 恰与穷英藏母回来 宋江江穷英母子 及叶清真孝结义的事 秦源凶贼手的功 并瞧道清 孙安等祥顺天朝 有功原意 都被细血表伸奏朝廷 就差张清 穷英 叶清领兵压戒贼手先行 当下张清上前 与侯参谋 罗俭相见弊 张清得了这个消息 差人迟往陈安府 送先锋处报文 陈今宋江率领诸将出国迎接 侯蒙等捧击圣旨入城 百列龙庭相案 陈安府及宋江以下诸将 整整齐齐朝北跪着 陪宣贺败 败罢 侯蒙面南立于龙庭之所 将诏书宣读道 至约 朕以静天法祖 转少洪基 为赖劫鸿骨功 赞大业 而来边亭多景 国作少宁 而先锋使宋江等 拔履山川 逾越贤祖 先成平鲁之功 赐奏敬寇之计 朕时加赖 金特差参谋侯蒙 激捧诏书 给赐安府陈金 及宋江 卢俊义等金银 袍断 明马露住 贫人征用张尔宫 赐者又因强贼王庆 作敌淮西 轻负我城池 山以我人民 潜流我边陲 荡摇我西京 仍赤臣金为安府 宋江为平溪都先锋 卢俊义为平溪复先锋 侯蒙为行军参谋 诏书到日 即统领军马 兴池先救晚舟 而等将士 协力尽忠 攻奏荡平 定行封赏 其谋三军头目如钦赏魏夫 着陈金就于河北州县内 封银库藏中挪挫给赏 造策奏文 而其亲在 特日 宣和五年四月日 侯蒙独霸丹照 陈金及宋江等珊瑚万岁 再拜谢恩 侯蒙取过金银 断皮等项 依次照明给赛 陈安府及宋江 卢俊义 各黄金五百两 锦断十表里 锦袍一套 宁马一匹 玉玉酒二平 吴用等三十四元 各赏白金二百两 彩断四表里 玉玉酒一平 诸吴等七十二元 各赐白金一百两 玉玉酒一平 余下金银 陈安府设处凑足 散军兵已毙 宋江府令张青 穷英 叶青压谢填虎 填豹 填镖 到京师县府去了 公孙圣来禀 启兄掌修五龙山龙神庙中 五条龙像 宋江一远 岔将修宿 宋江插代宗 马陵网玉各路守城将士 一等新官到来 急行交代 乐兵前来 争搅王庆 宋江又料理了数日 各处新官街道 诸禄守城将左统领军兵陆续到来 宋江将欣赏银 散已毙 宋江令萧让 金大监捐乐碑食 继续其事 正值五月五日天中节 宋江交宋青大牌延席 庆贺太平 请陈安府上座 新任太守及侯蒙 罗俭并本周左二等官赐之 宋江以下 除张卿进京外 其一百单七人 及河北详将乔道卿 孙安 汴详等一十七元 整整齐齐 排座两边 当下席间 陈金 侯蒙 罗俭称赞宋江等功勋 宋江 吴用等 感激三位之己 或论朝事 或诉中取 功酬交错 灯烛辉煌 指引至夜半防散 此日 宋江与无用记忆 整点兵马 辞别周官 离了威胜 同陈金等 众望难进发 锁过地方 秋毫无犯 百姓香花灯竹 落意道路 拜谢宋江等 捡出贼官 我们百姓得 再见天日之恩 不说宋江等望难征进 再说梅宇见 张青铜穷英 叶青江 献车求解 田虎等 移到东京 先将宋江 书闸 乘达宿太尉 并送金珠珍丸 宿太尉 转达上皇 天子大家 穷英母子 真孝 向赤特赠穷英母 宋氏为 借修贞洁献军 这笔触有私 建造方词 表扬贞洁 春秋享寺 封穷英为 真孝一人 叶青为正牌军 欣赏白银五十两 表扬奇异 张青赋 还旧日援之 仍这三人 协助宋江 征讨淮西 功成声赏 道君皇帝 赤下法司 将反贼田虎 田报 田标压父式曹 灵池碎寡 当下穷英带的父母小相 秉过监长官 将求身 宋氏小相悬挂法场中 向前摆张桌子 等到五十三刻 田虎开刀碎寡后 穷英将田虎手脊摆在桌上 滴血祭父母 放声大哭 此时穷英这段事 东京已传遍了 当日观者如躲 见穷英哭得悲痛 无不敢气 穷英祭奠已毙 同张青 叶青旺 却谢恩 三人离了东京 竟望晚舟进发 来助宋江征讨王庆 不在话下 看官牢记话头 仔细听着 且把王庆自幼 智掌的事表摆出来 那王庆原来是东京开封府内一个副排军 他父亲王须 是东京大富户 专一打点衙门 雷缩结送 放雕把烂 排线良善 因此人都让他歇个 他听信了一个风水先生 看中了一块阴地 当初大贵之子 这块地 就是王须亲戚人家葬过的 王须与风水先生设计陷害 王须出监 把那家告知谎撞 官司累年 家产荡尽 那家敌王须不过 离了东京 远方居住 后来王庆造反 三族皆宜 独次家在远方 官府查出是王须被害 独的保全 王须夺了那块坟地 葬过父母 妻子怀孕迷月 王须梦虎入室 敦居唐熙 忽被尸寿突入 江湖闲去 王须觉来 老婆便产王庆 那王庆从小浮浪 到十六七岁 生得身雄力大 不去读书 专好斗鸡走马 使枪轮棒 那王须夫妻两口单单养的 王庆一个 十分爱序 自来互短 凭他惯了 到得长大 如何居管得下 王庆赌的是钱 素的是昌儿 吃的是酒 王须夫妇也有时训会他 王庆逆行发作 将父母立骂 王须无可奈何 指索由他 过了六七年 把个家产费得庆建 单靠着一身本师 在本府冲 做个副排军 亦有钱抄在手 三兄四弟 终日大酒大肉价同吃 若是有些不如一时节 拽出拳头便打 所以众人又惧怕他 又喜欢他 一日 王庆武更入牙画卯 干办完了执事 闲步出城南 到玉金浦游玩 此时是徽宗正合六年 重春天气 游人如矣 车马如云 正是 上院花开滴柳棉 游人队里砸蝉娟 进勒马四方草地 御楼人最幸花天 王庆独自闲耍了一回 向纳浦中一颗棒池的锤羊上 将尖鸭倚着 玉等个香食道来 同去九四中吃三杯进城 无一时 只见池北边十来个干办 于后 半当 养良人等 促着一成轿子 轿子里面 如花四朵的一个年少女子 那女子要看景致 不用竹脸 那王庆好的是女色 见了这般标致的女子 把个魂灵都掉下来 任得那伙干办 于后是疏密同贯府中人 当下王庆远远地跟着轿子 随了那伙人来到更月 那更月在京城东北于 集道军皇帝所住 齐逢怪使 古墓真秦 停泄持管 不可生疏 外面朱元飞护 如进门一般 有内乡进军看守 等闲人脚指头 也不敢学到门前 那促人歇下轿 养良扶女子出了轿 静望更月门内 鸟鸟挪挪 妖妖扰扰走进去 那看门进军内侍 都让开条路 让她走进去了 原来那女子是 同贯之地 同侍之女 杨俭的外孙 同贯抚养为己女 许配蔡幽之子 却是蔡经的孙儿媳妇了 小名叫做娇秀 年方二八 她禀过同贯 成天子两日 在李诗诗家娱乐 遇到更月游玩 同贯欲先吩咐了 进军人意 因此不敢拦阻 那娇秀进去了两个时辰 雾不见出来 王静纳斯 呆呆地在外面守着 肚里饥饿 学到东街酒店里 买些酒肉 茫茫地吃了六七杯 恐怕那女子去了 连账也不算 像便袋里 摸出一块二钱重的银子 丢雨垫小二道 小婷便来算账 王静在学到更月前 又停了一回 只见那女子同了养娘 轻易连步走出更月来 且不上教 看那更月外面的景致 王静学上前 去看那女子时 真个标志 由浑江龙 辞为账 风姿玉秀 那里个金屋堪烧 点樱桃小口 横秋水双眸 若不是昨夜 擎开心月角 怎能得今朝长段 小梁舟 方芬绰约会蓝筹 香飘雅力夫荣秀 两下里心圆 都被月影花钩 王静看到好处 不觉心头壮露 骨软金马 好变似雪 狮子像火 煞世间缩了半边 那娇秀在仁丛里 缩减王庆的相貌 凤眼浓眉如画 微须白面红颜 顶平额 阔满天仓 七尺身材壮健 善会偷香妾欲 灌脉翘行间 宁谋呆想历人前 俊翘风流无限 那娇秀一眼 缩着王庆风流 也看上了他 当有干半 于后喝开众人 养娘服 焦秀上轿 众人簇拥着 转东过西 却到孙枣门外 月庙里来烧香 王庆又跟随到月庙里 人山人海的 挨挤不开 众人见识 童书密处于后 干半都让开条路 那焦秀下轿进香 王庆挨学上前 却是不能近身 又恐随从人等叱咤 假意与妙柱私塾 帮他点竹烧香 一双掩不住的 溜娜娇秀 娇秀也把眼来贫缩 原来蔡幽的儿子 生来是憨呆的 那娇秀在家 听得几次媒婆传说 是真 日夜教区怨恨 今日 见了王庆风流俊俏 那小鬼头春心也动了 当下同府中一个董于后 早已乔科认得排军王庆 董于后把王庆 劈脸一掌打去 喝道 这个是什么人家的宅卷 你是开封府一个军舰 你好大胆 如何也在这里挨挨挤挤 戴安对相公说了 教你这颗驴头 安不劳在井上 王庆那赶泽生抱头鼠窜 奔出庙门来叫声道 碎 我直凭这般待 赖下马怎想吃天鹅肉 当晚忍气吞声 惭愧回家 谁知那娇秀回府 倒是日夜思想 后会势必 反去问那董于后 教他说王庆的详细 势必与一个薛婆子相熟 同他坐了马驳六 敲得勾引王庆从后门进来 人不知 鬼不觉 与娇秀勾搭 王庆那思 喜出望外 终日饮酒 光阴荏染 过了三月 正是乐极生悲 王庆一日吃得烂醉如泥 在本府正排军张斌面前露出马脚 虽将此事张扬开去 不免吹在铜冠耳朵里 铜冠大怒 思想要寻罪过摆拨他 不在话下 且说王庆因此事发觉 不敢再进铜府去了 一日在家闲坐 此时已是五月下旬 天气炎热 王庆多板凳放在天井中乘凉 放起深入屋里去拿扇子 只见那条板凳四脚洞 从天井中走江入来 王庆喝声道 奇怪 飞起右脚 向板凳指一脚踢去 王庆叫声道 饿也苦也 不踢时 万事皆休 一踢时 理智 正是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毕竟王庆踢着板凳 为何叫苦起来 且听下回分解 第102回 王庆阴间吃官司 攻端被打失军犯 话说王庆见板凳作怪 用脚去踢那板凳 却是用力太猛 闪那的鞋泪 蹲在地下 只叫 苦也 苦也 半赏架 动弹不得 老婆听得生患 走出来看时 只见板凳倒在一边 丈夫如此模样 便把王庆脸上打了一掌刀 郎当怪物 却终日在外面 不顾家里 今晚才到家里 一会儿又做什么来 王庆道 大嫂不要取笑 我闪那了鞋泪 了不得 那妇人将王庆福降起来 王庆勾着老婆的肩甲 摇头咬牙地叫道 阿爷 痛得慌 那妇人骂道 浪弟子 鸟歪祸 你闲长时 只欢喜十腿千拳 今日弄出来了 那妇人自觉这句话说错 将沙山秀儿演着口笑 王庆听得弄出来 三个字 嫩般疼痛的时节 也忍不住笑 哈哈地笑起来 那妇人又将王庆打了个耳瓜子道 鸟怪物 你又想了那里云 当下妇人扶王庆到床上睡了 敲了一叠核桃肉 悬了一壶热酒 递与王庆吃了 他自去拴门户 扑蚊虫 下账了 与丈夫歇息 王庆因腰邪十分疼痛 那庄儿动弹不得 是不必说 一宿无话 次早王庆疼痛误事不止 肚理思想 如何去官府面前生惹答应 挨到五排时分 被老婆催他出去赎膏药 王庆勉强买到抚牙前 与官衣跌打损伤 朝北开铺子卖膏药的钱 老儿买了两个膏药 铁在肋上 前老说道 都排若要好得快 须是吃两副疗伤行血的奸计 说罢 便搓了两副药 递与王庆 王庆向便代理取出一块银子 约莫有钱二三分钟 讨张纸 包了钱 老儿缩着他包银子 甲巴脸朝着东边 王庆将纸包地来道 先生莫清谢 将来买粮瓜五 前老儿道 都排 朋友家如何计较 这却使不得 一头还在那里说 那只右手已是接了纸包 揭开药箱盖 把纸包丢下去了 王庆拿了药 方玉起身 只见府西街上 走来一个卖挂先生 头戴单纱抹眉头巾 身穿胳膊直身 撑着一把遮阴两伞 伞下挂一个纸招牌 大叔先天神术四字 两旁有十六个小字 写道 京南李柱 识文艺术 字字有准 数胜管路 王庆健是个卖挂的 他已有娇秀这装饰在肚里 又遇着昨日的怪事 他便叫道 李先生 这里请坐 那先生道 尊观有何见教 口里说着 那双眼睛鼓碌碌的 把王庆从头上直看至脚下 王庆道 在下欲捕一数 李柱下了伞 走进高药铺中 对前老公手道 搅扰 便向单格布衣秀里 摸出个子坛克筒 开了筒盖 取出一个大顶筒钱 递与王庆道 尊观那边去对天默默地祷告 王庆接了挂钱 对着炎炎的那轮红日 弯腰畅诺 却是疼痛 弯腰不下 好似那八九十岁老 硬着腰 半衣半拱地兜了一兜 仰面立着祷告 那边李柱看了 敲得对前老儿猜说道 用了先生膏药 一定好得快 想是打伤的 前老道 他见什么板凳作怪 踢闪了腰泪 是才走来 说话也是气喘 贴了我两个膏药 如今腰也弯得下了 李柱道 我说是个闪纳的模样 王庆祷告一臂 将前提于李柱 那李柱问了王庆姓名 将客筒摇着 口中念叨 日即晨凉 天地开张 圣人作义 忧赞神明 包罗万象 道和乾坤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名 与四师合其婿 与鬼神合其其凶 今有东京开封府 王姓君子 对天买卦 假音寻忠 以卯日 奉请周一文王先师 鬼谷先师 原天刚天师 至神至圣 至福至灵 只是一米 明章报应 李柱将客筒发了两次 叠成一卦 道是水雷屯卦 看了六摇动静 便问 尊官所占有何事 王庆道 问家宅 李柱摇着头道 尊官莫怪小子直言 屯者 难也 你的灾难方形里 有几句断词 尊官虚记着 李柱摇着一把 竹骨折叠有纸善 念道 家宅乱纵横 百怪生 灾家未明 飞骨庙 即微桥 白虎冲凶官病遭 有头无尾何增记 见贵凶襟送于交 人口不安遭跌谱 四肢无力寡俏 从改换 是飞消 逢着虎龙鸡犬日 许多烦恼或新招 当下王庆对着礼柱坐地 当部的那有纸事儿的是七臭 把造罗山袖而掩着鼻听他 李柱念罢 对王庆道 小子距离直言 家中还有作怪的势力 须改过千居 方宝无事 明日是秉辰日 要仔细礼 王庆见他说得凶险 也没了主意 取钱筹谢了李柱 李柱出了药铺 撑着伞 往东去了 当有府中五六个工人衙役 见了王庆 便道 如何在这里闲话 王庆把见怪闪纳的事说了 众人都笑 王庆道 列位 若府尹相公问时 须与做兄弟的周全 则各 众人都道 这个李慧德 说吧 各自散去 王庆回到家中 教老婆煎药 王庆药病好 不止两个时辰 把两副药都吃了 又要药行 多饮了几杯酒 两个直睡到次日晨排时分 方才起身 书洗碧 王庆因腹中空虚 暖些酒吃了 正在吃早饭 务事未完 只听得外面教导 都排在家嘛 妇人向板壁房看了道 是两个府中人 王庆听了这句许 脸呆了一呆 只得放下饭碗 摸摸嘴 走江出来 拱拱手问道 二位光匠 有何见叫 那两个工人道 都排真个受用 清早脸上好春色 太爷今早点名 音都排不到 大怒起来 我们兄弟被替你 并说见怪闪那的事 他那里肯信 便起了一支签 拆我们两个来 请你回话 把签与王庆看了 王庆道 如今红了脸 怎好去参见 略停一会儿才好 那两个工人道 不干我们的事 太爷立回话 去迟了 须带累我们吃的 快走 快走 两个扶着王庆便走 王庆的老婆 慌忙走出来问时 丈夫已是出门去了 两个工人扶着 王庆进了开封府 扶尹正坐在堂中 虎皮交椅上 两个工人带 王庆上前禀道 奉老爷君旨 王庆拿道 王庆免强朝上 磕了四个头 扶尹喝道 王庆 你是个军剑 如何带丸 不来伺候 王庆又把那剑怪闪纳的事 戏饼一变道 实是腰泪疼痛 坐卧不宁 行走不动 非敢带丸 望向公方便 扶尹听罢 又见王庆脸红 大怒喝道 你这次专一酗酒为非 干那不公不法的事 今日又捏妖言 欺狂上官 喝酒扯下去打 王庆那里分说的开 当下把王庆打得皮开肉绽 要他招任捏造妖书 山货渔民 谋为不轨的罪 王庆今日被官府打 死去再省 吃打不过 只得屈招 福尹录了王庆口词 叫镜子把王庆将刑具家号 进来定了 压下死囚牢里 要问他个捏妖书 谋为不轨的死罪 镜子将王庆康抬入牢去了 原来同冠密使人吩咐了福尹 正要寻罪过摆驳他 可可地撞出这截怪事来 那师府中上下人等 谁不知道娇秀这件够当 都纷纷扬扬地说开去 王庆为这劫事得罪 如今一定不能够活了 那是蔡京 蔡幽耳朵里颇觉不好听 父子商议 若将王庆性命结果 此事欲真 丑声一发传播 于是密晚新府官员 与府尹相知的 教他速将王庆赐陪远厄君州 以灭其迹 蔡京 蔡幽则日迎娶娇秀成亲 一来遮掩了同冠之休 二来灭了众人议论 且说开封府尹尊奉蔡太师 处心复密话 随即声听 那日正是新有日 教劳中提出王庆 除了长家 断了二十几帐 换个文笔将刺了面夹 亮地方远近 该陪西京管下陕州劳城 当听打一面石金 半团头铁业护身夹定了 铁上封皮 压了一道碟纹 差两个防送工人 叫做孙灵 贺吉尖压前去 三人初开封府来 只见王庆的丈人 牛大户接着 同王庆 孙林 贺吉到崖前南街酒店里坐定 牛大户叫酒保 搬取酒肉 吃了三杯两盏 牛大户向身边 取出一包散碎银两地 与王庆道 白银三十两 把于你路途中使用 王庆用手去街道 生寿泰山 牛大户推着王庆的手道 这等容易 我等闲也不把银两于你 你如今配去陕州 一千余里 路远山摇 知道你几时回来 你调戏了别人家女儿 却不耽误了自己的妻子 老婆谁人替你养 又无一男伴女 田地家产可以守你 你须立纸修书 自你去后 任从改嫁 日后并无争执 如此 方把银子与你 王庆平日会花费 思想 我囊中又无十两半斤银两 这陕西如何去的 左思右算 要那银两使用 叹了两口气道 罢 罢 只得写纸修书 牛大户一手接纸 一手交银 自回去了 王庆同了两个工人 到家中来 收拾行囊包裹 老婆已被牛大户 接到家中去了 把个门锁着 王庆向邻舍人家 借了斧凿 打开门户 到里面看时 反老婆身上穿着的 头上插带的 都将去了 王庆又恼怒 又凄惨 阳间逼一个周老婆子 到家备了些酒食 把与工人吃了 将银十两送与孙林 贺吉道 小人磅瘡疼痛 行走不动 欲将息几日 放好上路 孙林 贺吉得了钱 也是应允 怎奈蔡幽畜碗心腹 催促工人起身 王庆将家食物 胡乱变卖了 交还了胡园外领房 此时王庆的父王须 已被儿子气瞎了两眼 另居一处 儿子上门 不打便骂 今日闻得儿子遭官司赐配 不觉心痛 交个小私扶着 走到王庆屋里 叫道 儿子呀 你不听我的训讳 已知如此 说吧 那双盲昏眼泪 掉下泪来 王庆从小不曾叫 王须一声爷的 禁止此家破人离的时节 心中也酸出起来 叫声道 爷 儿子今日糟嫩般驱官司 颇奈牛老儿无礼 逼我写了修妻的状 才把银子于我 王须道 你平日是爱妻子 孝丈人的 今日他如何这等待你 王庆听了这两句 抢白的话 便气愤愤地 不来踩着爷 竟同两个工人 收拾出城去了 王须顿足垂胸道 是我不该来看那那种 复服了小丝自回 不提 却说王庆同了孙林 贺吉离了东京 另个僻静所在 调至十余日 磅窗烧玉 工人催促上路 以礼而行 往陕州投奔 此时正是六月初旬 天气炎热 一日只行的四五十里 在路上免不得睡死人床 吃不滚汤 三个人行了十五六日 过了松山 一日正在行走 孙林用手向西 指着远远的山峰道 这座山叫做北芒山 属西京管夏 三人说着话 趁早凉 行了二十余礼 望见北芒山东 有个市镇 只见四面村农 纷纷地投市中去 那是东人家西少处 钉字列着三株大柏树 树下阴阴 只见一簇人 亚间迭间地围着一个汉子 赤着上身 在那阴凉树下 夭夭和喝的屎棒 三人走到树下歇凉 王庆走得汉雨淋漓 满身争尸 带着护身家 挨入人丛中 点起脚看那汉使棒 看了一下 王庆不觉失口笑道 那汉子使的是花棒 那汉正使到热闹处 听了这句话 收了棒看时 却是个佩君 那汉大怒 便骂 贼佩君 俺的枪棒远近闻名 你赶开了那鸟口 轻慢我的棒 放出这个屁来 丢下棒 提起拳头 劈脸就打 只见人从中走出 两个少年汉子来拦住道 休要动手 便问王庆道 足下必是高手 王庆道 乱到这一句 惹了那汉子的怒 小人枪棒 也略晓得仙 那边使棒的汉子怒骂道 贼佩君 你敢与我比试吧 那两个人对王庆道 你敢与那汉子使何棒 若赢了他 便将这掠下的两贯钱 都送于你 王庆笑道 这也使得 分开众人 向贺吉取了干棒 脱下汉衫 拽砸起裙子 撤棒在手 众人都道 你向上带着个尖 却如何抡棒 王庆道 只这截儿稀罕 带着行家赢了他 才算手段 众人齐声道 你若带家赢了 这两贯钱一定与你 便让开路放王庆入去 那使棒的汉 也撤棒在手 使个旗鼓 喝道 来来来 王庆道 列位恩官 修要笑话 那边汉子名其王庆 有护身加碍着 吐个门户 换作蟒蛇吞向式 王庆也吐个式 换作蜻蜓点水式 那汉喝一声 便使棒盖浆入来 王庆望后一退 那汉赶入一步 提起棒 向王庆顶门 又负一棒打下来 王庆将身向左一闪 那汉的棒打个空 收棒不迭 王庆就那一闪里 向那汉右手一棒劈去 正打着右手腕 把这条棒打落下来 幸得棒下留情 不然把个手腕打断 众人大笑 王庆上前 执着那汉的手道 冲撞羞怪 那汉右手疼痛 便将左手去取那两罐钱 众人一起嚷僵起来 那思本是低丑 是才讲过 这钱应是赢棒的拿 只见在先出肩上前的两个汉子 匹首夺了那汉两罐钱 把与王庆倒 足下到壁庄一叙 那使棒的傲众人不过 只得收拾了行杖 望镇上去了 众人都散 两个汉子邀了王庆 同两个工人都带个梁栗子 望南抹过两三座林子 转到一个村方 林子里有所大庄院 一周遭都是土墙 墙外有二三百株大柳树 庄外新缠造柳 庄内乳燕提粮 两个汉子 邀王庆等三人进了庄院 入到草堂 蓄里霸 个人脱下汉衫麻鞋 分宾主坐下 庄主问道 列位都向东京口气 王庆道姓名 并说被拂引陷害的事 说吧 请问二位高姓大名 二人大喜 那上面做的说道 小可姓公 单名个端子 这个是设地 单名个正子 设下祖居在此 因此 这里叫做公家村 这里属西京新安县管辖 说吧 叫庄客替三位 汉卓那湿透的汉衫 先挤凉水来解了熟壳 引三人到上房中洗了澡 草堂内摆上桌子 先吃了现成点心 然后杀鸡宰鸭 煮豆摘桃的制酒管带 庄客重新摆设 先搬出一叠包光的蒜头 一叠切断的壮葱 然后搬出菜书 果品 鱼肉 鸡鸭之类 公端请王庆上面坐了 两个工人一袋坐下 公端和兄弟在下面背席 装可筛酒 王庆称谢道 小人是个犯罪求人 赶蒙二位错爱 无端相忧 却是不当 公端道 说那里话 谁人保得没事 那个带着酒食走的 当下猜没行令 久至半憨 公端开口道 这个碧村 前后左右 也有二百余家 都推于弟兄做个主 小可弟兄两个 也好使些全棒 压服众人 今春二月 东村赛神会 大台演戏 小可弟兄到那边耍子 与碧村一个人 换作黄达 因赌钱斗口 被那思痛打一顿 俺弟兄两个 也赢不得他 黄达纳斯 在人面前 夸口称强 俺两个奈何 不得他 只得忍气吞声 世财 剑都排棒法 十分缜密 俺二人 愿拜都排为师父 就师父 点拨于弟兄 必当重重酬谢 王庆听罢大喜 谦让了一回 公端同弟 随即拜王庆为师 当晚 指引至尽罪方休 乘凉歇息 此日天明 王庆乘着枣梁 在打卖场上 点拨公端拽拳 尸腿 只见外面一个人 背插着手 夺江进来 喝道 那里佩君 赶到这里 卖弄本事 只因走进 这个人来 有份叫 王庆种种大火胎 公端又结身仇怨 真是 或从浮浪起 如阴堵伯昭 毕竟走进公端庄里 这个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第103回 张管英 因切地丧身 范杰即为表兄一脸 话说 王庆在 公家村公端庄院内 乘着那 稿日出生 清风徐来的良辰 在打卖场上 留音下 点拨公端兄弟 使拳拽腿 呼得有个大汉子 秃着头 不带金泽 挽个压迹 穿一领雷州戏格布短长衫 系一条单纱裙子 脱一双草凉鞋 捏着一把三角戏蒲扇 仰昂着脸 被插着手 摆进来 剑是个配君在那里点拨 他昨日 已知道 芒东镇上有个配君 赢了使枪棒的 孔公端兄弟学了班杰 开口对王庆骂道 你是个罪人 如何在路上挨托 在这里哄骗人家子弟 王庆 只道是公氏亲戚 不敢回答 原来这个人正是东孙黄达 他也呈早粮 遇到公家村西尽头柳大郎 触逃赌账 听得公端村里 夭夭呵呵 他平日戚惯了公家弟兄 因此 竟自闯将进来 公端见识黄达 心头一把无名火 高举三千丈 按捺不住 大骂道 驴牛射出来的贼盲吧 前日赖了我赌钱 近日又上门欺负人 黄达大怒骂道 倒你娘的肠子 丢了蒲扇 提了拳头 抢上前望 公端劈脸 便打 王庆听他两个出言吐气 也猜着是黄达了 假意上前来劝 只一夹往黄达绑上打去 黄达扑通的 各脚烧天 挣扎不迭 被弓端 公正并两个装客 一骑上前按住 拳头脚尖 将黄达脊背 胸脯 肩甲 鞋肋 膀子 脸颊 头额 四只 无处不着拳脚 只空的个舌架 当下众人将黄达 踢打一个没算术 把那个厂衫 纱裙子扯得粉碎 黄达口里只叫道 打得好 打得好 赤条条的一毫丝线 也没有在身上 当有防送工人孙林 贺吉在三来圈 公端等方才助手 黄达被他们打坏了 只在地上喘气 那里挣扎得起 公端叫三四个装客 把黄达扛到东村半路上草地里撇下 赤中晒了半日 黄达那边的林社庄家 出来云草 遇见了 扶他到家 卧床江西 央人写了状词 去新安县投地报孤 不在话下 却说公端等闹了一个早起 叫庄客搬出酒食 请王庆等吃早膳 王庆道 那四日后必来报仇思闹 公端道 这贼王八穷出鸟来 家里只有一个老婆 左右邻里 只爱他的履历 今日见那贼王八打坏了 必不肯替他出力气 若是死了 拼个庄客尝他的命 便吃官司 也说不得 若是不死 只是个互相撕打的官司 今日全赖师父报了仇 师父且喝杯酒 放心在此 一发把枪棒叫倒了余弟兄 必当补报 公端取出两定银 各种五两 送予两个工人 求他再宽几日 孙林 贺吉得了钱 只得应允 自此一连住了十余日 把枪棒班节 进传于公端 公正 因工人催促起身 又听得黄达央人到县里告准 公端取出五十两白银 送予王庆 到陕州使用 起个半夜 收拾行囊包裹 天未明时 离了本庄 公端叫兄弟 带了若干银两 又来护送 鱼路无话 不择一日 来到陕州 孙林 贺吉带了王庆到周牙 当厅投下了开封府文碟 周隐看厌明白 收了王庆 押了回文 与两个工人回去 不在话下 周隐随即把王庆帖 发本出劳城营来 工人讨收管回话 又不必说 当下公正寻个箱时 将些银两 替王庆到管营拆播处 买上主下的使用了 那个管营姓张 双明事开 得了公正贿赂 将王庆除了行家 也不打什么杀威棒 也不来拆他做生活 发下单身房内 由他自在出入 不觉得过了两个月 时遇秋深天气 忽一日 王庆正在单身房里闲坐 只见一个君汉走来说道 管营向功换你 王庆随了君汉 来到点事厅上磕了头 管营张士开说道 你来这里许多时 不曾拆遣你做甚吗 我要买一张陈州来的豪角工 那陈州是东京管下 你是东京人 必知价值真假 说吧 便向袖中摸出一个纸板 亲手递与王庆道 文言二两 你去买了来回话 王庆道 小的李惠德 接了银子 来到单身房里 拆开纸包 看那银子果是雪白 将等子称时 反中三四分 王庆出了本营 到府北街市上弓箭铺中 只用的一两七钱银子 买了一张真尘州脚弓 将回来 张管营已不再听上了 王庆将公交与内宅亲 随半当送进去 喜得落了他三钱银子 明日张世开又换王庆道 点事厅上说道 你却干得是来 昨日买的脚工甚好 王庆道 相公须交 把火来放在工箱里 不住的被放好 张世开道 这个晓德 从此 张世开日日差 王庆买办实用供应 却是不比前日发出现银来 给了一本账簿 叫王庆将日主买的 都登记在簿上 那行铺人家 那个肯奢半文 王庆只得取出己才 买了送进衙门内去 张世开嫌好道歉 非打即骂 即至过了十日 将不成帝 秉之嫁银 那里有豪呼而发出来 如是粤语 被张管银或五磅 或十磅 或二十 或三十 前前后后 总计打了三百余磅 将两腿都打烂了 把公端送的五十两银子 赔费的庆建 一日 王庆道 迎锡武功牌坊东侧 首一个秀和完散 卖影片 兼内外科 搓熟药 又卖帐窗 膏药的张一氏铺里 买了几张膏药 贴了帐窗 张一氏一头与王庆铁膏药 一头口里说道 张管银的旧爷庞大郎 前日也在这里取膏药 铁制右手腕 他说在芒东镇上跌坏的 咱看他手腕像个打坏的 王庆听了这句话 盲问道 小人在营中 如何从不曾见面 张一氏道 他是张管银小夫人的同胞兄弟 单会个原字 那庞夫人 是张管银最得意的 那庞大郎好的是赌钱 又要使枪棒耍子 亏了这个姐姐 常照顾他 王庆听了这一段话 九分猜是 前日在柏树下 被俺打的那斯 一定是庞原了 怪到张氏 开寻罪过百步啊 王庆别了张一氏 回到营中密地与管银的一个亲随小司 卖酒买肉地请他 又把钱与他慢慢地密吻庞原详细 那小司的说话 与前面张一氏一般 更有两句背戏的话 说道 那庞原前日 在芒东镇上被你打坏了 常在管银相公面前恨你 你的毒棒 指恐物是不能免礼 正是好胜夸强是祸胎 千和首分自无哉 只因一棒成仇戏 如今加厉凤还来 当下王庆问了小司被戏 回到单身房里 叹口气道 不怕关 只怕管 前日偶尔失口 说了那斯 赢了他棒 却不知道是管银心上人的兄弟 他若摆布的我要紧 指索逃走他处 再做道理 便悄悄地到街坊 买了一把截手尖刀 藏在身边 以防不测 如此又过十数日 幸得管银不来呼唤 棒窗也绝好了些 呼一日 张管银又叫他买两匹段子 王庆有事在心 不敢怠惰 急急地到铺中买了回营 张管银正坐在点事厅上 王庆上前回话 张氏开闲那段子颜色不好 劲头又短 花样又是旧的 当下把王庆大骂到 大胆的奴才 你是个囚徒 本该差你挑水般时 或索禁在大链子上 今日差遣你奔走 是十分抬举你 你这贼骨涛 却是不知好歹 骂得王庆顿口无言 插竹也似磕头求方便 张氏开喝道 全且系这一顿棒 速将断匹换上好的来 谢你今晚回话 若稍迟言 你须仔细着那条贼性命 王庆只得脱出身上衣服 向解枯中点了两罐钱 天前买换上好的段子 报回营来 跋涉久了 仪式上灯后了 只见营门闭着 当执君汉说 黑夜里谁肯担这干戏 放你进去 王庆分说道 蒙管营向宫钱拆的 那当执君汉那里 肯听 王庆身边上有剩下的钱 宋宇当值的 方才放他进去 却是又被他缠了一回 捧了两匹段子 来到内宅门外 那守内宅门的说道 管营相公和大奶奶嘶闹 在后面小奶奶房里去了 大奶奶却是厉害得紧 谁敢与你传话 惹是招飞 王庆思想道 他献着今晚回话 如何又嫩般阻拘我 却不是故意要害我 明日那顿恶棒 怎拖得过 这条性命 一定送在那贼王八手里 安倍他打了三百余棒 暴达那一棒的仇恨也够了 钱又受了公正许多银两 今日直嫩如此翻脸摆不完 那王庆从小恶逆 生生父母也再不来触犯他的 当下逆性一起 倒是恨小非君子 无独不丈夫 一不做二不休 挨到更鱼 营中人几重囚徒都睡了 敲得穴道内宅后边 爬过墙去 轻轻地拔了后门的栓 藏过一边 那星光之下 照见墙园内东边有个马厩 西边小小一间屋 看时乃是个坑侧 王庆多那马厩里一扇木栅 竖在二重门的墙边 从木栅爬上墙去 从墙上抽起木栅 竖在里面 轻轻溜江下去 先拔了二重门栓 藏过木栅 里面又是墙园 只听的墙里边笑语喧哗 王庆学到墙边 扶着侧耳戏听 认的是张世凯的声音 一个妇人声音 又是一个男子声音 却在那里喝酒闲话 王庆窃听多时 呼听的张世凯说道 舅子 那思明日来回话 那条姓名 只在傍下 又听的那个男子说道 我算那思身边东西 也七八分了 姐夫须决意与我下手 出这口鸟气 张世凯答道 只在明后日 教你快活罢了 那妇人道 也够了 你们没所罢休 那男子道 姐姐说那里话 你莫管 王庆在墙外听他 每三个一地一句 说得明白 心中大怒 那一把无名夜火 高举三千丈 按纳不住 恨不得有金刚般神力 推到那粉墙 抢进去杀了那死门 正是 爽口物多中作病 快心事过笔为殃 金风未动缠先绝 无偿按送 怎提防 当下王庆正在按纳不住 只听的张世 开高叫道 小思 点灯照我往后面 去登东侧 王庆听了这句 连忙撤出那把截手尖刀 将身一堆蹲在那株梅树后 只听的呀的一声 那里面两扇门开了 王庆在黑地里观看 却是日逐透地消息的 那个小思 提个行灯 后面张世开百江出来 不知案里有人 望着钱只顾走 到了那二重门边 骂道 那些奴才们 一个也不小心 如何这早晚 不将这栓栓了 那小思开了门 照张世开 方才出得二重门 王庆悄悄地挨疆上来 张世开听的后面脚不响 挥转头来 只见王庆右手撤刀 左手插开五指 抢上前来 张世开把那心肝五脏 都提在九霄云外 叫声道 有灾 说是迟 那是快 被王庆早落一刀 把张世开起耳 跟连脖子砍着 扑得便倒 那小思 虽是平日与王庆私熟 今日见王庆拿了 明晃晃一把刀 在那里行凶 怎的不怕 却待要走 两只脚 疑似定住了的 再要叫时 口里又似哑了的 喊不出来 断得惊得呆了 张世开正在证明 王庆赶上 赵后心又刺一刀 结果了性命 庞原正在姐姐房中吃酒 听得外面隐隐的声唤 点灯不叠 急跑出来看事 王庆见里面有人出来 把那提灯的小丝指一脚 那小丝连身带灯跌去 灯火也灭了 庞原知道张世开打小丝 他便叫道 姐夫 如何打那小丝 却带上钱来劝 被王庆飞抢上前 暗地里望着庞原一刀刺去 正中邪累 庞原杀猪也似喊了一声翻在地 王庆揪住了头发 一刀割下头来 庞氏听得外面喊声凶险 急叫压沉点灯 一同出来照看 王庆看见庞氏出来 也要上前来杀 你倒有嫩般怪事 说也不信 王庆那时转眼间 便见庞氏背后有 十数个亲随半当 兜知器械赶喊出来 王庆慌了手脚 抢出外去 开了后门 越过营中后墙 脱下血无衣服 开尽截手刀 藏在身边 听得耕鼓 已是三耕 王庆成那街放人静 穴到城边 那陕州是做土城 成员不甚高 豪欠不甚深 当夜被王庆越城去了 且不说王庆越城 再说张氏开的窃旁是 只同得两个鸭铮 点灯出来照看 原无甚么 半当同他出来 他先看见了兄弟 旁原血漉漉的头在一边 体在一边 虎得庞氏与丫鬟都面面撕去 正如分开八片顶羊骨 倾下半桶冰雪水 半上架说不出话 当下庞氏三个连爹带滚 战战兢兢地跑进去 声张起来 叫起里面亲随 外面当值的军牢 打着火把 执着器械 都到后面照看 只见二重门外 又杀死张管银 那小丝跌倒在地 尚在证明 口中吐血 眼见得不能够活了 众人见后门开了 都到是 贼在后面来的 一拥到门外照看 火光下照见两匹彩断 泡在地下 众人齐声道是王庆 连忙查点个囚徒 只有王庆不在 当下闹动了一营 即左右前后临摄众人 在营后墙外照着血污衣服 细细剪刃 渐渐都是王庆的 众人都上议 趁着未开城门 去报之周隐 急差人搜桌 此时已是五更十分了 周隐闻报大惊 火速差线位 检验杀死人数级行凶人 出没去处 一面差人叫将陕州四门避紧 点起军兵并击捕人员 城中方向理政 逐一排门搜桌凶人王庆 闭门闹了两日 家治互道 逐一挨扎 并无影迹 周隐压了文书 伟官下该管地方各处 相保都村 排家搜桌 击捕凶手 写了王庆相冠 年假 帽相 模样 画影图形 出一千冠信赏钱 如有人之得王庆下落 富州告报 随文给赏 如有人藏匿犯人 在家实诉者 事发道官 与犯人同罪 便行临近周县 一同击捕 且说王庆当夜 越出陕州城 抓撒起衣服 从城豪遣出去过对岸 心中思想道 虽是逃脱了性命 却往那里去躲避好 此时是众东将近 夜落草枯 星光下看得出路径 王庆当夜 转过了三四条小路 方才有条大路 急忙忙地奔走 到红日东升 约行了六七十里 却是望着南方行走 望见前有人稠密去处 王庆思想身边尚有一贯钱 且到那里买些酒食吃了 再算几头那里走 不多时 走到市里 天气上早 酒肉店尚未开礼 只有朝东一家屋檐下 挂个安歇客商的破灯笼 是那家昨晚不曾收的 门物是半开半眼 王庆上前 压得一声推进门去 只见一个人物味熟悉 从里面走江出来 王庆看时 认得这个乃是我母一表兄院长饭权 他从小随父亲在房州经济得利 因此就冲作本州两院压劳结级 今春三月中 到东京公干 也在我家住过几日 当下王庆教导 哥哥别来无恙 范全也道 是像王庆兄弟 见他这般模样 脸上又刺了两行金印 正在一律为及回答 那边王庆见左右无人 拖得跪下道 哥哥救兄弟则个 范全慌忙扶起道 你果是王庆兄弟吗 王庆摇手道 晋升 范全会议 一把挽住王庆袖子 扯他到客房中 去好范全 昨晚简令的是毒素房 范全敲得盲问 兄弟何故如此模样 王庆富耳低言地 将那吃官司 赐陪闪周的事 竖了一遍 此后说 张氏开报酬 推狠毒 昨夜已是如此如此 范全听霸大惊 愁愁了一回 急急地梳洗吃饭 算还了房钱饭钱 商议教王庆之坐军牢 跟随的人 离了饭店 投奔房州来 王庆于路上问范全 为何到此 范全说道 蒙本出周引差 往陕周周引处 投地书闸 昨日方讨得回书 随即离了陕周 阴天晚在此歇宿 却不知兄弟正在陕周 又做出嫩般的事来 范全同了王庆 夜只小行 潜逃到房州 才过的两日 陕周行门 挨捕凶人王庆 范全捏了两把汗 回家与王庆说之 城中必不可安身 城外定山宝东 我有几间草房 又有二十余亩田地 是前年买下的 如今发几个庄客 在那里耕种 我兄弟到那里躲避几时 却在算计 范全到黑夜里 引王庆出城 到定山堡 东草房内藏匿 却把王庆改姓改名 叫做李德 范全思想 王庆脸上筋印不稳 幸得西年到健康 闻得神医安道全的名 用后臂交接他 学得个聊筋印的法 却将毒药与王庆点去了 后用好药调制 起了红疤 再将金玉细末 涂茶调制 二月有余 那疤痕也消磨了 光阴荏染 过了百余日 却是宣和元年的重春了 官府挨捕的是 已是虎头蛇尾 前紧后慢 王庆脸上没了金印 也渐渐地闯将出来 衣服鞋袜 都是饭全周吉他 一日 王庆在草房内闷作 呼听得远远的有喧哗嘶闹声 王庆便来问 庄客 何处嫩般热闹 庄客道 李大官不知 这里西区一里有余 乃是定山堡内段家庄 段氏兄弟向本周接的个粉头 搭戏台 说场诸般品调 那粉头是西京来新打学的行愿 色意双绝 转得人山人海价看 大官人合不到那里缩一缩 王庆听了这话 那里耐得脚筑 一进来到定山堡 只因王庆走到这个所在 有份叫 佩君村妇谐音卷 地虎民殃读一方 毕竟王庆到那里观看 真个有粉头说唱也不 且听下回分解 第104回段家庄中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就强人 话说当下王庆闯到定山堡 那里有五六百人家 那戏台却在宝东卖地上 那时粉头还未上台 台上四面有三四十只桌子 都有人围挤着 在那里炙头赌钱 那智骰的名 非一指一端 乃是六丰 五麻子 火鸟毛 猪窩 又有那 钱的 蹲聚在地上 共有二十余粗人 那 钱的名 也不止一端 乃是 浑船 三倍间 八岔 那些智骰的 在那里呼嘛喝溜 钱的在那里 换字叫呗 或家校代骂 或认真撕打 那输了的 脱衣点长 齿巾包袜 也要去翻本 费十页 忘寝食 到底是个梳子 那赢的 意气洋洋 东白西窑 南闯北学的寻九头在座 身边便带礼 搭博礼 衣袖礼 都是银钱 到后捉本算账 原来赢不多 赢的都被把烧得 放囊地捏了头去 不说赌博光景 更有村姑农妇 丢了除卖 撇了灌菜 也是三三两两 成群作对 养着黑泥斑脸 露着黄金斑翅 呆呆地立着 等那粉头出来 看他一般是爹娘养的 他便如何嫩斑标志 有若干人看他 当下不但临近村方人 城中人也赶出来缩看 把那轻轻的卖地 踏光了十数亩 话修旭凡 当下王庆贤看了一回 看得寂养 间隙台里边 人丛里 有个彪形大汉 两手靠着桌子 在屋子上坐地 那汉声的远眼大脸 阔肩细腰 桌上堆着五罐钱 一个色盆 六只头子 却无主顾与他赌 王庆思想道 俺自从吃官司到今日 有十数个月 不曾弄这个道了 前日饭泉哥哥 把与我买柴心的 一定银在此 将来做个哨 与那私制机制 赢几罐钱 一回去买果吃 当下王庆取出银子 往桌上一丢 对那汉道 胡乱制一回 那汉一眼瞅着 王庆说道 要制便来 说还未必 早有一个人 向那前面桌子 边人从里挨出来 冒想长大 与那坐下的大汉 仿佛相似 对王庆说道 吐吐 他这定银怎好出主 将银来 我有钱在此 你赢了 每罐只要加力二十文 王庆道 最好 与那人打了两罐钱 那人已是 每罐先除去二十文 王庆道 也罢 随即与那汉讲过 制诸窝 方制的两三盆 随有一人挨下来 出主等制 那王庆是东京基督冠家 他信得盆口针 又会躲闪打浪 又狡猾奸诈 吓 主作弊 那放囊的城闹里 学过那边桌上去了 那挨下来的 说王庆制的胸 收了去 只替那汉粘头 王庆一口气 制赢了两罐钱 得了彩 月制得出 三红四巨 只管撒出来 那汉姓急翻本 制下便是绝 他脚 小四不脱手 王庆制了九点 那汉篇调出到八来 吴一个时辰 把五罐钱 输个庆尽 王庆赢了钱 用绳穿过两罐 放在一边 带寻那汉熟烧 又将那三罐穿覆停打 方玉将接来付钱 那输的汉子贺道 你带江钱往那里去 只怕是才出炉的 热的熬制了手 王庆怒道 你输于我的 却放那鸟屁 那汉征员怪眼骂道 狗弟子孩 你敢伤你老爷 王庆骂道 村搓鸟 俺便怕你把拳打 在隐度里拔不出来 不将钱去 那汉提起双拳 往王庆劈脸打来 王庆侧身一闪 就是接住那汉的手 将右肘向那汉胸脯指一躺 右脚硬手 将那汉左脚一勾 那汉是蛮力 那里解的这跌法 扑通的望后 翻 面孔朝天 背脊着地 那利拢来看的人 都笑起来 那汉却待挣扎 被王庆上前按住 照时落出只顾打 成仙放囊地走来 也不解劝 也不帮助 只将桌上的钱都抢去了 王庆大怒 气了地上汉子 大踏不敢去 只见人从里闪出一个女子来 大喝道 那思不得无礼 有我在此 王庆看那女子 生得如何 眼大露凶光 眉粗横杀气 腰脂笨蠢 全无鸟挪风情 面皮完后 为赖粉之铺翼 一样拆环插一头 实行串着露双臂 贫斑时旧 笑他人气喘急促 长朵景兰 夸自己屡历不费 针钱不知如何捏 拽腿千拳是长戒 那女子有二十四五年纪 她拖了外面山子 卷坐一团 丢在一个桌上 里面是剑杆小袖紧身 阴戈绿短袄 下穿一条大当子夹绸阔 踏不上前 踢起拳头望王庆打来 王庆见她是女子 又见她起拳便有破绽 有一耍她 故意不用快跌 也拽双拳吐个门户 摆开解数 与那女子相扑 但见 拽开大四平 踢起双飞脚 仙人指路 老子齐鹤 凹鸾肘出尽前心 当头炮事轻鹅脚 翘跟翠地龙 扭万情天拖 这边女子 使个盖顶洒花 这里男儿 耍个绕腰贯索 两个四迎风贴扇 无一时急雨催花落 那时粉头已上台 做笑乐愿本 众人见这边男女相托 一起走拢来 把两人围在圈子中看 那女子见王庆旨 扮得价格遮拦 没本事钻进来 她便去个空 使个黑虎偷心事 一拳望王庆 披心打来 王庆将身一侧 那女子打个空 收拳不迭 被王庆就施扭明定 只一交 把女子翻 刚刚着地 顺手又抱起来 这个事 叫抱虎抱头 王庆道 墨污了衣服 羞怪俺冲撞 你自来寻俺 那女子毫无羞怒之色 倒把王庆赞道 嘖嘖好拳腿 果是斑结 那边输钱吃打的 与那放囊 抢钱的两个汉子 分开众人 一起上前喝道 驴牛舍的狗弟子孩 嫩般胆大 怎敢爹我妹子 王庆喝骂道 书败烟绸 村乌龟子 抢了俺的钱 反出讳言 抢上钱 拽拳便打 只见一个人 从人丛里抢出来 横身隔住了一双半人 六个拳头 口里高叫道 李大郎 不得无礼 段二哥 段五哥 也休要动手 都是一块土上人 有话好 便好好地说 王庆看使 却是范全 三人真个住了手 范全连忙向那女子道 三娘拜一 那女子也到了万福 便问 李大郎是院长亲戚吗 范全道 是在下表弟 那女子道 出色的好拳脚 王庆对范全道 普奈纳斯自己输了钱 反叫同伙抢去了 范全笑道 这个是二哥 五哥的买卖 你如何来闹他 那边段二 段五四之眼 瞅着看妹子 那女子说道 看饭院长面皮 不必和他争闹了 拿那订银子来 段五见妹子劝他 又见妹子奢遮 是我也失输了 只得取出那定原银 帝与妹子三娘 那三娘把与范全道 原因在此 降了去 说罢 便扯着段二 段五 分开众人去了 范全也扯了王庆 一静回到草庄内 范全埋怨王庆道 俺未娘面上 担着邪海斑胆 留哥哥在此 躺欲恩赦 再与哥哥迎谋 你却怎般没作性 那段二段 段五 最刁破的 那妹子段三娘 更是甚赖 人起 她个绰号 换她做大宠窝 梁家子弟 不知被她又扎了多少 她十五岁时 便嫁个老公 那老公果是笨蠢 不上一年 被她制杀了 她试了履历 和段二 段五专一 在外寻趁私闹 转那恶心卡 临近村方 那一处不怕她的 他们接着粉头 专为勾引人来赌博 那一张桌子 不是她圈套里 哥哥 你却到那里 惹是招费 躺货露出马脚来 你无这场祸害 却是不小 王庆被范全说得顿口无言 范全起身对王庆道 我要周里去当职 明日再来看你 不说范全进房州城去 且说当日王庆天晚歇息 一宿无话 次日 书洗方毕 只见庄客报道 段太公来看大郎 王庆只得到外面迎接 却是正面银须一个老手 蓄里爸 分宾主坐定 段太公将王庆从头上直看至脚下 口里说道 果是魁伪 便问王庆 那里人是 因何到此 范院长是足下什么亲戚 曾娶妻也不 王庆听他问的敲起 便捏一派假话 置物说道 在下西京人士 父母双亡 妻子也死过了 与范杰吉是终调兄弟 因旧年范杰吉 有公干到西京 见在下独自一身 没人照顾 特接在下道子 在下颇支些全磅 待后去个方便 就在本州讨个出身 段太公听罢大喜 便问了王庆的年更八字 辞别去了 又过多样时 王庆正在疑虑 又有一个人推飞进来 问道 范院长可在吗 这位就是李大郎吗 二人都面面思去 错愕相顾 都想道 曾会过来 叙利财霸 正欲动问 恰好范权也道 三人坐定 范权道 李先生为何到此 王庆听了这句 蒙可地想着道 他是卖卦的李柱 那李柱也想起来道 他是东京人 姓王曾与我问不 李柱对范权道 院长 小子一向不曾来亲近的 敢问有个另亲李大郎吗 范权指王庆道 指这个便是我兄弟李大郎 王庆接过口来道 在下本姓氏里 那个王 是外公姓 李柱拍手笑道 小子好计分 我说是姓王 曾在东京开封府前相会来 王庆见他说出背戏 低头不语 李柱对王庆道 自从别后 回到京南 寓意仁 受以剑术 急看子平的妙诀 因此叫小子做金剑先生 近日在房州 闻此处热闹 特到此感觉做生理 段氏兄弟之小子有剑术 要小子教导他几次 所以留小子在家 是才断太公回来 把贵造与小子推算 那里有这样好八字 日后贵不可言 木下红鸾赵林 应有喜庆之事 段三娘与段太公大喜 欲招赘大郎为序 小子乘着吉日 特到此为月老 三娘的八字 十分忘夫 是才曾合过来 铜盆铁肘 正是一对夫妻 做成小子吃杯喜酒 范泉听了这一席话 沉吟了一回 心下思想到 那段是雕丸 如或不允这头亲事 涉或有个破绽 危害不浅 只得将鸡就鸡罢 便对李柱道 原来如此 成断太公 三娘美意 只是这个兄弟粗蠢 怎好做交客 李柱道 阿爷 院长不必太前了 那边三娘 不住口地称赞大郎李 李柱道 如此奇妙的了 在下便可替他煮婚 身边取出五两重的一定银 送于李柱道 村庄没甚东西相待 这些薄义准个茶果 是承令当重谢 李柱道 这怎么使事 范泉道 惶恐 惶恐 只有一句话 先生不必说他有两性 凡事都望周全 李柱是个星部家 得了银子 千恩万谢地辞了饭权 王庆来到段家庄回复 那里管什么一性两性 好人歹人 一味撮河山 骗九十 赚铜钱 更见段三娘自己看中意的对头 平日一家都怕他的 虽是段太公 也不敢熬他 所以这件事一说就成 李柱两边往来说和 指望多说些聘金 月老方才望向 范泉恐怕行品 拨扬惹事 讲过两家一概都省 那段太公式作家的 更是喜欢 一敬择日成亲 择了本月二十二日 宰羊杀猪 网于补袜 只拌的大碗酒 大盘肉 请些男亲女妻吃喜酒 其声消鼓吹 洞房花烛 一概都行 范泉替王庆 做了一身新衣服 送到段家庄上 范泉因官府有事 先辞别去了 王庆与段三娘 交拜何锦等相 也是草草完事 段太公白酒在草堂上 同二十余个亲戚 及自家儿子 新女婿与梅人李柱 在草堂吃了一日酒 置母方散 众亲戚路进的都辞谢去了 留下路远走不迭的 乃是孤障方汉夫妇 表弟秋祥老少 段二的舅子施俊男女 三个男人在外边东乡歇息 那三个女眷 通是不老成的 搬携酒食与王庆 段三娘暖房 嘻嘻哈哈 又喝了一回酒 方才收拾歇息 当有丫头老妈到新房中 铺床叠备 请新官人和姐姐安置 丫头从外面拽上了房门 自个知趣去了 众夫人正在那里嘲笑打混 你戳我捏 只见段二抢进来大叫道 怎么好 怎么好 你们也不知厉害 误事在此笑耍 众夫人都捏了两把汗 却没理会出 段二又喊道 妹子 三娘 快起来 你床上招了个祸胎也 段三娘正在得意处 反称怪段二 便在床上答道 夜晚间有甚事 嫩般大惊小怪 段二又喊道 活了鸟毛了 你们勿是不知死活 王庆心中本是有事的人 教老婆穿衣服 一同出房来问 众夫人都跑散了 王庆方出房门 被段二一手扯住 来到前面草堂上 却是饭泉在那里 叫苦叫躯 如热锅上蚂蚁 每走一头处 随后段太公 段五 段三娘都道 却是新安县 公家村东的黄达 调治好了打伤的病 被他仿制 王庆踪迹石落处 昨晚到房州 报之周隐 周隐张固行 押了公文 便拆都头 领着土兵 来捉凶人王庆 及窝藏人犯 范泉病断使人重 范泉因 于本周 当案薛孔木交好 密地里 先透了个消息 范泉气了老小 一溜烟起来这里 请客便有官兵来也 众人个个都要吃官司里 众人跌脚垂胸 好似掀翻了暴击科 弄出许多荒来 却去骂王庆 休三娘 正在闹吵 只见草堂外东乡里 走出算命的金剑先生 李柱上前说道 列位若要免获 须听小子一言 众人一起上前拥着来问 李柱道 事已如此 三十六册走为上册 众人道 走到那里云 李柱道 指着李西去二十里外 有座房山 众人道 那里是强人出没去处 李柱笑道 列位嫩搬带 你们如今还想要做好人 众人道 却是怎么 李柱道 房山赛主料理 与小子颇事相识 他手下有五六百名楼落 官兵不能收补 事不宜迟 快收拾细软等物 都到那里入伙 方毕的大祸 方汉等六个男女 恐怕日后捉亲属连累 又被王庆 段三娘十分窜多 众人无可如何 只得都上了这条路 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 即便收拾 尽叫打叠起了 一臂点起三四十个火把 王庆 段三娘 段二 段五 方汉 邱翔 施俊 李柱 范全九个人 都结束起整 个人跨了腰刀 枪架上拿了泼刀 换机装刻 院去的共是四十余个 巨拽扎栓腹停打 王庆 李柱 范全当头 方汉 邱翔 施俊 保护女子在中 幸得那五个女子 都是锄头般的脚 却与男子一般的会走 段三娘 段二 段五在后 把庄上前后都放拔火 发声喊 众人都指气泻 一哄望息而走 林社即进村人家 平日为段家人物如虎 今日见他们明火执障 又不知他们背戏都闭着门 那里有一个赶来拦当 王庆等方行的四五里 早遇着都头土兵 同了黄达 跟同来捉人 都头上前 早被王庆手起刀落 把一个斩为两断 李柱 段三娘等一拥上前 杀散土兵 黄达也被王庆杀了 王庆等一行人 来到房山寨下 已是五更十分 李柱记忆 欲先自上山 诉求廖利 方好领众人上山入伙 寨内巡视的小喽啰 剑山下火把乱鸣 急去报之寨主 那廖利一是官兵 他平日戚惯了官兵没用 连忙起身 披挂绰枪 开了乍寨 点起小喽啰 下山巨敌 王庆见山上火起 又有许多人下来 先做准备 当下廖利直到山下 看见许多男女 廖道不是官兵 廖利挺枪喝道 你这火鸟男女 如何来惊动我山寨 在太岁头上动土 李柱上前攻身道 大王是列帝李柱 随即把王庆犯罪 急杀管营 杀官兵的事略述一遍 廖利听李柱说的 王庆嫩搬了的 更有段家兄弟帮助 我指一声 恐日后受他们气 翻着脸对李柱道 我这个小去处 却容不得你们 王庆听了这句 心下思想 山寨中只有这个主 先除了此人 小喽啰合族为律 便挺坡刀直抢廖利 那廖利大怒 勉强来迎 段三娘孔王庆有师 挺坡刀来相助 三个人斗了石树盒 三个人里倒了一个 正是瓦罐不离井上破 强人必在低前往 毕竟三人中 到了那一个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宋公明避暑辽军兵 瞧到青回 风烧贼寇 话说王庆 段三娘与廖利 都不过六七合 廖利被王庆去个破战 一破刀朔翻 段三娘赶上 负一刀 结果了性命 廖利做了半世强人 到此一场春梦 王庆提破刀喝道 如有不怨顺者 廖利为样 众喽啰见杀了廖利 谁敢抗拒 都投歌拜扶 王庆领重上山 来到寨中 此时已是东方发白 那山四面 都是生成的石石 如房屋一般 因此叫做房山 属房州管下 当日王庆安顿了个人老小 祭脸喽啰 盘查寨中粮草 金银 珍宝 锦伯 布皮等象 杀牛仔马 大赏楼落 至酒与众人贺庆 众人遂推王庆为债主 一面打造军器 一面训练楼落 准备迎敌官兵 不在话下 且说当夜房州拆来秦珠 王庆的一行都头土兵人意 被王庆等杀散 有逃奔的拖的 回州报之州引张固行说 王庆等欲先知觉 拒敌官兵 都头级暴人黄打都被杀害 那伙凶人 头奔西去 张固行大惊 赐早祭典士兵 杀死三十余名 伤者四十余人 张固行即日于本州镇守军官祭义 天差捕到官军及营兵 前去追捕 因强人凶狠 官兵又损失了若干 房山寨楼落日众 王庆等下山来打架结社 张固行见贼士昌 一面行下文书 杨属县知会守御本境 拨兵前来 协力收补 一面在于本州守御兵马都监胡有为 既已脚补 胡有为整点营中军兵 择日起兵前去脚补 两营军忽然鼓噪起来 却是为两个月无钱米关给 近日瘪着肚皮 如何去杀贼 张固行文辩 只得先将一个月钱米给散 只因这番给散 越激怒了军事 却是为何 当时的平日不将军事抚恤截至 直到鼓噪 方才给发请寿 已是骄纵了军心 更有一桩可笑处 今日有事 那寇头长笛又与平日一般客包 他们平日受的客包气多了 今日一总发泄出来 军情汹汹 一时发作 把那胡有为杀死 张固行见势头不好 只护着印信 欲先躲避 城中无主 又有本处无赖 附和了叛军 遂将良民坟结 那强贼王庆 见城中遍起 城市领众多喽啰来打房州 那些叛军及乌合兼徒 反随顺了强人 因此王庆得志 遂被那私占据了房州为巢穴 那张固行到底躲避不脱 也被杀害 王庆解鲁房州仓库钱梁 钱礼柱 段二 段五分头于房山寨 及各处隶数招军旗号 买马招军 鸡草屯粮 远近村镇都被截掠 那些有手无赖 及恶逆犯罪的人 纷纷归附 那是公端 公正 向北黄达劫告 家产当尽 闻王庆招军也来入了火 临近周县 只好保守城池 谁人敢将军马脚补 被强人两月之内 便集聚了二万余人 打破临近上金县 竹山县 云香县三个城池 临近周县 申报朝廷 朝廷命就笔触 发兵脚补 宋朝官兵 多因良想不足 兵师操练 兵不畏将 将不治兵 一文贼井 先是声张得十分凶猛 使士族寒心 百姓丧胆 极致临阵对敌 将军怯懦 军事磊弱 怎禁得王庆等贼众 都是拼着性命杀来 官军无不披靡 因此 被王庆月弄得大了 又打破了南丰府 到后 东京调来将士 贿赂菜经 铜冠 吉路杨茧 高求 他们得了贿赂 那管什么庸诺 那将士费了本钱 弄得权柄上手 资亦可包军粮 杀粮冒功 纵兵掳掠 骚扰地方 反将赤子破逼从贼 自此贼士贱大 纵兵南下 李朱献祭 因他是京南人 仍抢作星象入城 密究恶少监棍 李应外合 袭破京南城池 遂拜礼 诸为军师 自称楚王 遂有江阳大道 山寨强人 都来附和 三四年间 占据了宋朝六座军州 王庆遂于南丰城中 建造宝殿 内院 宫阙 建号改元 也学宋朝 尾设文武直台 省院官僚 内乡外驾 封李诸为军师都丞相 方汉为淑密 段二为护国统军大将 段五为辅国统军都督 范权为殿帅 宫端为辅使 宫正为转运使 专管之纳出入 考算前两 邱翔为御营使 伟立段氏为妃 自宣和元年作乱以来 至宣和五年春 那时宋江等正在河北征讨田湖 于湖关相聚之日 那边怀惜王庆 又打破了云安军 婉州 一总被占有了八座军州 那八座乃是 南风 京南 山南 云安 安德 东川 婉州 西京 那八处所属州县 共八十六处 王庆又于云安建造行宫 令施郡为留守官 镇守云安军 初始 王庆令刘敏等亲夺婉州时 那婉州临近东京 蔡京等瞒不过天子 奏过道君皇帝 赤蔡游 同贯征讨王庆来救婉州 蔡游 同贯兵无节制 暴虐士族 军心离散 因此 被刘敏等杀得大败亏输 所以陷了婉州 东京震孔 蔡游 同贯巨罪 只瞒着天子一个 肥江流敏 鲁成等 胜了蔡游 同贯 遂将卤州 襄州围困 却得宋江等 平定河北班师 赋奉赵征讨淮西 真是习不遐暖 马不停蹄 统领大兵二十余万 向南进发 财渡黄河 省院又行文来 催促陈安府 宋江等兵马兴驰 来救卤州 乡州 宋江等冒着鼠热 汗马吃驱 由宿县 似水一路行来 锁过秋毫午饭 大兵已到阳笛州界 贼人文宋江兵到来 卤州 乡州 二处都解围去了 那时张青 穷英 叶青看寡的田虎 受了黄恩 奉赵协助宋江 征讨王庆 张青等离了东京 已到颖昌州 半月余了 闻宋先锋兵道 三人到军前迎接 参见碧 背述蒙恩 包风之事 宋江以下 称赞不已 宋江命张青等 在军中听用 宋江请陈安府 侯参茂 罗武裕等驻扎阳敌城中 自己大军不便入城 宋江传令 叫大军都屯扎于方城山树林 深密阴阴处 以避暑热 又因军事跋涉千里 重属疲困者甚多 叫安道全置办药料 医疗军事 再交军事 大概两五 安顿马匹 令皇甫端调制 刻寡裂毛 无用到 大军屯于丛林 恐敌人用火 宋江道 正要他用火 宋江却交军事 再去于本山高纲良荫树下 用竹棚茅草 盖一小小山棚 当有河北详将 乔青道会议 来禀宋江道 乔某敢先锋后安 今日愿略孝微老 宋江大喜 密寿寄于乔青道 往山棚中去了 宋江挑选军事强健者三万人 令张青 穷英管领一万兵 往东山路埋伏 令孙安 便想也管领一万人马 往西山路埋伏 只听我中军轰天炮响 意气杀畜 将粮草都堆积于山南平路 交李英 柴禁领五千军事看守 分拨府定 胡建公孙胜说道 兄长筹划甚妙 但如此入属 军事往来疲病 躺贼人已精锐突治 我兵虽十倍于众 必不能取胜 戴贫道略施小数 先除了众人烦躁 军马凉爽 自然强健 说吧 便仗健做法 脚踏葵刚二字 左手雷印 右手剑绝 凝神观想 向迅芳 取了生气一口 念咒一遍 虚语 梁风萨萨 阴云冉冉 从本山领袖中 喷勃出来 弥漫了方承山一座 二十余万人马 都在梁风爽气之中 除此山外 依旧是萧金朔铁般烈日 调缠乱屋 鸟雀藏匿 宋江以下众人 十分欢喜 称谢公孙圣 神功道德 如是六七日 又得安道全辽人 皇府端钓马 军兵马匹 渐渐强健 不在话下 且说 晚舟守将刘敏 乃贼中 颇有谋略者 贼人称为刘志伯 他探知宋江兵马 屯扎山林 从秘楚避暑 他道 宋江这伙 终是水泼草寇 不知兵法 所以不能成大事 戴安略施小记 管教那二十万军马 浇烂一半 随即传令 挑选清洁军事五千人 各备火箭 火炮 火炬 再备战车二千辆 装在芦苇干柴 及硫磺燕消 引火之物 每车一辆 令四人推送 此时是七月中旬 新秋天气 刘敏引了鲁城 郑杰 寇蒙 故曾四元富将 及铁骑一万 人匹软战 马斋软领 再后接应 刘敏留下偏将寒 班泽等 镇守城池 刘敏等众 伯木离城 恰于南风大作 刘敏大喜道 宋江等 这伙人 何拜 贼兵 行至三更十分 才到方城 山南二里外 忽然雾气 弥漫山谷 刘敏道 天助岸成功 教军事 在后 雷鼓 呐喊助威 催散 推车军事 将火车点着 向山路下 屯粮处烧来 众人正奋 涌上前 呼的都叫道 哭也 哭也 却有嫩般其事 南风正猛 一煞时 却怎么就转过北风 又听得山上 霹雳般一声响亮 被瞧到 轻使了回风反火的法 那些火箭 火炬 都向南边贼阵里 飞将来 却似千万条 金蛇火龙 烈焰腾腾地 向贼兵飞扑将来 贼兵躲避不迭 都烧得焦头烂额 当下宋军中有口号四句 单笑那刘敏 道时 军机固南策 贼人望破话 放火自烧军 好个刘志伯 那时 宋先锋交灵阵 将号炮释放 那炮支飞起半天里阵响 东有张青 穷英 戏有孙安 便想 隔领兵冲杀过来 贼兵大败亏输 鲁万被孙安一剑 挥为两断 郑杰被穷英一石子打下马来 张青在一枪 结果了性命 故曾被汴祥硕死 寇猛被乱兵所杀 二万三千人马 被火烧兵杀 折了一大半 其余四散逃窜 二千辆卡车 烧个禁决 只有刘敏同 三四百败残军族 向前逃奔 到宛州去了 宋军不曾烧毁半斤柴草 也未尝损舌一个军族 夺获马匹 一家金骨甚多 张青 孙安等得胜回到山寨县宫 孙安县鲁城首级 张青 穷英县正洁首级 汴祥县故曾首级 宋江格格赏牢 标写乔道清头宫 及张青 穷英 孙安 汴祥宫赐 无用道 兄长妙算 已丧贼胆 但宛州山水盘鱼 秋原高卧 地成陆海 若贼人天拨兵将 以重兵守之 急切难克 穆金金风雀鼠 玉露生梁 军马都已强健 当成我军危大振 城中单若 速往攻之 必客 然须别分兵南北屯渣 以防贼人救兵冲突 宋江称善 一级传令 较官圣 秦明 杨志 黄信 孙丽 宣赞 浩斯文 陈达 杨春 周通统领兵马三万 屯渣晚舟之东 以防贼人难来救兵 林冲 忽炎卓 董平 索超 韩涛 彭启 丹庭帮 魏定国 欧彭 邓飞 领兵三万 屯渣晚舟之息 以巨贼人北来兵马 众将尊令 速点军马去了 当有河北降将 孙安等一事七元 一起来禀道 某等蒙先锋收路 深感先锋优利 金某等愿为前部 前去攻城 少报厚安 宋江一允 岁令张清 穷英 统领孙安等十七元 江左 军马五万为前部 那十七元乃是 孙安 马陵 汴祥 山士奇 唐斌 文仲荣 崔满 金鼎 黄月 梅玉 金珍 碧盛 潘讯 杨芳 冯生 湖碧 叶青 当下张清尊令 统领将左军兵 望晚舟征进去了 宋江同卢俊义 吴用等管领其余 将左大兵 把债兜起 离了方城山 望南进发 到晚舟十里外扎债 令李云 汤龙 陶宗旺 兼造工程器具 推送张清等军前备用 张清等重将领兵马将 晚舟围的水泄不通 城中守将刘敏 是那夜中了宋江之计 只逃脱的性命 到晚舟 急差人往南丰王庆处申报 并行文临近周县 求取救兵 今日被宋兵围了城池 指令坚守城池 待救兵制 方可出击 宋兵攻打城池 一连六七日 成员坚固 急切不能得下 晚舟城北临汝州 贼将张寿领救兵二万前来 被林冲等杀其主将张寿 其余偏崖将士及军族 都溃散去了 同日 又有晚舟之南 安昌 易阳等县救兵到来 北关盛等大败贼兵 勤其将百人张仪 送到宋江大寨正行进 二处斩获甚多 此时 李云等已造就功成器具 孙安 马灵等同心协力 令军事囊士 四面雍堆 逼近成员 又选勇敢清洁之士 用飞桥转关路 月沟茧 杜池豪 军事一起奋勇登城 岁克晚舟 活擒守将刘敏 其余偏崖江左 杀死二十余名 杀死军事五千余人 降者万人 宋江等大兵入城 将刘敏政法消逝 出榜安民 标写官胜 林冲 张青 并孙安等 中将攻刺 差人到阳笛州 陈安府处报捷 并请陈安府等 移镇晚舟 陈安府闻报大喜 随即同了侯参谋 罗武裕来到晚舟 宋江等出郭迎接入城 陈安府称赞宋江等功勋 是不必得说 宋江在晚舟料理军务 过了十余日 此时已是八月初旬 暑气渐退 宋江对吴勇记忆道 如今当取那一处城池 吴勇道 此处难去山南军 南极湖乡 北控官落 乃是楚属咽喉之会 当先取此城 以分贼事 宋江道 君师所言 正合我意 遂留花荣 林冲 宣赞 浩斯文 吕芳 郭胜辅助陈安府等 管领兵马五万 镇守晚舟 陈安府又留了 圣守书生萧让 传令水军头领 李俊等八元 统架水军船只 由密水至南城北汉江汇集 宋江将陆兵分作三队 辞别陈安府 统领众多江左 并军马一十五万 离了晚舟 沙本山南军来 真个是 万马奔驰天地踏 千军踊跃鬼神仇 毕竟宋兵如何攻取山南 且听下回分解 第106回 书生谭笑却强敌 水军谷梅破坚城 话说宋江奋波人马 水陆并进 传其同行 陆路分作三队 前队冲锋破敌 萧江一十二远 管领兵马一万 那十二远 董平 秦明 徐明 索超 张青 穷英 孙安 汴祥 马灵 唐兵 文仲荣 崔满 后队飙江一十四远 管领兵马五万为和后 纳十四远 黄信 孙丽 韩涛 彭启 丹庭 魏定国 欧鹏 邓飞 燕顺 马林 陈达 杨春 周通 杨林 中队 宋江 卢俊逸 统领江左九十余元 军马十万 沙本山南军来 前队董平等兵马 已到龙中山北 五里扎寨 探马报来说 王庆文之我兵到了 特于这龙中山北路 新天设雄兵二万 林永江贺吉 弥贴 郭干 陈 统领兵马 在那里镇守 董平等文报 随即记忆 交孙安 便想 领兵五千伏于左 马林 唐兵 领兵五千伏于右 只听我军中炮响 一起杀出 这里奋波裁定 那边贼众已是摇旗雷鼓 呐喊筛罗 前来诺战 两军相对 旗鼓相望 南北列城镇势 各用强弓硬弩 射住阵脚 贼阵里门棋开处 贼将弥贴出马当仙 头顶钢盔 身穿铁铠 弓弯鹊化 剑叉凋零 脸横子肉 眼睁铜铃 单一把 长柄开山大斧 做一匹高头 卷毛黄马 高叫道 您这伙是水蛙小寇 何故与宋朝无道 昏君出力 来到这里送死 宋君阵里 驼骨喧天 急先封锁 超咒马出阵 大喝道 无端造反的强贼 赶出讳言 戴安披你一百斧 挥着金战斧 拍马支抢弥贴 那弥贴 也轮斧来迎 两军叠声呐喊 二将抢到该心 两棋相交 双斧并举 斗经武士余和 胜败未分 那贼将弥贴 果是勇猛 宋阵里 霹雳火勤鸣 剑锁超 不能取胜 捂着狼牙棍 骤马 抢出阵来助战 贼将沉 无几来迎 四将在 征辰营里 杀气从中 正斗到热闹处 只听得一声炮响 孙安 便想领兵 从左边杀来 贼将贺及 分兵接住厮杀 马铃 唐兵领兵从右边杀来 贼将郭干分兵 接住厮杀 宋阵里穷英 骤马出阵 按捏石子 去定辰 执意石子飞来 正打着鼻翱 臣翻身落马 秦明赶上 罩顶门一棍 连头带亏 打个粉碎 那左边孙安 与贺极斗到三十余和 被孙安挥剑斩于马下 右边唐兵也刺杀了郭干 迷帖见众人失利 驾住了索超金战俘 拨马便走 索超 孙安 马铃等驱兵追赶掩杀 贼兵大败 众将追赶迷帖 刚刚转过山嘴 被贼人暗藏一万兵马 在山背后从林里 贼将耿文 削赞领兵抢出林来 与迷帖合兵一处 回身冲杀过来 迷帖当先 宋镇李文仲荣要干功勋 挺枪拍马 来斗迷帖 战斗到十佛之上 被迷帖恢复 将文仲荣砍为两劫 崔满剑砍了文仲荣 十分恼怒 越马提马 直抢迷帖 二将斗过六七合 唐兵拍马来助 迷帖看见有人来助战 大贺一声 执义府将催满斩于马下 抢来接住唐斌厮杀 这边张青 穷英剑舌了二将 夫妇两个并马双出 张青拈取十子 望迷帖飞来 那迷帖掩明手快 将府指一拨 一声响亮 正打在府上 火光爆散 将十子拨下地去了 穷英见丈夫十子不忠 盲取十子飞去 迷帖见第二个十子飞来 把头一低 当的一声 正打在铜盔上 宋镇里徐宁 董平 见两个十子都打不中 徐宁 董平 双马并出 一起并力杀来 迷帖见 重将都来 隔住唐斌的枪 拨马便走 唐斌紧紧追赶 却被贼将耿文 削赞双出接住 被迷帖那四跑脱去了 重将只杀了 耿文削赞 杀散贼兵 夺获马匹 筋骨 一甲甚多 董平教军士 收拾文重荣 催满二人 失手埋葬 唐斌剑舌了二人 放声大哭 亲与军士 并列二人 董平等九人 已将兵马 屯扎在龙中山的南路了 次日 宋江等两队大兵都到 与董平等合兵一处 宋江建设了二将 十分凄惨 用礼记垫臂 与吾用商议工程之策 吾用 诸武上云梯看了城池形势 下来对宋江道 这座城兼顾 攻打无意 且杨氏攻打之意 再看机会 宋江传令 叫一面收拾工程器械 一面拆京系军族 四面侦探消息 不说宋江等技艺工程 却说弥帖纳斯 只领得二三百计 逃到南州城中 守城主将 却是王庆的舅子段二 王庆文宋朝前 宋江等兵马到来 加封段二为平东大元帅 特叫他到此镇守城池 当下弥帖来参见了 诉说宋江等兵勇将猛 蛇了武将 全军覆没 特来肯告元帅 借兵报仇 原来弥帖等是王庆插出来的 因此说借兵 段二听说大怒道 你虽不属我管 你的负兵折将的罪 我却杀了你 贺教军士绑出 斩气来报 只见帐下闪出一人来禀道 元帅息怒 且留着这个人 段二看使 却是王庆拨来帐前 参军左谋 段二道 却如何饶他 左谋道 某文弥帖十分骁勇 连斩宋军中二将 宋江等真个兵强将勇 只可智取 不可立敌 段二道 怎么叫做智取 左谋道 宋江等粮草之重 都囤积晚舟 从那边运来 闻晚舟兵马单弱 元帅当密刹的当仁义 往军 拱两舟守城江左处 约定十日 教他两路出兵 袭晚舟之难 我这里在挑选精兵 就着弥江军统领 教他干功赎罪 迟往袭晚舟之北 宋江等闻之 恐晚舟有失 必退兵去救晚舟 乘其退走 我这里再出精兵 两路击之 宋江可秦也 段二本是个村鲁汉 那晓得什么兵机 今日听了左谋这段话 便依了他 连忙差人网军 拱二周约会去了 随即整点兵军马二万 令迷帖 确助 翁飞三将统领 黑夜里敲得出西门 掩其西谷 一起投奔晚舟去了 却说 宋江正在营中 思算攻城之策 呼见水军头领李俊 入寨来禀说 水军传之 已都到城西北汉江 香水两处屯渣 小弟特来听令 宋江留李俊在帐中 略饮几杯酒 有侦探君族来报 说城中如此如此 将兵马去洗晚舟了 宋江听罢大惊 给予吴勇商议 吴勇道 陈安府及花将军等 具有胆略 晚舟不必忧虑 只就这个机会 一定要破他这座城池 便向宋江密语伴赏 宋江大喜 急受密祭于李俊及部军 头领报序等二十元 带领步兵二千 置业密随李俊去了 不提 再说贼将弥帖等引兵 已到宛州 福禄小军报入宛州来 陈安府交花容 临冲领兵马二万 出城迎敌 二将领兵 方出得逞 又有流行探马报将来说 弥帖等约会 君州贼人 君州兵马三万 已到城北十里外了 陈金再交吕方 郭胜领兵马二万 出北门迎敌去了 未及一个时辰 又有非报说道 拱州贼人 纪三司 尼舍等同领兵三万 杀奔到西门来 众人都相顾错愕道 城中只有宣赞 好似闻二将 兵马虽有一万 大半是老弱 如何手遇 当有圣守书生 萧让道 安府大人 不必忧虑 萧某有一计 便叠着两个指头 向众人道 如此如此 贼众可破 陈金以下众人 都点头称善 陈金传令 较宣赞 好斯文 挑选强壮军士五千 服于西门内 带贼退兵 方可出击 二将领继去了 陈金再交那些老弱军士 不必守城 都要将其翻延岛 只听西门城楼上炮响 却将旗帜一起举束起来 只许在城内走动 不得出城 分波已定 陈安府教军士 扛台九转 到西门城楼上摆设 陈金 侯蒙 罗俭 随即上城楼 笑谈俱饮 叫军士大开了城门 等那贼兵到来 多样史 那贼将纪三思泥舍 领着十余元偏将 雄究究气昂昂地 沙奔到城下来 望见城门大开 三个官员 一个秀才 于城楼上花堆锦簇 大吹大雷地在那里吃酒 四面城员上 其翻影也不见一个 纪三思一亚 不敢上前 泥舍道 城中必有准备 我们当速退兵 物中他诡计 纪三思 急叫退军时 只听得城楼上 一声炮响 喊声震天 鼓声震的 惊奇无数的 在城园内来往 贼兵听了主将说话 已是惊矣 今见城中如此 不战自乱 城内宣赞 好斯文领兵杀出城来 贼兵大败 弃下筋骨 齐帆 兵戈 马匹 一甲无数 斩首万语 纪三思 泥舍都被乱军所杀 其余军士 四散乱窜逃生 宣赞 好斯文得胜 收兵回城 陈安府等 已到帅府去了 北路花荣 林冲 已杀了雀柱 翁飞二将 杀散贼兵 单单直走了泥帖 收兵凯孩 方域进城 听说又有两路贼兵到来 西路兵以赖 萧让妙计杀退了 南路吕方 郭胜 尚不知胜败 花荣等得了这个消息 传令教军士 急迟到南路去 吕方 郭胜正与贼江敖战 林冲 花荣驱兵驻战 杀的贼兵 兴落云散 七段八续 斩获甚多 当日三路贼兵 死者三万余人 伤者无算 只见尸横郊野 血满田仇 林冲 花荣 吕方 郭胜都收兵入城 与宣赞 郝斯文一同来到率府县节 陈金 侯蒙 罗俭 聚个大喜 称赞 萧让之妙策 花荣等 众将之英雄 众将诺诺连声道 不敢 陈安府教大牌严习 宴赏将士 犒劳三军 标写骁让 林冲等功劳 谨守城池 不在话下 再说段二拆弥帖等 军兵出城后 次夜 段二在城楼上 眺望宋军 此时正是八月中旬 望前天气 那罗望的明月 照耀得如白昼一般 段二看见宋军中 齐帆乱动 徐徐地向北退去 段两对左眸道 想是宋将之道 晚舟危急 因此退兵 左眸道 一定是了 可几点铁机出城远击 段二交前兵 前一二将 整点马二万 出城追击宋兵 二将遵令去了 段二向希望时 只见城外香水 一派月色水光 潺潺溶溶 相应上下 那宋军的三五百支 凉船 也渐渐往北撑去 那段二平日 鲁掠惯了 今夜看见许多凉船 又没有什么水军在上 每船只有六七个水手 在那里撑架 便叫放开西城水门 令水军总管朱能 同架五百支战船 放出城来 抢劫凉船 宋军船上望解 连忙将船舶拢隆岸来 那船上水手 都跳上岸去 那边朱能撑架 战船上前 只听得宋军船帮里 一磅罗声响 放出百十只小鱼艇来 每船上二人滑架 三四人执着团排标枪 破刀短兵 非也厮杀将来 朱能叫水军 把火炮火箭打射将来 那鱼艇上人 抵敌不住 发声喊 都跳下水里去了 贼兵得胜 夺了两船 朱能叫水手 称架进城 刚放的一只进城 城内传出江令来 虚竹只搜看 方叫称进城来 朱能叫军士 先将那称进来的 那只船搜看 十数个军士 一起上船来 接纳 板 却似一块木板做旧的 莫想接动分毫 朱能大惊道 避中了奸计 王教将斧凿翘打开来看 那些城外的船 且莫撑进来 说还未必 只见城外后面三四只粮船 无人撑架 却似顺着潮水的 又似使透顺风的 自挡进来 朱能情之重计 急要上岸时 水底下钻出十数个人来 都是口闲着一把鸟叶刀 正是李俊 二章 三软 二同 这八个英雄 贼兵击带 要用兵器来硕使 那李俊一声呼哨 那四五只粮船内暗藏的部军头领 从板下拔去梢子 推开 板 大喊一声 各支短兵抢出来 却是豹絮 相冲 李滚 李奎 鲁智深 武松 杨雄 石秀 谢真 谢宝 公望 丁德尊 邹渊 邹润 王定六 白胜 段景柱 石谦 石永 林镇等二十个头领 并迁于步兵 一起发作 奔抢上岸 砍杀贼人 贼兵不能拦当 乱窜奔逃 朱能被同微杀死 城里城外 战船上水军 被李骏等杀死大半 河水通红 李骏等夺了水门 当下豹絮等那伙大崇 护卫灵阵师 放轰天子母号炮 分头去放火杀人 城中一时鼎沸起来 呼凶换地 逆子寻爷 豪哭震天 段二文变 急引兵来侧应 正撞着武松 刘棠 杨雄 石秀 王定六 这一火 段二被王定六 向腿上一捕刀 朔翻 火捉住了 鲁智深 李奎等十余个头领 抢至北门 杀散守门将士 开城门 放吊桥 那时宋江兵马 听得城中 轰天子母炮响 乐转兵马杀来 正撞着前兵 前一兵马 混杀一场 前兵被变相杀死 前一被马陵打翻 被人马踏为肉泥 三万铁机 杀死大半 孙安 便想 马陵等领兵在前 长驱直入 进了北门 众将杀散贼兵 夺了城池 请送先锋大兵入城 此时已是五更时分 宋江传令 先叫军士救灭火焰 不许杀害百姓 天明出榜安民 众将都将首级前来献功 王定六将断二榜夫解来 宋江插军士 押戒到陈安府处发落 左矛被乱兵所杀 其余偏崖将士 杀死的甚多 降服军士万语 宋江令杀牛仔马 赏捞三军将士 标写李骏等诸将攻刺 拆马陵往陈安府处暴劫 并探问贼兵消息 马陵尊令去了两三个时辰 便来回复道 陈安府闻报 十分欢喜 随自为表 差人激走朝廷去了 马陵又说 萧让确敌一事 宋江惊道 躺被贼人识破 奈何 忠是秀才见识 宋江发本出苍林中米苏 镇继被冰火的百姓 料理诸相军务已毙 宋江正与无用计议 攻打京南郡之策 呼接陈安府处 奉书密院扎文 转行文来说 西京贼寇纵横 略东京蜀县 拙宋江等 先荡庭西京 然后攻脚王庆朝学 陈安府另有私书说 书密院可孝处 宋江 无用背袭来意 随即寄议奋兵 一面攻打京南 一面去打西京 当有傅先锋卢俊义 及河北详将 聚院领兵到西京 攻去城池 宋江大喜 波江左二十四元 军马五万 与卢俊义 统领前去 那二十四元 江左 傅先锋 卢俊义 傅军师 朱武 杨志 徐宁 索超 孙力 善庭帮 魏定国 陈达 阳春 燕青 谢真 谢宝 邹渊 邹润 薛永 李中 牧春 诗恩 河北详将 乔道卿 马陵 孙安 汴祥 山士起 唐斌 卢俊一即日辞别了宋先锋 统领将左军马 往西京晋争去了 宋江令史晋 慕虹 欧鹏 邓飞统领兵马二万 镇守山南城池 宋江对史晋等说道 唐有贼兵制 只一坚守城池 宋江统领众多江左 并马八万 望京南沙奔前来 但见那枪刀流水急 人马搓风行 正是 京旗红斩一天下 刀剑白铺千里雪 毕竟京南又是如何攻打 且听下回分解 第107回 宋江大胜济山军 诸武打破六花阵 话说宋江统领江左军马 杀本京南来 每日兵行六十里下寨 大军锁过地方 百姓秋毫无犯 戎马已到济山地方屯渣 那济山在京南之北 乃京南重镇 上有贼将李炫管领兵马三万 在山上镇守 那李炫是李柱之职 王庆锋他做宣服使 他闻知宋江等打破山南军 断二被擒 差人星夜到南风 飞报王庆 李柱之会说 宋兵势大 已被他破了两个大郡 穆金来打京南 又分调卢俊一兵将 王取西京 李柱闻报大京 随即进宫 来报王庆 那时转奏入内里去 传出旨意来说道 教军失似后着 大王即刻出殿了 李柱等候了两个时辰 内里不见动静 李柱密问一个相好的近事 说道 大王与段娘娘正在撕打的热闹里 李柱问道 为何大王与娘娘撕闹 近师父李柱的耳说道 大王因段娘娘嘴脸那个 大王久不到段娘娘公众了 段娘娘因此灼脑 李柱又等了一回 有内侍出来说道 大王有旨 问军师还在此吗 李柱道 在此呼号 内侍传奏进去 少请 只见若干内侍公额 簇拥着那王庆 出道前殿绳座 李柱俯服败舞弊 奏道 小陈者李炫身报来说 宋江等将永兵墙 打破了晚州 山南两座城池 穆金 宋江奋拨兵马 一路取西京 一路打京南 扶起大王发兵去救援 王庆听霸大怒道 宋江这伙是水挖草寇 如何嫩般猖獗 随即降旨 令都督督团管领江左十二元 兵马二万 到西京救援 又令统军大将谢宇 统领江左十二元 兵马二万 救援京南 二将领了兵符令旨 挑选兵马 整顿气线 那尾书密院奋波江左 违转运使公正运粮草 接级二将 辞了王庆 各统领兵将 分路来源二处 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等兵马 倒计山北十里外 扎寨屯兵 准备冲击 军人侦探贼人消息的时回报 宋江宇无用计议了 对众将说道 暗闻李炫手下都是勇猛的将士 济山乃京南之重镇 我这里将士兵马 虽被鱼贼 贼人拒险 我楚山之音下 为敌所求 那李炫 狡猾诡局 众兄弟厮杀 须看个头事 不得寻常看事 于是下令 将军入营 及闭门清道 有敢行者诛 有敢高严者诛 军无二令 二令者诛 留令者诛 传令方毕 军中肃然 宋江交代宗 传令水军头领李郡等 将粮食传之 需谨慎提防 陆续运到军前接济 差人打战输去 与李炫约定次日决战 宋先锋传令 较秦明 董平 忽严卓 徐宁 张青 琼英 金鼎 黄月领兵马二万 前去厮杀 较交挺 玉宝寺 断井柱 石勇 率领步兵二千 斩发林木 极广无道 以便战所 奋波已定 宋江与其余重将 聚隔守寨 次日五更造饭 军事饱餐 马食除料 平民合战 黎宣 统领偏将 马将 马进 元朗 腾 腾勘 兵马二万 冲杀下来 这五个人 乃贼中最骁勇者 王庆锋 他做虎威将军 当下贼兵 与秦鸣等两军 与秦鸣等两军相对 贼兵排列在北陆平阳处 山上又有许多兵马接应 当下两阵里 其号招展 两边列成阵势 各用强弓硬弩 射住阵脚 驼骨 宣天 采齐 迷日 贼阵里门 其开处 贼将元朗 骤马当先 头顶 孰同盔 身穿团花绣 裸袍 无油兑欠 铠甲 其一匹 卷毛乌锥 赤脸黄须 九尺长短 身材 手 两个水墨炼钢窝 左手的重十五斤 右手的重十六斤 高叫道 水挖草扣 那个赶上前来纳命 宋镇中 河北降降金顶 黄月要干头弓 两极马一起 抢出阵来 贺骂道 反国逆贼 合足为道 金顶捂着一把 颇风大刀 黄月捏魂铁领钢枪 咒马支抢元朗 那元朗使着两个钢窝来迎 三极马钉字 摆开厮杀 三将斗过三十和 元朗将窝一格 拨转马便走 金顶 黄月吃马赶去 元朗获得回马 金顶的马烧钱 金顶正抡刀砍来 元朗左手将窝望上一迎 当的一声 那把刀口砍去 金顶收刀不叠 早被元朗右手一钢窝 把金顶连盔透顶 打得粉碎 撞下马来 黄月马到 那跟腔早刺到元朗前心 元朗掩明手快 江身一闪 黄月那跟腔刺空 从右软斜下过去 元朗将左臂抱了那把窝 右手顺势将枪杆协助 望后一扯 黄月只跌入怀来 元朗将右手拦腰抱住 捉过马来 置于地上 重兵发声喊 急抢出来 捉入镇去了 那匹马只跑回本镇来 宋镇里劈力火 勤明剑舌了二将 心中大怒 月马上前 捂起狼牙棍 直取元朗 元朗五窝来迎 两个战道武士余和 宋镇中女将穷英 骤放银宗马 挺着方天画戟 头戴紫金点脆凤冠 身穿红罗挑袖战袍 袍上照着白银欠金戏甲 出镇来助勤明 贼江腾 看见是女子 拍马出镇 大笑道 宋镇等真是草寇 怎么用那妇人上镇 腾捂着一把三尖两刃刀 接住穷英厮杀 两个斗到石河之上 穷英将几分开腾 的那口刀 拨马往本阵便走 腾大喝一声 骤马赶来 穷英向安桥鞭绣囊中 按取石子 扭转柳腰 去定腾 旨意石子飞来 正中面门 皮伤肉战 鲜血泵流 翻身落马 穷英霍地回马赶上 赋一画脊 把腾 结果 腾勘看见女将杀了她的哥哥 心中大怒 拍马抢出阵来 捂一条胡眼竹节钢鞭 来打穷英 这里双边 将胡炎卓纵马舞鞭 接住厮杀 众将看她两个本事 都是斗筋八两的 打扮 也差不多 胡炎卓 是冲天脚铁肤头 肖金黄罗罗莫鹅 七星打钉造罗袍 乌游兑欠铠甲 其一匹踢血乌锥 腾勘市 胶脚铁肤头 大红罗莫鹅 百花点 翠造罗袍 乌游呛金甲 其一匹黄踪马 胡炎卓 只多的一条水墨 八棱钢鞭 两个在阵前 左盘右旋 一来一往 斗过五十余河 不分胜败 那边秦明 元朗两个 已斗到一百五十余河 贼阵中主帅李炫 在高腹处 看见女将 飞食厉害 舌得疼 急令明金收兵 秦明 胡炎卓 见贼将骁勇 也不去追赶 元朗 秦明两家 各自回阵 贼兵上山去了 秦明等收兵回到大寨 说贼将骁勇 舌了金顶 黄月 若不是张将军夫人 却不是错了我军锐气 宋江十分烦恼 与吴学究记一道 四词怎么打得惊难 吴用叠着两个指掏 画出一条计策 说道 指出如此如此 宋江一允 当下患鲁至身 武松 焦挺 李逵 樊瑞 豹絮 相冲 李滚 郑天寿 宋万 杜谦 龚望 丁德孙 石勇十四的头领 同了灵阵 带领永杰步兵五千 呈今夜月黑时分 各批软战 用短兵 团牌 镖枪 飞刀 抄小路到山后行事 众将遵令去了 次早 李选插军下战书 宋江与吴勇商议 吴勇道 贼人必有狡计 鲁之身等已是深入重地 可速准备交战 宋江批 即日交战 军人持书上山去了 宋江仍命秦明 董平 董平 胡言卓 徐宁 张青 穷英为前部 统领兵马二万 攻弩为表 即为李 战车在前 骑兵为辅 前去冲击 叫黄信 孙力 王英 胡三娘 整顿兵马一万 在营寺后 李英 柴晋 韩涛 彭起 整顿兵马一万 也在营中寺后 听吴前军号炮 拟等从东西两路 抄到军前 再交官胜 朱童 雷恒 孙心 顾大嫂 张青 孙二娘 统领马步军兵二万 屯扎大债之后 防备贼人救兵到来 奋波已定 宋江同吴用 公孙胜 亲自督战 其余将左守寨 时日晨排时分 吴用上云梯观看 山形险峻 急叫传令军马 在退后二里列阵 好叫两路骑兵 坐手脚 这里列阵才完 济山贼将李炫 统领元朗 腾勘 马将 马进四个虎将 二万五千兵马 腾勘教军士 用竹竿挑着黄月手级 压着冲振的五千铁技 军士兜顶身亏 匹铁铁铐铛 指露着一双眼睛 马匹都戴重甲 冒面具 指露的四提悬地 这是李炫昨日见女将飞时 打伤了一将 今日如此结束 虽有史实 那里假护住了 那五千军马 两个弓手 加辅一个长枪手 冲突下来 后面军士 分两路加攻拢来 宋江抵挡不住 望后击退 宋江盲交把号跑释放 早被他射伤了 推车的数百军士 幸有战车当助 因此铁骑不能上前 车后虽有骑兵 不能上前用武 正在危急 只听得山后连珠炮响 被鲁智身等这伙将士 爬山越岭 杀上山来 山寨里贼兵 只有五千老弱 一个偏将 被鲁智身等杀的庆进 夺了山寨 李宣等建山后便起 击退兵时 又被黄信等四将 李英等四将 两路抄杀到来 宋江又交冲炮手 打击铁击 贼兵大溃 鲁智身 李奎等十四个头领 引着步兵 于山上冲击下来 杀的贼兵雨林星散 乱窜逃生 可惜元朗好个猛将 被火炮打死 李宣在后 被鲁智身打死 马进 腾勘被乱兵所杀 直走了马将一个 夺获盔甲 筋骨 马匹无算 三万军兵杀死大半 山上山下 尸还变满 宋江收兵 祭典兵士也折了千余 阴日暮 仍扎寨济济山北 次日 宋江率领兵将上山 收拾金银粮食 放火烧了营寨 大赏三军将士 标写鲁智身等十五人 并穷英攻刺 督兵前进 过了济山 大兵屯闸京南十五里外 与军师无用计议 调拨将士 攻打城池 不在话下 话分两头 回文再说 卢俊义这只兵马 望西京进发 逢山开路 御水填桥 所过地方 宝峰等处贼将武顺等 香花灯竹 献那城池 归顺天朝 卢俊义为俯劝劳 就令武顺镇守城池 因此 贼将皆赶气 清心露胆 气邪归正 自此 卢俊义等无难顾之忧 兵马 长驱直入 不择一日 来到西京城南三十里外 地名 伊雀山屯渣 探厅的城中主帅是 伟宣府使公端 与统军西圣级数员猛将 在那里镇守 那西统军 曾习镇法 深之玄妙 卢俊义随即与诸武计议 当用何策取城 诸武道 文西圣纳斯 颇支兵法 一定要来斗敌 我兵先布下阵势 带贼兵来 慢慢地挑战 卢俊义道 军师高论极名 随即遣掉军马 向山南平坦处 排下循环八卦阵势 等后间 只见贼兵分作三队而来 中一队是红旗 左一队是青旗 右一队是红旗 三军祈祷 西圣见宋军排成阵势 便令青红旗二军分在左右 扎下迎战 上云梯看了宋兵式循环八卦阵 西圣道 这个阵势 谁不省的 戴安排个阵势惊他 令众军类三通画骨 竖起江台 就台上用两把好旗招展左右 列成阵势已了 下降台来 上马令守将 哨开阵势 到阵前与卢俊义打话 纳西统军怎生结束 但见 金亏日要喷霞光 银凯双铺吞月影 将征跑锦绣 全城 黄 带珍珠钉就 抹绿靴携踏宝凳 描金阁站随定四边 阵前马跨一条龙 手内剑横三尺水 西圣勒马直到阵前 高声叫道 你摆循环八卦阵 待要满水 你却识得俺的阵吗 卢俊义听的西圣要斗阵法 同珠武上云梯观望 贼兵阵势 结三人为小队 和三小队为一中队 和五中队为一大队 外方而内缘 大阵包小阵 相互联络 珠武对卢俊义道 此事里要施六花阵法 要施本武侯八阵 才认为六花阵 贼将其我这里不识他这个阵 不知救我这个八卦阵 变为八八六十四 即使武侯八阵图法 便可破他六花阵了 卢俊义出道阵前贺道 量你这个六花阵 何足为起 西圣道 你敢来打吗 卢俊义大笑道 量此等小阵 有何难在 卢俊义入阵 朱武在江台上 将好齐左招右斩 变成八阵图法 助教卢俊义传令 杨智 孙安 便想 领匹甲马军 一千去打阵 今日蜀金 将我镇正南离位上军 一起冲杀过去 杨智等尊令 雷鼓三通 重将上前 荡开贼将西方门旗 杀将入去 这里卢俊义帅马陵等将左军兵 掩杀过去 贼兵大败 且说杨智等杀入军中 正撞着西圣 领着树员猛将保护 往北逃奔 孙安 便想要干功绩 领兵追赶上去 却不知深入众的 只听得山坡后 一棒锣声响 赶出一镖军来 杨智 孙安等 急退不迭 正是冲阵马王清杖下 细拨船 献绿扑中 毕竟 这只是那里兵马 孙安等如何迎敌 且听下回分解 第108回 瞧到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话说杨智 孙安 便祥正追赶西圣岛 一雀山侧 不提防山坡后 有贼将埋伏 领一万骑兵突出 与杨智等大杀一阵 牺牲的托 领拜残兵进城去了 孙安奋通私兵 杀死贼将二人 却是重寡不敌 这千余甲马骑兵 都被贼兵驱入深谷中去 那谷四面都是峭壁 却无出路 被贼兵搬运木石 色断谷口 贼人进城 报之宫端 宫端插二千兵 把住谷口 杨智孙安等 便是插翅也飞不出来 不说杨智等被困 且说卢骏义等的破西圣六花阵 大半窥马铃 用金砖术 打翻若干贼兵 更兼重将勇猛 得获全胜 杀了贼中猛将三远 城市驱兵 夺了龙门关 斩棘万语 夺获马匹 盔甲 筋骨无算 贼兵退入城中去了 卢骏义祭点军马 只不见了冲头镇的杨智 孙安便降一千军马 当下卢骏义叫谢真 谢宝 邹渊 邹润 各领一千人马 分四路去巡 至日暮 却无影响 此日 卢骏义按兵不动 再令谢真等去巡访 谢宝领 义之军 攀腾复阁 爬山越岭 到一缺山东最高的一个山岭上 望见山岭之西 下面深谷中 隐隐的有一簇人马 被树林从密遮蔽了 不能够看得详细 又且高下玄阁 声唤不闻 谢宝领军族下山 寻个居民访问 那里有一个人家 都因兵乱牵壁去了 伺候到一个最深屁的山凹坪矿处 方才有几家穷苦的村农 见了若干军马 都荒作一团 谢宝道 我们是朝廷兵马 来此脚捕贼寇的 那些人听说是官兵 更是慌张 谢宝用好言辅慰说道 我们军将是送先锋部下 那些人道 可是那沙达子 秦田虎 不骚扰地方的送先锋吗 谢宝道 正是 那些村农跪拜道 可知道将军等不来抓鸡腹狗 前年也有官兵到此 脚捕贼人 那些军事与强盗一般掳掠 因此 我等必到这个所在来 今日得将军到此 使我们再见天日 谢宝把那杨志等一千人马 不知下落 并那领西深谷去处 问访众人 那些人都道 这个谷叫此谷 只有一条进去的路 农人遂引谢宝等来到谷口 恰好邹渊 邹润两只军马也寻到来 合兵一处 杀散贼兵 一同上前 搬开墓石 谢宝 邹渊领兵马进谷 此时 已是深秋天气 果然好个深岩幽谷 但见 玉露雕商风树林 深岩碎骨气消森 领点云雾连天涌 碧翘松云接地音 杨志 孙安 便想与一千军士 马霸人困 都在树林下 坐以待毙 见了解宝等人马 众人都喜悦吹呼 谢宝将带来的干粮 分散阳志等众人 先且冲击 十霸 众军一期出谷 谢宝叫村农随到大寨 来捡卢先锋 卢骏一大喜 取银两米骨 朕计穷名 村农磕头感激 千恩万谢去了 随后谢真这只军马 也回寨了 时日天晚歇息 一宿无话 此早 卢骏一正与朱武 调遣兵马 攻取城池 忽有流星探马报将来说 王庆插尾都都都团领 十二元江左 兵马二万 前来救援 兵马已到三十里外了 卢骏一文报 焦朱武 杨志 孙丽 善庭邦 魏定国同 乔道卿 马陵 管领兵马二万 列阵于大寨前 已当城中贼兵突出 叫谢真 谢宝 牧春 薛勇管领军马五千 看守山寨 卢骏一 亲自统领 其余江左 军马三万五千 迎敌渡团 当有浪子 燕青秉道 主人今日 不宜亲自临阵 卢骏一道 确实为何 燕青道 小人昨夜 有不祥的梦兆 卢骏一道 梦寐之事 何足平信 既以身许国 也顾不得厉害 燕青道 若是主人决意要行 岂拨五百步兵 与小人自去行事 卢骏一等笑道 小乙 你代要怎么 燕青道 主人误管 只拨与小人变了 卢骏一道 便拨与你 看你做出甚事来 随即拨五百步兵 与燕青 燕青领了自去 卢骏一冷笑不止 统领重将兵马 离了大寨 由平泉桥经过 那平泉中 多奇异的石子 乃唐朝礼得玉旧庄 只见燕青引着众人 在那里砍伐树母 卢骏一心下 虽是好笑 茫茫地要去厮杀 无暇去问他 兵马过了龙门关西十里处 向西列阵等候 只一个时辰 贼兵方道 两阵相对 泪鼓呐喊 西阵里天降卫鹤 五大赶刀 拍马当先 宋阵中 山士奇越马挺枪 更不打话 接住厮杀 两极马在阵前 斗过三十和 山士奇挺枪 刺中卫鹤的 站马后腿 那马后提 踢将下去 把魏鹤 闪下马来 山士奇又一枪 戳死 西阵中 丰太大怒 无两条铁剑 拍马直 抢山士奇 二将斗到 十和之上 便想见 山士奇 斗不过丰太 捏枪 拍马 助战 被封太大喝一声 执一剪 把山士奇打下马来 再加一剪 结果了性命 拍马五剑来迎 怎奈便想 更是勇猛 封太马头踩到 大喝一声 一枪刺中锋 太心窝 死于马下 早有寻风君族 抢一张去 非报与梁勇之道 梁勇大惊 急差宣令官 出府传令 骄军士谨守原门 及各营 捉一面 严刑 鸡不奸细 那肖家岁身边 藏一把宝刀 挨入人从中 也来观看 将纸上言语 高声朗诵了两遍 军民都错愕相顾 那宣令官 奉着主将的令 骑着马 五六个军汉 跟随到各营传令 肖家岁抢上前 大吼一声 一刀砍断马足 宣令官撞下马去 一刀剁下头来 肖家岁左手抓了人头 右手提刀 大呼道 要保全性命的 都跟肖家岁去杀贼 率府前军士平速任的肖家岁 又晓得他是铁汉 煞士有五六百人 用着他杰作一块 肖家岁建军士聚拢来 傅连声大呼道 百姓有胆量的 都来相助 声音响阵数百步 那时四面响应 百姓都抢棍棒 拔山刺 折桌脚 年纸间 已有五六千人 蝶声呐喊 肖家岁当先 领众抢入帅府 那梁勇平日暴虐军民 鞭榻士族 护卫军将都横入骨髓 一文便起 都来相助 赶入去 把梁勇等一家老小都杀了 肖家岁领众军民人等 拥出率府 此时已有二万余人 把肖让 裴轩 金大监放了戒巴 都打开了架 肖家岁选三个有履历的人 背着肖让等三人 肖家岁当先 抓了梁勇首级赶到北门 杀死守门将马将 赶散把门军士 开城门 放吊桥 那里 吴勇正到北门 钦都将士攻城 听得城中呐喊 又是开城门 直到贼人出来冲击 盲叫军马退下三四剑之地 列阵迎敌 只见肖家岁抓着人头 背后三个军汉 背负肖让等 过了吊桥 盲奔前来 吴勇正在惊讶 肖让等高叫道 吴军师 实亏这个壮士 积聚众民 杀了贼将 就我等出来 吴勇听了 又惊又喜 肖家岁对吴勇道 是在仓促 不及叙力 请军师快领兵入城 那吊桥边 已有若干军民 都齐声叫道 请送先锋入城 吴勇建 朱瑟仁等都有在里面 遂传令叫将士统军马入城 如有妄杀一人者 同武皆斩 北城上守城军士 看见世事如此 都投歌下城 其东西南三面守城军士 闻了这个消息 都捆赴了守城贼将 大开城门 香花灯竹 迎接送兵入城 只有弥天纳斯勇猛 人尽他不得 出西门 杀出众围走了 无用差人非报宋江 宋江文报 把那由国家 哭兄弟的病症 退了九分九离 欣喜雀悦 同仲江拔债都起 大军来到京南城中 宋江升座率府 安抚军民 未劳将士 宋江请肖家隧道率府 问了姓名 扶他上座 宋江那头便败道 壮士豪举 诸出叛逆 保全生灵 兵不血刃克服城池 又救了宋某的三个兄弟 宋江何当下败 萧家遂打败不跌倒 此非萧某之能 借众军民之力也 宋江听了这句 宇家亲近 宋江以下江左 都续礼毕 城中军士 江贼江解来 宋江问怨响者 进行免罪 因此满城欢声雷动 降服数万人 恰好水军头领 李俊等 统领水军 船只到了汉江 都来参见 宋江教制酒款 带萧壮士 宋江亲自执杯劝酒 说道 足下红财茂德 宋某回朝 念奏天子 一定有拙 萧家隧道 这个道不必 萧某今日之举 非为功名富贵 萧某少父不羁之行 常无相屈之欲 是孤陋寡闻的一个人 方金禅人高张 贤士无名 虽才怀随和 行若犹疑的 终不能打九重 萧某见若干有报复的英雄 不计生死 赴公嫁之难者 唐举士一有不当 那些全屈保妻子的 随而眉孽其短 身家性命都在全肩掌握之中 向萧某今日 无关守之责 却似那闲云野鹤 何天之不可非夜 这一席话 说的宋江以下 无不皆探 做中公孙盛 鲁志申 武宗 燕青 李俊 童威 童蒙 代宗 柴进 樊瑞 朱武 蒋靖等这十余个人 把萧壮士这段话 更是点头玩味 当晚久散 萧家岁辞写出府 次早 宋江插代宗 到陈安府处报捷 宋江亲自到萧壮士寓所 特地败忘 却是一个空域 剑壁志铺里说 萧家岁今早天未明时 收拾了秦剑书囊 辞别了小人 不知往那里去了 后人有诗赞萧 祖孙之得云 昌宇修堤 萧僧打 波狂涛怒心不打 克城直水堤攻城 六岁家河一经发 贤孙豪郡谋绝翁 多赤民从贼手造 则急生灵者宝身 贤云野鹤 真超脱 宋江回到帅府 对众头领说 萧家岁飘然而去 众将无不叹息 至晚 代宗回报 说晚舟 山南两处所属 魏克州县 陈安府 侯参墓寿方略 与罗俭 及林冲 花蓉等 聚个讨平 朝廷一刹若干新官到来 各行交代器 陈安府已率领诸将启程 即日便到 宋江与无用计议 带陈安府到这里镇守 我们好起大兵 前去剿灭曲魁 宋江却在京南调射五六日 并已全域 一日 报陈安府等兵马到来 宋江等接入城中 参见壁 陈安府大赏三军将士 此后山南守将士进等 已将周务交代新官 随后也到 宋江将周务请陈安府治理 宋江等拜别陈安府 统领大军 水陆并进 战其同行 来缴南风贼人巢穴 此时一百单八个英雄 都在一处 又有河北降将孙安等十一人 军马二十余万 连战连结 兵威大阵 所到地方 贼人望风祥顺 宋江将赴过周县 城报陈安府 陈金插罗俭 统领将士兵马 前来镇守 宋江等水陆大兵 长驱直至南风地界 少马报道 说侦探得贼人 王庆将李柱为统军大元帅 就本出调选水陆兵马五万 又调云安 东川 安德三路 各兵马二万 都是本出伟兵马都监 刘以静 上官义等统领 数十元猛将 及十一万雄兵 前来拒敌 王庆亲自都争 宋江文报 与无用记忆道 贼兵清朝而来 必是敌死死病 我将何策胜之 无用道 兵法只是多方以物之这一句 俺们如今将士都在一处 多分调几路前去厮杀 叫他应接不暇 宋江一意传令 分调兵将 先一日 由铺天雕李英 小玄丰柴进凤 宋先锋将令 统领马不投领丹亭邦 魏定国 施恩 薛勇 牧春 李忠 领兵五千 护送粮草车账 并断驳 火炮 车辆 在大兵之后 地名龙门山 南路下荣山有一村庄 四围都是高泥缸子 却像个土城 三面有路出入 居民空下草瓦房数百间 居民因避兵牵避去了 是晚 东北风大作 浓云泼墨 李英 柴进见天色以目 孔天狱沾湿了粮草 交军事拆开门扇 把车辆推送屋里 军事方御造犯时期 呼见并大崇薛勇 领兵巡哨 捉了一个奸细 来报柴进说 沈温德奸细说 贼人弥帖领精兵一万 今夜二更要来劫烧粮草 现金服在龙门山中 原来那龙门山两崖对峙如门 其中可通周籍 数目从命 李英听说 便对柴进道 带小弟去装钱 等那鸟败贼 杀他片甲不回 柴进道 那弥帖十分勇猛 不可利敌 况且我这里兵少 带小弟略施小技 拼五六车火炮 百师车柴心 与唐斌等报仇 把那间戏杀了 教军是将粮草 火炮 车辆 叫李英领兵三千 都被弓弩火箭 护卫粮车 在黄昏时候 尽数出了土缸 望南先行 却留下百师辆柴心车 四散列于西南下风头 草房茅岩边 将百师辆空车 五六处截队百列 上面略放些两米 各处藏下火炮 及扑放硫磺 燕消灌过的干柴 叫石恩 薛勇 牧春 李中 领兵二千 埋于东泥岗路口 叫丹亭邦领 马兵一千 于庄南路口 等候贼人到来 都是嫩斑嫩斑 依我行事 柴晋同神火将军 魏定国 领步兵三百人 都带火中火气 上山埋伏于 从密树林里 等到二更时分 贼将弥帖 果然同了二个偏将 领着万鱼军马 人匹软战 马斋鸾岭 掩齐西谷 急吃到南土岗门口来 丹亭帮剑贼兵来 焦军士燃点火把 接住厮杀 丹亭帮与弥帖斗不到四五河 丹亭帮拨马领兵退入去 那弥帖是游勇无谋的人 领兵一径抢进来 薛水 施恩 建南路举火 急交礼中 木春 分兵一千 急吃到庄南 把住路口 那时贼兵都喊杀连天抢入去 指望东北上风头杀来 乃是空污 不见粮草 尼帖领兵四面搜索 看见下风头 只有一二百辆粮草车 有五六百军士看守 见贼兵来 发声喊 都奔散了 尼帖道 原来不多粮草 教军士打火把照看 中间车队里 每队有两辆断匹车 那些贼兵建了 便去乱抢 尼帖及要止饿时 又被山上将火箭火把乱打射下来 草坊拆车上都烦烧起来 贼兵发喊 急躲避时 早被火炮要线引着火 传递得快 如轰雷般打击出来 贼兵奔走不迭的 都被火炮击死 粘质间轰轰火起 烈烈烟声 弹剑 风随火势 火衬风威 千只火剑彻金蛇 万个轰雷阵火焰 离山顶上 撂英包四成英雄 扬子江头 不若周郎诗妙计 阴云子雾腾天起 闪烁红霞灌地来 避避包包想不绝 浑如厨叶放炮竹 当下火势昌赤 炮声震响 如天催地裂之声 须于百石间草房 变作烟团火快 泥铁被火炮击死 贼兵击死大半 浇烂讹者无数 又被善庭帮 施恩等三路追杀进来 二个偏将都被杀死 一万人马 只有千余人 从土缸上爬出去 逃脱性命 天明 柴晋等仍与李英等 合兵一处 将粮草运送大寨来 宋先锋正声仗 遣调兵马杀贼 只见马军栓马匹 步军安排气线 正是 经其红斩衣天侠 刀剑白铺千里血 毕竟宋江等如何厮杀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脚扣成功 话说当日宋江声仗 诸将拱力听调 放炮 鸣金鼓 升旗 随放进迎炮 各迎哨头目 挨刺至仗下 旗力肃静 听师号令 吹手点鼓 宣令官传令弼 迎哨头目 依次磕头 起站两边 巡视拦起手 贵听发放 凡大喊不齐 航武错乱 喧哗为令 临阵退缩 拿来重处 又有棋牌官左右个二十元 送先锋亲狱 而等下营都镇 凡有军事御敌不前 退缩不用命者 听你等拿来处置 棋牌遵令 各下地方 明金大吹 各归航武 听令起行 宋江然后传令 潜吊水路 朱将壁 吹手掌头号整队 二号撤旗 三号各起行营向敌 敲进边 出五方旗 放大炮 掌号标行营 各个摆阵出战 正是哪 震天 屁股摇山岳 应日惊奇 避鬼神 却说贼人王庆 调拨军兵底底 除水军将士 文人士崇等 已拆拨外 点插云安州 伟兵马都监 刘以敬为正先锋 东川伟兵马都监 上官义为副先锋 南风伟统军 李雄 碧先为左少 安德伟统军 柳元 潘中为右少 伟统军大将 段武为正和后 伟御营使秋祥为复合后 伟淑密方汉 伟中军羽翼 王庆掌握中军 有许多伟尚书 御营金吾 魏驾将军 校尉等相及个人手下 拼崖江所 共输十元 李柱为元帅 队伍军马 十分齐整 王庆亲自监督 马带皮甲 人皮铁铠 功弩上贤 战骨三通 诸军尽起 行不过十里之外 尘土齐楚 早有宋军少路来的渐进 鸾铃响处 约有三十余骑少马 都带青江金 各穿绿战袍 马上禁忌着红鹰 每边双挂数十个统领 后插一把志伟 都是串银戏杆 长枪 轻功短剑 围头的战将是 奉道军皇帝赤命 赴还就职 虎骑将军 梅宇见张青 头裹削金金金泽 身穿挑袖绿战袍 腰继子龙涛 足穿软香皮 齐匹银鞍马 左边是赤锋 真孝宜人的 穷史族穷英 头戴紫金 欠诸奉冠 身穿紫罗挑袖战袍 腰继杂色彩 龙涛 足穿朱绣小凤头鞋 坐匹银宗俊马 那右边掠下歇 捧其的是赤兽的 一仆正排军叶青 直哨到李柱军前 相离不远 只隔百十步 勒马便回 前军先锋 刘以静 上官一骤马驱兵 便来冲击 张青拍马 拈出百里花枪 来扎二将 穷英持马 挺方天画戟来驻战 四将斗到石树河 张青 穷英 隔开贼将兵器 拨马便回 刘以静 上官一驱兵赶来 左右高叫 先锋不可追赶 此二人安后 紧带中都是石子 打人不曾放空 刘以静 上官一听说 方才乐住的马 只见龙门山背后 鼓声震响 早转五百步兵来 当先四个步将头领 乃是黑旋风李逵 混是魔王樊锐 八臂拉扎向冲 飞天大胜离滚 直奔前来 那五百步军 就在山坡下一字摆开 两边团排 齐齐扎住 刘以静 上官一驱兵掩杀 李逵 樊锐引步军分开两路 都到提满牌 转过山坡便去 那时 王庆 李柱大军已到 一起冲击前来 李逵 樊锐等 都飞跑上山 渡岭川林 都不见了 李柱传令 娇就把军马 在这个平原旷野之地 列成阵势 只听得山后炮响 只见山南一路 军马飞涌出来 簇拥着三个将军 中间是矮娇虎王英 左是小玉池孙心 又是蔡元子张青 总管马步军兵五千 杀向前来 王庆正欲浅将迎敌 又听得山后一声炮响 山北一路军马飞涌出来 簇拥着三个女将 中间是一丈 青虎三娘 左边是母大崇故大嫂 右边是母业插森二娘 管领马步军兵五千 杀向前来 恰欲贼兵右少柳元 潘中兵马 接住厮杀 王英等 正欲贼兵左少李雄 碧仙军马 接住厮杀 两边各抖道石鱼河 南边王英 孙心 张青乐转马 领兵望东便走 北边护三娘 顾大嫂 孙二娘 也接转马匹 率领军兵 望东便走 王庆看了笑道 宋江手下都是这些鸟男女 我这里将士如何屡次输了 随去大兵 追杀上来 行不到五六里 呼听的一棒锣声响 却是适才去的李逵 樊瑞 向冲 李滚 这四个步军头领 从山左从林里转向前来 又添了花和尚鲁至身 行者武松 没面目交挺 赤发鬼流塘 四个步军江左并五百步兵 都直团排短兵 直冲上来 贼将傅先锋上官一忙 拨步军二千冲杀 李逵 鲁至身与贼兵略斗几何 却似底敌不过的 倒替团排 分开两路 都飞奔入丛林中去了 贼兵赶来 那李逵等却是走得快 拈指尖 都四散奔走去了 李柱见了 连忙对王庆道 大王不宜追赶 这是诱敌之计 我们且列阵迎敌 李柱上江台列阵 务事未完 只听了山坡后 轰天子母炮响 就山坡后涌出大队军将 急先涌来 站住中央 里面列阵士 王庆令左右拢住战马 自上江台看时 只见正南上这队人马 尽是红旗 红甲 红袍 朱英 赤马 前面一把隐军 销进红旗 把那红旗招斩出 红旗中涌出一员大将 乃是霹雳火勤鸣 左边是圣水将军 丹廷邦 右边是神火将军 魏定国 三员大将 手 兵器 都骑赤马 立于阵前 东壁一队人马 尽是轻骑 轻甲 轻袍 轻鹰 轻马 前面一把隐军 销进轻骑 招斩出 轻骑中涌出一员大将 乃是大刀官胜 左手是丑骏马 宣赞 右手是井木暗号斯文 三员大将 手 兵器 都骑轻马 立于阵前 西壁一队人马 尽是白骑 白甲 白袍 白鹰 白马 前面一把隐军 销进白旗 招斩出 白旗内涌出一员大将 乃是豹子头林冲 左手是镇三山黄线 右手是并玉痴孙力 三员大将 手 兵器 都骑白马 立于阵前 后面一簇人马 都是造旗 黑甲 黑袍 黑鹰 黑马 前面一把隐军 销进造旗 招斩出 造旗中涌出一员大将 乃是双边江湖严拙 左手是百胜江韩涛 右手是天目江鹏 三员大将 手 兵器 都骑黑马 立于阵前 东南方门骑营里 一队军马 轻骑红甲 前面一把隐军秀起 招斩出 捧出一员大将 乃是双枪江董平 左手是摩云金翅鸥鹏 右手是火眼 酸泥 登飞 三员大将 手 兵器 都骑战马 立于阵前 西南方门骑营里 一队军马 红骑白甲 前面一把隐军秀起 招斩出 捧出一员大将 乃是急先锋所超 左手是锦毛虎烟顺 右手是铁笛先马林 三员大将 手 兵器 都骑战马 立于阵前 东北方门骑营里 一队军马 造骑轻甲 前面一把隐军秀起 招斩出 捧出一员大将 乃是九文龙使劲 左手是跳剑虎陈达 右手是白花蛇阳春 三员大将 手 兵器 都骑战马 立于阵前 西北方门骑营里 一队军马 白骑黑甲 前面一把隐军起 招斩出 捧出一员大将 乃是青面兽杨志 左手是锦豹子杨林 右手是小霸王周通 三员大将 手 兵器 都骑战马 立于阵前 八方百步的铁筒相似 阵门里 马军随马队 步军随部队 各持钢刀大斧 扩建长枪 齐翻齐整 队伍威严 八阵中央都是姓黄旗 尖着六十四面长脚旗 上面金箫六十四卦 一分四门 南门都是马军 正南上黄旗营里 捧出二员上将 上手是美然公诸童 下手是插赤虎雷横 人马尽是黄旗 黄袍 铜甲 黄鹰 黄马 中央阵 东门是金眼镖石恩 西门是白面郎君 郑天寿 南门是云里金刚宋万 北门是并大虫薛勇 那黄旗后 便是一丛炮架 立着那个炮手 轰天雷灵阵 引着副手二十余人 围绕着炮架 架后都百列捉将的 挠沟套索 挠沟后 又是一周遭杂采齐番 四面立着二十八秀星辰 萧金秀其中间 立着一面堆荣秀旧 珍珠圈边 角坠金陵 顶插至尾 鹅黄帅自起 有一个守其壮士 观簪鱼尾 甲骤龙林 身长一丈 凌凌威风 便是显到神域宝寺 其边设立两个护骑将士 兜骑战马 一般结束 手指钢枪 一个是矛头星孔明 一个是毒火星孔亮 马前马后 排列二十四个直狼牙棍的铁甲军士 后面两把领战秀旗 两边排列二十四只方天画戟丛中 捧着两员肖将 左边是小温侯吕方 右边是赛人贵郭胜 两员将个直画戟立马两边 画戟中间 一族钢叉 两员步均削将 一般结束 一个是两头蛇谢针 一个是双尾歇谢宝 各执三股莲花叉 守护中军 随后两匹锦安马上 左手是圣手书生骁让 右手是铁面孔木裴轩 两个马后摆着紫衣持节的 并麻扎刀军士 那麻扎刀林中 立着两个行刑柜子 上手是铁壁博菜符 下手是一只花菜庆 背阵两边摆着金枪银枪手 两边有大将领队 金枪队里是金枪手徐宁 银枪队里是小李广花容 背后又是锦衣队队 花帽双双 飞袍足足 锦袄攒攒 两臂香碧壮脆木 朱番皂盖 黄月白毛 清平清点 两行岳府边抓中间 三把削金散下 三匹锦安骏马上 坐着三个英雄 右边星官鹤场 呼风唤雨的入云龙宫孙盛 左边关金雨扇 文武双全的智多星无用 正中间赵叶玉狮子金安马上 坐着那个有人有意 退路平寇的征锡正先锋 山东及时雨呼宝一送功名 全身结束 自仗坤 宝剑 于阵中兼战 掌握中军 马前左手 立着神行太保戴宗 专管飞暴军情 调兵潜将 右手立着浪子燕青 专一护持中军 能敢机密 马后大挤长歌 锦安骏马 整整齐齐 三十五元崖将 都齐战马 手持长枪 全副弓箭 马后画脚 全部鼓吹大乐 阵后又设两队游兵 浮于两侧 以为护持中军羽翼 左侍石将军 石永同 九尾规 陶宗旺 管领马步兵三千人 又是梅遮兰木红兄弟 小遮兰木春 管领马步兵三千 浮于两邪 那座阵排布的十分整密 正是 军师多略帅 辉弘 世勇皮修马跨龙 指挥要剑平西记 赤诈司 承荡寇宫 那个草头天子 王庆统李住在镇中江台上 定睛看了宋江兵马 念指尖成九宫八卦阵势 军兵勇猛 将士英雄 军容整肃 刀枪锋利 惊得魂不附体 心胆俱落 不住声道 可知道兵将屡次亏输 原来那伙人如此厉害 只听得宋军中 战鼓不绝声地发泪 王庆 李住下江台 骑上战马 左右有金吴护驾等原意 马后有许多内侍 簇拥着他 王庆传令指 交前部先锋出阵冲击 当下东西对阵 适日甘之蜀木 宋镇正西方门旗开处 豹子头林冲 从门旗下飞马出阵 两军一起呐喊 林冲兜驻马 横着杖扒蛇毛 力声高叫 无知叛逆 谋反狂徒 天兵到此 尚不投降 直带骨肉为谜 毁之何疾 贼镇中立 驻本市算命先生 慎晓得相声相克之礼 急忙传令 交右少柳元 潘中领红旗军去冲击 柳元 潘中遵令 领了红旗军 骤马 抢来冲击 两阵 叠声呐喊 战鼓齐鸣 林冲 接住柳元 厮杀 四条 毕驳纵横 八只 马蹄 撩乱 二将在 征辰营里 杀气从中 来来 往往 左盘 右旋 斗经 武师 余和 胜败未分 那柳元 是贼中 勇猛之将 潘中 见柳元 不能取胜 拍马 提刀 抢来 驻战 林冲 立第二将 大喝一声 奋神威 将柳元 一毛 戳于马下 林冲的 副将 黄信 孙力 飞马 冲出战来 黄信 挥桑门剑 往潘中 一箭 吹去 只见 一条血散光 鳞肉 顿落金 谋在马边 潘中 死于马下 手下 君族散乱 早冲动了阵脚 贼兵 飞 暴入中军 王庆听得 登石蛇了二将 盲传令旨 急叫退军 只听得 宋军中一声炮响 兵马纷纷扰扰 白隐黑 黑隐青 青隐红 变作长蛇之阵 搏击掌 考老圈 为果将来 王庆 李柱 吊江潜兵 分头冲击 却似 铜墙铁壁 急切不能冲得出来 官军与贼兵 这场好杀 怎见得 兵戈冲击 势马纵横 枪破刀 刀如劈脑而来 枪必钓鱼而应 刀如下发而起 枪必撤得而应 刀如盗托而回 枪必群栏而守 刀解枪 枪如刺心而来 刀用五花以欲 枪如点睛而来 刀用探马以割 刀破牌 牌货滚身已尽 险即封扫已荡 牌货从旁已追 险必斜插以待 牌货催及已入 险必退却已硕 牌截险 险若平凶 牌用小坐之势已毕 险若簇拥 牌将碎茧之法已随 单刀披挂角丝 杨树诈败 铁插上牌下眼 侧紧敌闪 袖剑于马上去贼 勾连于车前四马 鞭 剑 窝 锤 剑 剑 戟 锚 锚 盾 那边破解无穷 这里转变莫测 须于血流成河 顷刻尸如山鸡 当下熬战多时 贼兵大败 官军大胜 王庆教且退入南风大内 在座驱处 只听得后军炮响 少马飞报 将来说 大王 后面又有宋军杀来 纳镖军马上当先的英雄大将 正是傅先锋 河北玉琪 林卢俊义 横着一条点钢枪 左边有使破刀的 好汉并关锁杨雄 右边有使破刀的头领 拼命三郎石秀 领着一万精兵 抖搂精神 将正负和后贼兵杀散 杨雄砍翻断武 石秀硕死秋祥 并力冲杀进来 王庆正在慌破 又听得一声炮响 左有鲁智深 武松 李逵 焦挺 向冲 李滚 樊锐 刘唐 八个勇猛头领 引着一千步足 轮动缠杖 借刀 板斧 破刀 丧门剑 飞刀 镖枪 团排 杀死李雄 碧仙 如割瓜切菜般直杀入来 又有张青 王英 孙心 张青 琼英 护三娘 顾大嫂 孙二娘 四对英雄夫妇 引着一千骑兵 武动梨花枪 鞭钢枪 方天化己 日月双刀 钢枪 短刀 杀散左哨军兵 如摧枯拉朽直冲进来 杀得贼兵四分五裂 七段八絮 雨林兴散 乱窜奔逃 卢俊义 杨雄 石秀 杀入中军 正撞着方汉 被卢俊义一枪戳死 杀散中军 羽翼军兵 竟来捉王庆 却遇了金剑先生李柱 那李柱有剑术 一把剑如撤电般武将来 卢俊义正在抵挡不住 却得宋江中军兵到 右手下入云龙宫孙胜 口中念念有词 鹤声道 急 李柱那口剑拖得离了手 落在地上 卢俊义咒马赶上 轻疏远臂 宽扭狼腰 把李柱之一拽 活携过马来 教军是负了 卢俊义捏枪拍马 再杀入去寻捉王庆 好似造雕追紫燕 蒙虎淡羊羔 贼兵抛金弃骨 撇挤丢枪 密子巡爷 呼凶唤地 十余万贼兵杀死大半 尸横遍野 流血成河 响者三万人 除那逃走脱的 其余都是十死九活 七损八伤 颠番在地 被人马践踏 骨肉如泥的 不计其数 刘以静 上官一两个猛将 都被焦亭砍翻战马 撞下马来 都被他杀死 李雄被穷英飞石 打下马来 一话几说死 碧仙正在逃避 胡帝李 钻出火闪坡 王定六 一坡刀 朔下马来 再向胸膛上一坡刀 结果了性命 其伟尚书 书密 殿帅 金吴 将军等相 都逃不脱 只不见了 取魁王庆 宋军大劫 宋将叫明金 收集兵马 望南风城来 叫张青 穷英领 五千马军 前去少探 再查神行 太保戴宗 先去打听 孙安喜 取南风消息如何 戴宗遵令 做起神刑法 赶过张青 穷英 去了片上 便来回报说 孙安凤先封将令 假扮西兵去转城 被贼人知觉 城门内 掘下陷坑 开城东门 放军马进去 孙安手下梅玉 金衣卓 碧杰 潘讯 杨芳 冯生 胡迈七个副将 争先抢入城去 并五百军士 连人和马 都入县坑中 两边扶兵齐发 都把长枪立即 把梅玉等五百余人 进行硕死 幸得孙安在后 城市奋勇杀进城门 交军士填了陷坑 孙安一气当先 领兵杀入城中 贼兵不能抵挡 孙安夺了东门 后被贼人四面响应 把孙安兵马 堵截在东门 小弟探知这消息 费来回复 半路遇了张将军 急张疑人 说了此情 他两个催动人马 急迟去了 宋江文报 催动大军 急迟上前 将南封城围住 那时张青 穷英进了东门 叫孙安 拒住东门 张青 穷英 正与贼军 熬战 因此 宋江等将左兵马 抢入东门 夺了城池 杀散贼兵 四门竖起 宋兵旗号 城中许多 伟文武多 官范权等 进行杀死 那伟飞断三娘 听得军马进城 他素有履历 也会骑马 遂拴复结束 领了百余 有履历的内侍 兜执兵器 离王宫 出后院 欲杀出西门 投云安军去 恰遥与穷英 穷英领兵杀到后院来 段氏送马 挺一口宝刀 敌死冲突 被穷英一石子飞来 正中断三娘面门 鲜血泵流 撞下马来 各脚烧天 军士赶上 捉住绑腹了 那些内侍 都被宋兵杀死 穷英领兵杀入后院内供 那些公俄贫女 闻得送兵入城 或头环 或头颈 或刀吻 或撞接 大半自尽 其余都被穷英教军士赴了 借到宋江帐前 宋江大喜 将段氏一行人囚禁 带着了王庆 一起谢经 再遣兵驾 四面八方 去追王庆 却说那王庆领着数百铁骑 撞头重围 逃奔到南风城东 见城中有兵厮杀 惊得魂不附体 后面大兵又到 望北奔走不迭 回顾左右 只有百鱼骑 其余的虽是平日最亲信的 近日失败都逃去了 王庆同了百鱼人 望云安奔走 在陆队跟随晋士说道 寡人尚有云安 东川 安得三座城池 岂不是江东虽小 一族已亡 只恨适财那些 跟随陶藏官员 平日受用了寡人 大奉大怒 今日有事 都自去了 带寡人兴兵 来杀退宋兵 击捕那些逃亡的 细细的海榻 王庆同众人 马不停蹄 人不歇足 走到天明 幸得望见云安城池了 王庆在马上欣喜道 城中将士 也是谨慎 你看那齐帆齐整 兵器整密 王庆一头说着 同众人奔进城来 随从人中 有识字地说道 大王不好了 怎么城上都是宋军旗号 王庆听了 定睛一看 果是东门城上远远地闪出好奇 上有金箫大字 乃是玉熙送先锋 麾下水军正将混江 下面上有三个字 被风飘动起脚 不甚分明 王庆看了 惊得浑身麻木 半上时动弹不得 真是宋兵从天而降 当有王庆手下 一个有质量进士说道 大王 事不宜迟 请大王肃玉下刨斧 急头东穿去 恐城中见了生变 王庆道 爱卿言之吉当 王庆随即御下 冲天转角金斧头 脱下日月云肩盲绣袍 解下金香宝 欠碧玉带 脱下金显凤云根巢靴 换了金泽 便服 软皮靴 其余侍从 亦都脱于外面衣服 急急如丧家之狗 茫茫如漏网之鱼 从小路超过云安城池 往东川投奔 走得人困马乏 腹中鸡内 百姓酒被贼人伤残 又闻得大兵厮杀 樊冲耀通去大路 都没一个人烟 静悄悄地鸡犬不闻 就要一滴水 也没喝出 那逃九十来 那时王庆手下亲信跟随的 都是贾登东 炸撒腻 又散去了六七十 王庆带领三十余旗 走至晚 才到得云安属下 开州地方 有一派江水阻落 这个江叫做青江 其缘出自达州万寝池 江水最是成青 所以叫做青江 当下王庆道 怎得个船只渡过去 后面一个尽是指道 大王 乌那南崖疏炉落雁处 有一簇渔船 王庆看了 同众人走到江边 此时是梦东时候 天气晴和 只见数十只渔船 捕鱼的捕鱼 晒网的晒网 其中有几只船 放于中流 猜拳或指头 大晚假吃酒 王庆叹口气道 这男女们嫩般快乐 我今日反不如他了 这些都是我子民 却不知寡人这般困乏 近时高叫道 悟那渔人 撑龙几只船来 渡鞍门过了江 多余你渡前 只见两个渔人 放下酒碗 摇着一只小渔艇 一压压摇尽岸来 船头上渔人 向船旁拿根竹膏 撑船笼岸 定睛把王庆从头上 直看至脚下 便道 快活 又有吃酒东西了 上船 上船 近世辅王庆下马 王庆看那渔人 身材长大 浓眉毛 大眼睛 红脸皮 铁丝般滋虚 童中般声音 那渔人一手执着竹膏 一手扶王庆上船 便把高望岸上指一点 那船早离岸 障鱼 那些随从贼人 在岸上忙乱起来 齐声叫道 快撑拢船来 咱们也要过江的 那渔人睁眼喝道 来了 忙到那里去 便放下竹膏 将王庆劈胸扭住 双手向下一岸 扑通的岸倒在板上 王庆呆要挣扎 那船上摇鲁的放了鲁 跳过来一起擒住 那边晒往船上人 剑捉了王庆 都跳上岸 一拥上前 把那三十余个随从贼人 一个个都擒住 原来这称传的是 混江龙里郡 那摇鲁的便是出洞交同威 那些渔人多是水军 李俊奉宋先锋将令 统驾水军船只 来敌贼人水军 李俊等与贼人水军 大战于瞿堂侠 杀其主帅水军 都督文人是宠 勤其副将胡俊 贼兵大败 李俊见胡俊壮貌不凡 遂亦是胡俊 胡俊感恩 同李俊转开云安水门 夺了城池 杀死尾留守施郡等 混江龙李俊 撂着贼与大兵厮杀 若败溃下来 必要奔头朝旋 因此 叫张恒 张顺镇守城池 自己与同威 同猛带领水军 伴坐渔船 再次寻探 又教阮氏三雄 也伴坐渔家 分头去燕铁堆 民江 于富浦 各路埋伏少探 适才李俊望见 王庆意气当先 后面又许多人簇拥着 料是贼中头目 却不知正是元凶 当下李俊审问从人 知是王庆 拍手大笑 绑复到云安城中 一面差人 换回三软同二章守城 李俊同翔将 胡俊将 王庆等一行人 借送到宋先锋军前来 鱼路探听的 宋将已破南风 李俊等一进进城 将王庆借到率府 宋将阴重将 补击王庆不着 正在纳闷 闻报不胜之喜 当下李俊入府 参见了宋先锋 宋将称赞道 贤弟这个功劳不小 李俊引详将 胡俊参见宋先锋 李俊道 功劳都是这个人 宋将问了胡俊姓名 急赚取云安的事 宋将府赏魏劳碧 随即与众将纪役 攻取东川 安得二处城池 只见新详将 胡俊禀道 先锋不消费心 胡某有一言 管教两座城池 唾手可得 宋将大喜 连忙离坐 依胡俊问静 胡俊攻着身 对宋将说出几句话来 有分教 意识不加成克服 三军镇静贼投降 毕竟胡俊说出什么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诗回 燕青秋临渡设宴 宋将东京城献福 话说当下宋将问 降将胡俊 有何计策 去取东川 安得两处城池 胡俊道 东川城中守将 是小将的兄弟胡贤 小将蒙李将军不杀之恩 愿往东川招兄弟胡贤来降 剩下安得孤城 亦将不战而自降以 宋将大喜 仍令李俊同去 一面调遣将士 提兵分头去昭府所属 魏附周县 一面拆带宗基表 伸奏朝廷 请旨定夺 并领文身成臣安抚 集上宿太尉书长 宋将令将士到王庆宫中 搜掳了金珠细软 珍宝玉伯 将围禁的龙楼奉阁 翠吾朱轩 及围禁气账衣服 进行烧毁 又差人到云安 叫张恒等将围禁 行弓弃杖等相 以劫烧毁 却说 代宗先将申闻到京南 报成陈安府 陈安府也写了表文 一同上达 代宗到东京 将书闸投帝宿太尉 并送礼物 宿太尉将表进城御览 徽宗皇帝龙颜大喜 时时降下圣旨 行到淮西 将反贼王庆 借负东京 后职处决 其余秦下伟妃 伟官等众从贼 都就淮西市曹处 斩销时施行 淮西百姓 遭王庆暴虐 准留兵享若干 祭护给散 以善穷民 其阵王有功降降 据从后赠因 淮西各州县 所缺正左官员 速推补妇人交代 各州官多有先行 被贼携从 以后归正者 斗着陈冠分别 事情轻重 便宜处分 其征讨有功 正偏降左 拒似还经之日 论功升上 赤命以下 代宗先来报之 那陈安府等 已都到南风城中了 那时胡骏已是 招降了兄弟胡贤 将东川军民 板吉 户口 及钱梁 侧吉 前来献纳听罪 那安德州贼人 望风归降 云安 东川 安德三处 农不离其田叶 甲不离其四宅 接李郡之功 王庆占据的八郡八十六州县 都收复了 自代宗 从东京回到南风十余日 天使捧诏书 迟疑到来 陈安府与各官 接了圣旨 一一奉行 次早 天使还经 陈冠令监中 取出段氏 李祝吉一行 叛逆从贼 叛了斩字 推出南风市曹楚斩 将首级葛门 消失起 段三娘 从小不寻规训 自家责配 坐下弥天大罪 如今身手易处 又连累了若干眷属 其副段太公 先死于房山寨 话不续凡 却说 陈安府 宋先锋 标路李俊 胡俊 穷英 孙安公次 出榜去各处昭府 以安百姓 八十六州县 附建天日 富为良民 其余随从贼徒 不伤人者 拨还产业 富为乡民 西京首将 乔道卿 马灵 已有新官到任 次地都到南风 各州县 正左二官 陆续都到 李俊 二张 三软 二同 已将周五交代 进到南风相续 陈安府 众官及宋江以下 一百单八个头领 及河北降将 都在南风设太平宴 庆贺众将官僚 赏牢三军将走 宋江交工孙胜 乔道卿 主持教士 打了七日七夜教士 超度阵亡军将 即怀西 驱死冤魂 教士方完 呼报孙安患报级 足于营中 宋江悲道不已 以礼并练 葬于龙门山侧 乔道卿因孙安死了 十分痛哭 对宋江说道 孙安与贫道同乡 又与贫道最后 他未付报仇 因而犯罪 献身于贼 蒙先锋收录 他指望日后有个结果 不亦他中道而死 贫道得蒙先锋收录 亦是他来执迷 近日他死 贫道何以为情 乔某蒙二位先锋厚恩 鸣心露骨 中难不报 怨起海骨归田野 以言残喘 马灵剑 乔道卿要去也来拜赐宋江 恳求先锋允放马某与乔法师同盟 宋江听说 惨然不乐 一二人坚毅要去 十分挽留不住 宋江只得允放 乃至久见别 公孙胜再棒 只不作声 乔道卿 马灵拜赐了宋江 公孙胜又去拜赐了陈安府 二人飘然去了 后来乔道卿 马灵都到罗真人处 从师学道 以忠天年 陈安府招府镇继 淮西诸郡军民以弊 那淮西乃淮独之息 因此 宋人叫晚舟 南风等处是淮西 陈安府传令 叫先锋头目收拾朝经 军令传下 宋江一面先发中军军马 护送陈安府 侯参谋 裸武欲起行 一面折令水军头领 承驾传之 从水路先回东京 驻扎听调 宋江叫萧让传闻 金大监捐十乐碑 以祭其事 立誓于南风城东龙门山下 至今古迹尚存 降将胡骏 胡显致久见别宋先锋 后来宋江入朝 将胡骏 胡显 反邪归正 招降二将之功 奏过天子 特授胡骏 胡显为东川水军团练之职 此事后话 当下宋江将兵马 分座五起进发 刻日起行 军事处留下个周县镇守外 其间亦有起归田里者 现今兵马共十余万 离了南风 取路往东京来 君有纪律 锁过地方 秋毫无犯 百姓香花灯 竹甲败送 鱼路行了数日 到一个去处 地名秋林渡 那秋林渡在晚舟属下 内乡县秋林山之南 那山泉石家里 宋江在马上摇看山景 仰观天上 见空中树航塞宴 不依次序 高低乱飞 都有精明之意 宋江见了 心仪作怪 又听得前军喝彩 使人去问缘由 飞马回报 原来是浪子燕青 初学弓箭 向空中射宴 渐渐不空 却才须于之间 射下十数之红雁 因此诸将惊讶不已 宋江交换燕青来 只见燕青弯弓插箭 即飞马而来 背后马上捎带死燕树枝 来见宋江 下马离安立在一边 宋公明问道 恰才你射燕来 燕青答道 小弟初学弓箭 箭空中一群燕过 偶然射之 不想箭箭皆中 宋江道 为军的人 学射弓箭 是本等的事 设得亲事你能处 我想宾红必寒 离了天山 闲炉过关 趁江南地暖 求时道两 出春方回 此宾红仁义之秦 或数时 或三五时之 地乡谦让 尊者在前 卑者在后 次序而非 不悦群伴 欲晚素歇 亦有当更之报 且雄是其词 此是其雄 至死不配 此情人 一礼至信 五常俱备 空中摇剑死焰 尽有哀鸣之意 失半孤焰 并无侵犯 此为人也 一时雌雄 死而不配 此为一也 依此而非 不悦前后 此为离也 玉碧英雕 闲炉过关 此为智也 秋南春北 不悦而来 此为信也 此情五常足备之物 其人亥智 天上一群 红焰相呼而过 正如我等弟兄一般 你却射了那树枝 比俺兄弟中 失了几个 众人心内如何 兄弟今后 不可害此礼仪之寝 燕青默默无语 悔罪不及 宋江有感于心 在马上口战施一手 山岭崎岖水渺茫 横空燕震两三行 忽然失却双飞半 月冷风轻也断肠 宋江淫尸罢 不觉自己心中凄惨 独物伤情 当晚屯兵于丘林渡口 宋江在帐中 因父感叹 燕青设宴之事 心中纳闷 较取过纸笔 作词一手 楚天空 阔焰离群 万里恍然惊散 自顾影遇下寒堂 正草枯沙境 水平天远 写不成书 只记得相思一点 暮日空毫 小烟骨茧 素不尽许多哀怨 剪尽炉花无处宿 探河时御官重建 辽力忧愁乌业 恨江主难留恋 请观他春昼归来 化凉双雁 宋江血壁 地语无用 公孙盛看 此中之意 甚有悲哀忧妻之思 宋江心中 郁郁不乐 当夜无用等 涉酒备摇 尽罪方休 此日天明 聚个上马 望南而行 路上行程 正值暮东 景无凄凉 宋江于路 此心中有所感 不择一日 回到京师 屯驻军马 于陈乔义 听候圣旨 且说先是陈安府 并侯参谋中军人马入城 已将宋江等功劳 奏文天子 报说宋先锋等诸将兵马 班师回京 已到关外 陈安府前来起奏 说宋江等诸将 征战劳苦之事 天子闻奏 大家称赞 陈冠 侯蒙 罗俭 各风声官爵 亲上银两段痞 传下圣旨 命皇门侍郎 宋宋江等面军朝剑 都交披挂入城 有诗为证 去时三十六 回来十八双 纵横千万里 谈笑却还乡 且说宋江等 众将一百八人 遵奉圣旨 本身披挂 容装隔带 顶窥挂甲 身穿锦袄 玄带金银牌面 从东华门而入 都置文德殿朝 见天子 拜无起居 珊瑚万岁 皇上看了宋江等 众将英雄 尽是锦袍金带 唯有无用 公孙圣 鲁至身 武松 身着本身福色 天子圣意大喜 乃日 寡人多知青等 征尽劳苦 搅扣用心 重伤者多 寡人甚为优妻 宋江在拜奏岛 托圣上鸿福齐天 臣等众将 虽有金商 拒隔无事 金元凶兽手 怀惜平定 使陛下 威德所致 臣等 何劳之有 在拜称 谢奏岛 臣等奉旨 将王庆 献符 雀下 后旨定夺 天子降旨 这法司会官 将王庆 灵池 处决 宋江将 萧家岁 用奇迹克 赋成池 保全生灵 有功不法 超然高举 天子称讲道 皆清等忠诚感动 命省院官 访取 萧家岁 赋经 卓用 宋江 叩头 称谢 那些省院官 那个肯替朝廷出力 访问贤良 此事后话 时日 天子 天子特命 省院等官 既已封决 太师 蔡经 疏密 同贯 商议奏道 穆金天下 尚未敬平 不可升迁 且加宋江 为保一郎 待遇 器械 正受 皇城使 傅先锋 卢俊 一家 为宣武郎 待遇 器械 行营 团练使 吴用 等 三十四元 加封 为 郑将军 朱武等 七十二元 加封 为偏将军 致给金银 赏赐三军人等 天子准奏 仍斥于 省院重官 加封绝路 与宋江等 致给赏赐 宋江等 就于文德殿 遁守谢恩 天子命光 鹿寺大赦 玉宴 欣赏宋江 锦袍一领 金甲一副 明马一匹 卢俊逸以下 赏赐有差 尽于内府官之 宋江 与重将 谢恩一霸 进出恭敬 都到西华门外 上马回营 一行重将 出得成来 直至行饮安歇 听后 朝廷尾用 当日法司奉旨会官 写了饭油牌 打开囚车 取出王庆 判了寡字 拥到是曹 看的人 押间迭背 也有唾骂的 也有接叹的 那王庆的父王须及 前妻丈人 等诸亲眷属 已于王庆出反尸 收补 诸宜殆尽 今日只有王庆一个 簇拥在刀剑林中 两声破骨响 一棒碎罗鸣 枪刀排白雪 遭到斩乌云 刽子手叫起 勿杀兜来 恰好五十三刻 将王庆压到十字路头 独霸饭油 如法凌迟处死 看的人都道 此事恶人榜样 到底偏手枪身 若非犯着十恶 如何受此极刑 当下奸斩官将王庆 处决了当 销首施行 不在话下 再说宋江众人 受恩回营 次日 只见公孙盛 直至行营中军帐内 与宋江等众人 打了起手 辩禀宋江道 向日本师 罗真人 嘱咐小道 令宋兄长 还经之后 便回山中 今日兄长 功成名岁 贫道 就今拜别人兄 辞别众位 便归山中 从事学道 释养老母 以忠天年 宋江见公孙盛 说起前言 不敢翻回 山然泪下 便对公孙盛道 我想昔日 弟兄相聚 如花使开 今日弟兄分别 如花凌落 无虽不敢妇辱前言 心中其人分别 公孙盛道 若是小道半途 撇了人兄 便是寡情薄义 近来人兄 功成名岁 只得取允 宋江再次挽留不住 便乃设意炎炎 令众弟兄相别 沿上举杯 众皆叹息 人人撒泪 各以金箔向尽 公孙盛推却不受 众兄弟只顾打拴在包裹 次日众皆相别 公孙盛穿上麻鞋 背上包裹 打个旗手 往北登城去了 宋江连日思议 泪如雨下 寓雨不乐 时下又执政诞节相近 诸官准备朝贺 蔡太师恐宋江人等 都来朝贺 天子见之 必当重用 随即奏文天子 降下圣旨 使人当住 指教宋江 卢俊义两个有职人员 随班朝贺 其余出征官员 巨细白身 恐有精欲 尽皆免礼 时日正诞 百官朝贺 宋江 卢俊义 巨个功夫 都在带漏院 伺候早朝 随班行礼 世日家座子 臣殿寿朝 宋江 卢俊义 随班拜罢 于两班 世下 不带上殿 阳官殿上 玉簪诸吕 紫寿金章 往来称商献寿 自天明直至五牌 方使得 沾谢恩欲久 百官朝散 天子驾起 宋江 卢俊义出内 卸了功夫 斧头 上马回营 面有 愁颜 蓝色 吴用等接着 众将 见宋江 面带 幽容 心闷不乐 都来贺 接 百余人 拜罢 立于两边 宋江 低手 不语 吴用问道 兄长 今日 朝贺天子 回来 何以 愁闷 宋江 探口气道 想我生来八字浅薄 命运简致 破辽平寇 东征西讨 受了许多劳苦 今日连累众兄弟 无功 因此愁闷 吴用达道 兄长既知 造化未通 何故不乐 万事分有 不必多忧 黑旋风里 魁道 各个好没寻思 当初在梁山坡里 不受一个的气 却今日 也要昭安 明日 也要昭安 讨得昭安了 却惹烦恼 放着兄弟们 都在这里 再上梁山坡去 却不快活 宋江大鹤岛 这黑禽兽 又来无礼 如今 做了国家臣子 都是朝廷良臣 你这思不省的道理 反心上物字未出 李逵又应道 哥哥不听我说 明朝有的气寿礼 众人都笑 且彭久与宋江天寿 逝日只隐到二更 各自散了 次日隐十数骑马入城 道宿太尉 赵书密 并省院各官处贺杰 往来城中 观看者慎重 就里有人对蔡经说之此事 次日 奏过天子 传指教省院出榜禁约 于葛城门上张挂 但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 许于城外下营屯闸 听后调遣 非奉上司 明文呼唤 不许擅自入城 如为 定一军令 拟罪施行 差人击榜 竟来陈桥门外张挂榜文 有人看了 竟来报之宋江 宋江转天筹闷 众将得知 一阶焦躁 尽有反心 只爱宋江一个 且说水军头领 特地来请军师 无用商议事务 无用去到船中 见了李俊 张恒 张顺 阮家三昆仲 据对军师说道 朝廷失信 奸臣弄拳 闭塞贤路 俺哥哥破了大辽 剿灭田虎 如今又凭了王庆 指得个皇城史座 又未曾声赏我等众人 如今道出榜文 来禁约我等 不许入城 我想那伙奸臣 渐渐地带要 拆散我们弟兄 各调开去 今请军师 自作个主张 若和哥哥商量 断然不肯 就这里杀将起来 把东京截掠一空 再回梁山坡去 只是落草倒好 无用道 宋公明兄长 断然不肯 你众人枉费了力 剑头不发 弩折剑杆 自古蛇无头不行 我如何敢自主张 这话须是哥哥肯实 方才行的 他若不肯做主张 你们要反 也反不出去 六个水军头领 剑无用 不敢主张 都坐声不得 无用回至中军寨中 来与宋江闲话 计较军情 便道 人兄往常 千字有 百字在 众多弟兄 一接快活 自从受了招安 与国家出力 为国家臣子 不想导授拘束 不能任用 兄弟们都有怨心 宋江听罢 诗经道 莫不谁在你行说甚来 无用道 此事人之常情 更歹多说 古人云 富与贵 人之所欲 贫与贱 人之所悟 观行茶色 贱貌之情 宋江道 军师 若是弟兄们 但有一心 我当死于九泉 忠心不改 此日早起 会集诸将 商议军机 大小人等都到账前 宋江开话道 俺是运成小利出身 又犯大罪 拖赖你众弟兄扶持 尊我为头 今日得为臣子 自古道 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 虽然朝廷出榜尽致 理何如此 如诸将士 无故不得入城 我等山间临下 鲁莽君汉极多 躺货因而惹事 必然以法治罪 却又坏了生命 如今不许我等入城去 倒是姓氏 你们众人若贤居树 但有一心 先当斩我首级 然后你们自去行事 不然 无意无言居事 必当自吻而死 宜任你们自为 众人听了宋江之言 聚个垂泪 涉事而散 有诗为证 谁向西周怀好音 功名忠义不宜心 当时修杀秦长脚 身在南朝心在今 宋江诸将 自此之后 无事也不入城 看看上元节制 东京年历 大张灯火 庆赏元宵 诸鹿尽坐灯火 于各衙门典放 且说宋江营内浪子燕青 自与乐和商议 如今东京点放花灯火系 庆赏丰年 尽上天子 与民同乐 我两个更换些衣服 前帝入城 看了便回 只见有人说道 你们看灯 也待窃我择个 燕青看见 却是黑旋风李逵 李逵道 你们瞒着我 商量看灯 我已听了多事 燕青道 和你去不打紧 只吃你性子不好 必要惹出事来 现今省愿出榜 禁止我们 不许入城 倘若和你入城去看灯 惹出事端 正中了他省愿之计 李逵道 我今番再不惹事变了 都依依着你行 燕青道 明日换了衣襟 都打扮做客人相似 和你入城去 李逵大写 次日都打扮做客人 伺候燕青 同入城去 不欺乐和惧怕李逵 钱与十千先入城去了 燕青洒脱不开 只得和李逵入城看灯 不敢从陈桥门入去 大宽转 却从封丘门入城 两个手撕挽着 正投桑家瓦来 来到瓦子前 听得勾兰内裸响 李逵定要入去 燕青指得和他挨在仁丛里 听得上面说平话 正说三国志 说道观云长刮骨撩毒 当时有云长左臂重剑 剑毒入骨 依人话托道 若要此籍毒枭 可立一同铸 上至铁环 将毕驳穿江过去 用索栓牢 割开皮肉 去骨三分 除却剑毒 却用油线缝拢 外用服药贴了 内用长托之计 不过半月 可以平复如初 因此极难治疗 观公大笑道 大丈夫死生不惧 何况知手 不用铜铸铁环 只此变鸽何妨 随即叫去棋盘 与客一棋 伸起左臂 命画陀刮骨取毒 面不改色 对客谈笑自若 正说到这里 李逵在人从中高叫道 这个正是好男子 众人诗经都看李逵 燕青慌忙拦道 李大哥 你怎地好寸 勾兰瓦舍 如何使得大惊小怪 这等叫 李逵道 说到这里 不由人喝彩 燕青拖了李逵便走 两个离了桑家瓦 转过串道 只见一个汉子飞砖制瓦 去打一户人家 那人家道 清平世界 荡荡乾坤 散了二次 不肯还钱 颠倒打我屋里 黑旋风听了 路见不平 便要去打 燕青勿死抱住 李逵睁着双眼 要和他撕打的意思 那汉子便道 俺自和他有仗讨钱 干你甚事 即日要跟张昭 讨下江南出征去 你休惹我 到那里去也是死 要打便和你撕打 死在这里 也得一日好棺材 李逵道 却是渗没下江南 不曾听得点兵掉江 燕青且劝开了闹 两个撕挽着 转出串道 离了小巷 见一个小小茶寺 两个入去里面 寻父做头做了吃茶 对袭有个老者便请会茶 闲口论闲话 燕青道 请问老丈 却才巷口一个君汉司打 他说道 要跟张昭讨下江南 早晚要去出征 请问端帝那里去出征 那老人道 客人原来不知 如今江南草寇方落返了 占了八周二十五线 从穆州起直至润州 自好为一国 早晚来打扬州 因此 朝廷已岔下张昭讨 刘都督去脚捕 燕青 李逵听了这话 慌忙还了茶钱 离了小巷 竟奔出城 回到营中 来建军师吴学究 报之此事 吴永健说 心中大喜 来对宋先锋说之 江南方辣造反 朝廷已遣张昭讨领兵 宋将听了道 我等朱将军马 贤居在此 甚是不宜 不若使人去告知肃太尉 令其于天子前宝奏 我等情愿起兵 前去征进 当时汇集朱将商议 进阶欢喜 此日 宋将换了些衣服 带领燕青 自来说此一事 进入城中 直至太尉府前下马 正值太尉在府 令人传报 太尉闻之 盲叫请进 宋将来到堂上 再拜起居 宿太尉道 将军何事 更衣而来 宋将禀道 尽因省院出榜 但凡出征官军 非奉胡唤 不敢擅自入城 今日小将私不至此 尚告恩相 听得江南方辣造反 占据周郡 善改年号 亲至润州 早晚渡江 来打扬州 宋将等人马九贤 在此屯闸不已 某等情愿 不领兵马 前去争搅 尽忠报国 忘恩相于天子前 提奏则各 宿太尉听了大喜道 将军之言 正合无异 下官当已一例宝奏 将军请回 来早速某剧本奏文 天子必当重用 宋将辞了太尉 自回迎寨 与众兄弟说之 却说 宿太尉 次日早朝入内 见天子在披香殿 与百官文武纪事 正说江南方那座号 占据八州二十五县 改年建号 如此作反 自霸称尊 目今早晚兵返扬州 天子乃曰 以命张昭讨 刘都督征进 未见次第 宿太尉 岳班奏曰 向此草寇 继承大患 陛下已遣张总兵 刘都督 在差征锡得胜宋先锋 这两只军马为前部 可去搅除 必干大功 天子闻奏大喜 即令使陈宣省院官 听圣旨 当下张昭讨 从耿二参谋 一行宝奏 要调宋江这一杆人马为 前部先锋 省院官到殿 领了圣旨 随即宣取宋先锋 卢先锋 直到披香殿下 朝见天子 拜无以臂 天子乡赤锋 宋江为平南兜总管 征讨方辣政先锋 封卢俊 亦为兵马副总管 平南副先锋 各次金带一条 锦袍一领 金甲一副 明马一骑 彩断二十五表里 其于正偏降左 各次断匹银两 带有公刺 照明声赏 加授官决 三军头目 给赐银两 都就于内务府官之 定羡慕下 出师起行 宋江 卢俊一领了圣旨 就辞了天子 皇上乃曰 清等树内 有个能捐玉石印信 金大监 又有个能十两马皇斧端 留此二人 价钱听用 宋江 卢俊一成旨 再败谢恩 出内上马回营 宋江 卢俊一两个 在马上欢喜 并马而行 出的成来 只见街市上一个汉子 手里拿着一件东西 两条巧棒 中穿小锁 一手牵动 那五便想 宋江见了 却不时地 使军士换那汉子 问道 此事何物 那汉子答道 此事胡乔也 用手牵动 自然有声 宋江乃坐师一手 一声低了一声高 嘹亮声音透笔消 空有许多雄气力 无人提切满徒劳 宋江在马上 与卢俊一笑道 这胡乔正比着我和你 空有冲天的本事 无人提切 何能振向 卢俊一道 兄长何故发此言 据我等兄中学识 不在古今名将之下 如无本事 往自有人提切 意做何用 宋江道 贤弟诧异 我等若飞速太位 一力宝奏 如何能够天子重用 为人不可忘本 卢俊一自觉失言 不敢回话 两个回到营寨 升仗而坐 当时惠及诸将 除女将穷英 因怀孕染病 留下东京 这叶卿夫妇服侍 请一条治外 妻与江左 尽叫收拾安马一家 准备起身 争讨方了 后来穷英病权 弥月 产下一个面方尔大的儿子 取名叫做张杰 伺候文的 丈夫被贼江利天润 杀死于独松关 穷英哀痛昏厥 随即同叶卿夫妇 亲自到独松关 扶救到张清故乡 张德府安葬 叶卿又因病故 穷英同安市老狱 苦守孤儿 张杰长大 跟无界大败金物 逐于和尚园 杀的物竹集体 虚然而顿 因此 张杰得封官爵 归家养母 以忠天年 奏情表扬其母真结 此事穷英等 真结效益的结果 话修续凡 再说 宋将于奉赵 讨方腊的次日 于内府官道赏赐 断匹银两 分表诸将 给散三军头目 便就起送金打监 皇府端去御前听用 宋将一面调拨 战船先行 着令水军头领 整顿高鲁风帆 称驾望大将进发 传令于马军头领 整顿弓 剑 枪 刀 衣袍 铠甲 水路并进 传奇同行 收拾启程 只见蔡太师 拆府干岛营 索取胜手 书生 萧让 要他代笔 此日 王多卫自来问 宋将求要铁教子乐呵 闻此人善能歌唱 要他福利使令 宋将只得医允 随即又起送了二人去弃 宋将自此去了五个弟兄 心中好生 郁郁不乐 当与卢俊一计一定了 号令诸君 准备出师 却说 浙江南方落造凡一九 击剑而成 不想弄到许大事业 此人原是摄州山中侨夫 因去西边静守 水中 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官 身穿滚龙袍 以此向人说 自家有天子福分 因诸免在屋中争取花式纲 百姓大院 人人私乱 方辣成姬造反 就清西县内帮员洞中 起造宝殿 内院 宫阙 穆州 涉州 亦各有行宫 仍涉文武之台 省院官僚 内乡外将 一英大臣 穆州及金石建德 宋改为延州 涉州及金石物园 宋改为辉州 这方辣植从这里站到润州 金镇江市也 共该八州二十五县 那八州 涉州 穆州 杭州 苏州 长州 胡州 宣州 润州 那二十五县 都是这八州管辖 此时 嘉兴 松江 崇德 海宁 皆是县制 方辣自为国王 独霸一方 非同小可 原来方辣上英天书 推背图上道 十千架一点 东晋使称尊 纵横过这水 险记在无星 那十千 是万也 头家一点 乃方自也 东晋 乃辣也 称尊者 乃南面为君也 正应方 辣二字 占据江南八郡 隔着长江天谦 又比淮西 差多少来去 再说 宋江选将出师 相辞了省院朱关 当有肃太尉 赵叔密亲来送行 赏牢三军 水军头领 已把战船 从四水入淮河 往淮安军坝 去到扬州取齐 宋江 卢俊义 谢了肃太尉 赵叔密 将人马分坐无起 去汉路投扬州来 余路无话 前军已到淮安县屯闸 当有本州岛官员 致言设习等 接送先锋到来 请进城中管带 诉说 方腊贼兵浩大 不可轻敌 前面便是扬子大江 此事江南第一个 显爱去处 隔江却是润州 如今是方腊手下 疏密吕诗乡 并十二个统治官首 把驻江岸 若不得润州为家 难以底底 宋江听了 便请军师吴用 计较量策 吉木前面大江拦截 需用水军 传之向前 吴用到 扬子江中 有金交二山 靠着润州成锅 可叫几个弟兄 前去探路 打听隔江消息 用河传之 可以渡江 宋江传令 交换水军头领前来听令 你众弟兄 谁人与我先去探路 打听隔江消息 只见帐下转过四元战将 进接愿望 不是这几个人来探路 有份叫 横诗寺北顾山高 流血染阳子江翅 执教大军飞渡乌龙镇 战见平吞白燕滩 毕竟宋江军马怎地去收方辣 且听下回分解 第111回 张顺夜福金山寺 宋江至取润州成 话说这九千三百里 阳子大江 远街三江 却是汉阳江 寻阳江 阳子江 从四川直至大海 中间通着多少去除以此乎为万里长江 地分五 处江心内有两座山 一座换座金山 一座换座礁山 金山上有一座寺 绕山起盖 未知四里山 礁山上一座寺 藏在山凹里 不见形势 未知山里寺 这两座山 生在江中 正站着楚伟无头 一边是淮东扬州 一边是浙西润州 今是镇江市也 且说润州成郭 却是方辣手下东厅疏密使 吕诗囊 首把江岸 此人原是涉州父户 因献乾梁与方辣 官封为东厅疏密使 幼年曾读兵书战策 冠使一条杖八蛇毛 武艺出众 部下管领着十二个统治官 名号江南十二神 协同首把润州江岸 那十二神是 晴天神福州沈刚 游异神社州潘文德 顿甲神牧州应鸣 六丁神明州徐统 霹雳神岳州张静人 聚灵神杭州沈泽 太白神湖州赵义 太岁神轩州高可立 调克神长州范愁 黄帆神润州卓万里 鲍尾神江州河同 丧门神苏州沈 话说书密使吕尸囊 统领着五万南兵 拒主江岸 甘露亭下 百列着战船三千余制 江北岸却是刮州渡口 静荡荡地无甚险阻 此时 先锋使宋江兵马战船 水路并进 已到淮安了 约至扬州取齐 当日宋先锋在帐中 与军师无用等商议 此去大江不远 江南岸便是贼兵手把 谁人与我先去探路一遭 打听隔江消息 可以进兵 帐下转过四元战将 接云愿亡 那四个 一个是小旋风柴剑 一个是浪里白跳张顺 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 一个是活颜罗软小七 宋江道 你四人分作两路 张顺和柴剑 软小七和石秀 可直到今 交二山上速歇 打听润州贼朝虚实 前来扬州回话 四人辞了宋江 各带了两个半当 半座客人 取路先投扬州来 此时一路百姓 听得大军来征脚方辣 都窃家搬在村里躲避了 四个人在扬州城里分别 各办了些干粮 石秀兹和软小七 带了两个半当 头娇山去了 却说柴剑和张顺 也带了两个半当 江干粮烧在身边 各带把锋芒快尖刀 提了坡刀 四个笨刮州来 此时正是初春天气 日暖花香 到的阳子江边 平高一望 桃桃雪浪 滚滚烟波 是好江景也 有诗为证 万里烟波万里天 红霞摇映海东边 打渝州紫魂无事 醉涌轻缩自在眠 这柴剑二人望见北顾山下 一带都是清白二色惊奇 岸边一字摆着许多船只 江北岸上一根木头也无 柴剑道 瓜州路上虽有乌雨 并无人住 江上又无渡船 怎生得知隔江消息 张顺道 须得一间屋斜下 看兄弟覆水过去 对江金山脚下 打停虚实 柴进道 也说的是 当下四个人奔到江边 见一带数间草房 进阶关闭 推门不开 张顺转过侧看 多开一堵壁子 钻江入去 见个白头婆婆 从灶边走起来 张顺道 婆婆 你家卫甚不开门 那婆婆答道 实不瞒客人说 如今听得朝廷起大军来与方腊厮杀 我这里正是封门水口 有些人家都搬了别处去躲 只留下老身在这里看屋 张顺道 你家男子汉那里去了 婆婆道 村里去望老小去了 张顺道 我有四个人要渡江过去 那里有船秘制 婆婆道 船却那里去逃 近日 吕淑密厅的大军来和他厮杀 都把船只居管过润州去了 张顺道 我四人自有粮食 只见你加速些两日 与你些银子做房钱 并不搅扰你 婆婆道 些却不防 只是没有床席 张顺道 我们自有措置 婆婆道 客人 只怕早晚有大军来 张顺道 我们自有回避 当时开门 放柴剑和办当入来 都以了泼刀 放了行李 取些干粮烧饼出来吃了 张顺再来江边 望那江景时 见金山寺正在江心里 但见 江吞敖背 山耸龙林 烂银盘涌出青罗 软翠堆远拖宿链 摇关金殿 受八面之风 远望钟楼 以千层之石壁 饭塔高 清仓海日 蒋堂 低硬碧波云 无边阁 看万里征翻 飞不停 那一天爽气 郭仆木 钟龙土浪 金山寺里 鬼一灯 张顺在江边看了一回 心中思存道 润州吕淑密 必然时常到这山上 我且今夜去走一遭 必知消息 回来和柴进商量道 如今来到这里 一只小船也没 怎知隔江之事 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 两个大银顶在头上 直付过金山寺去 把些财路与那和尚 讨个虚实 回报先锋哥哥 你只在此间等候 柴进道 早干了事便回 事业星月交辉 风田浪静 水天一色 黄昏时分 张顺脱薄了 便扎起一腰白卷水样 把这头巾衣服 裹了两个大银 拴覆在头上 腰间带一把尖刀 从刮州下水 直付开江心中来 那水烟不过他胸脯 在水中如走汗路 看看附到金山脚下 见石峰边揽着一只小船 张顺爬到船边 除下头上衣包 解了湿衣 扎湿了身上 穿上衣服 坐在船中 听得润舟羹鼓 正打三更 张顺服在船内望时 只见上溜头一只小船 摇江过来 张顺看了道 这只船来的敲起 必有奸细 便要放船开去 不想那只船一条大锁锁了 又无路高 张顺只得又脱了衣服 拔出尖刀 再跳下江里 直付到那船边 船上两个人摇着鲁 指望北岸 不提防南边 只顾摇 张顺却从水底下一钻 钻到船边 搬住船弦 把尖刀一削 两个摇鲁地撒了鲁 倒撞下江里去了 张顺早跳在船上 那船舱里钻出两个人来 张顺手起一刀 砍得一个下水去 那个下得倒入舱里去 张顺喝道 你是圣人 那里来的船只 石说 我便饶你 那人道 好汉听柄 小人是此间 扬州城外定谱村 陈将士家干人 使小人过润州 投拜吕淑密那里献粮 准了 十个鱼后和小人同回 索要白塘五万石 传三百只 做尽奉之礼 张顺道 那个鱼后姓慎名谁 现在那里 干人道 鱼后姓夜名贵 却才好汉砍下江里去的便是 张顺道 你却姓慎 慎吗名字 几时过去投拜 船里有慎物件 干人道 小人姓吴明成 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 吕淑密执教小人去苏州 见了玉帝三大王方茂 观了好色荆旗三百面 并主人陈将士观告 封作扬州福尹 正受忠明大夫明诀 更有好意一千灵 及吕淑密扎父一道 张顺又问道 你的主人姓慎名字 有多少人吗 吴成道 人有数千 马有百师余品 狄亲有两个孩 好生乐得 长子陈毅 赐子陈太 主人将士 叫做陈关 张顺都问了 被喜来情去意 一刀 也把吴成 堕下水里去了 船尾上 装起卤来 竟摇到瓜州 柴晋听卤声响 急忙出来看时 见张顺摇之船来 柴晋便问来由 张顺把前世一一说了 柴晋大喜 去船舱里取出一包复文书 并三百面红卷好奇 杂色号一一千领 做两弹打碟了 张顺道 我却去取了衣裳来 把船在摇到金山脚下 取了衣裳 金记 银子 在摇到瓜州岸边 天色方小 重物照地 张顺把船砍楼 推开江里去沉了 来到乌下 把三二两银子 与了婆婆 两个半当跳了担子 进回扬州来 此时 宋先锋军马俱屯 扎在扬州城外 本州官员迎接宋先锋 入城管议内安下 连日延宴 攻击军事 却说柴晋 张顺伺候习散 在管议内建了宋江 被说城官父子 交接方辣 早晚又引贼兵渡江 来打扬州 天性江心里遇见 教主率成这件功劳 宋江听了大喜 便请军师无用商议 用慎良策 无用道 既有这个机会 去润州城 亦如反掌 先拿了城官 大事便定 知除如此如此 即使换浪子彦青 半座业余后 交写真 谢宝半座南军 问了定浦村路头 谢真 谢宝挑着担子 燕青都领了背戏言语 三个出扬州城来 取路头定浦村 离城四十余里 早问到陈将士庄前 见门手二三十庄客 都整整齐齐 一般打扮 但见 攒竹栗子 上铺着一把黑鹰 细腺纳傲 腰记着八尺红卷 扭绑鞋 登山四剑 张皮袜 护脚如眠 人人都带燕灵刀 各个进体压嘴说 当下燕青改座 这人相谈 与庄客畅诺道 将士宅上有吗 庄客道 客人那里来 燕青道 从润州来 渡江错走了路 半日盘旋 问得到此 庄客见说 便引入客房里去 交卸了担子 带燕青到后厅来见陈将士 燕青便吓拜道 夜贵就此参见 拜吧 陈将士问道 足下何处来 燕青打这音道 回避闲人 方敢对相公说 陈将士道 这几个都是我心腹人 但说不妨 燕青道 小人姓业名贵 是屡书秘账前余后 正月初七日 接得吴城秘书 书秘甚喜 特差夜贵送吴城到苏州 建狱第三大王 被说相公之意 三大王使人启奏 降下官告 就封相公为扬州拂引 两位职格社人 待吕书秘相见了时 再定官决 金玉使令吴城回城 谁想感冒风寒病症 不能动止 书秘怕悟了大事 特差夜贵送到相公官告 并书秘文书 官房 排面 号旗三百面 号衣一千里 课日定时 要相公梁氏传之前 富润州将案交割 便取官告文书弟 与陈将士 看了大喜 芒百相案 望南谢恩已了 便换陈毅 陈太初来相见 燕卿叫谢真 谢宝 取出号一号起 入后厅交付 陈将士便邀燕卿请坐 燕卿道 小人是个走卒 相公处如何敢坐 陈将士道 足下是那必恩相拆来的人 又与小关机告斥 怎敢轻慢 全坐无妨 燕卿在三千让了 远远地坐下 陈将士叫取酒来 拔斩劝燕卿 燕卿推却道 小人天界不饮酒 待他把过三两寻酒 两个儿子都来与父亲 庆贺地酒 燕卿把严使叫谢真 谢宝行事 谢宝身边取出不按君臣的要头 张人掩蔓 放在酒壶里 燕卿便起身说道 夜贵虽然不曾将酒过江 借相公酒果劝为上贺之意 便真一大中酒 上劝臣将士满饮此杯 随即便劝陈毅 陈太两个各饮了一杯 当面有几个心腹庄客 都被燕卿劝了一杯 燕卿那嘴一弩 谢真出来外面 寻了火种 身边取出号七号炮 就庄前放弃 右左两边 已有头领等候 只听号炮响 前来侧应 燕卿在堂里 剑一个个都到了 身边撤出短刀 和谢宝一起动手 早都割下头来 庄门外轰动十个好汉 从前面打僵入来 那十元将走 花和尚鲁至身 行者武松 九闻龙使尽 并观索杨雄 黑旋风李奎 巴比哪扎向冲 飞天大圣离滚 丧门神报序 紧抱子杨林 并大重削勇 门前众庄客那里 迎敌的座 里面燕卿 谢真 谢宝早提出 陈将士父子首级来 庄门外 又早一彪人马 官军到来 为首六元将走 那六元 美然公诸同 急先锋所超 美宇见张青 混是魔王樊锐 打虎将李中 小霸王周通 当下六元首将 引一千军马 围着庄院 把陈将士 一家老幼 进阶杀了 拿住庄客 引去埔里看石 棒庄棒岗 驳着三四百只船 却满满 庄在两米在内 众将得了数目 飞报主将宋将 宋将听得杀了陈将士 便与无用计议进兵 收拾行李 辞了总督张昭讨 不领大队人马 亲到陈将士庄上 奋波前队将校 上船行计 一面使人摧散 战船过去 无用道 选三百只快船 船上各插着 方辣降来的旗号 拙一千军汉 各穿了号衣 其余三四千人 衣服不等 三百只船内 埋伏二万余人 更差沐红 伴坐陈翼 李骏伴坐陈太 各坐一支大船 其余船奋波将坐 第一波船上 沐红 李骏管领 沐红身边 波语十个偏将簇拥着 那十个 向冲 李滚 豹絮 薛永 杨林 杜谦 宋万 邹渊 邹润 石永 李骏身边 也波语十个偏将簇拥着 那十个 童威 童蒙 孔明 孔亮 郑天寿 李立 李云 施恩 白胜 陶宗旺 第二波船上 插张衡 张顺管领 张衡船上 波语四个偏将簇拥着 那四个 曹正 杜兴 公旺 丁德孙 张顺船上 波语四个偏将簇拥着 那四个 孟康 猴剑 汤龙 焦亭 第三波船上便差十元正将管领 也分作两船进发 那十个 史晋 雷恒 杨雄 刘棠 蔡庆 张青 李逵 谢真 谢宝 柴建 这三百船上 分派大小正边将左 共计四十二元渡江 伺候宋江等 却把战船装在马匹 游龙飞擎等船一千只 打着宋朝先锋使宋江旗号 大小马步江左 一发再传渡江 两个水军头领 一个是阮小二 一个是阮小五 总航崔都 且不说宋江中军渡将 却说润州北顾山上 少舰队港三百来之战 船一起出谱 船上却插着护送一梁先锋 红旗号 南军连忙暴入航省里来 吕淑密聚集十二个统治官 都全副皮挂 弓弩上衔 刀剑出鞘 带领精兵 自来江边观看 见前面一百只船 先傍岸拢来 船上望着两个围头的 前后簇拥着的 都披着金锁子号衣 一个个都是那标形大汉 吕淑密下马 坐在银礁椅上 十二个统治官 两行把住江岸 慕红 李俊见吕淑密 在江岸上坐地 起身声诺 左右于后 鹤令驻船 一百只船 一字抛定了毛 背后那二百只船 乘着顺风 都到了 分开在两下笼来 一百只在左 一百只在右 坐三下均匀摆定了 客帐撕下船来问道 船从那里来 慕红答道 小人姓陈明义 兄弟陈太 父亲陈官 特遣某等弟兄 献那百米五万事 船三百只 精兵五千 来谢淑密恩 向宝奏之恩 客帐司道 前日淑密相公使 业余后去来 现在何处 慕红道 余后和吴臣各染 伤寒十亿 现在中上养病 不能前来 今将官房文书 在此呈上 客帐司借了文书 上江案来 禀赴吕书密道 扬州定谱村 臣府引南陈毅 陈太 纳梁县兵 呈上原机去官房 文书在此 吕书密看 果是原领公文 传军旨 叫唤二人上岸 客帐司唤陈毅 陈太上来参见 慕红 李俊上的岸来 随后二十个偏将 都跟上去 排军喝道 倾向在此 闲杂人不得进前 二十个偏将 都立住了 慕红 李俊 公身插手 远远势力 客帐司办赏 方才引一人 过去参拜了 跪在面前 吕书密道 你父亲成官 如何不自来 慕红禀道 父亲听知事 梁山坡 宋江等领兵到来 惩恐贼人 下乡饶脚 在家之武 未敢善力 吕书密道 你两个那个是兄 慕红道 陈毅是兄 吕书密道 你弟兄两个 曾洗武衣吗 慕红道 拖来恩向福音 拖层训练 吕书密道 你将来白粮 怎的装在 慕红道 大船装粮三百十 小船装粮二百弹 吕书密道 你两个来到 恐有他意 慕红道 小人父子一片孝顺之心 怎敢怀半点外意 吕书密道 虽然你是好心 无关你船上军汉模样 非常 不由人不疑 你两个只在这里 无拆四个 统治官隐 一百军人下船搜看 但有分外之物 绝不倾数 慕红道 小人此来 指望恩向重用 何必建议 吕诗囊 正欲点四个统治 下船搜看 只见探马报道 有圣旨到南门外了 请书相便上马迎接 吕书密急上了马 便吩咐道 且与我把住江岸 这两个臣义 臣太随将我来 慕红把眼看李俊一叫 等吕书密先行去了 慕红 李俊随后招呼二十个偏将 便入城门 守门将校喝道 书密相公只叫这两个围头的入来 其余人伴 修放进去 慕红 李俊过去了 二十个偏将 都被挡住在城边 且说吕书密到南门外 接着天使 便问道 原何来得如此要急 那天便是方辣面前 引进使逢袭 悄悄地对吕诗囊道 近日思天太监 普文英奏道 夜观天下 有无数刚兴入 无地分野 中间砸有一半无光 就里为祸不小 天子特将圣旨 叫书密 谨守江岸 但有北边来的人 需要仔细盘结 磨问实情 如是形影其异者 随即诛杀 勿勿得停留 吕书密听了大惊 却才这一般人 我十分疑忌 如今确得这话 且请到城中开读 封喜同 吕书密都到行省 开读圣旨已了 只见飞马又报 苏州又有使命 激情玉帝三大王令旨到来 言说 你前日扬州将陈氏投降一劫 未可准信 成恐有诈 进封圣旨 近来四天剑内 照见刚兴入于无地分野 可以老守江岸 我早晚自差人到来监督 吕书密道 大王亦为此事挂心 下官已奉圣旨 随即令人老守江面 来的船上人 一个也修放上岸 一面设宴管带两个使命 却说那三百只船上人 见半日没些动静 左边一百只船上张衡 张顺带八个偏将 提军弃上岸 右边一百只船上十元 正将都拿了枪刀钻上岸来 守江面南军拦当不住 黑旋风李逵和谢真 谢宝便抢入城 守门官军急出拦截 李逵抡起双斧 一砍一跺 早杀翻两个把门官军 城边发起喊来 谢真 谢宝个挺刚插入城 都已是发作 那里关的城门碟 李逵横身在门底下 寻人砍杀 先至城边二十个偏将 各夺了军器 就杀起来 吕书密集使人传令来 叫老手江南使 城门边已自杀入城了 十二个统治官 听得城边发喊 葛提动军马时 使劲 柴进早召起三百只船内军兵 托了南军的号衣 为首先上岸 船舱里埋伏军马 一起都杀上岸来 魏首统治官沈刚 潘文德两路军马来保城门时 沈刚被使劲一刀剁下马去 潘文德被张横刺 鞋里一枪硕倒 众军混杀 那十个统治官都望城子里退入 去保守家眷 慕红 李俊在城中听的消息 就酒店里夺得火种 便放弃火来 吕淑密集上马时 早得三个统治官到来就应 城里祥天也四火起 瓜州望剑 先发一镖军马 过来接应 城里四门 混战良久 城上早树起 送先锋骑号 四面八方 混杀人马 难以尽说 下来便见 且说江北岸 早有一百五十只战船 棒案 一起牵上战马 为首十元战将登案 都是全副披挂 那十元大将 官胜 胡言卓 花容 秦明 郝斯文 宣赞 丹廷 韩涛 鹏起 魏定国 正偏战将一十元 不领二千军马 冲杀入城 此时 吕淑密方才大败 引着重伤人马 竟奔 单途陷去了 大军夺得润州 且交救灭了火 奋波 把住四门 却来江边 迎接送先锋船 正见江面上 游龙飞经船只 乘着顺丰 都到南岸 大小江所 迎接送先锋入城 御仙出榜 安抚百姓 点本部江所 都到中军请宫 使进县 沈刚首级 张恒县 潘文的首级 刘唐县 沈泽首级 孔明 孔亮声秦 卓万里 向冲 李滚声秦和同 好思文件 射死徐统 得了润州 杀了四个统治官 生秦两个统治官 杀死牙将官兵 不计其数 宋江点本部江所 舌了三个偏将 都是乱军中 被剑射死 骂他身亡 那三个 一个是云里金刚宋万 一个是没面目交挺 一个是九尾规 逃宗旺 宋江剑舌了三将 心中烦恼 样样不乐 无用劝导 生死人之分定 虽舌了三个兄弟 且喜得了江南第一个 险爱周郡 何故烦恼 有伤欲体 要与国家干功 且请理论大事 宋江道 我等一百八人 天文所载 上映星耀 当初梁山坡发愿 五台山设事 但愿同生死 回京之后 谁想到先去了公孙盛 御前留了金大监 皇甫端 蔡太师又用了肖让 王都尉又要了乐和 今日方渡江 又舍了我三个弟兄 想起宋万这人 虽然不曾立的奇功 当初梁山坡开创之时 多亏此人 今日做泉下之客 宋江传令 教军士就宋万死处 搭起祭仪 列了银钱 排下乌珠白羊 宋江亲自祭祀殿酒 旧鸭生秦道围统 智卓万里 何同就那里斩首利血 相继三位英魂 宋江回府智礼 支给功赏 一面写了身状 使人暴劫 亲请张昭讨 不在话下 沿街杀的死尸 尽叫收拾出城烧化 收拾三个偏将尸骸 葬于润州东门外 且说吕淑密折了大半人马 引着六个统治官 退守单图县 那里赶在进兵 深江告急文书 去苏州报与三大王方茂求救 文有探马报来 苏州插元帅行政领军到来了 吕淑密接见行元帅 问卫了 来到县制 被说陈将士炸降原油 以致透露宋将军马渡江 今得元帅到此 可同恢复润州 行政道 三大王为之刚兴犯无地 特拆下官领军到来了 寻守江面 不想淑密失利 下官与你报仇 淑密当已驻战 次日行政引军来挥夺润州 却说宋将在润州衙内 与无用商议 拆同威 同盟引百余人去郊山 寻取石秀 阮小七 一面调兵出城 来取丹图县 点五千军马 为首拆石原正将 那时人 官胜 林冲 秦明 胡言卓 董平 花荣 徐明 朱同所超 杨志 当下石原正将 不领精兵五千 离了润州 望丹图县来 官胜等正行之次 路上正迎着行政军马 两军相对 各把弓箭射住阵脚 排成阵势 南军阵上 行政挺枪出马 六个统治官 分在两下 宋军阵中官胜箭了 纵马五青龙掩月刀 来战行政 两军将斗到十四五合 一将翻身落马 正是瓦冠不离井上破 将军必在阵前亡 毕竟二将厮杀 输了的是谁 且停下回分解 第112回 卢俊一分兵 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 毗邻郡 话说元帅行政和官胜交马 战不到十四五合 被官胜手起一刀 砍于马下 可怜南国英雄 化作南科一梦 忽颜卓 见砍了行政 大驱人马 卷杀将去 六个统治官 望南而走 吕书密建 本部军兵 大败魁书 弃了丹图县 领了伤残军马 望尝周府而走 宋兵十元大将 夺了县制 豹杰与宋先锋之道 不领大队军兵 前进丹图县驻扎 赏劳三军 非报张昭讨 宜兵镇守润州 次日 中军从 耿二参目机 宋赏赐到丹图县 宋江之寿 给赐中将 宋江请卢俊义 记忆调兵征戒 宋江道 穆金轩 胡二州 亦是贼口方辣战据 我今与你分兵拨将 做两路征脚 写下两个揪子 对天年曲 若年得所征地方 便引兵去 当下宋江揪得长 苏二处 卢俊义揪得宣 胡二处 宋江便叫铁面孔木 陪宣把重将军分 除杨志患病不能征进 既留单途外 其余将校拨开两路 宋先锋分岭 将左宫打长 苏二处 正偏将共计四十二人 正将一十三元 偏将二十九元 正将先锋使忽宝义送将 君师致多兴无用 铺田雕李英 大刀官圣 小李广花容 霹雳火奏鸣 金枪手徐宁 美然宫诸童 花和尚鲁至身 行者武松 九文龙使尽 黑旋风李奎 神行太保戴宗 天将阵三山黄信 并遇吃孙丽 井墨暗好斯文 丑郡马轩赞 百圣将寒涛 天目将捧起 混世魔王樊锐 铁笛先马林 锦毛虎雁顺 八壁哪扎相冲 飞天大圣离滚 丧门神豹絮 矮脚虎王英 仪仗清户三娘 锦豹子杨林 金眼镖诗恩 鬼脸杜星 矛头星孔明 独火星孔亮 轰天雷灵阵 铁碧薄菜符 一只花菜庆 金毛犬断颈柱 通立猿猴剑 神算子蒋镜 神医安道拳 显到神域宝寺 铁扇子宋青 铁面孔母裴轩 大小正偏将 左四十二远 随行精兵三万人马 宋先锋总领 傅先锋卢俊义 一分将左宫打轩 胡二处 正偏将左宫四十七元 正将一十五元 偏将三十二元 朱武偏将之首 守军师之职 正将傅先锋 玉其林卢俊义 军师神机朱武 小玄风柴进 豹子头临冲 双腔将董平 双边呼严拙 急先锋索超 眉遮蓝目红 并关锁杨雄 插翅虎雷横 两头蛇谢真 双尾蝎解宝 眉宇见张青 赤发鬼流淌 浪子艳青 偏将圣水江 善庭帮 神火江魏定国 小温厚吕方 赛人贵郭胜 摩云金翅欧鹏 火眼酸泥登飞 打虎将李忠 小霸王周通 跳剑虎陈达 白花蛇阳春 并大虫薛勇 摸着天独牵 小遮蓝目春 出玲珑邹渊 独角龙邹润 催命判官李立 青岩虎李云 石将军石勇 汉帝忽律诸贵 笑面虎诸父 小魏持孙心 母大虫顾大嫂 蔡园子张青 母叶插孙二娘 白面郎君郑天寿 金钱豹子汤龙 操刀鬼曹正 白日蜀白胜 花巷虎公望 中见虎丁的孙 火闪婆王定六 古上早十千 大小正偏将左四十七远 随正精兵三万人马 卢骏义管领 看官牢记画头 卢先锋攻打轩 胡二周 共是四十七人 宋公民工打长 苏二处 共是四十二人 既有水军首领 自是一伙 魏阴同微 同盟差取江山 寻见了石秀 阮小七 回报道 石秀 阮小七来到江边 杀了一家老小 夺得一只快船 潜到礁山寺内 寺主知道 是梁山颇好汉 留在寺中宿石 后知张顺干了功劳 打听的礁山下船 去毛岗 好去功法江音 太苍沿海周县 使人深将文书来 所请水军头领 并要占据船只 宋江急差李俊等八元 拨于水军五千 跟随石秀 阮小七等 共取水路 寄证偏价一十元 那十元 正将七元 偏价三元 拼命三郎石秀 混江龙李俊 传火张衡 浪里白跳张顺 立地太岁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救罗阮小七 出动焦同微 翻江慎同盟 欲翻甘孟康 大小镇偏将左一十元 水军精兵五千 战船一百只 看官听说 宋江自单途分兵 共是九十九人 以字不满百数 大战船都拨于水军头领 攻打江音 太苍 小战船却聚入单途 都在离港 随军攻打长州 话说 吕诗囊引了六个统治官 退保长州毗邻郡 这长州原有守城统治官 前振鹏 手下两人副将 一个是晋陵县上豪人士 性金明杰 一个是前振鹏 心腹之人许定 前振鹏原是清溪县 都头出身 协主方辣 累得城池 生作长州治之使 听得吕淑密失利 折了润州 一路退回长州 随即引金解 许定开门迎接 请入州治 管代一了 商议迎战之策 前振鹏道 书香放心 钱某不才 愿是全马之劳 直杀的宋江纳斯们 大败国疆 恢复润州 方遂无怨 吕淑密抚慰道 若得智智如此用心 何率国家不安 成功之后 吕某当极力宝奏 高千中绝 当日炎炎 不在话下 且说宋先锋 领起分定人 马攻打偿 苏二州 波马军掌驱大剑 往皮林郡来 围头 正将一元官胜 不领十元江左 那十人 秦明 徐宁 黄信 孙力 郝斯文 宣赞 韩涛 腾起 马林 燕顺 政篇将左供计十一元 引马军三千 直取长州城下 摇旗 雷鼓 诺战 吕淑密 看了道 谁敢去退敌军 前阵 彭背了战马道 钱某当 以效力向前 吕淑密 随即拨六个 统治官相助 六个是谁 英明 张静人 赵义 沈 高可力 犯仇 七元 将带领五千人马 开了城门 放下吊桥 钱震鹏 拾口 泼封刀 骑一匹 卷毛 赤兔马 当先出城 官胜 见了 把军马 暂退一步 让钱震鹏 列成阵势 六个统治官 分在两下 对阵 官胜 当先 立马横刀 立声 高叫 反贼 听着 如等住一匹夫谋反 损害生灵 人神共怒 今日天兵临近 尚不知死 赶来与我聚敌 我等不把你这贼徒 诛尽杀绝 誓不回兵 钱震鹏听了大怒 骂道 亮你等一伙 是梁山坡草寇 不知天使 却不思徒王霸业 盗去将无道昏君 要来和俺大国相并 我今直杀的你 骗甲不回才罢 官胜大怒 无起青龙掩跃刀 直冲将来 钱震鹏始动 破风刀 迎杀将去 两元将厮杀 斗了三十盒之上 钱震鹏 渐渐利窃 抵挡不住 南军门旗下 两个统治官 看见钱震鹏利窃 停两条枪 一起出马 前去加攻官胜 上手赵义 下手范愁 宋军门旗下 脑犯了两元偏将 一个武动丧门剑 一个使骑虎眼边 抢出马来 乃是镇三山黄信 并遇持孙利 六元将 三对在镇前厮杀 吕淑密及时许定 金节出城驻战 两将得令 各持兵器 都上马直到镇前 建造一战黄信 范愁战孙利 却也都是对手 斗到奸身里 赵义 犯愁见者使矣 许定 金节各使一口大刀出战 宋军阵中 韩涛 彭起二将 双处来赢 金节站住韩涛 许定站住 彭起 四将右斗 五队在镇前厮杀 原来金节 素有归降大宋之心 故意要本队震乱 掠斗树河 拨回马望本镇 先走 韩涛城市追江去 南军镇上高可立 看见金节被韩涛追赶得紧急 取雕弓 大上硬剑 满满地拽开 搜得一剑 把韩涛面夹上射着 倒撞下马来 这里秦明吉把马一拍 轮起狼牙棍前来救使 早被那里张静人抢出来 咽喉上负一枪 结果了性命 彭起和韩涛 是一正一负的兄弟 见他身死 急要报仇 撇了许定 直奔镇上 去寻高可立 许定赶来 却得秦明战主厮杀 高可立看见彭起赶来 挺枪便营 不提防张静人 从泪窝里撞将出来 把彭起一枪朔于马去 官胜见损了二将 心中愤怒 恨不得杀进长州 实转神威 把前阵捧一刀 也跺下马下 待要抢他 那骑赤兔卷毛马 不提防自己 坐下赤兔马一脚前尸 刀把官胜掀下马来 南镇上高可立 张静人两骑马 便来抢官胜 却得徐宁引宣赞 好斯文二将骑出 就得官胜回归本镇 吕淑密大驱人马 卷杀出城 官胜重将失利 往北退走 南兵追赶二十余里 此日官胜折了些人马 引军回见宋江 诉说折了韩涛 捧起 宋江大哭道 谁想渡江以来 损折我五个兄弟 莫非皇天有怒 不容宋江收补方辣 以致损兵折将 无用劝导 主帅诧异 输赢胜败 兵家常事 不足为怪 此事两个将军 怒绝之日 已至如此 请先锋免忧 且礼大事 只见仗前 转过李逵便说道 这几个认得 杀暗兄弟的人 引我去杀那贼徒 替我两个哥哥报仇 宋江传令 较来日打起一面白旗 我亲自引众 将直至城边 与贼交锋 绝个胜负 此日 宋公明领起大队人马 水路并进 传奇相迎 拨债兜起 黑旋风李逵 引着报序 向冲 离滚 带领五百汉勇部军 先来出上 直到长州城下 吕淑密建设了前阵棚 心下甚忧 连发了三道非报文书 去苏州三大王方冒处求救 一面写表 伸走朝廷 又听的报道 城下有五百部军打成 任其上写到为首的是 黑旋风李逵 吕淑密道 这次是梁山坡第一个凶徒 灌杀人的好汉 谁敢与我先去拿他 帐前转过两个得胜祸宫的统治官高可立 张进人 吕淑密道 你两个若拿的这个贼人 我当一粒宝揍 加官重赏 张 高二统治各挫了枪上马 带领一千马步兵出城营地 黑旋风李逵见了 便把五百部军一字摆开 手 两把板斧立在阵前 丧门神报序 仗着一口大阔板刀 随于侧手 向冲 离滚两个 各人手挽着满牌 右手拿着铁镖 四个人各批前后眼心铁甲 列于阵前 高 张二统治 正是得胜狸猫强四虎 及时鸦雀便七雕 捅着一千军马 靠城排开 宋军内有几个探子 却认得高可立 张进人两个是杀韩涛 彭起的便只与黑旋风道 这两个领军的便是杀韩 彭二将军的 李亏听了这说 也不打话 拿起两把板斧 直抢过对阵去 暴虚见李奎杀过对阵 几乎向冲 离滚捂起满牌 便去侧应 四个齐发一声喊 滚过对阵 高可立 张进人吃了一惊 措手不及 急待回马 那两个满牌早滚到马汉下 高可立 张进人在马上把枪往下朔时 向冲 离滚把牌赢住 李奎扶起 早砍方高可立马脚 高可立 下马来 相冲叫到留下活的时 李奎是个好杀人的汉子 那里忍耐得住 早一俯砍下头来 暴虚从马上揪下张进人 一刀也割了头 四个在阵里乱杀 黑旋风把高可立的头 在腰里 抡起两把板斧 不问天地 横身在里面砍杀 杀得一千马步军退入城去 也杀了三四百人 只赶到吊桥边 李奎和豹絮两个便要杀入城去 向冲 离滚死当回来 城上类木炮石 早打下来 四个回到阵前 五百军兵一员一字摆开 那里敢轻动 本市也要来混战 怕黑旋风不分造白 剑得变砍 因此不改进前 尘头齐楚 宋先锋军马一道 李奎 暴虚葛县首级 众将任的是高可立 张进人的头 都吃了一惊道 如何获得仇人首级 两个说 杀了许多人众 本带要捉活得来 一时手养 忍耐不住 就别杀了 宋将道 既有仇人首级 可于白旗下望空 祭祀寒 彭二将 宋将又哭了一场 放倒白旗 赏了李奎 豹絮 向冲 李滚四人 便进兵到长州城下 且说吕淑密在城中心慌 便与金结 许定并四个统治官商议退宋江之策 朱将剑李奎等杀了这一战 众人都胆颤心寒 不敢出战 问了数声 如剑穿咽嘴 勾搭鱼塞 默默无言 无人感应 吕淑密心内纳闷 叫人上城看使 宋将军马 三面围住长州 尽在城下肋骨摇旗 呐喊诺战 吕淑密叫重将且各上城守护 重将退去 吕淑密自在后堂寻思 无计可施 换及亲随左右心妇人商量 自欲弃城逃走 不在话下 且说守将金结回到自己家中 与其妻秦玉兰说道 如今宋先锋围住城池 三面攻击 我等城中粮食缺少 不经久困 躺祸打破城池 我等那时 戒为刀下之鬼 秦玉兰答道 你素有忠孝之心 归降之意 更兼元是宋朝旧官 朝廷不曾有甚妇辱 不若去携归正 秦桌屡尸囊 献与宋先锋 便是尽身之计 金结道 他手下现有四个统治官 各有军马 许定这司 又与我不睦 与吕尸囊 又是心腹之人 我恐是未辟邪 凡惹其祸 七七道 你只秘密地 隐夜修一封书间 拴在剑上 射出城去 和宋先锋达之 理应处何取城 你来日出战 诈败杨书 隐诱入城 便是你的功劳 金结道 贤妻此言即当 依辱行之 史官施约 弃案投名免货鸡 毗铃重建 复鸡妻 妇人尚且存忠义 何事难而事贱迷 次日 宋将领兵 攻城的锦 吕淑密 聚重商议 金结达道 长州城池高广 只一手 不可敌 众将且坚守 等待苏州旧兵来到 方可会合出战 吕淑密道 此言即逝 奋波众将 英明 赵义手把东门 审 范愁手把北门 金结手把西门 许定手把南门 调波已定 各自领兵 坚守 当晚金结写了 私书 拴在剑上 待夜深人静 在城上望着西门外 探路军人 射江下来 那军校 识得见识 慌忙 暴入寨里来 首席寨正将 花和尚 汝至身同行者 武松 两个剑了 随即使偏将 杜兴基了 飞报东北门 大寨里来 宋将 无用点着明竹 在仗里议事 杜兴城上 金结的私书 宋将看了大喜 便传令叫 三寨中之会 次日 三寨内头领 三面攻城 吕淑密在战楼上 正关键 宋将镇里 轰天雷陵阵 扎起炮架 却放了一个 烽火炮 直飞起去 正打在 敌楼脚上 咕噜噜一声响 平塌了半边 吕淑密急走 就得性命下城来 催都四门守将 出城诺战 累了三通战谷 大开城门 放下吊桥 北门审 范愁引军出战 宋军中大刀观胜 坐下前阵棚的 卷毛赤图马 处于阵前 与范愁交战 两个正代相持 西门金杰 又引出一镖军来诺战 宋将镇上 并未持孙力出马 两个交战 斗不到三河 金杰诈败 拨转码头便走 孙力当先 燕顺 马林为次 鲁智深 武松 孔明 孔亮 施恩 杜兴 一发进兵 金杰便退入城 孙力已赶入城门边 站住西门 城中闹起 知道大宋军马 已从西门进城了 那时百姓 都被方拉残害不过 怨气冲天 听得送军入城 进出来助战 城上早竖起 送先锋旗号 范愁 沈 见了城中事变 急待奔入城 去保全老小时 左边冲出王矮虎 一仗轻 早把范愁捉了 右边冲出宣赞 郝斯文两个 一起向前 把沈 一枪刺下马去 众军活捉了 宋江 无用大驱人马入城 四下里搜捉南兵 进行诛杀 吕淑密引了许定 自投南门而走 死命夺路 众军追赶不上 自回长州听令 论功声上 赵一朵在百姓人家 被百姓捉来献处 英明乱军中杀死 获得首级 宋江来到周治 便出榜安抚 百姓辅老邪幼 一周拜谢 宋江辅慰百姓 父为良民 众将各来请功 金杰 富州至拜见宋江 宋江亲自下街迎接金杰 上厅请坐 金杰感激无限 父为宋朝良辰 此街其七赞成之功 不在话下 宋江叫把范愁 审 赵义三个献车成了 写到身状 就叫金杰亲自借富润州 张昭讨中军账前 金杰领了公文 兼押三将 前富润州交歌 笔记去时 宋江以自先教 神行太保戴宗 积非报文书 宝举金杰到中军了 张昭讨见宋江 身负金杰如此忠义 后金杰到润州 张昭讨大喜 赏赐金杰金饮 断匹 鞍马 九礼 有副都督刘光氏 就留了金杰 升作行军都统 留于军前听用 后来金杰跟随 刘光氏 大破金物数四太子 多利功劳 直坐到 亲军指挥时 致中山阵亡 这是金杰的结果 有失为证 从邪狼妙声堪愧 训以沙长谷野相 他日中山中异鬼 和如方腊阵中亡 当日张昭讨 刘都督赏了金杰 把三个贼人 遂十万段 销首示众 随即使人来长州 犒劳宋先锋军马 且说宋将在长州 囤住军马 使戴宗去宣州 湖州 卢仙峰处 飞报调兵消息 一面又有探马报来说 吕淑密逃回在无锡县 又会和苏州旧兵 郑玉前来迎敌 宋将闻之 便调马军步军 正偏将左十元头领 拨与军兵一万 望南迎敌 那十元江左 官胜 秦明 朱瞳 李英 鲁智深 武松 李逵 豹旭 相冲 李滚 当下官胜等领起 前部军兵人马 与同仲将 辞了宋先锋 离城去了 且说戴宗探听宣 胡二州进兵消息 与同柴晋回见宋江 报说傅先锋 卢俊义得了宣州 特使柴大官人到来报街 宋江慎喜 柴晋到周治 参拜已了 宋江把了接风酒 同入后堂坐下 动问卢先锋 破宣州背戏缘由 柴晋将出 深达文书与宋江看了 被说打宣州一事 方腊部下阵守宣州 经略使家于庆 手下统治官六元 都是涉州 慕州人士 那六人 李韶 韩明 杜敬臣 鲁安 潘骏 承胜祖 当日加于庆 分调六个统治 坐三路出城对阵 卢先锋也分 三路军兵迎敌 中间是忽严卓和李韶交战 董平供韩明相持 战到石河 韩明被董平两枪刺死 李韶顿去 中路军马大败 左军是林冲和杜敬臣交战 索超与鲁安相持 林冲蛇毛 刺死杜敬臣 索超辅批死鲁安 右军是张青和潘骏交战 慕洪供成圣祖相持 张青一石子 打下潘骏 打虎将李忠赶出去杀了 成圣祖弃马逃回 此日连胜四将 贼兵退入城去 卢先锋急驱重将夺城 赶到门边 不提防贼兵城上飞下一片磨扇来 打死俺一个偏将 城上剑如雨点一般射下来 那剑矢都有毒药 射中俺两个偏将 笔及到寨 拒个身死 卢先锋因剑蛇了三将 连夜攻城 守东门贼将不紧 因此得了宣州 敌军中杀死了李韶 家瑜庆领了些 败残军兵 往湖州去了 成圣祖于镇上 不知去向 磨扇打死了 白面狼军郑天寿 两个中要见的 是操刀鬼曹正 火闪婆王定六 宋江听得又舌了三个兄弟 大哭一声 默然倒地 未知五脏如何 先见四肢不举 正是花开又被风吹落 月角那堪云雾遮 毕竟宋江昏晕倒了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113回 昏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悔该 话说当下 仲江救起宋江 半赏方才苏醒 对吴勇等说道 我们金帆必然收服 不得方辣了 自从渡江以来 如此不利 连连损折了我八个弟兄 无用劝导 主帅休说此言 恐谢军心 当初破大辽之时 大小完全回京 皆是天术 金帆辙了兄弟们 此事个人授术 眼见的渡江以来 连得了三个大郡 润州 长州 宣州 此乃皆是天子 宏福齐天 主将之虎威 如何不利 先锋 何故自丧志气 宋江道 虽然天术将近 我想一百八人 上应列宿 又和天文所在 兄弟们如手足之亲 今日听了这般凶心 不由我不伤心 无用再劝导 主将请休烦恼 误伤贵体 且请李慧 调兵接应 攻打无息线 宋江道 留下柴大官人 与我作伴 别写军帖 使代院长 与我送去 回复卢先锋 拙令进兵 攻打湖州 早至杭州聚会 无用交陪宣 写了军帖回复 使代宗往宣州去了 不在话下 却说吕诗囊 引着许定 逃回至无息线 正迎着苏州三大王 发来就引军兵 围头是六军指挥使魏忠 带十数个崖将 引兵一万 来救长州 和兵一处 守住无息线 与淑密诉说 金节县城一事 魏忠道 淑密宽心 小将必然再要恢复长州 只见探马报道 宋军至近 早做准备 魏忠便引兵上马 出北门外迎敌 早见宋冰军马势大 围头是黑旋风李逵 引着暴絮 向冲 李滚当先 直杀过来 魏忠立切 军马不曾摆成行列 大败而走 急退入无息线时 四个早随马后 赶入县制 吕淑密便奔南门而走 官圣引着兵马 已夺了无息线 魏忠 许定一望南门走了 都回苏州去了 官圣等得了县制 便差人飞报宋先锋 宋将与众头领 都到无息线 便出榜 安抚了本处百姓 赋为良民 引大队军马 都囤住在本县 却使人深情张 刘二总兵镇守长州 且说吕淑密会同魏忠 许定三个 引了败残军马 奔苏州城 来告三大王求救 诉说宋军势大 迎敌不住 兵马席卷而来 以致失陷成职 三大王大怒 贺令武士 推转吕淑密 斩气暴来 魏忠等告说 宋将部下军将 皆是贯战兵马 多有永烈好汉了得的人 更坚不足 都是梁山坡小揉落 多层贯斗 因此难敌 方茂道 拳且记下你向上一刀 与你五千军马 首先出上 我自奋波大将 随后便来侧应 吕师囊败谢了 全身披挂 手指杖八蛇毛 上马引军 首先出城 却说三大王聚集手下八元战将 名为八票级 一个个都是身掌力壮 武艺精熟的人 那八元 飞龙大将军刘 飞虎大将军张威 飞雄大将军徐芳 飞豹大将军郭世广 飞天大将军乌符 飞云大将军狗正 飞山大将军真诚 飞水大将军昌盛 当下三大王方茂亲自披挂 手持方天画戟 上马出阵 监督中军人马 前来交战 马前摆列着那八元大将 背后整整齐齐 有三二十个副将 引五万难兵人马 出昌河门来迎敌宋军 前部屡尸囊 引着魏忠 许定 已过寒山寺了 望无息陷而来 宋将已使人探知 尽引许多正偏降左 把军马调出无息县 前进十里余路 两军相遇 旗鼓相望 各列成阵势 吕师囊奋那口气 跃坐下马 横手中矛 亲自出阵 要与宋将交战 宋将在门旗下见了 回头问道 谁人敢拿此贼 说又未了 金枪手徐宁 挺起手中金枪 骤坐下马 出道阵前 便和吕淑密交战 二将交锋 左右助喊 约战了二十余河 吕师囊露出破绽来 被徐宁为下次这一枪 朔下马去 两军一起呐喊 黑旋风 李奎守挥双斧 丧门神抱去挺仗 飞刀 向冲 离滚各五枪牌 杀过阵来 南兵大乱 宋将驱兵赶杀 阵营着方茂大队人马 两边各把弓箭射住阵脚 各列成阵势 南军阵上 一字摆开八架 方茂在中军听得说杀了吕淑密 心中大怒 便横挤出马来 大骂宋将道 量你等只是梁山坡一伙 打架劫射的草贼 宋朝和拜 封你为先锋 领兵侵入无地 我矜持把你诛尽杀绝 方才罢兵 宋将在马上知道 你这思只是牧州一伙村夫 量你有慎福禄 妄要屠王霸业 不如及早投降 勉辱一死 天兵到此 上自巧言抗拒 我若不把你杀尽 事不回军 方茂赫道 且休于你论口 我手下有八元猛将在此 你敢拨八个出来厮杀吗 宋将笑道 若是我两个并你一个 也不算好汉 你是八个出来 我是八元守将 和你鄙视本事 便捡输赢 但是杀下马的 各自抬回本阵 不许案件伤人 亦不许强弩失手 如若不见输赢 不得混战 明日再约厮杀 方茂听了 便叫八将出来 搁执兵器 骤马向前 宋将道 诸将相让马军出战 说言未决 八将其出 那八人 官胜 花容 徐宁 秦明 朱同 黄信 孙力 郝思文 宋将阵内 门骑开处 左右两边 奋出八元守将 骑骑骤马 直灵阵上 两军中花枪骨类 杂彩奇遥 各家放了一个号炮 两军驻着喊声 十六骑马骑出 各自寻着敌手 捉袋厮杀 那十六元江左 如何见得寻着对手 配合交锋 官胜战流 秦明战张威 花颂战徐方 徐宁战巫 朱同战狗正 黄信战郭世广 孙力战真诚 郝思文战昌盛 真乃是难描难画 淡剑 争辰乱起 煞气横生 人人欲作那扎 各个争为敬得 三十二条弊驳 如织锦穿梭 六十四只马蹄 似追风走驳 对其措杂 难分赤白清晃 兵器交加 莫扁枪刀剑戟 试看旋转风烟里 真似元宵走马灯 这十六元猛将 都是英雄 用心相敌 斗到三十盒之上 树中一将 翻身落马 赢得的是谁 美燃公诸童 一枪 把狗正赐下马来 两阵上 各自明金收军 七队将军分开 两下各回本阵 三大王方茂建设了一员大将 寻思不力 引兵退回苏州城内 宋江当日摧攒军马 直进寒山寺下寨 升上诸童 裴轩写了军状 身负张昭讨 不在话下 且说三大王方茂 退兵入城 坚守不出 分掉诸将 手把个门 身栽鹿角 城上列着探弩应弓 类目炮石 窝铺内容间金枝 女墙边堆夺挥平 准备老守城池 此日 宋江建南兵不出 引了花蓉 徐宁 黄信 孙丽 带领三千余骑马军 前来看城 见苏州城郭 一周遭都是水港环绕 强垣坚固 想到 极不能勾打的城破 回到寨中 和无用记忆攻城之策 有人报道 水军头领正将李俊 从江音来见主将 宋江叫请入帐中 见了李俊 宋江便问沿海消息 李俊答道 自从波陵水军 一同石锈等 杀至江音 太仓沿海等处 首将颜勇 副将李玉布陵水军船只 出展交锋 颜勇在船上 被阮小二一枪朔下水去 李玉已被乱箭射死 因此得了江音 太仓 吉木石秀 张恒 张顺 去取嘉定 三阮去取长熟 小弟特来报捷 宋江见说大喜 赏赐了李俊 卓令自往常州去见张 刘二昭讨 投下身状 且说这李俊 镜头常州来 见了张昭讨 刘都督 被说收复了江音 太仓海岛去处 杀了贼江 严勇 李玉 张昭讨给予了赏赐 令回宋先锋处 听调 李俊回到寒山寺寨中 来见宋先锋 宋江因见苏州城外 水面空阔 必用水军船只厮杀 因此就留下李俊 交整点船只 准备行事 李俊说道 容俊去看水面阔辖 如何用兵 确凿道理 宋江道 是 李俊去了两日 回来说道 此城正南上 相近太湖 兄弟遇得贝州一支 投一星小岗 四入太湖里去 处吴江 探听南边消息 然后可以进兵 四面加工 方可得破 宋江道 贤弟此言极当 只是没有副手与你同去 随便便玻璃大官人 带同孔明 孔亮 施恩 杜兴四个 去江阴 太仓 坤山 长鼠 嘉定等处 协助水军收复沿海限制 便可替回同威 同猛来帮助李俊行事 李英领了军帖 辞别宋江 隐四元偏将投江阴去了 不过两日 同威 同猛回来 参见宋先锋 宋江抚慰了 就叫随从李俊 乘驾小船 前去探听南边消息 且说李俊带了同威 同猛 驾起一夜偏周 两个水手摇卤 五个人静奔 宇兴小港里去 盘旋直入太湖中来 看那太湖时 果然水天空阔 万寝一壁 但见 天连远水 水皆摇天 高低水影无尘 上下天光一色 双双野路飞来 点破碧流里 两两清乌惊起 冲开清翡翠 春光淡荡 荣荣波骤鱼林 下雨滂沱 滚滚浪翻隐屋 秋缠皎洁 金蛇游走波澜 冬雪纷飞 玉蝶弥漫天地 混沌凿开元气窟 逢一独占水晶宫 有诗为证 荣荣样样白欧飞 绿镜春身好染衣 难去北来人自老 夕阳长颂调传规 当下李俊和童威 童猛并两个水手 驾着一夜小船 静奔太湖 渐井无疆 远远望见一派渔船 约有四五十只 李俊道 我等只坐买鱼 去那里打听一遭 五个人一静摇到 那打鱼船边 李俊问道 鱼翁 有大鲤鱼吗 鱼人道 你们要大鲤鱼 随我家里去卖鱼你 李俊摇着船 跟那几只鱼船去 没多时 渐渐到一个处所 看时 团团一遭 都是鸵腰柳树 梨落中有二十余架 那鱼人先把船来揽了 随即引李俊 童威 童猛三人上岸 到一个庄院里 一脚入的庄门 那人嗖了一声 两边钻出七八条大汉 都拿着挠钩 把李俊三人一起搭住 竟捉入庄里去 不问事情 便把三人都绑在庄墓上 李俊把眼看时 只见草厅上坐着四个好汉 胃头那个赤须黄发 穿着领轻愁纳偶 第二个瘦长短然 穿着一领黑绿盘领木棉衫 第三个黑面长须 第四个古脸阔塞扇圈 胡须 两个都一般穿着领轻脑子 头上各带黑毡粒 身边都以着军器 胃头那个贺问李俊道 你等这司门都是那里人士 来我这湖泊里坐甚吗 李俊应道 俺是扬州人 来这里做客 特来买鱼 那第四个古脸的道 哥哥秀问他 眼见的是细作了 只顾与我娶他心肝来吃酒 李俊听的这话 寻思道 我在寻阳江上 做了许多年私伤 梁山坡内又装了几年的好汉 却不想今日结果性命在这里 爸 爸 爸 叹了口气 看着同微 同猛道 今日是我连累了兄弟两个 做鬼也只是一处去 同微 同猛道 哥哥修说这话 我们便死也勾了 只是死在这里 埋没了兄长大名 三面思去着 填起胸脯受死 那四个好汉 却看了他们三个说了一回 互相思去道 这个围头的人 必不是以下之人 那围头的好汉又问道 你三个正是何等样人 可通过姓名 教我们知道 李军应道 你们要杀便杀 我等姓名 至死也不说于你 亡惹的好汉们耻笑 那围头的剑说了这话 便跳起来 把刀都割断了绳索 放起这三个人来 四个愚人 都扶他置屋内请坐 围头那个那头便拜 说道 我等做了一世强人 不曾见你这般好一起人物 好汉 三位老兄正是何处人士 愿闻大名姓字 李军道 眼见的你四位大哥 必是好汉了 便说于你 随你们拿我三个那里去 我三个是梁山坡 宋公明手下副将 我是混江龙李军 这两个兄弟 一个是出洞交同威 一个是藩江慎同盟 近来受了朝廷招安 新破辽国 班师回京 又奉赤命来收方辣 你若是方辣手下人员 便接我三人去情赏 休想我们挣扎 那四个听罢 那头便拜 奇奇贵道 有眼不失泰山 却才甚是冒毒 休怪 休怪 俺四个兄弟 非是方辣手下 远就都在陆林丛中 讨医吃饭 近来寻得这个去处 地名换作鱼柳庄 四下里都是深港 飞船莫能进 俺四个指着打鱼的作眼 太湖里面寻些衣食 近来一东 都学的些水事 因此无人敢来亲棒 俺们也久闻你凉山颇送功名 召集天下好汉 并兄长大名 一闻有个浪里白跳张顺 不想今日得遇哥哥 李俊道 张顺是我弟兄 一座同班水军头领 现在将因地面收捕贼人 改日同他来 却和你们相会 愿求你等四位大名 围头那一个道 小弟们因在绿林丛中走 都有一名 哥哥无效 小弟是赤须龙肺宝 一个是卷毛虎泥云 一个是太湖焦补青 一个是瘦脸熊狄成 李俊听说了四个姓名 大喜道 列位从此不必相移 喜的是一家人 俺哥哥宋功名 现做收方辣政先锋 即日要娶苏州 不得次第 特差我三个人来探路 金记得欲你四位好汉 可随我去建案先锋 都保你们做官 代收了方辣朝廷生用 费宝道 荣父 若是我四个要做官时 方辣手下也得个统治 做了多时 所以不愿为官 只求快活 若是哥哥要我四人帮助时 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若说保我做官时 其实不要 李俊道 既是嫩地 我等只就这里 结议为弟兄如何 四个好汉见说大喜 便叫宰了一口猪 一枪阳 至酒设习 结拜李俊为兄 李俊叫同威 同猛都结议了 七个人在于柳庄上商议 说宋功名要取苏州一事 方茂又不肯出战 城池四面试水 无路可攻 舟船港辖 难以准敌 似此怎得成此破 费宝道 哥哥且宽心住两日 杭州不时间有方辣手下人 来苏州公干 可以成事智取成锅 小弟使几个打鱼的去鸡厅 若还有人来时 便定计策 李俊道 此言极妙 费宝便换几个鱼人先行去了 自同李俊每日在庄上饮酒 在那里住了两三日 只见打鱼的回来报道 平望镇上有十数只地运船只 船尾上都插着黄旗 旗上写着承造王府一甲 眼见的是杭州捷来的 每只船上只有五七人 李俊道 既有这个机会 万望兄弟们助力 费宝道 至今变亡 李俊道 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个 奇迹不邪了 费宝道 哥哥放心 都在兄弟身上 随即聚集六七十只打鱼小船 七手好汉 各做一只 其余都是鱼人 各藏了暗器 尽从小港透露大江 四散接江去 当夜星月满天 那十只官船都弯在江东龙王庙前 费宝船先到 呼起一声号哨 六七十只鱼船一起拢来 各自帮助大船 那官船里人急钻出来 早被挠钩搭住 三个五个 坐一串上而复了 极致跳得下水的 都被挠钩搭上船来 尽把小船带住官船 都移入太湖深处 直到鱼柳庄时 已是四更天气 闲杂之人 都附作一串 把大石头坠定 抛在太湖里淹死 捉得两个围头的来问时 原来是手把杭州方腊大太子 南安王方天定手下库官 特奉令旨 押送新造丸铁甲三千妇 借付苏州三大王方 冒出交割 李俊问了姓名 要了一英官房文书 也把两个库官杀了 李俊道 须是我亲自去和哥哥商议 放可行此一件事 费宝道 我这人把船渡哥哥 从小港里盗军 前决禁便 就叫两个鱼人 摇一只快船送出去 李俊吩咐同威 同猛并费宝等 且交把一甲船只 悄悄藏在庄后港内 休得吃人知觉了 费宝道 无事 自来打并传之 却说李俊和两个鱼人 驾起一夜快船 进去小港 照到军前寒山四上岸 来至寨中 见了宋先锋 背说前世 无用听了大喜道 若是如此 苏州唾手可得 便经主将传令 就差李逵 报序 向冲 李滚 带领冲阵 排手二百人 跟随李俊回太湖庄上 与费宝等四位好汉 如此行迹 约在第二日进发 李俊领了军令 带同一行人 直到太湖边来 三个先过湖去 却把船只 接取李逵等一干人 兜到鱼柳庄上 李俊引着李逵 宝序 项冲 李滚四个 和费宝等相见了 费宝看见李逵 这般相貌 都皆骇然 邀取二百余人 再装上制备 九十相待 到第三日 众人商议定了 费宝半座 结衣甲正库官 尼云半座副使 都穿了南官的号衣 将带了一英官房文书 众余人都装座官 船上烧工水手 却藏黑旋风等二百余人 降效在船舱里 不轻 敌城 压着后船 都带了放火的器械 却欲要行动 只见 余人又来报道 湖面上有一只船 在那里摇来摇去 李俊道 又来作怪 急急自去看时 船头上立着两个人 看来却是神行太宝 戴宗和轰天雷灵阵 李俊呼了一声号哨 那只船飞也似奔来装上 到的岸边 上岸来 都相见了 李俊问 二位何来 甚是箭报 戴宗道 哥哥及时李奎来了 正忘却一件大事 特地拆我与灵阵机一百号炮在船里 湖面上寻赶不上 这里又不敢拢来报案 叫兄弟明早卯逝进城 到的里面 便放着一百个火炮为号 李俊道 最好 便就船里 搬过炮龙炮架来 都藏埋一架船内 费宝等文之士戴宗 又至久设席管带 临阵带来了十个炮手 都埋伏摆在第三只船内 当夜四更 离庄望苏州来 五更以后 道德城下 守门军士 在城上望见南国旗号 慌忙报之管门大将 却是非报大将军郭世广 亲自上城来问了小孝贝戏 接取官方文书 调上城来看了 郭世广使人 积至三大王府里 便看了来文 又差人来监视 却才叫放入城门 郭世广直在水门边坐地 在叫人下船看时 满满地堆着铁甲浩衣 因此一支支都放入城去 放过十支船了 便关水门 三大王拆来的监视官员 引着五百军在岸上跟定 便着弯住了船 李逵 李逵 鲍扬 向冲 李滚 从船舱里钻出来 监视官见了四个人 形容粗糙 急待问世 渗人时 向冲 李滚 早捂起团排 飞出一把刀来 把监视官 跺下马去 那五百军 预带上船 被李逵 撤起双腹 早跳在岸上 一连砍翻 十数个 那五百军人 都走了 船里众好汉并排手 二百余人一起上岸 便放弃火来 林阵就岸边撒开炮架 搬出号炮 连放了十数个 那炮阵的城楼野洞 四下里打江人去 三大王芳茂 正在府中记忆 听得火炮接连响 惊得魂不附体 各门守将 听得城中炮响不绝 各引兵奔城中来 各门飞报 南军都被冷箭射死 宋军已上城了 苏州城内顶沸起来 正不知多少宋军入城 黑玄丰李逵和豹絮 引着两个牌手 在城里横冲直撞 追杀南兵 李俊 戴宗 引召费宝四人 护持灵阵 只顾放炮 宋将一条三路军将取城 宋兵杀入城来 南军慢散 各自逃生 且说三大王方茂 积极披挂上马 引了五七百铁甲军 夺路带要杀出南门 不想正撞见黑旋风 李逵这一伙 杀得铁甲军东西乱窜 四散奔走 小巷里又撞出鲁智身 抡起铁蝉杖 打将来 方茂抵挡不住 独自越马 再回府来 乌雀桥下转出武松 赶上一刀 掠断了马脚 方茂道 将下来 被武松再负一刀砍了 提手急进来中军 参见先锋请功 此时 宋将已进城中王府坐下 令诸将各自去城里 搜杀南军 进阶捉获 丹芝走了辽 一个领了些败残军兵 投秀州去了 有诗为证 神器从来不可干 剑王称号聚能安 武松立马朱方茂 刘宇兄丸坐仰看 宋将到王府坐下 便传下号令 休叫杀害良民百姓 一面叫救灭了四下离火 便出安民文榜 小于军民 伺候聚集诸将 道夫请功 已知武松杀了方茂 诸同生秦徐芳 使尽生秦了真诚 孙立边打死张威 李俊枪刺死昌盛 樊瑞杀死无福 宣赞和郭世广敖战 你我相商 都死于银马桥下 其余都秦的牙将 解来请功 宋将剑舌的丑郡马宣赞 伤道不已 便使人安排花冠彩果 迎去虎丘山下殡葬 把芳茂守吉 并徐芳 真诚姐夫 常州张昭讨军前施行 张昭讨就将徐芳 真诚 遂寡于世 方茂首吉 借负京师 回将许多赏赐 来苏州给散仲将 张昭讨 疑闻身状 请刘光氏镇守苏州 却令宋先锋言 便进兵 收捕贼寇 只见探马报道 刘都督 耿参谋 来守苏州 当日众将都跟着宋先锋 迎接刘光氏等官入城 王府安下 参赫已了 宋将众将自来州之议事 使人去探沿海水军头领 消息如何 却早报说 沿海诸楚县制厅的苏州已破 群贼各自逃散 海辟县道 进阶平静了 宋将大喜 深达文书到中军报捷 请张昭桃小玉旧官赴职 别拨中军统治 前去各处守域安民 退回水军头领正偏降佐 来苏州调用 数日之间 统治等官各自分头去了 水军头领都回苏州 诉说三软打长熟 折了施恩 又去攻取昆山 折了孔亮 石秀 李英等进阶回了 施恩 孔亮 不识水性 一时落水 拒被淹死 宋将剑又折了二将 心中大忧 皆叹不已 武松念起旧日恩义 也大哭了一场 且说费宝等四人 来辞宋先锋 要回去 宋将坚毅相留 不肯 重赏了四人 再令李俊 送费宝等回于柳庄去 李俊当时又和同威 同猛送费宝等四人 到于柳庄上 费宝等又至酒 设习相款 饮酒中间 费宝起身 与李俊拔斩 说出几句言语来 有分数 李俊离却中原之境 别立画外之机 正是 了身达命禅离壳 立业成名于画龙 毕竟费宝与李俊说出 慎言语来 且听下回分解 第1114回 宁海军宋将吊笑 永金门张顺归神 话说当下费宝对李俊道 小弟虽是个鱼卢匹夫 曾闻聪明人道 世事有成必有败 为人有兴必有衰 哥哥在梁山坡 熏夜到今 已经数十余载 更坚百战百胜 去破辽国时 不曾损舌了一个兄弟 金帆收方辣 眼见错动锐气 天数不久 为何小弟不愿为官 为因事情不好 有日太平之后 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 自古道 太平本是将军定 不许将军见太平 此言极妙 今我四人 既已结义了 哥哥三人 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 寻个了身达命之处 对付些钱财 打了一支大船 聚集几个水手 江海内寻个静半处安身 以终天年岂不美哉 李俊听罢 岛地变败 说道 人凶 众蒙教导 指引于迷 十分全美 只是方辣未曾较得 宋公明恩义难抛 行此一步未得 今日便随贤帝去了 全不见平生相聚的一起 若是众位肯孤待李俊 容等收服方辣之后 李俊引两个兄弟 竟来乡投 万望待窃 是避贤帝们 先准备下这条门路 若赴今日之言 天时艳之 非为男子也 那四个道 我等准备下船之 专望哥哥到来 窃不可赴约 李俊 费宝 结义饮酒 都约定了 是不赴蒙 次日 李俊辞别了费宝四人 自和同威 同猛回来参见宋先锋 据说费宝等四人不愿为官 只愿打鱼快活 宋江又接探了一回 传令整点水陆军兵启程 吴江县已吴贼寇 直取平望镇 长驱而进 前往秀州而来 本州首将段凯 闻之苏州三大王方茂已死 只思量收拾走路 使人探知大军离城不远 遥望水陆路上 旌旗逼日 船马相连 下得浑霄胆丧 前队大将官胜 秦明已到城下 便分调水军船只 围阻西门 段凯在城上教导 不需攻击 准备纳降 随即开放城门 段凯香花灯竹 牵阳丹久 迎接宋先锋入城 直至周治歇下 段凯为首参见了 宋江抚慰段凯 复为梁臣 便出榜安民 段凯称说 凯等元世慕州梁民 类被方辣残害 不得已投顺不下 今得天兵到此 安敢不详 宋江被问 杭州宁海军城池 是圣人首具 有多少人马良将 段凯禀道 杭州城郭阔远 人烟稠密 东北汉路 南面大江 西面是湖 乃是方辣大太子 南安王芳天定首把 部下有七万余军马 二十四元战将 四个元帅 共是二十八元 为首两个罪了得 一个是涉州僧人 名号宝光如来 俗姓邓 法名元爵 是一条缠杖 乃是混铁打救的 可从五十余金 人皆称为国师 又一个乃是福州人士 姓石明宝 冠使一个流星锤 百发百中 又能使一口宝刀 名为披风刀 可以裁铜截铁 折磨三层铠甲 如披风一般过去 外有二十六元 都是林选之将 一皆汉勇 主帅切不可轻敌 宋江听罢 赏了段凯 便交去张昭 讨军钱 说之背戏 后来段凯就跟了张昭讨军 手把苏州 却伟夫都督刘光氏 来袖州手谕 宋先锋却宜兵在 里亭下寨 当与诸将 炎炎赏军 商议调兵宫 取杭州之策 只见小宣风柴 尽起身道 柴某自盟兄长 高唐州救命以来 一向泪盟人兄顾爱 坐享荣华 不曾报得恩义 今愿深入方辣贼朝 去做戏作 获得一阵功勋 报效朝廷 也与兄长有关 为之遵义 肯荣佛 宋将大喜道 若得大官人 肯去植入贼朝 知得里面西山曲折 刻意进兵 生擒贼手方辣 解上京师 方表威功 同享富贵 只恐贤弟 路程劳苦 去不得 柴进道 情愿舍死一往 只是得燕青为伴 同行最好 此人晓得 诸禄相谈 更坚见机而坐 宋将道 贤弟之言 无不一蕴 只是燕青 拨在卢先锋 部下 便可行文取来 正商议未了 文人报道 卢先锋 特使燕青 道来报捷 宋将建报 大喜说道 贤弟此行 必成大公义 恰现燕青道来 也是吉诏 柴进也写 燕青到寨中 上仗拜把宋将 吃了酒食 问道 贤弟水路来 汉路来 燕青答道 乘船到此 宋将又问道 代宗回时 说道 以进兵攻取 湖州 其事如何 燕青禀道 自离宣州 卢先锋分兵两处 先锋自引一半军马 攻打湖州 杀四伟留守攻温 并手下副将武援 收服了湖州 杀散了贼兵 安抚了百姓 一面行文身负张昭讨 拨统治首遇 特令燕青来报捷 主将所分这一半人马 叫临冲引领前去 攻取独松关 兜到杭州聚会 小弟来时 听得说独松关 路上每日厮杀 取不得关 先锋又同诸武去了 主妇委呼 岩将军统领军兵 守住湖州 待中军招讨 调拨的统治到来 护进安民 才一面进兵 攻取德青县 到杭州会合 宋将又问道 湖州守遇取德青 并调去独松关 厮杀 两处分的人将 你且说与我姓名 共是几人去 并几人中 跟忽言拙来 燕青道 有丹有此 分去独松关 厮杀取关 现有正片将佐 二十三元 先锋如俊逸 朱武 林冲 董廷 张青 谢真 谢宝 吕芳 郭盛 欧鹏 邓飞 李忠 周通 邹渊 邹润 孙心 顾大嫂 李立 白胜 汤龙 朱贵 朱傅 石谦 现在湖州守遇 即日进兵德青县 现有正片将佐 一十九元 忽严拙 索超 穆红 雷衡 杨雄 刘棠 禅定帮 汤廷 魏定国 陈达 杨春 薛勇 杜谦 穆春 李云 石勇 龚旺 丁德尊 张青 孙二娘 这两处江左 通计四十二元 小弟来时 那里商议定了 木下进兵 宋江道 既然如此 两路进兵攻取最好 却才柴大官人 要和你去方辣贼朝里面 去做戏作 你敢去吗 燕青道 主帅差遣 安敢不从 小弟院陪侍柴大官人去 柴进甚喜 便道 我扮作个白衣袖彩 你扮作个仆者 一主一仆 背着秦剑书籍上路去 无人遗迹 直去海边巡船 驶过越州 却取小路去诸籍县 就那里穿过山路 取木舟不远了 商议已定 则一日 柴进 燕青辞了宋先锋 收拾秦剑书籍 自投海边 巡船过去 不在话下 且说军师无用 在与宋江道 杭州南半边 有乾塘大江 通达海岛 若得几个人架小船 从海边去近者山门 到南门外江边 放起号炮 树立好骑 城中必荒 你水军中头领 谁人去走一遭 说由魏了 张衡 三软道 我们都去 宋江道 杭州西路 又靠着湖泊 亦要水军用度 你等不可都去 吴用道 只可叫张衡同阮小七 驾船 江引侯剑 断井住去 当时拨了四个人 引着三十余个水手 将带了十数个火炮好骑 自来海边巡船 往乾塘江里进发 看官听说 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 仙人书会流传 一个个都要说的 只是难做一时说 慢慢敷衍棺木 下来便见 看官只牢记棺木头行 便知终取奥妙 再说宋江分调兵将议了 回到秀州 寄进兵 攻取杭州 胡亭的东京 游使命机捧玉酒 赏赐盗州 宋江引大小将校 迎接入城 谢恩以罢 做玉酒公宴 管带天使 饮酒中间 天使又将出太医院奏准 为上皇榨赶小吉 缩取神医安道全回京 价钱伪用降下圣旨 就令来取 宋江不敢阻挡 此日 管带天使已了 就行起宋安道全赴京 宋江等送出十里 长庭践行 安道全自同 天使回京 有诗赞悦 安子清囊一罪经 山东行散有声明 人夸迈的苍公庙 自负丹如济子城 瓜肯立看金族山 解机时剑刃横平 梁山节意间如实 此别难忘守族情 再说 宋江把班将道赏赐 分 中将 择日既起起军 辞别刘都督 耿参谋 上马进兵 水路并行 传起同发 陆至崇德县 守将闻之 奔回杭州去了 且说方辣太子方天定 聚集诸将在行宫议事 今时龙祥宫积址 乃是旧日行宫 方天定手下 有四元大将 那四元 宝光如来国师邓元爵 南黎大将军 元帅时宝 镇国大将军 利天润 护国大将军 司刑方 这四个皆称 元帅大将军名号 是方辣家风 又有二十四元偏将 那二十四元 李天佑 吴侄 赵义 黄爱 朝中 汤逢氏 王 薛斗南 冷宫 张姐 元兴 姚义 温克让 毛迪 王仁 崔 联明 徐白 张道元 凤仪 张涛 苏京 米全 北音魁 这二十四个 接封为将军 共是二十八元 在方天定行宫 聚集记忆 方天定说道 即日送江水路并进 过江南来 停折了与他三个大郡 只有杭州 是南国之屏障 若有窥师 木舟燕能保守 前者四天大监 普文英 奏是刚兴 亲入无地 就里为祸不小 正是这伙人了 今来泛无境界 如等诸官各受重绝 务必赤心报国 休得怠慢 众将起奏 方天定道 主上宽心 放着许多精兵良将 未曾与宋江对敌 穆金虽是折现了 数处周郡 皆是不得其人 已至如此 今闻宋江 卢俊义分兵三路 来去杭州 殿下与国师 谨守宁海军成锅 做万年基业 臣等重将 各个分调营迪 太子方天定大喜 传下令旨 也分三路军马 前去侧应 指留国师邓元爵 同保城池 分去那三元元帅 乃是 护国元帅四行方 尹四元首将 旧应德卿 薛斗南 黄爱 徐白 米全 郑国元帅 李天润 尹四元首将 旧应独松官 李天佑 张姐 张涛 姚义 南黎元帅时保 尹八元首将总军 除郭营迪大队人马 温克让 赵义 冷宫 王仁 张道元 吴直 联明 凤义 三元大将 分调三路 各引军三万 奋波人马已定 各此金箔 催促起身 元帅私刑方 引了一只军马 就应德青州 望凤口镇进发 元帅力天润 引一只军马 就应独松官 望于杭州进发 且不说两路军马 侧应去了 却说这宋 先锋 大队军兵 一里前进 来至临平山 望见山顶 一面红旗 在那里 磨动 宋将当下 岔正将二员 花容 秦明先来少路 随即催散 战船车过 长安罢来 花宋 秦明两个 带领了一千军马 转过山嘴 早迎着南军 石宝军马 手下两员守将当先 望见花容 秦明 一起出马 一个是亡人 一个是凤仪 各挺一条长枪 便奔将来 宋军中 花容 秦明 便把军马 摆开出战 秦明手舞 狼牙大棍 直取凤仪 花宋 挺枪来 战亡人 四马相交 斗过石河 不分胜败 秦明 花容 关键南军后 有接应 都喝一声 少谢 各回马 还阵 花容 道 且休恋战 快去报 哥哥 别做商议 后军随即 飞报 去中军 宋将 尹诸彤 徐明 黄信 孙力 四将 直到阵前 南军 王仁 凤仪 再出马 交锋 大骂 败将 赶在 出来交战 秦明 大怒 无起狼牙棍 纵马而出 和凤仪 再战 王仁 却 诺花容 出战 只见 徐宁 一起马 便挺枪杀去 花容 与徐宁 是一副 一正金枪手 银枪手 花容 随即 也纵马 便出 在徐宁 背后 拈弓 取剑 在手 不等徐宁 王仁 交手 去得 较亲 只一剑 把王仁 射下马去 南军 进阶 失色 凤一剑 王仁 被剑 射下马来 吃了一惊 措手不及 被秦明 当头 一棍打着 下马去 南兵 慢散 奔走 宋军 冲杀过去 石宝 抵挡 不住 退回 高亭 山来 直进 东新 桥下 寨 当日 天晚 策立 不定 南兵 且 退入 城 次日 宋先锋 军马已过了高亭山 直抵东新 桥下寨 传令叫分调 本部军兵 做三路 加攻杭州 那三路军兵 江左 是谁 一路奋波 水军 头领 正偏将 从汤震路 去取东门 是朱童 史晋 鲁智 武松 王英 虎三娘 一路奋波 水军 头领 正偏将 从北新桥 取谷堂 节西路 打靠 胡城门 李俊 张顺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中路 马步水 三军 分作三队进发 曲北关门 更山门 前队正偏将士 官盛 花荣 秦明 徐宁 好斯文 林阵 第二队 总兵主将 颂先锋 军师无用不领人马 正偏将士 戴宗 李逵 石秀 黄信 孙丽 樊瑞 豹絮 相冲 李滚 马林 裴轩 蒋 蒋 燕顺 宋青 蔡福 查庆 玉宝寺 第三队水陆陆路 驻战侧英 正偏将士 李英 孔明 杜兴 杨林 童威 童蒙 当日 宋江奋波 大小三军已定 各自进发 有话极长 无话极短 且说中路大队 军兵前队官胜 直哨到东新桥 不见一个南军 官胜新移 退回桥外 使人回复宋先锋 宋江听了 使戴宗传令 吩咐道 且未可清晋 每日轮两个头领出上 头一日是花荣 秦明 第二日 徐宁 郝斯文 一连哨了数日 又不见出战 此日又该徐宁 郝斯文 两个带了数十骑马 直哨到北关门来 见城门大开着 两个来到吊桥边看时 呈上一声雷鼓响 城里早撞出一标军马来 徐宁 郝斯文 急回马时 城西偏路 喊声又起 一百余骑马军冲在前面 徐宁并立死战 杀出马军队里 回头不见了郝斯文 再回来看时 见树原将校 把郝斯文活捉了入城去 徐宁急待回身 向上早中了一剑 带着剑飞马走时 六将背后赶来 路上正逢着官胜 就得回来 血晕倒了 六元南将已被官胜杀退 自回城里去了 慌忙暴雨 宋先锋知道 宋将急来看徐宁时 妻且流血 宋将垂泪 便换随军医事治疗 拔去剑矢 用金枪药服贴 宋将且叫服下 战船内江西 自来看事 当夜三四次发昏 方知中了药剑 宋将仰天叹道 神医安道权 已被取回京师 此间又无良衣可救 避损无骨功也 伤感不已 无用来请宋将回寨 主义军情 勿以兄弟之情 勿了国家重视 宋将使人 宋徐宁到秀州去养病 不想剑中药毒 调治不全 且说宋将又差人去军中 打听郝斯文消息 次日只见小军来报道 杭州北关门城上 把竹竿挑起好丝文头来示众 方知道被方在定遂寡了 宋将剑报 好生伤胆 后半月 徐宁已死 申门来报 宋将阴折了二将 按兵不动 且守住大陆 却说李俊等引兵到北新桥驻扎 分军直到古塘深山去处探路 听得非报道 舍了郝斯文 徐宁重见而死 李俊与张顺商议道 寻思我等这条路道 第一要紧是去独松关 湖州 德清二处冲要路口 一切贼兵都在这里出没 我们若当住他咽喉道路 被他两面来加攻 我等兵少 难以迎敌 不若一发杀入西山深处 却好屯扎 西湖水面 好做我们战场 山西后面 通街西西 却又好做退步 便使小孝 抱之先锋 请取军令 此后引兵直过桃园岭西山深处 在金石岭隐私屯住 山北面西西山口 一扎小寨 在金石古堂深处 前军却来唐家瓦出哨 当日张顺对李俊说道 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里去了 我们在此屯兵 近经半月之久 不见出战 只在山里 几时能够获攻 小弟金玉从湖里没水过去 从水门中 按入城去 放火为号 哥哥便可进兵取他水门 就抱与主将先锋 交三路一起打城 李俊道 此季虽好 恐兄弟独立难成 张顺道 便把这命报答先锋哥哥 许多年好情分 也不多了 李俊道 兄弟且慢去 等我先报与哥哥 整点人马侧应 张顺道 我这里一面行事 哥哥一面使人去报 笔集兄弟道德成礼 先锋哥哥已自知了 当晚张顺身边葬了一把鸟叶尖刀 保持了一顿酒食 来到西湖岸边 看见那三面青山 一壶绿水 远望成锅 四座进门 拎着湖岸 那四座门 乾堂门 永金门 青波门 乾湖门 看官听说 原来这杭州旧宋以前 换作清河镇 乾王首里 改为杭州宁海军 设立十座城门 东有蔡氏门 简桥门 南有后朝门 嘉惠门 西有乾湖门 清波门 永金门 乾堂门 北有北关门 更山门 高崇车架南渡之后 建都于此 换作花花临安府 又添了三座城门 穆金方那占据时 还是乾王旧都 城子方圆八十里 虽不比南渡以后 安排得十分的富贵 从来江山秀丽 人物奢华 所以相传道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怎见得 将这西事都会 前堂自古繁华 修言城内风光 且说西湖景物 有一万请碧等等 眼影琉璃 列三千面 青纳纳 参丝翡翠 春风湖上 燕桃农里如苗 夏日池中 绿盖 红莲四花 秋云寒如 看南国嫩菊堆金 冬雪纷飞 观北岭 寒梅破雨 酒里松青烟细细 六桥水碧响零零 小霞连映三天竹 沐云身索二高峰 风声在圆湖洞口 与飞来龙井山头 三贤唐叛 一条敖背钦天 四胜关前 百丈 祥云缭绕 苏公堤东坡古迹 孤山路 何境旧居 房友客 头领隐去 三花人 逐境此来 平溪指纹三导远 岂知湖北盛彭来 苏东坡学士 有诗赞道 湖光炼艳情偏好 山色空蒙与一齐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庄浓抹也相矣 又有古词名 换西沙为正 湖上珠桥想画轮 融融春水 尽春云 碧琉离 华静无尘 当路游思迎醉客 入花黄鸟换行人 日邪归去奈何春 这西湖 顾纵石果是 景之无比 说之不尽 张顺来到西陵桥上 看了半晌 当时春暖 西湖水色拖揽 四面山光叠翠 张顺看了道 我深生在寻阳江上 大风巨浪经了万千 何曾见这一壶好水 便死在这里 也做个快活鬼 说吧 脱下布衫 放在桥下 头上挽着个穿心红的人 下面着腰生卷水裙 系一条搭脖 挂一口尖刀 赤着脚 钻下湖里去 却从水底下摸浆过湖来 此时已是出更天气 月色微明 张顺摸进永津门边 叹起头来在水面上听时 城上亘古 却打一更四点 城外静悄悄的 没一个人 城上女墙边 有四五个人在那里探望 张顺再浮在水里去了 又等半回 再叹起头来看时 女墙边敲不见一个人 张顺摸到水口边看时 一带都是铁窗铃隔着 摸里面时 都是水帘互定 帘子上有绳索 锁上附着一串铜铃 张顺见窗铃牢固 不能够入城 疏之手入去 扯那水帘时 牵得锁子上铃响 城上人早发起喊来 张顺从水底下 再钻入湖里浮了 听得城上人马下来 看那水帘时 又不见有人 都在城上说道 灵子响得敲息 莫不是个大鱼 顺水游来 撞动了水帘 众军汉看了一回 并不见遗物 又各自去睡了 张顺在听时 城楼上已打三更 打了好一回更点 想必军人 各自去东道歪睡熟了 张顺在钻向城边去 料是水里入不得城 爬上岸来看时 那城上不见一个人在上面 便欲要爬上城去 且又寻思道 躺货城上有人 却不甘蔗的性命 我且试探一试探 摸些土块 至日洒上城去 有不曾睡的军士 较僵起来 再下来看水门时 又没动静 在上城莱迪楼上 看湖面上时 又没一只船只 原来西湖上船只 以凤方天定令旨 都收入青波门外 和静此岗内 别门具不许搏传 众人道 却是作怪 口里说道 定是个鬼 我们各自睡去 休要踩他 口里虽说 却不去睡 尽浮在女墙边 张顺又听了一个耕次 不见些动静 却钻到城边来听 上面耕骨不响 张顺不敢变上去 又把些土石 抛制上城去 又没动静 张顺寻思道 已是四更 将及天亮 不上城去 更呆几时 却才爬到半城 只听得上面一声 帮子响 众军一起起 张顺从半城上 跳下水池里去 带要趁水墨时 乘上探弩 硬弓 苦竹剑 鹅卵石 一起射打下来 可怜张顺英雄 就涌进门外水池中身死 事曰 闻善战死兵戎 善逆终然丧水中 瓦关不离井上破 劝君莫诞逞英雄 话分两头 却说 宋江日间已接了 李俊飞报 说张顺没水入城 放火为号 便转报与东门军事去了 当夜 宋江在帐中 和无用意识 到四更 决道神思困倦 退了左右 在帐中 伏击而握 猛然一阵冷风 宋江起身看时 只见灯烛无光 寒气逼人 定睛看时 见一个四人非人 四鬼非鬼 立于冷气之中 看那人时 浑身血污着 滴滴道 小弟跟随哥哥许多年 恩爱之后 金已杀身暴打 死于永津门下枪剑之中 金特来刺别哥哥 宋江道 这个不是张顺兄弟 回过脸来这边 又见三四个 都是鲜血满身 看不仔细 宋江大哭一声 默然觉来 乃是南科一梦 帐外左右听的哭声 入来看时 宋江道 怪在 叫请军师圆梦 吴用道 兄长却才困倦暂时 有何一梦 宋江道 世间冷气过处 分明见张顺一身血污 立在此间 道道 小弟跟着哥哥许多年 蒙恩滞后 金已杀身暴打 死于永津门下枪剑之中 特来此别 转过脸来 这面又立着三四个带血的人 看不分晓 就枯绝来 吴用道 早间李军报说 张顺要过湖里去 月城放火为号 莫不只是兄长记心 却得这噩梦 宋江道 只想张顺是个精灵的人 必然死于无辜 吴用道 西湖道城边 必是显爱 想端地送了性命 张顺回来 与兄长托梦 宋江道 若如此时 这三四个人 又是圣人 和吴学究议论不定 坐而待旦 绝不见城中动静 心中悦矣 看看午后 兄见李俊使人 飞报将来 说 张顺去永金门月城 被剑射死于水中 现今西湖城上 把竹竿挑起头来 挂着号令 宋江剑报了 又哭得昏倒 吴用等众将 一接伤感 原来张顺为人甚好 深得弟兄情分 宋江道 我丧了父母 也不如此伤道 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 吴用急众将劝道 哥哥以国家大事为念 修为弟兄之情 自伤贵体 宋江道 我必须亲自到湖边 与他调校 吴用剑道 兄长不可亲临险地 若贼兵之德 必来攻击 宋江道 我自有计较 随即点李逵 豹絮 向冲 李滚四个引五百部军 去探路 宋江随后带了石秀 带宗 樊瑞 马林 引五百军士 暗暗地从西山小路里 去李俊寨里 李俊等接着 请到陵隐寺中方帐内歇下 宋江又哭一场 便请本寺僧人 就四里宋经 追见张顺 此日天晚 宋江叫小军去湖边 扬一手白帆 上写道 王帝正将张顺之魂 插于水边 西陵桥上 排下许多祭物 却吩咐李逵道 如此如此 埋伏在北山路口 樊瑞 马林 石秀左右埋伏 带宗随在身边 只等天色相近 一更十分 宋江挂了白袍 金盔上盖着一层孝卷 同带宗并武七个僧人 却从小行山 转到西陵桥上 军孝已都列下 黑珠白羊 金银祭物 点起灯珠银黄 焚起香来 宋江在当中正蒙 朝着永金门下哭电 带宗立在侧边 先是僧人摇灵宋咒 射昭忽明 助赞张顺魂魄 降坠神番 此后 带宗宣读济文 宋江亲自把酒交电 仰天望东而哭 正哭之间 只听得桥下两边 一声喊起 南北两山 一骑鼓响 两镖军马来拿宋江 正是 只因恩义如天大 惹起兵戈眷地来 毕竟宋江 代宗怎地迎敌 且听下回分解 第115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至曲宁海军 话说宋江和代宗 正在西陵桥上 祭奠张顺 已有人报之方天定 拆下十元首将 分作两路 来拿宋江杀出城来 南山武将 是吴直 赵义 朝中 元兴 苏京 北山路也差五元首将 是温客让 翠 联明 毛迪 汤逢氏 南北两路 共十元首将 各引三千人马 半夜前后开门 两头军兵一起杀出来 宋江正和代宗殿九画纸 只听得桥下喊声大举 左有樊瑞 马林 又有石秀 各引五千人埋伏 听得前路火起 一起也举起火来 两路分开 敢杀南北两山军吗 南兵见有准备 急回旧路 两边送兵追赶 温客让引着四将 急回过河去时 不提防宝叔塔山背后 撞出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引五千军杀出来 正截断了龟路 活捉了毛笛 乱枪戳死汤逢氏 南山五指 也引着四将 迎着宋兵追赶 急退回来 不提防定香桥 正撞着李逵 暴戏 向冲 离滚 引五百部队军杀出来 那两个牌手 直抢入怀里来 手舞满牌 飞刀出鞘 早堕倒原兴 暴戏刀砍死苏京 李魁斧 劈死赵义 军兵大半杀下湖里去了 都被淹死 投到城里 救军出来时 宋将军马已都入山里去了 都到陵 隐私取齐 各自请功受赏 两路夺得豪马五百余品 宋将吩咐留下石秀 樊瑞 马林 相帮李俊等 同管西湖山寨 准备攻城 宋将只带了戴宗 李魁等回高亭山寨中 吴用等 接入中军杖座下 宋将对军师说道 我如此行迹 也得他四将之手 活捉了毛笛 将来姐夫张昭 高讨军前 斩首施行 宋将在寨中 唯不知独松关 得清二处消息 便查戴宗去探 急来回报 戴宗去了数日 回来寨中 参见先锋 说之如先锋已过独松关了 早晚便到此间 宋将听了 忧喜相伴 就问兵将如何 戴宗答道 我都知那里厮杀的背戏 更有功文在此 先锋请休烦恼 宋将道 莫非又损了我几个弟兄 你休隐蔽我 与我实说情有 戴宗道 卢先锋自从去取读松关 那关两边都是高山 只中间一条路 山上盖着关锁 关边有一株大树 可高数十余杖 望得诸楚接见 下面尽是匆匆杂杂松树 关上手把三元贼将 为首的换作吴生 第二个是蒋印 第三个是魏亨 初时连日下关 和林冲厮杀 被林冲蛇毛戳伤蒋印 吴生不敢下关 只在关上守护 此后利天润又隐四将道官就应 乃是利天佑 张简 张涛 姚义四将 此日下官来厮杀 贼兵内利天佑 首先出马 和吕方相持 约斗五六十和 被吕方一几次死利天佑 贼兵上官去了 并不下来 连日在官下等了数日 卢先锋未见山林险郡 却查欧鹏 邓飞 李忠 周通四个上山探路 不提房利天润 要替兄弟复仇 引贼兵冲下官来 首先一刀斩了周通 李忠带伤走了 若是旧应的池时 都是休了的 就得三将回寨 此日 双枪将董平焦躁 要去复仇 勒马在官下大骂贼江 不提防官上一伙炮打下来 炮风正伤了董平左臂 回到寨里 就使枪不得 把家板绑了毕伯 此日定要去报仇 卢先锋当住了不曾去 过了一夜 毕伯料好 不叫卢先锋知道 自和张青商议了 两个不起马 先行上官来 官上走下利天润 张涛来交战 董平要捉利天润 不行使枪 利天润也使长枪来迎 与董平斗了时和 董平心里只要厮杀 争奈左手使枪不应 只得退步 利天润赶下官来 张青便挺枪 去朔利天润 利天润却闪去松树背后 张青手中那条枪 却朔在松树上 急要拔石 朔牢了 拽不脱 被利天润还以枪来 腹上正着 戳倒在地 董平见朔倒张青 即使双枪去战时 不提防张涛 却在背后拦腰一刀 把董平剁作两段 卢先锋之德 急去救应 兵已上官去了 下面又无计可施 得了孙心 顾大嫂夫妻二人 伴了逃难百姓 去到深山里 寻得一条小路 引着李立 汤龙 事前 白胜四个 从小路过到官上 半夜里却摸上官 放弃火来 贼将见官上火起 只有宋兵已透过官 一起弃了官爱便走 卢先锋上官点兵将士 孙心 顾大嫂 活捉得元首官将 吴生 李立 汤龙 活捉得元首官将 讲印 十千 白胜活捉得元首官将 魏亨 将此三人 都解负张昭 讨军前去了 收拾的董平 张青 周通三人尸骸 葬于官上 卢先锋 追过官四十五里 赶上贼兵 与立天润交战 约斗了三十余和 这卢先锋 杀死立天润 只存张俭 张涛 姚义 引着败残军马 勉强迎敌 得便退回 只在早晚便倒 主帅不信 可看公文 宋将看了公文 心中天闷 眼泪如全 吴用道 既是卢先锋得胜了 可调军将去加攻 南兵必败 就行接应胡州 胡言卓 纳禄军马 宋将应道 言之极当 便调李逵 豹絮 向冲 李滚 引三千步军 从山路接江去 黑旋风 引了军兵 欢天喜地去了 且说宋将军马 攻打东门 正将诸同等 原波五千马步军兵 重汤镇路上村中 奔到菜市门外 攻取东门 那时东路沿江 都是人家 村居道殿 塞过城中 茫茫荡荡 田园地段 当时来到城边 把军马排开 鲁之身首先出阵 步行诺战 提着铁缠杖 直来城下大骂 瞒搓鸟们出来 和你厮杀 那城上剑是个和尚挑战 慌忙抱入太子宫中来 当有宝光国师邓元爵 听的是个和尚乐战 便起身奏太子道 小僧闻梁山坡有这个和尚 名为鲁智深 灌石一条铁缠杖 请殿下去东门城上 看小僧和他步斗几何 方天定剑说大喜 传令指 遂引八元猛将 同元帅石宝 都来蔡石门城上 看国师迎敌 当下方天定和石宝 在敌楼上坐定 八元战将 簇拥在两边 看宝光国师战史 那宝光和尚 怎生结束 但见 川一领列火星红之多 寄一条虎鱼打救袁涛 挂一串七宝鹰洛树珠 这一双九环鹿皮僧血 趁李氏乡线金兽眼心 双手使征光混铁缠杖 当时开城门 放掉桥 那宝光国师邓元爵 引五百刀守部军 飞奔出来 鲁之身建了岛 原来南军也有 这突丝出来 撒家教那斯痴啊 一百缠杖 也不打话 抡起缠杖 便奔将来 宝光国师也使缠杖来迎 两个一起都使缠杖相并 但见 鲁之身愤怒 全无清静之心 邓元爵声称 岂有慈悲之念 这个何曾遵服道 止于月黑杀人 那个不会看经文 唯要风高放火 这个像灵山会上 脑如来揽坐连台 那个去善法堂前 乐接地使回金楚 一个尽是不修良武颤 一个平生纳师祖师禅 这鲁之身 和宝光国师 斗过武师与和 不分胜败 方天定在敌楼上看了 于是宝道 只说梁山坡 有个花和尚鲁之身 不想原来如此了得 名不虚传 斗了这许多时 不曾折半点便宜 与宝光和尚 施宝达道 小将也看得呆了 不曾见这一对敌手 正说之间 只听得飞马又报道 北关门下 又有军道城下 使宝慌芒起身去了 且说城下送军中 行者武松 见鲁至身 占宝光不下 恐有疏失 心中焦躁 便捂起双戒刀 飞出阵来 直去宝光 宝光见他两个并一个 拖了禅杖 往城里便走 武松奋勇只敢杀去 呼得城门里突出一员猛将 乃是方天定手下贝殷奎 便挺枪跃马 接往武松厮杀 两个正在吊桥上撞着 被武松闪个过 撇了手中借刀 抢住他枪杆 只一拽 连人和军器脱下马来 插的一刀 把贝殷跺下头来 鲁至身随后接应了回来 方天定急叫拽起吊桥 收兵入城 这里诸童也叫尹军退十里下寨 使人去报捷送先锋之会 当日宋将尹军到北关门诺战 石宝带了流星锤上马 手里横着披风刀 开了城门 出来迎敌 宋军镇上大刀观胜出马 与石宝交战 两个斗道二十余和 石宝拨回马便走 观胜急勒住马 也回本镇 宋将问道 缘何不去追赶 观胜道 石宝刀法不在观胜之下 虽然回马必定有计 吴用道 段凯曾说 此人贯使流星锤 回马诈书 漏人深入重地 宋将道 若去追赶 定遭毒手 且收军回寨 一面差人去赏赐武松 却说李逵等 引着步军去接应 卢先锋 来到山路里 正撞着张俭等败军 并立冲杀入去 乱军中杀死摇光 有张俭 张涛二人 在奔回关上那条路去 正逢着卢先锋 大杀一阵 便往深山小路而走 背后追赶的紧急 只得气了马 奔走山下逃命 不欺竹中钻出两个人来 各拿一把钢叉 张俭 张涛措手不及 被两个拿叉戳翻 直桌下山来 原来戳翻张俭 张涛的是谢真 谢宝 卢先锋 剑拿二人到来 大喜 与李奎等和兵一处 会同仲将 同到高亭山大寨中来 参见宋先锋等 诉说舍了董平 张青 周通一事 比个伤感 诸将近来参拜了宋江 和兵一处下寨 此日 较把张俭谢赴苏州 张昭讨军前 销首示众 江张涛就债前 歌赴湾心 遥空祭奠董平 张青 周通了当 宋先锋 与吴用计议道 其请卢先锋 领本部人马 去接应德清县路上 呼严卓等这支军 同到此间 祭和取成 卢君亦得令 遍点本部兵马起成 取路望凤口阵进发 三军路上 道德凤口 正迎着司刑方 拜残军兵回来 卢君亦接着 大杀一阵 司刑方坠水而死 其余各自逃散去了 忽颜卓参见卢先锋 和兵一处 回来高亭山总寨 参见宋先锋等 诸将会和记忆 宋江建两路军马 都到了杭州 那宣州 湖州 独松关等处 皆是张昭桃 从参谋 自吊筒至前去各处 户境安民 不在话下 宋江看护严卓部内 不见了雷恒 恭望二人 忽颜卓诉说 雷恒在德清县南门外 和司刑方交锋 斗到三十和 被司刑方砍下马去 恭望因和黄爱交战 赶过西来 何人连马线倒在西里 被南军乱枪戳死 米权却是锁超义府批死 黄爱 徐白 众将向前活捉在此 司刑方赶逐在水里淹死 削斗南乱军中逃难 不知去向 宋江听的又舍了雷恒 恭望两个弟兄 泪如雨下 对众将道 前日张顺与我托梦时 见右边立着三四个血无一金之人 在我面前现行 正是董平 张青 周通 雷恒 恭望 这火阴魂了 我若得了杭州宁海军时 重重地请僧人设斋 做好事 追见超度众兄弟 江皇爱 徐白姐夫张昭讨军前斩首 不在话下 当日 宋江教杀牛仔马 燕牢众军 此日 与无用计议定了 奋波正偏将左 攻打杭州 傅先锋卢俊逸 带领正偏将一十二元 攻打后朝门 林冲 忽炎卓 刘唐 谢真 谢宝 善廷邦 魏定国 陈达 杨春 杜谦 李云 石永 花蓉等正偏将一十四元 攻打更山门 花蓉 秦明 朱武 黄信 孙丽 李忠 邹渊 邹润 李立 白胜 汤龙 牧春 朱桂 朱父 木洪等正偏将十一元 去西山寨内 帮助李俊等 攻打靠湖门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石秀 樊瑞 马林 木洪 杨雄 薛勇 丁德孙 孙心等正偏将八元 去东门寨 帮助朱瞳 攻打蔡氏 剑桥等门 朱瞳 史晋 鲁志深 武松 孙心 顾大嫂 张青 孙二娘 东门寨内 取回偏将八元 尖童李英等 管领各债探室 各处侧印 李英 孔明 杨林 杜兴 童威 童猛 王英 虎三娘 郑先锋 是宋江带领正偏将二十一远 攻打北关门大陆 吴用 官胜 索超 戴宗 李奎 吕方 郭胜 欧鹏 邓飞 燕顺 林阵 豹絮 相冲 李滚 宋青 裴轩 蒋静 蔡甫 蔡庆 十千 玉宝寺 当下宋江调拨江左 取四面城门 宋江等不领大队人马 直进北关门 城下乐战 城上古响罗鸣 大开城门 放下吊桥 石宝首先出马来战 宋军镇上 急先锋 所超平生性级 挥起大腹 也不打话 飞奔出来 便斗石宝 两马相交 二将猛战 未及时何 石宝迈个破绽 回马便走 锁超追赶 官圣急叫羞去时 锁超脸上这一锤 打下马去 邓飞急去救驶 石宝马到 邓飞措手不及 又被石宝一刀 砍作两段 城中保光国师 引了数员猛将 冲杀出来 宋兵大败 往北而走 却得花蓉 秦明等 刺协里沙江来 冲退南军 就得宋江回寨 石宝得胜 欢天喜地 回城中去了 宋江等回到高亭山 大寨歇下 升仗而坐 又见蛇的索超 邓飞二将 心中好生纳闷 吴用剑道 城中由此猛将 只一致取 不可对敌 宋江道 四次损兵折将 用何计可取 吴用道 先锋即会各门了当 再引军功打北关门 城里兵马 必然出来迎敌 我却阳书诈败 又引贼兵远离城郭 放炮为号 各门一起打城 但得一门军马成 便放起火来应号 贼兵必然各不相顾 可获大功 宋江便换代宗传令之会 次日令官圣 引歇少军马 去北关门 城下乐战 城上鼓响 石宝引军出城 和官圣交马 战不过石河 官圣击退 石宝军兵赶来 临阵便放起炮来 好炮起时 各门都发起喊来 一起攻城 且说傅先锋 卢俊逸 引着林冲等 调兵功打后朝门 军马来到城下 见城门不关 下着吊桥 刘堂要夺头功 一起马 一把刀 直抢入城去 城上看见 刘堂飞马奔来 一幅砍断绳索 坠下闸板 可怜汉勇刘堂 连马和人 同死于门下 原来杭州城子 乃前王建都 致立三重门 关外一重闸板 中间两扇铁业大门 里面又是一层排炸门 刘堂抢到城门下 上面早放下 闸板来 两边又有埋伏军兵 刘堂如何不死 林冲 忽颜拙 剑折了刘堂 领兵回营 报复卢俊逸 各门都入不去 只得且退 使人非报送 先锋大寨之道 宋江听得又折了刘堂 背后朝门扎死 痛哭到 驱死了这个兄弟 自运呈现结义 跟着朝天王上梁山坡 受了许多年辛苦 不曾快乐 大小百石场 出战交锋 出百死 得一声 未尝舍了锐情 谁想今日 却死于此处 君师无用道 此非良法 这既不成 道送了一个兄弟 且叫各门退军 另做道理 宋江新交 急于要报仇雪恨 皆叹不已 部下黑旋风便道 哥哥放心 我明日和暴戌 相冲 离滚四个人 好歹要拿十宝那四 宋江道 那人英雄了德 你如何尽棒的他 李逵道 我不信 我明日不捉的他 不来见哥哥面 宋江道 你只小心在意 羞去的等闲 黑旋风李逵 回到自己帐房里 筛下大碗酒 大盘肉 请报序 相冲 离滚来吃酒 说道 我四个从来坐一路厮杀 今日我在先锋哥哥面前吹了大嘴 明日要捉食宝那斯 你三个不要心了 报序道 哥哥今日也交马军向前 明日也交马军向前 今晚我等约定了 来日午要齐心向前 捉食宝那斯 我们四个都争口气 此日早晨 李逵等四人吃得最饱了 都拿军器出债 请先锋哥哥砍厮杀 宋江见四个都伴罪 便道 你四个兄弟 休把性命作息 李逵道 哥哥 休小去我们 宋江道 只愿你们应得口便好 宋江上马 带同观胜 欧鹏 吕方 郭胜 四个马军江左 来到北关门下 肋骨摇旗诺战 李逵火杂杂地 这双斧立在马前 抱去挺着板刀 睁着怪眼 指带厮杀 向冲 李逵各晚一面团排 插着飞刀二十四把 停铁枪扶在两侧 只见城上古响罗鸣 石宝骑着一匹刮黄马 拿着披风刀 引两员首将出城来迎敌 上手无职 下手连鸣 三员将却才出的城来 李逵是个不怕天地的人 大吼了一声 四个直奔到石宝马前头来 石宝便把披风刀去迎石 早来到怀里 李逵一抚 砍断马脚 石宝便跳下来 望马军群里躲了 抱绪早把连鸣一刀 砍下马来 两个牌手早飞出刀来 空中似玉于乱月 银夜交加 宋江把马军冲到城边时 乘上类木炮时乱打下来 宋江怕有疏失 急令退军 不想抱绪早钻入城门里去了 宋江只叫得苦 石宝却浮在城门里面 看见抱绪抢江入来 刺鞋里之一刀 早把抱绪砍作两断 向冲 离滚疾护的李逵回来 宋江军马退还本寨 又见舍了抱绪 宋江跃天愁闷 李逵也哭奔回寨里来 无用道 此计亦非良策 虽是斩得他一将 却舍了李逵的副手 正是众人烦恼间 只见谢真 谢宝 到寨来抱世 宋江问其背戏时 解真禀道 小弟何解宝之哨到南门外 二十余里 地名范村 渐江边搏着 一连有数十只船 下去问时 原来是复阳县原平世界良传 小弟欲要把他杀了 本人哭道 我等皆是大宋良民 泪被方辣不识可怜 但有不从者 全家杀害 我等金德天兵道来剪除 只指望再见太平之日 谁想又遭横亡 小弟见他说的情妾 不忍杀他 又问他道 你缘何却来此处 他说 为晋凤芳天定令旨 行下个县 要刷洗村方 折磕脸白两五万事 老汉为头 脸的五千担 先借来交纳 进到此间 为大军围城厮杀 不敢前去 屯伯在此 小弟得了背戏 特来报之主将 无用大喜道 此乃天赐其变 这些良传上定要立功 便请先锋传令 就是你两个弟兄为头 带将炮手临阵 并赌签 李云 石勇 邹渊 邹润 李立 白胜 牟春 汤龙 王英 护三娘 孙心 顾大嫂 张青 孙二娘三对夫妻 半座烧公烧婆 都不要言语 混杂在烧后 一脚进的城去 便放连猪炮为号 我这里自调兵来侧应 谢真 谢宝 换袁平氏上岸来 传下宋先锋言语道 你等既送国良民 可依此行计 事成之后 必有重赏 此时不由袁平氏不从 许多将校已都下船 却把船上烧公人等 都只留在船上杂用 却把烧公衣服脱来 与王英 孙心 张青穿了 装扮作烧公 护三娘 顾大嫂 孙二娘三人女将 半座烧婆 小孝人等 都坐谣传水手 军旗重将 都埋藏在船舱里 把那船一骑 都放到江岸边 此时各门为少的宋军 也都不远 袁平氏上岸 谢真 谢宝 和那数个烧公跟着 直到城下轿门 城上得知 问了被细来情 抱入太子宫中 方天定便差无止 开城门 直来江边 点了船只 回到城中 走之方天定 方天定 拆下六元将 引一万军出城 拦住东北角上 这原平是搬运两米 入城交纳 此时重将人等 都砸在烧公水手人内 混同搬粮运米入城 三个女将也随入城里去了 五千粮食 虚余之间 都搬运已了 六元守江 雀同引军入城中 宋兵分头而来 副围住城郭 离城三二里 列着阵势 当夜二更时分 临阵取出 九香子母等炮 直去吴山顶上 放江起来 众将各取火把 到处点着 城中不一时鼎废起来 正不知多少宋军在城里 方天定在宫中听了大惊 急急披挂上马时 葛门城上军士 已都逃命去了 宋兵大镇 各自争攻夺城 且说城西山内 李俊等得了将领 引军杀到靖茨港 夺得船只 便从湖里 史江过来 咏金门上岸 众将分头 去抢各处水门 李云 石秀 首先登城 就夜城中混战 只存南门不围 亡命败军队 从那门下奔走 却说方天定上得马 四下里寻不着一员将校 只有几个步军跟着 出南门奔走 茫茫似丧家之狗 急急如漏网之鱼 走得到五云山下 只见江里走起一个人来 口里闲着一把刀 赤条条跳上岸来 方天定在马上见来的凶 便打马要走 可奈那匹马作怪 百般打也不动 却似有人笼住脚环的一般 那汉抢到马前 把方天定扯下马来 一刀便割了头 却骑了方天定的马 一手提了头 一手执刀 奔回杭州城来 临冲 忽颜卓领兵赶到六合塔时 恰好正迎着那汉 二将认得是船火张衡 赤了一惊 忽颜卓便叫贤帝那里来 张衡也不应 一起马直 跑入城里去 此时 宋先锋军马大队 已都入城了 就在方天定宫中为帅府 众将校都守住行宫 望见张衡一起马跑将来 众人皆斥一惊 张衡直到宋江面前 滚安下马 把头和刀撇在地下 那头败了两败便哭起来 宋江慌忙抱住张衡道 兄弟 你从那里来 阮小七又在何处 张衡道 我不是张衡 宋江道 你不是张衡 却是谁 张衡道 小弟是张顺 因在永津门外 被枪剑攒死 一点幽魂 不离水里飘荡 赶得西湖镇责龙君 收作金华太保 留于水府龙宫为神 今日哥哥打破了城池 兄弟一魂缠住方天定 半夜里随出城去 见哥哥张衡在大江里 来借哥哥身壳 飞奔上岸 跟到五云山脚下 杀了这贼 竟奔来见哥哥 说了 木然倒地 宋江心自浮起 张衡睁开眼 看了宋江并中将 刀剑如林 军事从满 张衡道 我莫不在黄泉 见哥哥吗 宋江哭道 却才你与兄弟张顺附体 杀了方天定这贼 你不曾死 我等都是洋人 你可惊喜着 张衡道 嫩得说实 我的兄弟已死了 宋江道 张顺因要从西湖水底下去 水门入城放火 不想置永金门外跃城 被人知觉 抢剑 喘死在彼 张衡听了 大哭一声 兄弟 莫然到了 众人看张衡时 四肢不举 两眼朦胧 七魄悠悠 三魂摇摇 正是 未从武道将军去 定是无常二鬼催 毕竟张衡闷到 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一分兵涉周到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话说当下张衡 听得到没了他兄弟张顺 烦恼地昏晕了半上 却久得苏醒 宋江道 且伏在帐房里调制 却在问他海上事务 宋江令裴轩 蒋静写露众将功劳 臣寺时分都在迎前聚集 李俊 石秀生擒无职 三元女将生擒张道元 林冲蛇毛戳死冷宫 解针 绝宝杀了翠 直走了石宝 邓元爵 王 朝中 温客让五人 宋江便出榜安抚百姓 赏劳三军 把无职 张道元 借负张昭讨军前 斩首施行 县良元平市 申文宝举座赴阳县令 张昭讨处官领 空头官告 不在话下 众将都到城中歇下 左右报道 阮小七从江里上岸 入城来了 宋江换到帐前问时 说道 小弟和张昭并侯健 断井柱 带领水手 海边密得船只 行至海沿等处 指望便驶入前塘江来 不期风水不顺 打出大洋里去了 即使得回来 又被风打破了船 众人都落在水里 侯健 断井柱 不识水性 落下去淹死海中 众多水手 各自逃生四散去了 小弟赴水到海口 进得这山门 被朝直样倒半 山 覆水回来 却见张昭哥哥 在五云山江里 本带要上岸来 又不知他在那地里 昨夜望见城中火起 又听得连珠炮响 想必是哥哥在杭州城厮杀 以此从江里上岸来 不知张昭曾到岸也不曾 宋江说 张昭之事与阮小七知道 另和他自己两个哥哥 相见了 依前管领水军 头领船志 宋江传令 先调水军头领去江里 收拾江船 伺候征进穆州 想起张顺如此通灵险胜 去永金门外 靠西湖边建立庙宇 提名金华太保 宋江亲去祭典 后来收服方腊 有功于朝 宋江回京 奏之此事 特奉圣旨 赤丰为金华将军 妙识杭州 再说 宋江在行宫内 因私渡江以来 损舍许多江所 心中十分悲怆 却去静慈慈修修舍 水路道场 七昼夜 判施胡时 即把陈明 超赌中将 各社灵魏响戒 做了好事已毙 将方天定宫中 一应进物 进阶毁坏 所有金银 宝贝 罗断等相 奋赏 珠江军校 杭州城百姓 巨宁 设宴庆赏 当与军师 从长计议 调兵收父母舟 此时 已是四月禁建 胡文报道 副都督 刘光氏 并东京天使 都到杭州 宋江当下隐重 将出北关门 迎接入城 旧行宫开读圣旨 赤先锋使 宋江等收缴方辣 类建大功 赤次黄蜂玉酒 三十五平 锦衣三十五领 赏赐正将 七篇将 赵明之给赏赐断皮 原来朝廷只知 公孙圣不曾渡江 收缴方辣 却不知舌了许多头领 宋江建了三十五元 锦衣玉酒 默然伤心 泪不能止 天使问使 宋江把舌的重将的话 对天使说之 天使道 如此折将 朝廷怎知 下官回京 必当奏文 及时设宴款待天使 刘光氏主席 其余大小江左 各依次序而作 遇次酒宴 各个詹恩 县王正偏将左 留下锦衣玉酒赏赐 此日设位 遥空响戒 宋江将一瓶玉酒 一领锦衣 去张顺庙里 呼名响戒 锦衣就穿泥神身上 其余的都指遥空焚化 天使铸了几日 送回京师 不觉迅速光阴 早过了数十日 张昭套差人 积文书来 催促先锋进兵 宋江与吴勇请卢俊一商议 此去牧州 沿江直抵贼朝 此去涉州 却从御岭关小路而去 今从此处分兵争搅 不知贤帝兵去何处 卢俊一道 主兵遣将 听从各个严令 安敢选择 宋江道 虽然如此 誓堪天命 做两队分定人数 写成两个揪子 焚香祈祷 各揪一处 宋江拈揪得牧州 卢俊义拈揪得涉州 宋江道 方辣贼朝 正是清西县邦元洞中 贤帝取了涉州 可囤住军马 申闻非报之会 约日同宫清西贼洞 卢俊义便请宋公明 酌梁分调江左军校 先锋是宋江 带领政篇江左三十六元 攻取牧州并无龙领 军师无用 官胜 花容 秦明 李英 戴宗 朱瞳 李奎 鲁志申 武松 谢真 谢宝 吕方 郭胜 樊瑞 马林 燕顺 宋清 相冲 李滚 王英 护三娘 灵阵 杜兴 蔡福 蔡庆 裴轩 蒋静 玉宝寺 水军头领政篇将左七元 不领船只 随军征进穆州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同盟 同威 孟康 傅先锋 卢俊义 管领政篇将左二十八元 收取涉州并育领官 军师朱武 林冲 胡言卓 史晋 杨雄 石秀 善庭邦 魏定国 孙力 黄信 欧鹏 杜谦 陈达 杨春 李忠 薛勇 邹渊 李立 李云 邹润 汤龙 石勇 石谦 丁德孙 孙心 顾大嫂 张青 孙二娘 当下卢先锋不领政偏将校 共计二十九元 随行军兵三万人马 择日辞了刘都督 别了宋江 引兵往杭州取山路 经过临安县 进发登城去了 却说宋江等整顿船只军马 奋波正偏将校 选日祭其出师 水路并进 传其相迎 此时杭州城内瘟疫盛行 已并倒六元江左 是张恒 慕虹 孔明 朱贵 杨林 白胜 幻体未权 不能征进 旧波木春 诸父看是病人 共是八元 寄留杭州 其余重将 近随宋江 攻取木州 共计三十七元 取路沿 将往复阳县进发 且不说两路军马启程 再说柴锦同 燕青自秀州 李廷别了宋先锋 行至海沿县前 到海边衬船 驶过越州 以礼来到朱济县 渡过渔谱 潜到牧州界上 把关爱将校拦住 柴近高道 某乃是中原一秀氏 能知天文地理 尚会阴阳 识得六甲风云 辨别三光气色 九流三教 无所不通 遥望江南有天子气而来 何故闭塞贤露 把关将校听得柴近言语不俗 便闻姓名 柴近道 某乃姓科名隐 一主一仆 投上国而来 别无他顾 守将剑说 留住柴近 柴人进来牧州报之 又丞相祖师远 参政沈寿 签书还义 元帅唐高四个跟前饼了 便使人揭取柴近 至牧州相见 葛续礼罢 柴近一段话 耸动那四个 更见柴近一表非俗 那里坦然不已 右丞相祖师远大喜 便叫签书还义 引柴近去清西大内朝静 原来牧州 摄州 方辣都有行宫 大殿内却有五府六部总制 在清西县邦元洞中 且说柴近 燕青跟随还义来到清西帝都 先来参见左丞相楼敏中 柴近高谈阔论 一片言语 楼敏中大喜 就留柴近在相府管带 看了柴近 燕青出言不俗 知书通理 先自有八分欢喜 这楼敏中原是清西县教学的先生 虽有些文章 苦不甚高 被柴近这一段话 说得他大喜 过了一夜 次日早朝 等后方辣王子生殿 内列着是与嫔妃才女 外列九卿四乡文武两班 殿前武士金瓜长随侍从 当有左丞相楼敏中初班起奏 中原是孔夫子之乡 今有一贤是姓科名隐 文武兼姿 智勇足备 善是天文地理 能辨六甲风云 贯通天地气色 三教九流 诸子百家 无不通达 望天子气而来 现在朝门外 伺候我主传宣 方辣道 既有贤士到来 便令白衣朝见 各门大使传宣 引柴近道于殿下 拜无起居 山湖万岁以弊 宣入连前 方辣看见柴近一表飞俗 有龙子龙孙气象 先有八分喜色 方辣问道 贤士所言 望天子气而来 在于何处 柴近奏道 陈科尹建居中原 父母双亡 知身学业 传先贤之秘诀 受祖师之旋文 近日夜观前相 见地星明朗 正照东吴 因此 不辞千里之劳 望气而来 特至江南 又见一缕五色天子之气 起自木舟 今得瞻天子圣言 报龙凤之姿 挺天日之表 正应此气 臣不胜 心性之志 言气再败 方辣道 寡人 虽有东南地土之分 尽被宋江等 亲夺城池 将近无地 如之奈何 柴近奏道 臣文古人有言 德之义 诗之义 德之南 诗之南 今陛下东南之境 开机以来 席卷长驱 得了许多周郡 今虽被宋江亲了述处 不久契运复归于圣上 陛下非指江南之境 他时日中原社稷 一属陛下 方辣见此等言语 心中大喜 赤字锦敦命坐 管带玉宴 加封为中书侍郎 自此 柴近每日得进方辣 无非用些阿谀美言产宁 以取其事 未经半月 方辣及内外官僚 无一人不喜柴近 此后 方辣见柴近属世公平 尽心喜爱 却令左丞相楼敏中作媒 把金之公主招赘柴近为驸马 封官主角都位 燕京改名云碧 人都称为云凤位 柴近自从与公主成亲之后 初入宫殿都知内外背信 方辣但有军情重视 便宣柴近至内宫记忆 柴近时常奏说 陛下气色真正 只被刚兴充犯 尚有半年不安 只是并得宋江手下 无了一员战将 刚兴退堵 陛下复兴基业 席卷长驱 直占中原之地 方辣道 寡人手下爱将数员 尽被宋江杀死 四此奈何 柴近又奏道 陈夜观天相 陛下气数 将兴随多数十位 不为正弃 为久毕王 却有二十八宿星相 正来辅助陛下 复兴基业 宋江火内 亦有十数员来降 此也是蜀中兴秀 尽是陛下开疆 斩土之尘也 方辣听了大喜 有师为证 残师当时成太史 何人不罪李灵祥 谁知贵宠柯驸马 一念原来为宋江 且不说柴近坐了驸马 却说宋江不领 大队人马军兵 离了杭州 望赴阳县紧发 时有宝光国师 邓元绝并元帅时保 王朝中 温客让五个 引了败残军马 守住赴阳县关爱 却使人来牧州求救 又丞相祖是远当 拆两员亲军指挥时 引一万军马前来侧应 郑指挥白钦 副指挥景德 两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 来到负阳县 和宝光国师等 合兵一处 站住山头 宋江等大队军马 已到七里湾 水军引着马军 一发前进 师宝见了 上马带流星锤 拿匹风刀 离了负阳县山头 来迎宋江 官圣正欲出马 吕方教导 兄长少庭 看吕方和这四斗几何 宋江在门骑营里看时 吕方一骑马 一知己 只取十宝 那十宝使披风刀相迎 两个斗到五十盒 吕方力切 郭胜见了 便持己纵马 前来加攻 那十宝一口刀 占两知己 没半分露谢 正斗到智处 南边宝光国师 即明罗收军 原来建大江里战船 乘着顺风 都上滩来 却来报案 怕他两处加攻 因此明罗收军 吕方 郭胜 缠住厮杀 那里肯放 十宝又斗了三五合 宋兵镇上朱瞳 一起码一条枪 又去加攻 十宝战不过三将 分开兵器便走 宋将鞭烧一纸 直杀过富阳山岭 使宝军马鱼路 屯扎不住 直到铜炉县界内 宋将连夜进兵 过白丰岭下寨 当夜拆遣谢真 谢宝 燕顺 王矮虎 一丈清取东路 李逵 向冲 李滚 樊瑞 马林取西路 各带一千步军 去铜炉县结寨 江里却叫李骏 三软 二同 孟康七人 取水路进兵 且说谢真等 引着军兵杀到铜炉县时 已是三更天气 宝光国师 郑和石宝 寄军物 猛听的一声炮响 众人上马不迭 急看时 三路火起 朱将跟着石宝 只顾逃命 那里赶来迎敌 三路军马 横冲直撞杀将来 温客让上的马驰 便往小路而走 正撞着王矮虎 一丈清 他夫妻二人一发上 把温客让横拖道拽 活捉去了 李逵和向冲 李滚 樊瑞 马林 只顾在县里杀人放火 宋江剑报 摧散军兵 拔债兜起 直到铜炉县 驻屯军马 王矮虎 一丈倾献温客让请公 宋江交把温客 让借赴杭州张昭 讨钱斩首 不在话下 次日 宋江调兵 水路并进 直到乌龙岭下 过岭便是穆州 此时 宝光国师引着重将 都上岭去把关爱 囤住军马 那乌龙关爱 正靠长江 山郡水急 上礼官房 下牌战舰 宋江军马进 岭下囤住 炸了寨炸 步军中拆李逵 向冲 李滚 引五百牌手 出哨探路 到的乌龙岭下 上面肋目炮石 打僵下来 不能前进 无计可施 回报宋先锋 宋江又差 阮小二 孟康 佟蒙 佟威四个 先召一关 战船上攤 当下阮小二 带了两个副将 引一千水军 分坐一百只船上 摇齐雷鼓 唱着山歌 渐进乌龙岭边来 原来乌龙岭下 那面靠山 却是方辣的水寨 那寨里也囤着 五百只战船 船上有五千来水军 围头的四个水军 总管 名号浙江四龙 那四龙 玉岛龙都总管 陈贵 锦临龙副总管 宅园 冲波龙 左副管 乔政 系诸龙 右副管 谢福 这四个总管 原是前唐江里 烧工 头奔方辣 却守三品 直逝 当日阮小二等 乘驾船只 从急流下水 摇上滩去 南军水寨里 四个总管 已自治了 准备下五十连火牌 原来这火牌 只是大松 沙漠川城 牌上都堆草把 草把内岸藏着 硫磺 燕霄 引火之物 把竹所编柱 排在滩头 这里阮小二和 孟康 同微 同猛四个 只顾摇上滩去 那四个水军 总管 在上面看见了 各大一面 前红好奇 驾四只快船 顺水摇江下来 阮小二看见 鹤令水手放箭 那四只快船便回 阮小二便叫城市赶上滩去 四只快船棒 滩住了 四个总管 却跳上岸 许多水手们 也都走了 阮小二望见 滩上水寨里 船广 不赶上去 正在迟疑间 只见乌龙岭上 把齐一招 筋骨齐鸣 火牌一起点着 望下滩顺风 冲江下来 背后大船一起喊起 都是长枪挠钩 尽随火牌下来 同微 同猛见势大难尽 便把船棒岸 弃了船只 爬过山边 上了山 寻路回寨 阮小二和孟康 物资在船上迎敌 火牌连烧将来 阮小二急下水时 后船赶上 一挠钩搭住 阮小二心慌 怕吃他拿去受辱 扯出腰刀 自吻而亡 孟康剑步势头 急要下水时 火牌上火炮齐发 一炮正打中 孟康头盔 透顶打坐肉泥 四个水军总管 却上火船 煞江下来 李俊和阮小五 阮小七都在后船 见前船失利 沿江岸杀来 只得急忙转船 便随顺水放下铜炉案来 再说 乌龙岭上保光国师 并元率时保 见水军总管得胜 成是隐军杀下岭来 水深不能相赶 路远不能相追 宋兵赴退在铜炉驻扎 南兵也收军上乌龙岭去了 宋江在铜炉扎住寨炸 又见舌了阮小二 孟康 在帐中烦恼 寝食俱飞 梦寐不安 无用于众将 苦劝不得 阮小七 阮小五挂笑已了 自来见劝宋江道 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士 舌的性命 也强似死在凉山坡 埋没了名目 先锋主兵不需烦恼 且请礼国家大事 我弟兄两个 自去复仇 宋江听了 稍稍回言 次日 仍赴整点军马 再要进兵 无用见到 兄长未可急性 且在寻思计策 杜岭未迟 只见谢真 谢宝便道 我弟兄两个 原是猎户出身 巴山杜岭得贯 我两个装作此间猎户 爬上山去 放起一把火来 叫那贼兵大惊 必然弃了官去 无用道 此季虽好 只恐这山险郡 难以进步 躺祸尸角 性命难保 谢真 谢宝便道 我弟兄两个 自登州越狱上梁山坡 托哥哥福音 做了许多年好汉 又受了国家告命 穿了金凹子 今日为朝廷 便焚骨碎身 报答人凶 也不为多 宋江道 贤弟修说这凶话 只愿早早干了大功回京 朝廷不肯亏负我们 你只顾尽心竭力 与国家出力 谢真 谢宝便去栓树 穿了虎皮套袄 腰里各胯一口快刀 提了钢叉 两个来辞了宋江 便去小路望乌龙岭上来 此时才有一更天气 路上撞着两个福禄小军 二人结果了两个 道德岭下时 已有二更 听得岭上寨内 亘古分明 两个不敢从大路走 攀腾兰阁 一步步爬上岭来 是夜月光明朗 如同白日 两个三亭爬了二亭之上 望见岭上灯光闪闪 两个浮在岭门边厅时 上面耿鼓一打四更 谢真暗暗地叫兄弟道 夜又短 天色无多时了 我两个上去罢 两个又攀缘上去 正爬到岩壁崎岖之处 悬崖险峻之中 两个只顾爬上去 手脚都不闲 却把搭脖拴住钢叉 拖在背后 刮得竹藤乱响 山岭上早吃人看见了 谢真正爬在山凹处 只听得上面叫声 这 一挠钩正搭住谢真投进 谢真急去腰里 拔的刀出来时 上面已把他提的脚悬了 解真心慌 连忙一刀砍断挠钩 却从空里坠下来 可怜谢真做了半世好汉 从这百石杖高岩上撞下来 死于非命 下面都是狼牙乱石 粉碎了身躯 谢宝见哥哥滇江下来 急退步下岭时 上头早滚下大小石块 并短弩弓箭 从竹藤里射来 可怜谢宝为了一事猎户 做一块射死在乌龙岭边竹藤丛里 两个生死 天明 岭上差人下来 将谢真 谢宝失守 就风化在岭上 探子听得背戏 抱与宋先锋知道 谢真 谢宝已死在乌龙岭 宋将听得又折了谢真 谢宝 哭得几番昏晕 变幻观圣 花容点兵 取乌龙岭关爱 与四个兄弟报仇 无用见到 人凶不可幸极 以死者皆是天命 若要取官 不可造次 须用神机妙策 智取奇官 方可调兵遣将 宋将怒道 谁想把我们弟兄手足三艇损了一艇 不忍那贼们把我兄弟风化在岭上 今夜必须提兵先去 夺失守回来 据官国埋葬 无用阻道 贼兵将尸风化 成孔有计 兄长未可造次 宋将那里 肯听军师见劝 随即点起三千精兵 带领官圣 花容 吕方 郭胜四将 连夜进兵 到乌龙岭时 已是二更十分 小校报道 前面风化起两个人在那里 敢是谢真 谢宝的尸首 宋将纵马亲自来看时 见两株树上 把竹竿挑起两个尸首 树上削去了一片皮 写两行大字在上 月黑不见分晓 宋将令讨放炮火种 吹起灯来看时 上面写着 宋将早晚也号令在此处 宋将看了大怒 却传令人上述去取尸首 只见四下里火把起起 筋骨乱鸣 团团军马围住 当前领上 早乱剑射来 江里船内水军 都纷纷上岸来 宋将见了 较生苦 不知高低 击退军使 石宝当先截住去路 转过侧手 又是邓元爵杀将下来 直使 规模有四马陵道 光景浑如落凤坡 毕竟宋将军马怎地脱身 且听下回分解 第117回 穆州城建设邓元爵 乌龙岭神著宋公明 话说宋将因要救取谢真 谢宝的诗 到于乌龙岭下 正中了石宝祭策 四下里伏兵齐齐 前有石宝军马 后有邓元爵 截住回路 石宝力声高叫 宋将不下马受降 更待何时 官生大怒 拍马抡刀战石宝 两将交锋未定 后面喊声又起 脑背后 却是四个水军总管 一起登岸 惠同王 朝中从岭上沙江下来 花容急出 当驻后队 变河王交战 抖无数河 花容便走 王朝中成事赶来 被花容守起 急放连珠二剑 射中二将 翻身落马 众军纳声喊 不敢向前 退后便走 四个水军总管 建议连射死亡 朝中不敢向前 因此花容抵敌的住 刺鞋里又撞出两阵军来 一队是指挥白钦 一队是指挥景德 这里宋江镇中二将齐出 吕方便迎住白钦交战 郭胜便与景德相持 四下里分头厮杀 敌一队死战 宋江正慌促间 只听得南军后面 喊杀连天 众军奔走 原来却是李逵引两个 排手向冲 李滚一千步军 从石宝马军后面杀来 邓元决引军却带来救应时 背后撞过鲁制身 武松 两口借刀 横舵直砍 浑铁缠杖 一冲一戳 两个引一千步军 直杀入来 随后又是秦明 李英 朱同 燕顺 马林 横锐 横锐 一丈青 王矮虎 各代马军步军 舍死撞杀入来 四面宋兵 杀散石宝 邓元决军马 就得宋江等 回铜炉县去 石宝也自收兵上领去了 宋江在寨中称谢重将 若非我兄弟相救 宋江已与谢真 谢宝 同为全下之鬼 吴用道 为氏兄长此去 不合余意 唯恐有失 便遣众将相援 宋江称谢不已 且说乌龙领上石宝 邓元决两个元帅 在寨中商议道 吉木宋江兵马 退在铜炉县驻扎 躺货被他思悦小路 渡过岭后 牧州咫尺为矣 不若国师亲往清西大内 面见天子 奏请天调军马 守护这条领埃 可保长久 邓元决道 元帅之言即当 小僧便亡 邓元决随即上马 先来到牧州 见了右丞相祖师远说 宋江兵强人猛 势不可当 军马席卷而来 成恐有事 小僧特来奏请天兵浅江 保守关爱 祖师远听了 便同邓元决上马 离了牧州 一同到清西县邦元冻中 先见了左丞相 楼敏忠说过了 奏请天调军马 次日早朝 方拉升殿 左右二丞相一同 邓元决朝见 拜物已毙 邓元决向前 起居万岁 便奏到 陈僧元决领着圣旨 与太子同守杭州 不想送将军马 兵强降勇 席卷而来 是难迎敌 致被元军 是引诱入城 以致失陷杭州 太子贪战 出奔而亡 近来元决与元帅石宝 退守乌龙岭关爱 近日连斩 宋江四将 声势颇阵 吉木宋江 已进兵到 铜炉筑扎 成恐 早晚贼人 撕月小鹿 透过关来 领爱南宝 请陛下早选良将 天调精锐军马 同保乌龙岭关爱 以图退贼 克服城池 方拉道 各处军兵已都掉进 近日又为 涉州御岭上 关爱甚解 又分去了 数万军兵 只有御林军马 寡人要呼吁大内 如何四散调地开去 邓元决又奏道 陛下不发旧兵 陈僧无奈 若是宋兵渡岭之后 慕舟燕能保守 左丞相楼敏中 出班奏语 这乌龙岭关爱 亦是要紧去处 陈之御林军兵 总有三万 可分一万根国师 去保守关爱 其我王胜健 方拉不听楼敏中之言 坚持不肯 调拨御林军马 去救乌龙岭 当日朝霸 众人出内 楼成乡与仲官商议 只交组成项目 周分议员将 拨五千军 与国师与保乌龙岭 因此 邓元决同祖师远回牧周来 选了五千精锐军马 首将议员下侯城 回到乌龙岭寨内 与石宝说之此事 石宝道 既是朝廷不拨御林军马 我等且守住关爱 不可出战 拨四个水军总管 老手摊头江岸边 但有船来 便去杀退 不可进兵 且不说保光国师同石宝 白钦 景德 下侯城五个守住乌龙岭关爱 却说 宋江自折了江所 只在铜炉县驻扎 按兵不动 一驻二十余日 不出交战 忽有探马报道 朝廷又拆铜淑蜜姬赏赐 已到杭州 听之分兵两路 铜淑蜜转拆大将王炳分击赏赐 投玉岭关卢先锋军前去了 铜淑蜜即日便到 亲击赏赐 宋江剑报 便与无用重将都离县二室里迎接 来到县制里开读圣旨 便将赏赐分给重将 宋江等参拜铜淑蜜 随即设宴管带 铜淑蜜问道 征进之间多听的损舌江左 宋江垂泪禀道 往年跟随赵书向北征辽鲁 兵将全胜 端帝不曾舍了一个将校 自从凤翅来征方辣 为离京师 首先去了公孙盛 价钱又留下了数人 进兵渡的将来 但到一处必折损数人 近又有八九个江左 并倒在杭州 存亡未保 前面乌龙岭厮杀二次 又折了几将 盖阴山险水急 难以对阵 急切不能打头关爱 正在幽黄之际 幸得恩相到此 铜淑蜜道 金上天子 多知先锋建立大功 后闻损舌江左 特插下官 尹大将王炳 赵潭前来助阵 一使王炳 击赏往卢仙峰处 分给散仲将去了 随唤赵潭与宋江等相见 距于铜卢县驻扎 尹燕管带已了 次日 铜淑蜜整点军马 欲要去打乌龙岭关爱 无用见到 恩相未可轻动 且差燕顺 马林去西辟小境去处 寻觅当村土居百姓 问其向导 别求小鹿 渡得关那边去 两面加工 彼此不能相顾 此关唾手可得 宋江道 此言极妙 随即差遣马林 燕顺引数十个军舰 去村落中 寻访百姓问路 去了一日 至晚引将一个老儿来见宋江 宋江问道 这老者是圣人 马林道 这老的是本处土居人户 都知这里路径西山 宋江道 老者 你可指引我一条路径过乌龙岭去 我自重重赏你 老儿告道 老汉祖居是此间百姓 类被方辣残害 无处逃躲 幸得天兵到此 万民有福 再见太平 老汉指引一条小路过乌龙岭去 便是东莞 去牧州不远 便到北门 却转过西门 便是乌龙岭 宋江听了大喜 随即叫取银雾 赏了引路老 留在寨中 诱着人与酒饭管带 次日 宋江请起同书密手把铜炉县 自领政偏将一十二元 取小路进发 那十二元是花荣 秦明 鲁智深 武松 代宗 李逵 樊瑞 王英 护三娘 相冲 李滚 陵阵 随行马步军兵一万人数 跟着引路老儿便行 马斋乱龄 军是贤眉急走 至小牛岭 已有一伙军兵拦路 宋江便叫李逵 向冲 李滚冲杀入去 约有三五百首陆贼兵 都被李逵等杀进 四更前后 已到东莞 本出手把将武应兴 听得宋兵已透过东莞 思量部下只有二千人马 如何赢敌得 当时一哄都走了 竟回牧州 鲍鱼 祖丞相等知道 今被宋江军兵思越小路 已透过乌龙岭这边 进到东莞来了 祖是远听了大京 极具重将商议 宋江以令炮手临阵 放弃连珠炮 乌龙岭上寨中石宝等厅的大京 及时指挥白清隐军探时 见宋江旗号 变天变地 摆满山林 急退回岭上寨中 暴雨石宝等 石宝变道 既然朝廷不发救兵 我等只坚守关爱 不要去救 邓元爵变道 元帅诧异 如今若不调兵 救应牧州 也自有渴 躺祸内院有失 我等亦不能保 你不去时 我自去救应牧州 石宝苦劝不住 邓元爵点了五千人马 输了蝉杖 带领夏侯城下岭去了 且说宋江引兵到了东莞 且不去打牧州 先来取乌龙岭关爱 却好正撞着邓元爵 军马渐进 两军相迎 邓元爵当先出马挑战 花容看见 便向宋江耳边滴滴道 此人则处如此如此可惑 宋江点头道士 就嘱咐了秦明 两将都会议了 秦明首先出马 便和邓元爵交战 逗到五六和 秦明回马便走 众军各自东西四散 邓元爵看见秦明输了 倒撇了秦明 竟奔来捉宋江 原来花容已准备了 护持着宋江 只带邓元爵来的较劲 花容满满地攀着弓 去得亲切照面门上搜的一箭 公开满月 剑发流星 正中邓元爵面门 坠下马来 被众军杀死 一起卷杀龙来 南兵大败 夏侯城底敌不住 便奔目周去了 宋兵直杀到乌龙岭边 泪目炮时打江下来 不能上去 宋兵却杀转来 先打牧周 且说祖城相见守 将夏侯城袍来报说 宋兵已渡过东莞 杀了邓国师 即日来打牧周 祖师远听了 便差人同夏侯城去清西大内 请楼城向入朝起奏 现今宋兵已从小路透过到东莞 前来攻打牧周甚急 其我王早发军兵就应 吃言避之失陷 方拉听了大惊 集宣殿前太尉正彪 点宇一万五千御林军马 星夜去救牧周 正彪奏道 陈领圣旨 其请天师同行侧应 可敌宋江 方拉准奏 便宣灵应天师包道矣 当时宣召天师 直至殿下面军 包道已打了其手 方拉传指道 今备宋江兵马 看看亲犯寡人地面 累次献了城池兵将 吉木宋兵聚到牧周 渴望天师阐阳道法 护国救民 以保江山社稷 包天师奏道 主上宽心 贫道不才 平兄中之学识 仗陛下之红福 一扫宋江兵马 方拉大喜 赐座设宴管带 包道已引言罢 此地出巢 包天师便和正彪 下侯城 商议起君 原来这包道已祖 是金化山中人 幼年出家 学左道之法 向后跟了方拉 谋判造反 但与交锋 必是妖法害人 有一口宝剑 好为玄缘混天剑 能非百步取人 协助方拉 行不仁之事 因此尊为灵应天师 纳正彪 原是雾州 兰西县都头出身 自幼使得枪棒灌熟 遭及方拉 做到殿帅太尉 酷爱道法 礼拜包道 以为师 学得他许多法术在身 但与厮杀之处 必有云气相随 因此人忽为正魔君 这下侯城 一是雾州山中人 原是猎虎出身 灌世刚叉 自来随着组成相馆领木舟 当日三个 在殿帅府中 商议起军 门历报道 有四天太监 普文英来见天师 问其来故 普文英说道 文之天师与太尉 将军三位 提兵去和送兵战 文英夜观前向 南方江兴 皆是吴光 宋江等江兴 尚有一半明朗者 天师此行虽好 只恐不立 何不回奏主上 商量头败为上 且解异国之恶 包天师听了大怒 撤出玄缘混天剑 把这普文英一剑 挥为两段 急动文书 伸走方辣去气 不在话下 史观有诗日 王弃东南以剑销 游平左道 用人妖 文英既时真天命 何事捐生在尾巢 当下便遣正标为先锋 调前部军马 出城前进 包天师为中军 下侯成为和后 军马进发 来救穆州 且说宋江兵将攻打穆州 未见次第 胡文探马报来 清晰救军到了 宋江听罢便拆王矮虎 一仗轻两个出哨迎敌 夫妻二人带领三千马军 投轻西路上来 正迎着正标 首先出马 便与王矮虎交战 两个更不打话 排开阵势 交马便斗 踩到八九河 只见正标口里念念有词 贺声道 急 就到盔顶上流出一道黑气来 黑气之中 立着一个金甲天神 手持降魔宝杵 从半空里打僵下来 王矮虎看见 吃了一惊 手忙脚乱 试了枪法 被正魔军一枪戳下马去 一仗轻看见戳了 他丈夫落马 挤舞双刀去救使 正标便来交战 略战一和 正标回马便走 一仗轻要报丈夫之仇 急赶将来 正魔军挟住铁枪 疏手去身边 紧带内摸出一块镀金铜砖 扭回身 看着一仗轻面门上纸一砖 打落下马而死 可怜能战家人 到此一场春梦 那正魔军招转军马 却敢送兵 送兵大败 回见送江 诉说王矮虎 一仗轻被正魔军戳打伤死 带去军兵 折其大半 送江听得又舍了王矮虎 一仗轻心中大怒 急点起军马 引了李逵 向冲 李滚 带了五千人马 前去迎敌 早见正魔军军马一到 送江怒气田兄 当先出马 大贺正彪道 逆贼怎敢杀五二将 正彪便提枪出马 要斩送江 李逵见了大怒 撤起两把板斧 便飞奔出去 向冲 李滚 急五蛮牌遮户 三个直冲 杀入正彪怀里去 那正魔军回马便走 三个只赶入南兵镇里去 送江恐舌了李逵 急招起五千人马 一起掩杀 南兵四散奔走 送江且叫明金收兵 两个牌手当的李逵回来 只见四下里乌云照合 黑气漫天 不分南北东西 白昼如夜 送江军马 前无去路 但见 阴云似合 黑雾漫天 下一阵风雨滂沱 起树声怒雷猛烈 山川阵洞 高低浑死天崩 西剑癫狂 左右却如地陷 悲悲鬼哭 滚滚神嚎 定睛不见半分行 马尔维文千数响 送江军兵 当被正魔军使妖法 黑暗了天地 迷踪失路 撞到一个去处 黑漫漫不见遗物 本部军兵自乱起来 送江仰天探阅 莫非无当死于此地 从四十直至未排 方才黑雾消散 未有些光亮 看见一周遭都是金甲大汉 团团围住 送江见了 京岛在地 口中只称 其次早死 不敢仰面 耳边只听的风雨之声 手下众军将士 一个个都伏地受死 只等刀来砍杀 须于风雨过处 送江却剑刀不堪来 有一人来掺送江 口称 请起 送江抬头仰脸看时 只见面前一个秀才来扶 看那人时 怎生打扮 但见 透过乌纱软角糖巾 身穿白罗园领凉衫 腰记乌锡巾 竖带 足穿四缝干燥巢 面如腹粉 纯若屠珠 堂堂七尺之躯 楚楚三巡之上 若非上界灵官 定是九天尽事 送江见了诗经 起身叙礼 便问秀才高姓大名 那秀才答道 小生姓少明郡 土居于此 金特来报之一事 方十三气数将近 旨在寻日可破 小生多曾与义士出力 金虽受困 旧兵已至 义士知否 宋江再问道 先生 方十三气数 何时可获 少秀才把手一推 宋江忽然惊觉 乃是难科一梦 醒来看时 面前一周遭大汗 却原来都是松树 宋江大教军将起来 寻路出去 此时云收雾脸 天朗气轻 只听得松树外面 发喊将来 宋江便领起军兵 从里面杀出去时 早望见鲁至身 武松一路杀来 正与郑标交手 那包天师 在马上见武松 使两口戒刀 不行直取郑标 包到已便 巷鞘中撤出 那口悬缘 混天剑来 从空飞下 正砍中武松左臂 血晕倒了 却得鲁至身一条缠杖 奋力打入去 救得武松时 倚自左臂 砍得灵丁将断 却夺得他那口混天剑 武松醒来 看见左臂已折 灵丁将断 一发自把戒刀割断了 宋江先教军校服 送回寨江西 鲁至身却杀入后阵去 正遇着夏侯城交战 两个斗了树河 夏侯城败走 鲁至身一条缠杖 直打入去 南军四散 夏侯城便往山林中奔走 鲁至身不舍 赶入深山里去了 且说正魔军纳斯 又引兵赶将来 宋军阵内的李逵 向冲 李滚三个剑了 便武起蛮牌 飞刀 镖枪 板斧 一起冲杀入去 那正魔军迎敌不过 越岭渡西而走 三个不识路径 只要立功 死命赶过西去 紧追正标 西西岸边 抢出三千军来 截断送兵 向冲击回时 早被岸边两将拦住 便叫李逵 李滚石 以过西赶关标去了 不想前面西剑右身 李滚先一跤跌翻在西里 被南军乱剑射死 向冲击钻下岸来 又被绳索半翻 却带要挣扎 众军乱上 剁作肉泥 可怜李滚 向冲到此 英雄怎使 只有李逵独自一个 赶入深山里去了 西边军马随后 西江去 未经办理 背后喊声震气 却是花容 秦明 樊瑞三将引军来救 杀散南军 赶入深山 救得李逵回来 只不见了鲁智深 众将齐来参见宋江 诉说追赶正魔军 过西厮杀 折了向冲 离滚 只救了李逵回来 宋江听罢 痛哭不止 整点军兵 折其一庭 又不见了鲁智深 武松已折了左臂 宋江正枯之间 探马报道 军师吴用和官胜 李英 朱同 燕顺 马林 提一万军兵 从水陆到来 宋江迎见吴用等 便问来情 吴用答道 铜书密自有随行军马 并大将王炳 赵潭 都督刘光氏又有军马 已到乌龙岭下 只留下吕方 郭胜 裴轩 蒋静 蔡福 蔡庆 杜兴 玉宝四病 水军头领李俊 阮小武 阮小七 同威 同盟等十三人 其余都跟吴用到此侧应 宋江诉说 折了江左 武松已成了废人 鲁之身又不知去向 不由我不伤感 吴用劝道 兄长且一开怀 吉木正是秦桌方蜡之时 只以国家大势为重 不可忧损贵体 宋江指着许多松树 说梦中之事与军师之道 吴用道 既然有此灵验之梦 莫非此处方于庙宇 有灵险之神 故来护有兄长 宋江道 军师所见吉当 就与足下进山寻访 吴用当与宋江信 不行入山林 未及半剑之地 松树林中早见一所庙宇 金书牌额上写 乌龙神庙 宋江 无用 入庙上殿看时 斥了一惊 殿上素的龙君圣像 正和梦中见者无异 宋江在拜肯谢道 多蒙龙君神圣救护之恩 未能报谢 望起灵神助威 若平复了方辣 竟当一例伸奏朝廷 重建庙宇 甲封圣号 宋江 无用拜坝下街 看那石碑石 神乃唐朝一进士 姓邵明郡 应举不地 坠以将而死 天地连其中职 赐作龙神 本出人民其风的风 其语得语 以此建立庙宇 似时响继 宋江看了 随即教取无朱白杨 祭祀以臂 出庙来再看背戏 见周遭松树显化 可为一事 直至如今 沿州北门外 有乌龙大王庙 一名万松林 古迹尚存 有诗为证 忠心一点鬼神之 按理维持信有之 欲识龙君真姓字 万松林下读残碑 且说宋江 谢了龙君庇佑之恩 出庙上马 回到中军寨内 便与无用商议 打木舟之策 坐至半夜 宋江觉得神思困倦 伏己而握 只闻一人报约 有少秀才向访 宋江急忙起身 出仗迎接时 只见少龙君 长衣宋江道 昨日若非小生救护 亦是已被包到 以做起写法 松树化人 秦或足下矣 世间深感祭奠之礼 特来致谢 旧行报之 穆舟来日可破 方十三巡日可擒 宋江正带邀请 入仗在问间 忽被风声一角 撒然绝来 又是一梦 宋江急请军师原梦 说之其事 无用道 既是龙君如此显灵 来日便可进兵 攻打穆舟 宋江道 言之极当 至天明 传下军令 点起大队人马 攻取穆舟 便拆燕顺 马铃守住乌龙岭 这条大路 却调官圣 花荣 秦明 诸同四元正将 当先进兵 来取穆舟 便往北门攻打 却令临阵 施放九乡子母等火炮 直打入城去 那火炮飞将起去 阵的天崩地洞 越汉山摇 城中军马 惊得浑霄破丧 不杀自乱 且说包天师 正魔军后军 已被鲁制身杀散 追赶下侯城 不知下落 那时已将军马 退入城中屯住 却和右城向祖誓远 参政审授 签书还义 元帅唐高 守将武应兴等商议 宋兵已至 何以解救 祖誓远道 自古兵临城下 将至豪边 若不死战 何以解之 打破城池 必被擒货 是在危急 尽须向前 当下正魔军引着唐高 武应兴 并崖将十数员 领精兵一万 开放城门 与宋江对敌 宋江交把军马 掠退半剑之地 让他军马出城百列 那包天师拿着把交椅 坐在城头上 祖丞相 沈参政并还签书 皆坐在敌楼上看 正魔军便挺枪越马出战 宋江镇上大刀观胜 出马五刀 来战正标 二将交马 斗不述和 那正标如何敌的观胜 只半的价格遮拦 左右多闪 这包道椅 正在城头上看了 便坐妖法 口中念念有词 和声道 急 念着那柱咒法 吹口气去 正魔军头上滚出一道黑气 黑气中间 显出一尊金甲神人 手提降魔宝杵 往空打江下来 南军队里 荡起昏灯灯黑云来 宋江见了 便换混世魔王樊锐来看 急令做法 并自念天书上回风破暗的秘咒秘诀 只见观胜头盔上 早卷起一道白云 白云之中 也显出一尊神将 红发青脸 闭眼獠牙 起一条乌龙 手指铁锤 去占正魔军头上 那尊金甲神人 下面两军呐喊 二将交锋 战无数核 只见上面那骑乌龙的天将 站退了金甲神人 下面观胜一刀 砍了正魔军于马下 包刀已见宋军中风起雷响 急待其身时 被灵阵放起 一个轰天炮 一个火弹子 正打中包天师 投合身躯鸡的粉碎 南兵大败 城市杀入木舟 朱童把元帅弹高一枪戳在马下 李英飞刀 杀死守将五英星 牧州城下 见一伙炮打中了包天师身躯 南军都滚下城去了 宋将军马一杀入城 众将一发向前 升勤了祖丞相 审参政 还签书 其余牙将 不问姓名 拒被宋兵杀死 宋将等入城 先把火烧了方辣行弓 所有金箔 就赏予了三军中将 便出榜门 安抚了百姓 尚无字典军未了 探马飞宝将来 西门乌龙岭上 马林被白钦一镖 枪镖下去 石宝赶上 附了一刀 把马林剁作两段 烟顺见了 便向前来战时 又被石宝纳斯 一流星锤打死 石宝得胜 吉木隐军成事杀来 宋将听得 又舌了烟顺 马林 扼腕痛哭不尽 吉差官盛 花容 秦明 诸同四园正将 迎敌石宝 白钦 就要取乌龙岭关爱 不是这四园 将来乌龙岭厮杀 有份教 清西县里 薛平少聚贼兵 帮园洞中 活捉草头天子 执教 宋将等 鸣彪 青史千年载 攻拨 青十万古船 毕竟宋将等 怎的营敌 且听下回分解 第100是八回 卢俊逸大战 御岭关 宋公明智取 清西洞 话说当下 官胜等 四将飞马引军 杀到乌龙岭上 正接着石宝军马 官胜在马上大鹤 贼将安敢 杀吾弟兄 石宝见识官胜 无心恋战 便退上岭去 指挥白钦 却来斩官胜 两马相交 军器并举 两个斗不到石河 乌龙岭上 及右鸣罗收军 官胜不敢 岭上军兵自乱起来 原来石宝只顾在岭东厮杀 却不提防 岭西已被同疏密大区人马 杀上岭来 宋军中大将王炳 便和南兵指挥景德司 两个斗了石河之上 王炳将景德斩于马下 自此 吕方 郭胜 首先奔上山来夺岭 位急到岭边 山头上早飞下一块大石头 将郭胜和人连马 打死在岭边 这面领东官胜望见岭上大乱 秦之岭西有宋兵上岭了 急招重将 一起都杀上去 两面加弓 岭上混战 吕方却好迎着白钦 两个交手厮杀 斗不到三合 白钦一枪朔来 吕方闪个过 白钦那条枪 从吕方泪下戳个空 吕方这知己 却被白钦拨个倒横 两将在马上 各施展不得 都弃了手中军器 在马上你我四相揪住 原来正遇着山林险军处 那马如何立得搅牢 二将使得立猛 不想连人和马都滚下岭去 这两将坐一处 死在那岭下 这边官胜等重将不行 都杀上岭来 两面尽是宋兵 已杀到岭上 石宝看见两边全无去路 恐吃捉了受辱 便用披风刀自吻而死 宋江重将 夺了乌龙岭关爱 官胜吉令人抱之宋先锋 江离水寨中 四个水军总管 见乌龙岭已失 牧州巨县 都弃了船只 逃过对江 被隔岸百姓 升勤得成贵 谢福 借宋陷入牧州 走了宅远 乔政不知去向 宋兵大队回到牧州 宋江得知 出城迎接 同书密 刘都督入城屯住 安营已了 出榜招府军民赴业 南兵投降者 勿之奇数 宋江尽将苍凹两米 给三百姓 各归本乡 赴为两民 将水军总管 成贵 谢福 歌父取心 智记兄弟阮小二 孟康 并在乌龙岭王国 一英江所 前后死魂 拒接受响 再叫李俊等水军 将左管领了许多船只 把祸到贼手尾官 借送张昭 讨军前去了 宋江又见舌了吕方 郭胜 惆怅不已 暗兵不动 等候卢先锋兵马 同取清晰 且不说宋江在牧州囤住 却说傅先锋 卢俊义 自从杭州分兵之后 统领三万人马 本部下正偏将左二十八元 引兵取山路望 杭州进发 经过临安镇前王故都 到进御岭关前 守官把爱 却是方辣手下一员大将 绰号小养游鸡旁万春 乃是江南方辣国中 第一个会射弓箭的 带领着两员副将 一个换作雷炯 一个换作忌忌 这两个副将 都登的七八百斤进弩 各会使一只极离孤独 手下有五千人马 三个手把御岭关爱 听之送兵奋波 傅先锋卢俊义引军到来 已都准备下了对敌器械 只带来军相进 且说卢先锋军马将刺进 御岭关前 当日先拆使进 石秀 陈达 杨春 李忠 薛勇六元将校 带领三千步军前去出上 当下使进等六将都骑战马 其余都是步军 以李哨到关下 并不曾撞见一个军马 使进在马上心移和重将商议 说言未了 早已来到关前 看时 剑官上竖着一面彩袖白旗 旗下立着那小养游鸡旁万春 看了使劲等大笑 骂道 你这伙草贼 只好在梁山坡里住 乐宋朝朝安告命 如何赶来我这国土里装好汉 你也曾闻俺小养游鸡的名字吗 我听得你这丝火里 有个这么小里广花容 着他出来 和我比剑 先教你看我神剑 说言未了 搜的一剑 正中使劲下马去 武将一起急急向前 救得上马便回 又见山顶上一声啰响 左右两边松树林里 一起放剑 武员将顾不得使劲 个人逃命而走 转得过山嘴 对面两边山坡上 一边是雷炯 一边是祭祭 那弩箭如雨一般射将来 总是有十分英雄 也躲不得这般的箭矢 可连水浒六元江所 都做难科一梦 使劲 石秀等六人 不曾透的一个出来 做一堆都被射死在关下 三千部族 只剩得百余个小军 逃得回来 见卢先锋说之此事 卢先锋听了大惊 如极四岁 带了半赏 神机军师诸武为臣达 杨春垂泪已毙 见到 先锋且无烦恼 有无大事 可以令商量一个计策 去夺关斩江 抱此仇恨 卢俊一道 宋公明兄长 特分许多将校于我 今番不曾赢得一阵 首先倒折了六将 更兼三千君族 只有得百余人回来 似此怎生到 涉州相见 诸武达道 古人有云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我等皆是中原 山东 河北人士 不曾惯严水战 因此试了地利 须获得本处乡民 指引路径 方才知的 他此间山路曲折 卢先锋道 军师言之极荡 差谁去积探路径好 诸武道 论我余意 可岔鼓上早十千 他是个飞檐走壁的人 好去山中寻路 卢俊一随即叫唤十千 领了言语 捎带了干粮 胯口腰刀 离寨去了 且说十千便往深山去处 只顾走寻路 去了半日 天色已晚 来到一个去处 远远地望见一点灯光明朗 十千道 灯光处必有人家 趁黑地里摸到灯明之处看时 却是个小小安堂 里面透出灯光来 十千来到安前 便钻入去看时 见里面一个老和尚 在那里做的诵经 十千便乃敲他房门 那老和尚换一个小行者来天门 十千进到里面 便拜老和尚 那老僧便道 客观修拜 现今万马千军厮杀之地 你如何走得到这里 十千应道 十不敢瞒师父说 小人是梁山坡送江的部下 一个偏将十千的便士 近来奉圣直角收方辣 谁想夜来被御领官上手把贼将 乱剑射死了我六元守将 无忌度官 特差事迁前来寻路 探听有何小路过关 今从深山旷野寻到此间 万望师父止迷 有何小静 思悦过关 当以后报 那老僧道 此间百姓 具备方辣残害 无一个不愿恨他 老僧依靠此间 当方百姓施主 积粮养口 如今村里的人民都逃散了 老僧没有去处 只得在此守死 今日幸得天兵到此 万民有福 将军来守此贼 与民除害 老僧只是不敢多口 恐防贼人之的 今既是天兵处差来的头目 便多口也不防 我这里却无路过德关去 直到西山岭边 却有一条小路 可过关上 只怕近日也被贼人 阻断了 过去不得 十千道 师父 既然有这条小路通的关上 知不知可到得贼债里吗 老和尚道 这条四路 已经直到得旁万春寨背后 下岭去 便是过关的路了 指控贼人 已把大石块阻断了 难得过去 十千道 不防 既有路径 不怕他阻断了 我自有措置 既然如此 小人回去报之主将 却来酬谢 老和尚道 将军见外人时 休说贫僧多口 十千道 小人是个精细的人 不敢说出老师父来 当日辞了老和尚 竟回到寨中 参见卢先锋 说之此事 卢俊一听了大喜 便请军师记忆取官之策 祝武道 若是由此路径 去此御领官 唾手而得 再差一个人和十千同去 干此大事 十千道 军师要干甚大事 祝武道 最要紧的是放火放炮 你等身边将带火炮 火刀 火石 只要去纳寨背后 放起号炮火来 便是你干大事了 十千道 既然只是要放火放炮 别无踏实 不需再用别人同去 只兄弟自往便是 再差一个同去 也跟我做不得飞檐走壁的事 道武了时候 假如我去那里行事 你这里如何到的官边 朱武道 这却容易 他那贼人的埋伏 也只好使一变 我如今不管他埋伏不埋伏 但是于陆域这树木 稠密去处 便放火烧将去 任他埋伏不防 十千道 军师高见吉明 当下收拾了火刀 火石 并引火煤桶 脊梁上用包袱 背着大炮 来赐炉先锋便行 卢君一叫十千 积银二十两 两米一弹 送于老和尚 就着一个军校条去 当日午后 十千引了这个军校挑米 在寻旧路来到安里 见了老和尚 说道 主将先锋 多多拜父 些小薄礼相送 便把银粮米粮 都与了和尚 老僧收受了 十千吩咐小军 自回寨去 却再来告父老和尚 望凡指引路径 可这行者引小人去 那老和尚道 将军哨待夜深可去 日间恐观赏知觉 当被晚饭带十千 至夜 却令行者引路 送将军到于那边 便叫行者急回 嗅叫人知觉 当时小行者领着十千 离了草庵 便往深山境里寻路 川林透岭 兰阁攀腾 行过树里山境野坡 月色微明到一处 山林险峻 石壁错额 远远的望减 开了个小路口 殿岩上 尽把大师堆叠气断了 高高筑成墙壁 小行者道 将军 官已望减 石碟墙壁那边便是 过得那石壁 亦有大路 十千道 小行者 你自回去 我已知路途了 小行者自回 石千却把飞檐走壁 跳离骗马的本事出来 这些石壁 粘纸爬过去了 望东去使 只见林木之间 半天架都鸿满了 却是卢先锋 和朱武等拔寨都起 一路上放火烧着 望关上来 先是三五百军人 于路上打兵尸首 沿山八岭 放火开路 使其埋伏军兵 无处藏躲 玉岭关上 小养游鸡旁 万春闻之 宋兵放火烧林开路 旁万春道 这是他进兵之法 使无福兵不能施展 我等只劳守此关 忍辱何能得过 望见宋兵 渐进关下 带了雷炯 祭祭 都来关前守护 却说石千 一步步摸到关上 爬在一株大树顶头 伏在枝叶愁密处 看那旁万春 雷炯 祭祭 都将弓箭探弩 伏在关前伺候 看见宋兵时 一派驾把火烧将来 中间临冲 忽炎卓立马在关下 大骂 贼将安敢抗拒天兵 南兵旁万春等却 带要放箭射时 不提防石千 已在关上 那时 千悄悄地溜下树来 转到关后 见两堆柴草 石千便摸在里面 取出火刀 火石 发出火种 把火炮搁在柴堆上 先把些硫磺燕消 去烧那边草堆 又来点着这边柴堆 却才方点着火炮 拿那火种带了 直爬上关屋脊上去点着 那两边柴草堆里 一起火起 火炮震天驾响 关上中将 不杀自乱 发起喊来 众军都只顾走 那里有心来迎敌 旁万春和两个副将 急来关后救火时 石千就在屋脊上 又放起火炮来 那火炮震得关屋也动 吓得南兵都弃了 刀枪弓箭 一刨铠甲 尽往关后奔走 石千在屋上大叫道 已有一万宋兵先过关了 如等及早投降 绵辱一死 旁万春听了 惊得魂不附体 只管跌脚 雷炯 忌忌惊得麻木了 动弹不得 林冲 忽炎卓 首先上山 早赶到关顶 众将都要争先 一起赶过关去三十余里 追着南兵 孙立生勤的雷炯 魏定国火拿了忌忌 单单直走了旁万春 手下军兵 勤捉了大半 宋兵已到关上 囤住人马 卢先锋 得了御领关 厚赏了十千 将雷炯 忌忌 就关上歌父曲心 响继使剑 石秀等六人 收拾尸骸 葬于关上 其余尸首 进阶烧化 次日 宇童诸将 披挂上马 一面行文身负 张昭讨 非报得了御领关 一面引军前进 以礼追赶过关 直到摄州 城边下寨 原来摄州首谕 乃是皇叔大王方赫 是方辣的亲叔叔 宇童两员大将 官丰文职 共守摄州 一个是尚书王淫 一个是侍郎高玉 统领十数员战将 屯绝二万之众 守住摄州城郭 原来王上书是本州山里 石将出身 冠石一条钢枪 坐下有一匹好马 明幻转山飞 那匹战马 登山渡水 如行平地 那高侍郎 也是本州土人 顾家子孙 会使一条边枪 因这两个颇通文末 方辣家风 做文职官爵 管领兵权之士 当有小养游击旁万春 败回到摄州 直至行宫 面走皇叔 告道 被土居人民透露 诱引宋兵 思越小路过关 因此 众军慢散 难以抵敌 皇叔方赫听了大怒 赫骂旁万春道 这预领官是摄州 第一处要紧的墙壁 今被宋兵已渡关爱 早晚便到摄州 怎与他迎敌 王上书奏道 主上且息雷霆之怒 自古道 胜负兵家之长 非一战之罪 金殿下全勉旁将军本罪 取了军令必胜文状 着他引军 首先出战迎敌 杀退宋兵 如获不胜 二罪俱病 方赫然其言 波宇军五千 跟庞万春出城迎敌 得胜回奏 且说卢俊义渡过御领官之后 崔兵只赶到摄州城下 当日与诸将上前攻打摄州 城门开出 庞万春引军出来交战 两军各列成阵势 庞万春出到阵前乐战 宋军队里欧鹏出马 使跟铁枪 便和庞万春交战 两个斗不过五合 庞万春败走 欧鹏要险投攻 纵马赶去 庞万春扭过身躯 被射一剑 欧鹏手段高强 挫剑在手 原来欧鹏却不提防 庞万春能放连珠剑 欧鹏挫了一剑 只顾放心去赶 弓贤响出 庞万春又射第二支剑来 欧鹏早着 坠下马去 城上王尚书 高士郎剑射中了欧鹏落马 庞万春得胜 引领城中军马 一发赶杀出来 宋军大败 退回三十里下寨 扎住军马安营 整点兵将时 乱军中又舍了蔡元子张青 孙二娘见丈夫死了 哲令手下军人 寻得失手烧化 痛哭了一场 卢先锋看了 心中纳闷 思量不适量法 便和朱武记忆道 今日进兵 又舍了二将 似此如之奈何 朱武道 输赢胜负 兵家常事 今日贼兵 见我等退回军马 自逞其能 众贼记忆 今晚成事必来结战 我等可把军马重将 分调开去 四下埋伏 中军负己之阳在比 如此如此整顿 教乎严卓 隐义之军在左边埋伏 林冲隐义之军在右边埋伏 丹廷邦 魏定国隐义之军在背后埋伏 其余偏将 各于四散小路里埋伏 夜间贼兵来时 只看中军火起为号 四下里各自捉人 卢先锋都发放矣了 各各自去守备 且说南国王尚书 高侍郎两个颇有些谋略 便与旁万春等商议 尚起皇叔方赫道 今日送兵败回 退去三十余里囤住 迎债空虚 军马必然疲倦 何不成事去结债诈 必获全胜 方赫道 你仲官从长计议 可行便行 高侍郎道 我便和旁将军引兵 去结债 尚书与殿下 谨守承持 当一二将 披挂上马 引领军兵前进 马斋鸾铃 军士贤眉急走 前到宋军寨诈 看见迎门不开 南兵不敢善进 初师听得更点分明 向后亘古 便打得乱了 高侍郎乐住马道 不可进去 旁万春道 相公如何不进兵 高侍郎答道 听他营里更点不明 必然有计 旁万春道 相公勿矣 今日兵败胆寒 必然困倦 睡里打羹 有甚分晓 因此不明 相公何必建议 只顾杀去 高侍郎道 也见得事 当下催军结债 大刀阔斧 煞将进去 二将入得寨门 直到中军 并不见一个军将 却是柳树上 附着树枝羊 羊蹄上拴着骨锤打骨 因此更点不明 两将截着空寨 心中自慌急叫 重计 回身便早 中军内却凿火起 只见山头上炮响 又放起火来 四下里扶兵乱起 骑杀将龙来 两将冲开寨门奔走 正迎着忽颜拙 大鹤 贼将快下马受降 绵如一死 高侍郎心慌 只要脱身 无心恋战 被忽颜拙赶进去 手起双边旗下 脑袋骨打碎了半个天灵 庞万春死命 撞头重围 得脱性命 正走之间 不提防汤龙福在路边 被他一勾连枪拖到马脚 活捉了解来 众将已都在山路里 赶杀南兵 致天明都负债利来 卢先锋已先到中军坐下 随即下令 点本部将所时 丁德孙在山路草中 被毒蛇咬了脚 毒气入腹而死 将旁万春歌赴湾心 继线欧鹏 并使进等 把首级姐夫张昭 讨军前去了 此日 卢先锋与同诸将 在进兵到摄州城下 见城门不关 城上并无惊奇 城楼上亦无军事 丹廷邦 魏定国两个要夺头功 引军便杀入城去 后面中军卢先锋赶到时 只叫得苦 那二将已到城门里了 原来王尚书建设了结债人马 只乍坐弃城而走 城门里却绝下陷坑 二将是一夫之勇 却不提防 首先入来 不想连人和马都陷在坑里 那陷坑两边 却埋伏着长枪手 攻剑军士 一起向前戳杀 两将死于坑中 可怜圣水并神火 今日乌乎葬土坑 卢先锋又见舌了二将 心中愤怒 急令差遣前部军兵 各人都土快入城 一面填色陷坑 一面殴斩厮杀 杀倒南兵人马 聚填于坑中 当下卢先锋当前 越马杀入城中 阵营着黄书方赫 骄马指一合 卢俊义却奋心头之火 斩平生之威 只一波刀 舵方赫于马下 城中军马 开城西门冲突而走 宋兵重将 各个并立向前 脚步南兵 却说王尚书正走之间 撞着李云 劫主厮杀 王尚书便挺枪向前 李云却是步斗 那王尚书枪骑马道 早把李云踏倒 石通剑冲翻了李云 便冲突向前 急来救时 王尚书把条枪 伸出鬼没 使用如何抵挡得住 王尚书占了树河 得便处把石勇一枪 结果了性命 当下身死 城里却早赶出孙力 黄信 邹渊 邹润四将 劫住王尚书厮杀 那王尹奋勇力敌四将 并无拒切 不想又撞出林冲赶道 这个又是个会厮杀的 那王尹便有三头六臂 也敌不过五将 众人骑赏 乱戳杀王尹 可怜南国尚书将 今日方知至陌生 当下武将取了首级 飞马献与卢先锋 卢军义已在涉州城内 行宫歇下 平复了百姓 出榜安民 将军马屯住在城里 一面差人积文报 结章招讨 持书转达宋先锋 知会进兵 却说宋将等兵 将在牧州囤住 等候军旗 同攻贼洞 收的卢俊一书 报平复了涉州 军将已到城中囤住 专后进兵 同取贼朝 又建设了史晋 石秀 陈达 杨春 李忠 薛永 欧鹏 张青 丁德孙 善庭 魏定国 李云 石永一世三人 许多疆所 烦恼不已 痛哭哀伤 军师无用劝道 生死人皆分定 主将何必自伤玉体 且请料理国家大事 宋将道 虽然如此 不由人不伤感 我想当初 十节天文所在一百八人 谁知道此 渐渐凋零 损无手足 无用劝了宋将烦恼 然后回书与卢先锋 交于日期 起兵攻取清西县 且不说 宋将回书与卢俊义 约日进兵 却说方纳在 清西邦元洞中 大内设巢 语文五百官 记宋将用兵之事 只听见西州 拜残军马回来 报说 涉州已献 皇叔 尚书 侍郎 拒已阵亡了 今宋兵座 两路而来 攻取清西 方纳见报大惊 当下聚集两班大臣商议 方纳道 如等众卿 各受官决 同占周郡城池 共享富贵 其期今被宋将军马席卷而来 周城巨县 只有清西大内 今闻宋兵两路而来 如何迎敌 当有左丞相楼敏中 出班起奏道 今次宋兵人马 已进神州 内远宫廷 一难保守 奈元兵威将寡 陛下若不御驾亲征 城孔兵将不肯尽心向前 方纳道 清言极当 随即传下圣旨 命三省六部 御使台关 书密院 都督府护驾 二营金武 龙虎 大小官僚 都跟随寡人御驾亲征 决此一战 楼丞相又奏 岔和将帅 可作前不先锋 方拉道 这殿前金武尚将军 内外诸军 都招讨皇之方杰为正先锋 马步亲军 督太尉票计上将军 杜威为副先锋 不领帮援动大内 护驾驭临军 一万三千 战将三千余员前进 原来这方杰是方拉的亲侄 是涉州皇叔方赫长孙 文之送兵卢先锋 杀了他公共 要来报仇 他愿为前不先锋 这方杰平生洗血 灌使一只方天化己 有万夫不当之勇 那杜威元氏 涉州市中铁匠 会打军器 亦是方拉心腹之人 会使六口飞刀 指示不斗 方拉另行圣旨一道 差玉林护驾都叫师鹤从龙 拨与玉林军一万 总督兵马 去敌涉州卢骏一军马 不说方拉分吊人马 两处迎敌 先说宋江大队军马启程 水路并渐 离了牧州 望清西线而来 水军头领李俊等 引领水军船只 撑驾从西滩里上去 且说无用与宋江在马上同行 并马商议道 此行去取清西帮员 成恐贼手方拉之教 逃窜深山旷野难以得获 若要生秦方拉 解父经师 面见天子 必须理应外合 认得本人可以擒获 亦要知方拉去向下落 不知被其走失 宋江道 事若如此 需用诈祥 将计就将 方可得理应外合 前者柴剑与燕青去做细作 至今不见些消耗 今次这谁去好 须是会诈投降的 无用道 若论余意 只除非教水军 头领李俊等 就将船内两米 去乍线投降 叫他那里不宜 方拉纳斯是山辟小人 见了许多两米船只 如何不收留了 宋江道 军师高见吉明 便还戴宗随即传令 从水路直至李俊处 说之如此如此 教你等重将行进 李俊等领了计策 戴宗自回中军 李俊却叫阮小五 阮小七 半做烧工 同威 同蒙 半做随行水手 乘驾六十只粮船 船上都插着新换的 限量旗号 却从大溪里驶江上去 将进清溪县 只见上水头 早有南国战船迎将来 敌军一起放箭 李俊在船上叫道 休要放箭 我有话说 俺等都是头败的人 特将两米陷纳大国 接济军事 万望收录 对船上头目 看见李俊等 船上并无军器 因此就不放箭 使人过船来 问了贝系 看了船内两米 便去报之楼丞相 并说李俊 限量投降 楼敏忠听了 叫唤头败人上岸来 李索登岸见楼丞相 拜罢 楼敏忠问道 辱是宋江手下圣人 有何执意 金帆未甚来限量投败 李俊答道 小人姓李明俊 原是寻扬江上好汉 就江州劫伐场 救了宋江性命 他如今受了朝廷招安 得做了先锋 便忘了我等钱恩 累次汝辱小人 现今宋江虽然占得大国周郡 手下弟兄 见此折得没了 他由自不知进退 威逼小人等水军向前 因此受辱不过 特将他两米船之径 自私来献纳 投败大国 楼城相见李俊 说了这一席话 就便准信 便引李俊来大内朝见方辣 据说献粮投败一事 李俊见方辣 在拜起居 奏说前世 方辣坦然不已 且教李俊 阮小五 阮小七 同威 同盟 只在清溪管岭水寨守船 待寡人退了宋江军马 还抄之时 别有赏赐 李俊败谢了 出内自去搬运两米上岸 进藏交收 不在话下 再说 宋江与无用分调军马 差官胜 花容 秦明 诸同四元 正将为前队 引军直进清溪县界 正迎着南国皇职方姐 两下军兵 隔列阵势 南军镇上 方杰横挤出马 杜威步行在后 那杜威横身挂甲 被藏飞刀五把 手中帐口七星宝剑 跟在后面 两将出道阵前 宋江镇上秦明 首先已出马 手舞狼牙大棍 直取方杰 那方杰年纪厚生 精神一搓 那支极使得精熟 和秦明联斗了三十余和 不分胜败 方杰见秦明手段高强 也放出自己平生学识 不容半点空闲 两个正斗到奋济 秦明也把出本事来 不放方杰些空处 却不提防杜威纳斯 在马后见方杰站 秦明不下 从马后闪将出来 撤起飞刀 往秦明脸上 早飞将来 秦明几朵飞刀时 却被方杰一方 天极耸下马去 死于非命 可怜霹雳火 灭地竟无声 方杰一己戳死了秦明 却不敢追过对阵 宋兵小将 即把脑勾搭地 失手过来 宋军见说舌的秦明 进阶失色 宋江一面 较被棺果胜柱 一面在吊江出战 且说这方杰得胜夸能 却在阵前高叫 宋兵再有好汉 快出来厮杀 宋江在中军厅的报来 急出到阵前 看见对阵方杰背后 便是方腊御驾 直来到军前摆开 但见 金瓜密布 铁斧棋牌 方天化己成形 龙凤秀奇作对 齐毛金杰 一船船绿五红飞 玉凳雕鞍 一簇簇 诸为翠绕 飞龙散散 青云子物 飞虎棋盘 锐矮详淹 左侍下一代文官 又侍下满牌武将 虽是妄称天子位 也虚伪烈在尘班 南国镇中 只见九曲黄罗散下 玉佩逍遥马上 坐着那个草头王子方辣 怎生打扮 但见 头戴一顶冲天转角明金斧头 身穿一领日月云间九龙绣袍 腰姬一条金香宝欠玲珑玉带 足穿一对双金险凤云根巢靴 那方辣骑着一匹银宗白马 出道阵前 亲自肩战 看见宋江亲在马上 实险方杰出战 要拿宋江 这边宋兵等重将 一准备迎敌 要勤方辣 南军方杰正要出阵 只听的飞马报道 玉林都教师贺从龙总督军马 去旧舍州 被宋兵卢先锋 活捉过阵去了 军马距已漫散 宋兵已杀到山后 方辣听了大经 急传圣旨 便叫收军 且保大内 当下方杰切尾杜薇压住阵脚 却带方辣御驾先行 方杰 杜薇随后而退 方辣御驾回至清西州界 只听的大内城中 寒起连天 火光变满 兵马交加 却是李俊 阮小武 阮小七 同威 同猛在清西城里放弃火来 方辣见了 大驱御林军马来旧城中 入城混战 宋将军马见南兵退去 随后追杀 赶到清西 见城中火起 只有李俊等在笔行事 急令重将招起军马 分头杀将入去 此时 卢先锋军马也过山了 两下接应 却好凑着 四面宋兵 加攻清西大内 宋将等诛将 四面八方杀将入去 各各自去搜捉南军 打破了清西城锅 方辣却得方杰引军保驾 防护宋头帮原洞中去了 宋将等大队军马 都入清西县来 众将杀入方辣宫中 收拾围禁弃杖 金银宝物 搜捡内里裤藏 就殿上放起火来 把方辣内外宫殿 进阶烧毁 俯库前梁 搜索一空 宋将会和卢骏一军马 囤住在清西县内 聚集众将 都来请功受伤 整点两处将所时 长汉玉宝寺 女将孙二娘 都被杜威飞刀伤死 邹渊 杜谦 马军中踏杀 李立 汤龙 蔡福 葛代重伤 医治不全 身死 软小武先在清西县 已被楼成像杀死 众将秦捉得南国伟官 九十二元请功 赏赐一篮 只不见楼成像 杜维下落 一面写出榜文 安抚了百姓 把那活捉伟官姐夫 张昭讨军前 斩首示众 后有百姓报说 楼成像因杀了阮小武 见大兵打破清西县 自以松林而死 杜维纳斯 躲在他圆养的 倡计王娇娇家 被他设老县将出来 宋将赏了这设老 却令人掀取了楼成乡首级 叫蔡庆江杜维 剖腹弯心 的血响及秦明 阮小武 玉宝寺 孙二娘 并打清西王国中将 宋将亲自念香 祭祀已了 次日与同卢俊 一起军 直抵帮员洞口围住 且说方辣 只得方杰保驾 走到帮员洞口大内 囤住人马 坚守洞口 不出营地 宋将 卢俊逸 把军马周回围住了帮员洞 却无忌可入 却说方辣在帮员洞 如作针毡 两军困住已经数日 方辣正忧闷间 呼见殿下锦衣秀傲一大臣 俯伏在金阶殿下起奏 我王臣虽不才 深蒙主上圣恩宽大 无可补报 平素西所学之兵法 账平日所运之武功 六涛三越曾文 七宗七秦曾习 愿借主上一只军马 力退宋军 忠心国座 为之圣意若合 方辣见了大喜 便传斥令 进点山洞内府兵马 较此将引兵出动 与宋江相持 为之圣败如何 先见威风出众 不是方辣国中 诱出这个人来引兵 有份叫 金阶殿下人头滚 玉气朝门热血喷 之时 扫清朝学秦方辣 树立功勋显宋江 毕竟方辣国中 出来引兵的是圣人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鲁之身浙江作画 宋功名 衣锦还乡 话说当下方辣殿前起奏 愿领兵出动征战的 正是东床驸马 主角都尉科尹 方辣见奏 不胜之喜 科驸马当下 统领南兵 带了云碧凤卫 披挂上马出世 方辣将自己金甲锦袍 赐予驸马 又选一骑好马 叫他出战 那颗驸马 与同皇之方结 引领洞中 呼吁军兵一万人马 驾前上将二十余元 出到帮员洞口 列成阵势 却说宋江军马 困住洞口 一较将左分调守护 宋江在阵中 因见手下兄弟 三亭内舍了二亭 方辣又未曾拿的 南兵又不出战 眉头不斩 面带幽容 只听得前军报来说 洞中有军马出来交战 宋江 卢俊一剑报 急令诸将上马 引军出战 摆开阵势 看南军阵里 当先是科副马出战 宋江军中 谁不认的是柴静 宋江便令花荣出马迎帝 花荣得令 便横枪跃马 出到阵前 高声贺问 你那斯是圣人 赶住反贼 与无大兵敌对 我若拿住你时 碎尸万段 骨肉为你 好好下马受降 免辱一命 科副马答道 我乃山东科隐 谁不闻我大名 量你这斯门 是梁山坡一伙 强土草寇 何足倒在 偏暗不如你们手段 我只把你们杀尽 克服城池 事无志愿 宋江与卢俊逸在马上听了 寻思柴静口里 说的话 知他心里的是 他把柴字 改作科字 柴即是科也 晋字 改作隐字 隐即是晋也 无用道 且看花荣与他迎敌 当下花荣挺枪跃马 来斩科也 两马相交 二班军弃并举 两将斗到尖身里 脚坐一团 扭坐一块 柴静低低道 兄长可且诈败 来日异事 花荣听了 略战三河 拨回马便走 科隐喝道 败将 吾不敢你 别有了德的 叫他出来 和俺交战 花荣跑马回阵 对宋江 卢俊义说之旧理 无用道 再叫官胜出战交锋 当时官胜无起青龙掩月刀 飞马出战 大河道 山东小将 敢语无敌 那科驸马挺枪便来迎敌 两个交锋 全无拒切 二将斗不到武和 官胜也诈败杨书 走回本镇 科驸马不敢 只在阵前大鹤 宋兵敢有强将出来 与无对敌 宋江再叫朱瞳出阵 与柴俊交锋 往来厮杀 指瞒重军 两个抖不过五七河 朱瞳诈败而走 柴俊赶来虚说一枪 朱瞳弃马跑归本镇 南军先抢的这笔好马 科驸马招动南军 抢杀过来 宋江急令诸将 引军退去十里下寨 科驸马引军追赶了一城 收兵退回洞中 以自有人先去报之方拉 说道 科驸马如此英雄 战退宋兵 连胜三将 宋江等右折一阵 杀退十里 方拉大喜 脚牌下御宴 等待驸马遇了戎装披挂 请入后宫赐座 亲捧金碑满劝科驸马道 不想驸马由此文武双全 寡人指道 贤婿只是文才秀士 若早知有此等英雄豪杰 不智者许多周郡 凡望驸马大展奇才 立诸贼将 众星积业 与寡人共享太平无穷之富贵 科引奏道 主上放心 为臣子当已尽心报效 同行国座 明日仅请圣上登山 看科引厮杀 力斩宋江等辈 方拉建造 心中大喜 当夜宴至更深 各还宫中去了 次早 方拉设巢 较洞中 敲牛仔马 令三军都保时已了 各自披挂上马 出到帮员洞口 摇旗发喊 肋骨诺战 方拉却领尹内侍进尘 登邦圆栋山顶 看科驸马厮杀 且说宋江当日传令 吩咐诸将 今日厮杀 非比他实 正在要紧之际 如等军将 各个用心 擒获贼手方拉 休得杀害 拟众军士 只看南军镇上 柴剑回马引领 就便杀入洞中 并立追捉方拉 不可为悟 三军诸将得令 各自摩拳擦掌 撤剑拔枪 都要掳掠洞中金箔 尽要活捉方拉 剑弓情赏 当时宋江诸将 都到洞前 把军马摆开 列成阵势 只见南兵阵上 科驸马力在门旗之下 正待要出战 只见黄直方 竭力马横几道 都尉且压手挺齐 看方某仙斩宋兵一将 然后都尉出马 用兵对敌 宋兵望见燕青 跟在柴进后头 众将皆喜道 今日计辟成矣 个人自行准备 且说黄直方杰 争先纵马诺战 宋江镇上 官胜出马 无起青龙刀 来与方杰对敌 两将交马 一往一来 一番一负 战不过十数和 宋江又遣花容出阵 共战方杰 方杰 见二将来加攻 全无巨切 立敌二将 有战术和 虽然难见输赢 也只半得遮拦躲避 宋江队里 在刹里英 诸同 骤马出阵 并力追杀 方杰见四将来加攻 方材拨回马头 往本阵中便走 科夫马却在门旗下截住 把守一招 宋将官胜 花容 朱童 李英四将赶过来 科夫马便挺起手中 铁枪奔来 直取方杰 方杰箭头是不好 急下马逃命时 措手不及 早被柴进一枪戳着 背后云凤玉燕青赶上一刀 杀了方杰 南军重将惊得呆了 各自逃生 科夫马大叫 我飞科尹 无奈柴进 宋先锋 布下正将小旋风的便是 随行云凤卫 即是浪子燕青 今这一支 是洞中内外背戏 若有人活捉得方辣的 高官任作 戏马捡棋 三军投降者 拒免血刃 抗拒者全家斩首 回身引领四将 招起大军杀入洞中 方辣领着内侍进尘 在帮员洞顶上 看见杀了方杰 三军溃乱 情知事急 一脚踢翻了金交椅 便往深山中奔走 宋将领起大队军马 分开五路 杀入洞来 争拙方辣 不想已被方辣逃去 只拿的是从人员 燕青抢入洞中 叫了数个心腹办当去纳库里 掳了两袋金珠细软进来 就内宫禁愿放起火来 柴晋杀入东宫时 那金之公主自意身死 柴晋见了 就连宫愿烧化 以下戏人 放其各自逃生 众军将兜入正宫 杀进嫔妃财女 亲军事与皇亲国妻 都掳掠了方辣内宫金箔 宋将大宋军将 入宫搜寻方辣 却说阮小七杀入内院深宫里面 搜出一箱 却是方辣伪造的平天官 滚龙袍 碧玉带 白玉 无忧虑 阮小七看见上面 都是珍珠一宝 龙凤紧纹 心里想到 这是方辣穿的 我便着衣着 也不打紧 便把滚龙袍穿上 系上碧玉带 着了无忧虑 带起平天官 却把白玉插放怀里 跳上马 手指边 跑出宫前 三军重将 直到是方辣 一起闹动 抢江龙来看时 却是阮小七 中皆大笑 这阮小七 也只把做好西 骑着马东走西走 看那重将 多军强鲁 正在那里闹动 早有同书密 带来的大将 王炳 照谈入洞助战 听得三军闹嚷 只说拿的方辣 竟来争功 却见识阮小七 穿了御衣服 带着平天官 在那里嬉笑 王炳 照谈骂道 你这斯莫非要学方辣 做这等样子 阮小七大怒 指着王炳 照谈道 你这两个直的慎鸟 若不是俺哥哥 宋功名使 你这两个旅马头 早被方辣椅 都砍下了 今日我等重将弟兄 成了功劳 你们颠倒来欺负 居听不知背戏 直到是两元大将来 协助成功 王炳 照谈大怒 便要和阮小七火兵 当时阮小七夺了小叫枪 便奔上来戳王炳 忽颜拙看见 急飞马来隔开 已自有军孝报之宋江 飞马到来 见阮小七穿着玉衣服 宋江 无用喝下马来 包下围禁衣服 丢去一边 宋江陪话解劝 王炳 照谈二人 虽被宋江并重将劝和了 只是记恨于心 当日帮原洞中 杀得尸横遍野 流血成去 按宋剑所载 斩杀方腊蛮兵二万余击 当下宋江传令 叫四下举火 尖邻烧毁宫殿 龙楼奉阁 内院深宫 朱轩翠乌 尽皆焚化 有诗为证 皇屋朱轩半入云 图高信写字 若还添易容奢侈 穷士阿旁可不凡 当时宋江等众将监看烧毁已了 隐军都来洞口囤住 下了寨诈 祭典升金人数 只有贼首方腊未曾获得 传下将令 教军将延山搜捉 告示乡民 但有人拿得方腊者 奏文朝廷 高官人作 之而守者 随即给赏 却说 方腊从帮原洞山顶落路而走 便往深山旷野 透领川林 脱了者黄袍 丢去金花斧头 脱下巢靴 穿上草缕麻鞋 爬山奔走 要逃性命 连夜退过五座山头 走到一处山坞边 建议草庵 嵌在山坞里 方腊肚中饥饿 却待正要去茅庵内 寻讨些饭吃 只见松树背后 转出一个胖大和尚来 一缠杖打翻 便取条绳锁绑了 那和尚不是别人 是花和尚鲁之身 拿了方腊 带到草庵中 取了些饭吃 正解出山来 却好迎着搜山的军舰 一同绑住桌来 见宋先锋 宋将剑拿得方腊 大喜 便问道 吴师 你却如何正等的 这贼守着 鲁之身道 撒家自从在乌龙岭上万松林里厮杀 追赶夏侯乘入深山里去 被撒家杀了贪战贼兵 只赶入乱山深处 尼宗施静 以礼随路寻去 正到旷野林郎山内 呼吁一个老僧 引领撒家到此处茅庵中 嘱咐道 柴米菜书都有 只在此间等候 但见个长大汉从松林深处来 你便捉住 夜来望见山前火起 小僧看了一夜 又不知此间山境路数是何处 今早正见这贼爬过山来 因此 俺一缠杖打翻 就捉来绑 下想正是方辣 宋江又问道 那一个老僧 今在何处 卢之深道 那个老僧 自引小僧到茅庵里 吩咐了柴米出来 竟不知投何处去了 宋江道 那和尚眼见的是圣僧罗汉 如此显灵 令吴师成此大功 回京奏文朝廷 可以还俗为官 在京师图个印子封漆 光要祖宗 报答父母取劳之恩 卢之深答道 撒家心已成灰 不愿为官 只图寻个境了去处 安身立命足矣 宋江道 吴师既不肯还俗 便到京师 去住持一个名山大厦 唯一僧手 也光显宗风 亦报答的父母 之深听了 摇手教导 都不要 要多也无用 只得个胡伦失守 便是强了 宋江听罢 莫上新来 各不喜欢 点本部下江左 聚已数足 较江方腊县车胜了 解上东京 面见天子 崔起三军 带领诸将 离了邦元洞 清溪县 都回牧州 却说张昭讨会及刘都督 同书密 从耿二参谋 都在牧州聚齐 合兵一处 囤住军马 见说宋江获了大功 拿住方辣 借来牧州 众官都来庆贺 宋江等诸将参拜已了 张昭讨道 已知将军鞭色劳苦 损舌弟兄 今已全功 实为万幸 宋江在拜祭提到 当初小将等一百八人 破了还经 都不曾损了一个 谁想首先去了公孙盛 京师已留下数人 客服扬州 渡大江 怎知石亭去期 今日宋江虽存 有何面目再见山东父老 故乡亲戚 张昭讨道 先锋修如此说 自古道 贫富贵贱 素生所载 受邀短长 人生分定 常言道 有福人送无福人 何以损舌将左为耻 今日功成明显 朝廷知道 必当重用 封官刺绝 光显门驴 衣锦还乡 谁不称献 贤士不须挂矣 只顾收拾回军 宋江败谢了总兵等官 自来号令诸将 张昭讨已传下军令 都把生擒到贼徒 尾官等众 除留方腊 另行解负东京 其余从贼 都就穆州市 曹展首施行 所有未收去处 取 物等献贼 一赃官 得知方腊已被擒货 一半逃散 一半自行投手 张昭讨 进阶准手 负为良敏 就行出榜 去各处招府 以安百姓 其余随从贼徒 不伤人者 亦准其自首投降 赴为乡民 拨还产业田园 客服周县已了 各调手于官军 护敬安民 不在话下 再说张昭讨仲官 都在牧州设太平宴 庆贺众将官僚 赏牢三军将校 传令叫先锋头目 受使昭经 军令传下 各个准备行装 陆续登城 且说先锋使宋江思念 亡过众将 洒然泪下 不想患病在杭州张衡 牧弘等六人 朱父 牧春看世 共是八人在底 后一个患病身死 只留的杨林 牧春到来 随军征进 想起诸将劳苦 今日太平 当已超度 便就牧州公冠敬处 扬起长帆 修设超度九幽拔最好事 做三百六十分罗天大教 追见前王后化列位 偏证江所以了 次日 追牛载马 智北生理 与同军师吴勇等重将 聚到乌龙神庙里 焚伯响祭乌龙大王 泄其龙军 护有之恩 回至寨中 所有部下正偏将 左镇王之人 收得失海者 拒令各自安葬已了 宋江与卢俊逸 收拾军马 将校人员 随章招讨回杭州 听后圣旨 颁师回京 众多将左宫牢 拒个造册 上了文部 进城御前 先写表彰 伸奏天子 三军齐备 陆续启程 宋江看了部下正偏降左 只剩的三十六元回军 那三十六人士 胡宝义宋江 欲其林卢俊逸 智多兴无用 大刀观胜 豹子头林冲 双边呼严拙 小李广花容 小玄丰柴进 铺天雕李英 美然宫诸童 花和尚鲁制身 行者武松 神行太宝戴宗 黑旋风李逵 并关锁杨雄 混江龙李俊 活颜罗软小七 浪子燕青 神机军师诸武 镇三山黄信 并玉池孙力 混是魔王樊锐 轰天雷灵阵 铁面孔木裴轩 神算子蒋镜 鬼脸杜星 铁扇子宋青 独角龙邹润 一只花菜庆 锦豹子杨林 小折兰牧春 出洞交同威 翻江慎同盟 古上早诗签 小魏持孙心 母大崇故大嫂 当下宋江与同诸驾 引兵马离了牧州 前往杭州进发 正是收军罗响 千山镇 得胜其开十里红 鱼路无话 已回到杭州 因张昭讨军马在城 宋先锋且屯兵 在六合塔驻扎 朱将都在六合四安歇 先锋使宋江 卢俊逸早晚入城听令 且说鲁之身自于武松 在寺中一处歇马听后 看见城外江山秀丽 景物非常 心中欢喜 事业月白风轻 水天共闭 二人正在僧房里睡 至半夜 呼听的江上 嘲声雷响 鲁之身是关系汉子 不曾省得浙江朝县 直到是战鼓响 贼人声发 跳江起来 摸了蝉杖 大喝着便抢出来 众僧吃了一惊 都来问道 师父何为如此 赶出何处去 鲁之身道 撒家听的战鼓响 带要出去厮杀 众僧都笑将起来 道 师父错听了 不是战鼓响 乃是前唐江朝信响 鲁之身见说 吃了一惊 问道 师父 怎地换作朝信响 寺内众僧推开窗 指着那朝头 叫鲁之身看 说道 这朝信日夜两番来 并不为时刻 今朝是八月十五日 何当三更子失朝来 阴不失信 未至朝信 鲁之身看了 从此心中忽然大悟 派掌笑道 俺师父至真长老 曾嘱咐 与撒家四句计言 道时 逢夏儿秦 掩在万松林里厮杀 活捉了个夏侯城 欲辣而直 俺生秦方辣 今日正应了听朝而言 见信而计 俺想祭封朝信 何当元祭 众和尚 俺家问你 如何换作元祭 寺内众僧答道 你是出家人 还不省得佛门中 元祭便是死 鲁之身笑道 既然死乃换作元祭 撒家今已必当元祭 凡于俺烧桶汤来 撒家沐浴 寺内众僧都指到他说耍 又见他这般性格 不敢不依他 只得换到人烧汤 来与卤至身喜悦 换了一身御赐的僧衣 便叫布下军校 去报宋明公先锋哥哥 来看撒家 又问寺内众僧处讨纸笔 写了一篇颂字 去法堂上桌把禅椅 当中坐了 焚起一炉好香 放了那张纸在禅床上 自叠起两只脚 左脚搭在右脚 自然天性腾空 此即宋公明箭报 急引众头领来看时 鲁之身已自坐在禅椅上 不动了 宋曰 平生不休善果 只爱杀人放火 呼得顿开金绳 这里扯断寓所 以 前堂将上朝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 宋江与卢俊义看了寄语 皆叹不已 众多头领都来看是鲁之身 焚香拜礼 城内张昭讨 并同淑密等众官 一来捏香拜礼 宋江自取出金箔 散仲僧 做了三昼夜功果 和个诸红勘子成了 直去请靖山住持大会禅师 来与鲁之身下火 武山石刹禅师 都来诵经 迎出勘子 去六合塔后烧化 那靖山大会 禅师手执火把 直来勘子前 指着鲁之身 道几句法语事 鲁之身 鲁之身 起身自鹿林 两只放火眼 一片杀人心 呼得随朝归去 果然无处跟寻 多 结实满空飞白玉 能令大帝做黄金 大会禅师下了火矣了 众僧诵经 忏悔 焚化勘子 在六合塔山后 收取古事 葬入塔院 所有鲁之身 随身多于一波 及朝廷赏赐金银 并各官不失 尽都纳入六合寺里 唐主公用 浑铁禅障 并造不止多 一流于寺中公养 当下宋江 看是武松 虽然不死 已成废人 武松对宋江说道 小弟今已残疾 不愿赴京朝静 尽将身边金银赏赐 都纳此六合寺中 陪堂公用 一座清闲道人 十分好了 哥哥造策 修邪小弟进京 宋江见说 认从你心 武松自此 旨在六合寺中出家 后至八十善终 这是后话 再说先锋宋江 每日去城中听令 带张昭讨中军人马前进 已将军兵入城屯渣 半月中间 朝廷天使到来 奉圣指令先锋宋江等 颁事回京 张昭讨 同淑密 都督刘光氏 从耿二参谋 大将王炳 赵潭 中军人马 陆续先回京 失去了 宋江等随即收拾军马回京 笔记启程 不想林冲染 患风病贪了 杨雄发被创而死 石谦又赶脚长沙而死 宋江见了 赶伤不已 丹图县又申将文书来 报说杨志已死 葬于本县山远 林冲风贪 又不能全 就留在六合寺中 叫武松看事 后半载而亡 再说 宋江与同诸将离了杭州 望京师尽发 只见浪子燕青 私自来劝主人 卢俊一道 小乙自幼随是主人 蒙恩敢得 一言难尽 经济大势已毙 玉同主人那还原寿官告 思去引记埋名 寻个僻静去处 以忠天年 为之主人意下若合 卢俊一道 自从梁山坡归顺宋朝以来 俺弟兄们身经百战 勤劳不易 鞭色苦楚 弟兄损舌 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 正要一锦还乡 图个风漆印子 你如何确询这等没结果 燕青笑道 主人诧异 小乙此去 正有结果 只恐主人此去 无结果而 若燕青 可谓之 进退存亡之机 以 有失为证 略地功成志已筹 臣辞 欲半赤松油 识人苦把功名练 只怕功名不到头 卢俊一道 燕青 我不曾存半点一心 朝廷如何赴我 燕青道 主人岂不闻韩信 立下十大功劳 只落得未央功里斩首 彭越海为肉将 应不功贤要酒 主公你可寻思 祸到临头难遭 卢俊一道 我闻韩信三旗擅自称王 教臣造反 彭越沙身王家 大梁不朝高祖 应不久将受任 要谋汉地江山 以此汉高地 乍游云梦 令吕后斩之 我虽不曾受这般中绝 亦不曾有此等罪过 燕青道 既然主公不听小乙之言 只怕悔之晚矣 小乙本带去辞诵先锋 他是个义重的人 必不肯放 只此辞别主公 卢俊一道 你辞我 代要那里去 燕青道 也只在主公前后 卢俊一笑道 原来也只嫩地 看你到那里 燕青那头拜了八拜 当夜收拾了一袋金珠宝贝挑着 竟不知头何处去了 此日早晨 军人收拾自止一张 来报复宋先锋 宋江看那一张字指时 上面写道是 辱帝燕青百拜 肯告先锋 主将麾下 自蒙收禄 多感厚恩 孝死干功 补报难尽 金字私命薄身微 不堪国家任用 情愿退居山野 唯一闲人 本带拜词 恐主将意气深重 不肯轻放 连夜前去 金流口号四句拜词 忘其主帅数岁 燕旭分非此可经 那还官告不求容 身边自有君王社 洒脱风尘过此生 宋江看了燕青的书 并四句口号 心中寓意不乐 当时尽收是笋舌 江左的官告牌面 送回京师 缴纳皇冠 宋兵人马 以礼前进 笔集行至苏州城外 只见混江龙 李俊诈中风级 倒在床上 手下军人来报 宋先锋 宋江剑报 亲自领医人来看智 李俊道 哥哥修悟了 回军的呈现 朝廷剑泽 一孔张昭讨 先回日久 哥哥怜悯李俊时 可以丢下同威 同蒙 看是兄弟 带病体全渴 随后赶来朝进 哥哥军马 请自赴京 宋江剑说 心虽不然 道不疑虑 只得引军前进 又被张昭讨 行文摧散 宋江值得留下李俊 同威 同蒙三人 自同诸江上马赴京去了 且说李俊三人 竟来寻见废宝四个 不复前约 七人都在于柳庄上 商议定了 竟将家私打造船只 从泰桑港成驾出海 自投画外国去了 后来为先罗国之主 同威 费宝等都做了画外官职 自取其乐 另霸海滨 这是李俊的后话 诗曰 知己君子是 明哲迈一轮 众结义中义 更群身外身 寻水舟无戏 于庄柳又新 谁知天海阔 别有一家人 再说 宋江等诸将一行军马 在路无话 赴过长州 润州巷战去处 宋江无不伤感 军马渡江 十存二三 过扬州 进淮安 望京是不远了 宋江传令 叫众将各个准备朝进 三军人马 九月二十后 回到东京 张昭讨中军人马 先进城去 宋江等军马 只就城外囤住 扎营于旧师陈乔义 听候圣旨 此时 有先前留下服侍李俊等小校 从苏州来 报说李俊原非患病 只是不愿朝经为官 尽与同微 同盟不知何处去了 宋江又赴揭叹 叫培轩写录 现在朝经大小正偏将左数目 共计二十七元 并没于王室者 据录其名书 写成谢恩表彰 仍令正偏将左 聚个准备扶头功夫 伺候朝见天子 三日之后 上皇设朝 晋臣奏文 天子教宣宋江等 面君朝见 此日东方建名 宋江 卢俊义等二十七元江左 奉旨急忙上马入城 东京百姓看了时 此时第三番朝见 想着宋江等出售昭安时 却奉圣旨都穿玉刺的红路紧袄子 悬挂金银牌面入城朝见 破辽兵之后回京诗时 天子宣命都是披袍挂甲戎装入朝朝见 今番太平回朝 天子特命文伴 却是福头功夫入城朝境 东京百姓看了 只剩的这几个回来 众阶皆叹不已 宋江等二十七人来到正阳门下 骑骑下马入朝 事实引至胆齿欲揭之下 宋江 卢俊义为首 上前八拜 退后八拜 晋忠八拜 三八二十四拜 阳臣五岛 珊瑚万岁 君臣礼足 徽宗天子 看见宋江等只剩的这些人员 心中皆念 上皇命都宣上殿 宋江 卢俊义 引领众将 兜上金阶 其跪在株连之下 上皇命赐众将平身 左右进尘 早把株连卷起 天子乃曰 朕之清等众将 收缴江南 多负劳苦 清等弟兄 损舌大半 朕门不胜伤道 宋江垂泪不止 仍自在拜奏曰 以臣鲁顿博彩 干脑徒弟 亦不能报国家大恩 昔日念臣共聚一百八人 登舞台发愿 谁想今日十损七八 锦路人数 未敢善辩俱奏 浮望天词 俯赐圣剑 上皇曰 清等部下 莫于王室者 朕命葛焚家风 不莫其功 宋江在拜 尽上表文一通 表约 平南都总管 郑先锋使臣 宋江等锦上表 拂念陈江等 于拙庸才 孤陋俗立 网犯无涯之罪 姓蒙莫大之恩 高天厚地岂能愁 焚骨碎身和足报 骨功竭力 离水泼以除血 兄弟同心 登舞台而发愿 权忠秉义 护国保民 幽州城敖战辽兵 清兮洞立秦方辣 虽则威功上达 奈元良将下沉 陈江日西幽怀 弹幕悲怆 福望天恩 辅赐圣剑 施以莫者皆蒙恩责 再生者得比鸿修 陈江起归田野 愿作农民 使陛下人欲之赐 陈江等不胜战悚之志 紧录存莫人数 随表上进以文 阵王正偏降佐 五十九元 正将一十四元 秦明 徐明 董平 张青 刘棠 史进 索超 张顺 阮小二 阮小五 雷恒 石秀 谢真 谢宝 偏降四十五元 宋万 焦挺 陶宗旺 韩涛 彭启 郑天寿 曹正 王定六 宣赞 孔亮 诗恩 郝斯文 邓飞 周通 龚貌 豹絮 段景柱 侯健 孟康 王英 护三娘 相冲 李滚 燕顺 马林 丹廷邦 魏定国 吕方 郭盛 欧鹏 陈达 杨春 玉宝寺 李中 薛勇 李云 石勇 杜谦 丁德孙 邹渊 李立 汤龙 蔡甫 张青 孙二娘 于陆并故 正偏降左一十元 正将五元 林冲 杨志 张恒 慕红 杨雄 偏降五元 孔明 朱贵 朱父 白胜 石谦 杭州六合寺作画 正将一元 鲁志申 折臂不愿恩赐 六合寺出家 正将一元 武松 旧在京 回还济州出家正将一元 公孙盛 不愿恩赐 于路上去 正偏降四元 正将二元 燕青 李俊 偏降二元 同威 同蒙 旧留在京师 并取回一世 现在 经偏降五元 安道全 皇甫端 金大监 萧让 乐呵 现在朝进政篇 将走二十七元 正将一十二元 宋江 卢俊逸 吴用 官胜 忽炎卓 花荣 柴进 李英 朱同 戴宗 李奎 阮小七 偏降一十五元 朱武 黄信 孙丽 樊瑞 灵阵 裴轩 蒋静 杜兴 宋青 邹润 蔡庆 杨林 牧春 孙心 顾大嫂 宣和五年九月日 先锋使臣宋江 赴先锋臣卢俊逸等锦上表 上皇蓝表 皆叹不已 乃约 清等一百八人 上英星耀 今只有二十七人见存 又辞去了四个 真乃失去七八矣 随将圣旨 将这已莫于王室者 正将偏将 葛寿明绝 正将封为中武郎 偏将封为一节郎 如有子孙者 就令赴经 赵明承袭官决 如无子孙者 赤赐立庙 所在响祭 唯有张顺显灵有功 赤丰金华将军 僧人鲁之身 秦获贼寇有功 善终作画于大沙 家僧一列昭 几禅师 武松对敌有功 伤残折臂 陷于六合寺出家 封清中祖师 赐钱十万贯 以终天年 已故女将二人 护三娘家赠花阳郡夫人 孙二娘家赠 京德郡君 现在朝近 除先锋 使令封外 正将十元 葛寿武杰将军 诸州统治 偏将十五元 各寿武一郎 诸禄都统领 管军管民 省院听调 女将议员顾大嫂 封寿东元县军 先锋使宋江加寿武德大夫 楚州安府使 兼兵马都总管 傅先锋卢俊义 加寿武功大夫 卢州安府使 兼兵马副总管 军师无用 寿武圣军 承宣使 官圣寿大府 正兵马不总管 胡言卓寿 御营兵马指挥使 花荣寿 应天府 兵马都统治 柴晋寿 寿衡海军 苍州都统治 李英寿山中府 运州都统治 朱同寿宝定府 都统治 代宗寿滚州府 都统治 李奎寿镇 江润州都统治 阮小七 寿盖天君都统治 上皇赤命格政偏将左 封官授职 谢恩听命 给付赏赐 偏将一十五元 各次金银三百两 彩断五表里 正将一十元 各次金银五百两 彩断八表里 先锋使宋江 卢俊义 各次金银一千两 锦断十表里 玉花袍一套 明马一匹 宋江等谢恩碧 又奏牧州乌龙大王二次显灵 护国保民 救护军将 已至全胜 商皇准奏 盛斥加封中敬 灵德仆佑福 惠龙王 欲比改牧州为延州 赦州为徽州 因是方辣造反之地 各代反文字体 清西县改为淳安县 邦元栋凿开为山岛 赤为本州官库内之前 起见乌龙大王庙 遇此排额 至今古迹尚存 江南但是方辣残破去处 被害人民 普免差遥三年 当日宋江等各个谢恩已了 天子命设太平延宴 庆贺功臣 闻五百官 九卿四相 同登玉宴 时日 赫宴已毙 众将谢恩 宋江又奏 臣部下自梁山坡守昭安 君族亡过大半 有愿还家者 其陛下圣恩忧续 天子准奏 祥斥 如愿为君者 赐钱一百贯 眷十匹 于龙猛 虎威二营收操 月之凤粮养善 如不愿者 赐钱二百贯 眷十匹 各令回乡 为民当差 宋江又奏 臣生居运成县 获罪以来 自不敢还乡 其圣上宽恩给嫁 回乡拜扫 省侍亲族 却还储舟之任 未敢善辩 其请圣旨 上皇闻奏大喜 再赐钱十万贯 作还乡之资 宋江谢恩以罢 此甲出巢 次日 中书省座 太平炎宴 管代中将 第三日 淑密院又设宴 庆贺太平 其章昭讨 刘都督 同淑密 从 耿二参谋 王 赵二大将 朝廷自身中绝 不在此本化内 太医院提本 奏请圣旨 将方辣于东京市 曹上凌池处死 寡了三日示众 有失为证 宋江重赏升官日 方辣当行受寡时 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雨来迟 再说 宋江奏请了圣旨 给嫁回乡省亲 部下军将 报名送发龙猛 虎威二营收操 官给赏赐 马军守备 愿为民者 官请银两 各个还乡 为民当差 部下偏降 亦个请受恩赐 听出管军管民 护敬为官 官领告命 个人赋任 与国安民 宋江分派一了 于众赞别 自引兄弟宋青 带领随行军 建一二百人 挑弹御武 行礼衣装赏赐 离了东京 往山东 紧发 宋江 宋青 在马上 衣锦还乡 离了京师 回归故里 鱼路无话 自来到 山东运城县 宋家村 乡中 故旧父老亲戚 都来迎接宋江 回到庄上 不期宋 太公已死 灵救尚存 宋江 宋青痛哭伤感 不胜哀气 家眷庄客 都来拜见宋江 庄院田产 家私食物 宋太公存日 整治的齐备 一如旧时 宋江在庄上修设好事 请僧命道 修建公果 剑拔王过父母宗亲 周县官僚 探望不绝 择日选时 亲服太公灵救 高远安葬 时日 本周官员 亲临父老 宾棚眷属 近来送葬已了 不在话下 宋江思念 玄女娘娘 怨心未愁 将前五万贯 命宫匠人等 重建九天玄女娘娘 庙宇 两郎山门 装饰圣像 彩画两郎 俱以完备 不觉在香日酒 陈孔上皇建泽 选日除了校服 又做了几日道场 此后设一大会 请当村乡尊父老 饮宴卓碑 以续阔别之情 此日 亲戚一揭 致言庆贺 不在话下 宋江将庄院 交割于次第 宋青虽受官决 旨在乡中务农 奉死宗亲香火 将多余钱薄 散会下面 宋江在乡中住了数月 辞别乡老故旧 再回东京 与众弟兄相见 众人有搬取老小家眷 回京住的 有往任所去的 亦有夫主兄弟 墨于王室的 朝廷已自搬将 恩赐金箔 令归乡里 优许齐驾 宋江自到东京 发遣回乡 都已完足 朝前听命 辞别省院诸官 收拾妇人 只见神行太保 戴宗来探宋江 坐肩说出一席话来 有份叫 宋公明升为运城县英雄 死坐了而挖土地 正是 林林清风声妙语 堂堂一向在明烟 毕竟戴宗对宋江 说出圣话来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了而挖 徽宗帝梦游梁山坡 话说宋江 衣锦还乡 还至东京 与众弟兄相会 令其个人收拾行装 前往任所 当有神行太保 戴宗来探宋江 二人坐监闲话 只见戴宗起身道 小弟以蒙圣恩 除受滚州都统治 金情院纳下官告 要去泰安州岳庙里 陪堂求贤 过了此生 实为万幸 宋江道 贤弟何故行此念头 戴宗道 是低夜梦 崔府君勾唤 因此发了这片善心 宋江道 贤弟生身 既为神行太保 他日必坐岳府林聪 自此相别之后 戴宗纳还了官告 去到泰安州岳庙里 陪堂出家 每日殷勤奉赐 圣地香火 虔诚无呼 后数月 一息无恙 请众道半相词作别 大笑而终 后来在岳庙里 累次显灵 周人庙柱 随速戴宗神像于庙里 太古是他真身 又有阮小七受了告命 辞别宋江 以往盖天君坐兜统治直势 未及数月 被大将王炳 赵潭怀 邪帮袁洞辱骂旧恨 累累于同书密前 诉说软小七的过失 曾穿着方辣的褶黄袍 龙衣玉带 虽是一时戏耍 终究怀心不良 一且盖天君地匹人蛮 避之造反 同贯把此事达至蔡经 奏过天子 请降了圣旨 行一公文道笔处 追夺阮小七本身的官告 赴为庶民 阮小七见了 心中也自欢喜 带了老母 回还梁山坡十节村 依旧打鱼为生 奉养老母 以忠天年 后来受至六世而亡 且说小旋风柴近在京师 见带宗大还官告 秋贤去了 又见说朝廷追夺了软小七官告 不和待了方辣的平天官 龙衣玉带 意在学他造反 乏为庶民 寻死 我亦曾在方辣处坐驸马 唐祸日后 奸臣们知得 于天子前禅令 见责起来 追了告命 岂不受辱 不如自食食物 免受电辱 推称风急病患 不失举发 难以任用 情愿纳还官告 求贤为农 辞别仲官 再回苍州横海郡为民 自在过话 忽然一日 无疾而终 李英寿中山府都统治 妇人半年 文之柴近求贤去了 自私也推称风瘫 不能为官 深达省院 缴纳官告 赴还故乡独龙 刚村中国活 后与杜兴一处做富豪 聚得善终 官圣在北京大明辅总管兵马 慎德军心 重劫轻浮 一日 操练军马回来 因大罪 施脚落马 得病身亡 胡炎卓授玉营指挥时 每日随驾操备 后领大军 破大金悟数四太子 出军杀至怀西阵亡 只有诸童在保定府管军有功 后随刘光氏破了大金 直坐到太平军节度使 花容带同七小妹子 前妇应天府道任 无用自来单身 只带了随行安童 去武圣军道任 李逵义是独自带了两个仆从 来自润州道任 说话为何只说这三个道任 别的都说了绝后结果 为这七元正将 都不思见着 先说了结果 后这五元正将宋江 卢俊义 花容 无用 李逵 还有私会处 以此为说绝了 结果下来变见 再说 宋江 卢俊义在京师 都分派了诸将赏赐 各个令其妇人去契 墨于王室者 正将家眷人口 关给宇恩赏钱 薄金银 仍各送回故乡 听从其辩 再有现在朝经偏降 一十五元 出兄弟送清 还乡为农卖 杜兴已自跟随 李英还乡去了 黄信仍任清朝 孙丽带同兄弟孙心 故大嫂并欺晓 自依旧登周任用 邹润不愿为官 回登云山去了 蔡庆跟随官胜 仍回北京卫民 裴轩自与杨林商议了 自回印马川 受职求贤去了 蒋静思念故乡 愿回谭州卫民 朱武自来投授 樊瑞道法 两个做了全真先生 云游江湖 去投公孙胜出家 以忠天年 牧春自回接杨镇乡中 富为良民 灵阵炮手非凡 仍受火药局 御营任用 就在京师偏降武员 安道全亲 取回京 就于太医院 做了金子医官 皇府端元 受御马间大使 金大监 以在内府御宝间为官 肖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 做门管先生 乐呵在驸马王都卫府中 尽老清闲 终身快乐 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与卢俊义 分别之后 各自前去赴任 卢俊义一无家眷 带了数个随行办当 自往卢州去了 宋江谢恩此朝 别了省院诸官 带同几个家人仆从 前往楚州赴任 自此相别 都各分散去了 义不在话下 且说宋朝元来自太宗传太祖地位之时 说了誓愿 已至朝代 奸命不清 至今徽宗天子 至圣至名 不欺至 被奸臣当道 禅命专权 驱害忠良 深可敏念 当此之时 却是蔡京 铜贯 高求 杨俭四个贼臣 变乱天下 坏国坏家坏民 当有殿帅府太狱高求 杨俭 因见天子重礼 后赐宋江等这伙将校 心内好生不燃 两个字来商议道 这宋江 卢俊逸 皆是我等仇人 今日道吃他 做了有功之臣 受朝廷这等恩赐 却教他上马管军 下马管民 我等省院官僚 如何不惹人耻笑 自古道 恨小非君子 无独不丈夫 杨俭道 我有一计 先对付了卢俊逸 便是绝了宋江一致必搏 这人十分英勇 若先对付了宋江 他若得知 必变了事 倒惹出一场不好 高求道 愿闻你的妙计如何 杨俭道 排出几个卢州军汉 来省院 首告卢安府 招军买马 积草屯粮 意在造反 便与他深城去太师府起奏 和这蔡太师都满了 等太师奏过天子 请旨定夺 却令人转他来京师 戴上皇赐玉石与他 于内下了些水银 却坠了那人腰肾 作用不得 便成不得大事 在插天时 却赐玉酒与宋江吃 酒里也与他下了慢药 只消半月之间 一定没救 高求道 此祭大庙 有失堪效 自古权 奸骇善良 不容忠义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报 男作排忧女作唱 两个贼沉寂 亦定了 卓心夫人出来 寻觅两个卢州土人 歇与他状子 叫他去疏密院 首告卢安府 在卢州吉日招军买马 积草屯粮 异域造反 使人常往楚州 接连安府宋江 通情起义 书密院 却是同贯 一与宋江等有仇 当即收了原告状子 竟成来太师府起奏 蔡经见了申闻 便回官记忆 此时高求 杨俭居各在比 四个奸臣 定了计策 引领原告人 入内启奏天子 上皇曰 朕想宋江 卢俊义 征讨四方鲁寇 掌握十万兵 尚且不生胆心 今已去邪归正 焉肯被返 寡人不曾亏负他 如何敢叛逆朝廷 其中有诈 未审许的 难以准信 当有高求 杨俭在旁奏道 圣上道理虽然 人心难存 想必是 卢俊义嫌 官卑知晓 不满其心 父怀反义 不幸被人知觉 上皇曰 可换来寡人 亲问 自取十招 蔡经 同贯又奏道 卢俊义 是一猛兽 未保其心 倘若惊动了他 避之走透 身为未变 今后难以收补 只可赚来京师 陛下亲赐 欲善欲久 将圣言辅欲知 亏其虚实动静 若无 不必究问 亦显陛下 不负功臣之念 上皇准奏 随即降下圣旨 差一使命境往卢州 宣取卢俊义海潮 有伪用的事 再使奉命来到卢州 大小官员出国迎接 直至周牙 开读一罢 话修续凡 卢俊义听了圣旨 宣取回朝 殿同使命离了卢州 一起上了铺马来京 一路无话 早至东京皇城寺前些了 次日 早到东华门外 伺候早朝 时有太师蔡经 书密院同贯 太尾高求 杨俭 引卢俊义语 偏殿朝 见上皇 拜无以罢 天子道 寡人遇见清一面 又问 卢州可隆身佛 卢俊义在拜奏道 拖来圣上 弘服齐天 彼处军民 一级安太 上皇又问了些闲话 额言之武 上善除官奏道 进城玉善在此 未敢善辩 齐取圣旨 此时高求 杨俭 已把水银暗的这放在里面 共乘在玉岸上 天子当面将擅赐予卢俊义 卢俊义 败寿而始 上皇府遇到 清去卢州 勿要尽心 安养军事 勿生非议 卢俊义顿到谢恩 出巢回还卢州 全然不知四个贼臣 涉及向害 高求 杨俭相未约 此后大势定义 再说 卢俊义 事业 便回卢州来 绝道腰肾疼痛 动举不得 不能乘马 坐船回来 行至四周淮河 天树将近 自然生出世来 齐叶因罪 要立在船头上消遣 不想水银坠下腰胯 并骨髓里去 策立不牢 一且酒后失脚 落于淮河深处而死 可怜河北玉麒麟 驱坐水中一衣鬼 从人打捞起尸首 据官果 并于四周高原深处 本周官员 动文书 申赴省愿 不在话下 且说蔡京 铜冠 高求 杨俭四个贼 臣继叫定了 将基四周深达文书 早朝奏文天子说 四周身父 卢安府行至淮河 因酒醉 堕水而死 臣等省愿 不敢不造 金卢俊义已死 只恐宋将心内涉疑 别生他事 其陛下圣剑 可插天使 机遇酒王 楚州赏赐 以安其心 上皇沉吟良久 遇到不准 为之其心 意欲准行 成恐有弊 上皇无奈 终被奸臣 禅宁所获 骗口张舌 花言巧语 还礼取士 无不纳寿 遂将御酒二尊 差天使 一人积往楚州 陷墓下变形 眼见的这使臣 亦是高求 扬解二贼手下 心腹之辈 天术指助 宋公明何当命尽 不期被这奸臣们 将御酒内 放了漫药在里面 却将天使激情了 竟往楚州来 且说宋公明 自从到楚州为安抚 监管总领兵马 到任之后 西军爱民 百姓敬之如父母 军孝养之若神明 宋廷肃然 六世俱备 人心计福 军民亲近 宋江宫市之辖 时常出锅游玩 原来楚州南门外 有个去处 地名换作了而忘 骑山四面都是水港 中有高山一座 骑山秀丽 松博森然 甚有风水 虽然是个小去处 其内山峰环绕 龙虎巨盘 曲折风鸾 背街台气 思维港岔 前后胡荡 俨然是梁山坡 水浒寨一般 宋江看了 心中甚喜 自己想到 我若死于此处 看为阴宅 但若身闲 常去游玩 乐情消遣 话修旭凡 自此宋江到任以来 江极半载 时事宣和六年手下出巡 胡亭的朝廷将次 御酒到来 与众处郭迎接 入道恭谢 开读圣旨以罢 天使捧过御酒 叫宋安抚隐蔽 宋江亦将御酒 回劝天使 天使推称 自来不会饮酒 御酒厌罢 天使回京 宋江被礼 愧送天使 天使不受而去 宋江自饮御酒之后 觉到杜夫疼痛 心中疑虑 想被下药在酒里 却自急令从人 打听那来史实 于路管义 却又饮酒 宋江已知中了奸计 必是贼臣们下了药酒 乃叹道 我自幼学儒 长而通立 不幸失身于罪人 并不曾行半点一心之事 今日天子倾听禅宁 赐我要酒 得罪何孤 我死不争 只有李逵 现在润州都统治 他若闻之朝廷行此兼蔽 必须再去少举山林 把我等一世 清明忠义之事坏了 只除是如此行方可 连夜使人往润州 换取李逵 星夜到楚州 别有商议 且说李逵自到润州 为都统治 只是心中闷眷 与众中日饮酒 只爱贪杯 听得宋江差人到来有请 李逵道 哥哥娶我 必有话说 便同干人下了船 直到楚州 静入周治 拜见宋江罢 宋江道 兄弟自从分散之后 日夜只是想念众人 无用军师 五圣军又远 花枝债在应天府 又不知消耗 只有兄弟在润州 镇江较劲 特请你来商量 一件大事 李逵道 哥哥 什么大事 宋江道 你且饮酒 宋江请进后厅 献成碑盘 随即管代李逵吃了半赏酒食 将至半憨 宋江便道 贤弟不知 我听得朝廷拆人鸡药酒来 赐予我吃 如此 却是怎的好 李逵大叫一声 哥哥 反了吧 宋江道 兄弟这军马近都没了 兄弟们又个分散 如何反得成 李逵道 我镇江有三千军马 哥哥这里 楚州军马 进点起来 并这百姓都尽数起去 并气力招军买马 杀将去 只是在上梁山坡道快活 强似在这奸臣们 手下受气 宋江道 兄弟且慢着 再有计较 原来那街风酒内 已下了慢药 当夜李逵饮酒了 次日聚州相送 李逵道 哥哥几时起一兵 我那里也起军来接应 宋江道 兄弟 你休怪我 前日 朝廷差天使 赐药酒于我服了 死在旦夕 我为人一事 只主张忠义二字 不肯半点欺心 今日朝廷赐死无辜 宁可朝廷赴我 我忠心不负朝廷 我死之后 恐怕你造反 坏了我梁山坡 替天行道 忠义之名 因此 请将你来 相见一面 昨日酒中 已与了你慢药服了 回之润州必死 你死之后 可来此处 楚州南门外 有个鸟儿挖 风景尽与梁山坡无异 和你阴魂相聚 我死之后 失守定葬于此处 我已看定了也 炎气 堕垒如雨 李奎见说 一锤泪道 吧 吧 吧 生时服侍哥哥 死了也只是哥哥布下一个小鬼 炎气泪下 便觉到身体有些沉重 当时撒泪 败别了宋江下船 回到润州 果然要发身死 李奎临死之时 嘱咐从人 我死了 可千万将我灵鹫去楚州南门外了而挖 和哥哥一处埋葬 主罢而死 从人至北 光果胜著 不负其言 拂救而亡 再说 宋江自从与李奎别后 心中伤感 思念无用 花容 不得会面 是夜要发临危 嘱咐从人 亲随之辈 可依我言 将我灵鹫安葬此间南门外了挖高原深处 必报你众人之德 其依我主 言气而是 宋江从人至北官果 依礼殡葬 楚州官吏听从其言 不负遗嘱 当与亲随人众 本周立须老幼 扶送功名灵鹫 藏于了而挖 数日之后 李奎灵书 亦从润州到来 藏于宋江目测 不在话下 且说宋青在家患病 文之家人回来报说 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 病在运城 不能前来金送 后有文说 藏于本周南门外了而挖 指令的家人到来祭祀 看是坟营 修筑完备 回复宋青 不在话下 却说五圣君成宣 使君师无用 自道任之后 常常心中不乐 美美思念宋功名相爱之心 忽一日 心情恍惚 寝媚不安 至夜 梦见宋江 李奎二人扯住衣服 说道 君师 我等以忠义为主 替天行道 于心不曾赴了天子 今朝亭赐饮药酒 我死无辜 身亡之后 现已葬于楚州南门外两 小蛙深处 君师若想旧日之交情 可到坟营 亲来看事已遭 无用要问贝戏 撒然觉来 乃是南科一梦 无用泪如雨下 坐耳待旦 得了此梦 寝师不安 次日 便收拾行李静王楚州来 不带从人 独自奔来 前至楚州 果然宋江已死 只闻彼楚人民 无补皆探 无用安排寄宜 直至南门外了而挖 寻到坟营 致祭宋公民 李奎 就于墓前 以守国旗坟种 哭道 人凶英灵不昧 岂为招见 无用示意村中学究 使随朝盖 后与仁兄 救护一命 坐享荣华 道今数十载 皆赖兄之德 今日继位国家而死 托梦显灵于我 兄弟无以报答 愿得将此梁梦 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 言罢痛哭 郑玉自艺 只见花蓉从船上 飞奔道于墓前 见了无用 各吃一惊 无学究便问道 贤弟在应天府为官 缘何得知 宋兄已丧 花蓉道 兄弟自从分散道任之后 无日身心得安 常想念众兄之情 阴夜得一意梦 梦见宋公民哥哥和李奎前来 扯住小弟 诉说朝廷赐饮药酒震死 现葬于楚州南门外辽 挖高原之上 兄弟如不弃旧 可到坟前 看望已造 因此 小弟至了家间 不必屈迟 兴夜到此 无用道 我得一梦 亦是如此 与贤弟无异 因此而来 今得贤弟到此最好 吴某心中想念 宋公民恩义难舍 交警难报 郑玉就此处 自义而死 魂魄与仁兄 同聚一处 身后之事 托于贤弟 花容道 君师既有此心 小弟便当随从 亦与人兄 同归一处 似此真乃死生 弃何者也 有失为证 红辽蛙中托梦长 花容无用个悲伤 一腔一血缘同有 欺忍填横毒丧亡 无用道 我指望贤弟看见我死之后 葬我于此 你如何也行此事 花容道 小弟寻死 宋兄长 仁义难舍 恩念难忘 我等在梁山坡时 已是大罪之人 幸然不死 累累向战 意为好汉 敢得天子赤罪昭安 北讨难征 见礼功勋 今以信仰明显 天下皆闻 朝廷既已生疑 必然来寻风流罪过 倘若被他兼谋所施 勿受行路 那时悔之无几 如今隋仁兄 同死于黄泉 也留得个清明于世 实必归坟已 无用道 贤弟 你听我说 我已单身 又无家眷 死却何妨 你今现有幼子娇妻 使其何一 花容道 此事不妨 自有囊妾足以虎口 七世之家 亦自有人料理 两个大哭一场 双双悬于树上 自溢而死 船上从人久等 不见本官出来 都到坟前看时 只见无用 花容 自已身死 荒芳报于本州官僚 至北官国 葬于了而挖 宋江目测 婉然东西四秋 楚州百姓 感念宋江人德 忠义两全 建立祠堂 似是响尽 礼人祈祷 无不感应 且不说 宋江再了而挖 雷雷显灵 所求利音 却说道君皇帝 在东京内院 自从赐玉酒 与宋江之后 圣意雷雷设宜 又不知宋江消息 常指挂念于怀 每日被高求 杨简议论奢华受用所获 只要闭塞闲路 谋害忠良 忽然一日 上皇在内宫闲丸 猛然思想起李诗诗 就从地道中和 两个小皇门径 来到他后园中 拽动零锁 李诗诗慌忙迎接圣驾 到于卧房内坐定 上皇便叫前后 关闭了门户 李诗诗盛庄向前 起居以罢 天子道 寡人竟敢危急 县令神医 安道全看至 有数十日 不曾来与爱卿相会 死母之甚 金一见卿 朕怀不胜月乐 李诗诗奏道 深蒙陛下倦爱之心 见人愧感墨尽 房内铺设酒窑 与上皇饮酌取乐 才饮过数杯 只见上皇神似困倦 点得灯竹银黄 忽然就防离起 一阵冷风 上皇见个 穿黄山的立在面前 上皇惊奇问道 你是圣人 直来到这里 那穿黄山的人奏道 陈乃是梁山坡 宋江布下 神行太保代宗 上皇道 你缘何到此 代宗奏道 陈兄宋江旨在左右 其请陛下车驾同行 上皇曰 轻驱寡人车驾何往 代宗道 自有清秀好去处 请陛下游玩 上皇听罢此语 便起身随 代宗出的后院来 见马车足备 代宗请上皇乘马而行 但见如云似雾 耳闻风雨之声 到一个去处 但见 漫漫淹水 隐隐云山 不关日月光明 只见水天一色 红色色满目了花 绿一一 一周芦叶 双双红雁 哀鸣在沙主击头 对对 眷宿在拜河听盼 双风促促 四离人点染泪波 封柳叔叔 如怨妇醋品梅待 但月寒兴长夜景 凉风冷露酒秋天 当下上皇在马上 官之不足 问代宗道 此事何处 要寡人到此 代宗指着山上官路道 请陛下行去 道笔便知 上皇纵马登山 行过三重官道 至第三座官道 见有上百人 俯复在地 尽是披袍挂铠 容装隔代 金窥金甲之将 上皇大惊 连问道 清等皆是何人 只见为头一个 奉斥金窥 紧袍金甲 向前奏道 臣乃梁山坡 宋江事也 上皇曰 寡人以较清 在楚州 为安抚时 却缘何在此 宋江奏道 臣等紧请陛下 到忠义堂上 容臣戏诉中 取亡死之冤 上皇到忠义堂前 下马 上堂坐定 看堂下时 烟雾中 拜扶着许多人 上皇犹豫不定 只见为首的 宋江上街 跪膝向前 垂泪起奏 上皇道 清禾顾泪下 宋江奏道 臣等虽曾抗拒天兵 素饼忠义 并无分毫一心 自从奉陛下 赤命昭安之后 先退辽兵 赐平三寇 弟兄手足 十损其霸 臣蒙陛下 命守楚州 道任以来 与军民水米无交 天地共治 今陛下赐臣要酒 与臣服吃 臣死无憾 但恐李奎怀恨 折起一心 臣特令人去润州 换李奎道来 亲与要酒震死 无用 花容 亦为忠义而来 在臣种上 拒皆自义而亡 臣等四人 同葬于楚州南门外 了而挖 李人怜悯 建立祠堂于墓前 今臣等 阴魂不散 聚聚于此 申告陛下 肃平生终取 始终无异 其陛下圣见 上皇听了大经约 寡人钦差天使 钦赐黄蜂玉酒 不知是何人换了要酒赐青 宋将奏道 陛下可问来辩 便知兼臂所出 上皇看见三官 寨诈雄壮 惨然问曰 此事何所 清等聚会于此 宋将奏曰 此事臣等 旧日聚以梁山坡也 上皇又曰 清等已死 当往受生 何故相聚于此 宋将奏道 天帝哀怜 臣等忠义 蒙玉帝福迭赤命 封为梁山坡都土地 众将已会于此 由屈南申 特令带宗屈万成之主 亲临水坡 肯告平日中去 上皇曰 清等何不亦九重申愿 显告寡人 宋将奏道 臣乃幽阴魂魄 怎得到凤缺龙楼 经着陛下出离恭敬 屈妖至此 上皇曰 寡人可以观完否 宋将等再拜谢安 上皇下堂 回首观看堂上排额 大叔忠义堂三字 上皇点头下接 忽见宋将背后 转过李逵 守 双府 吏声高叫道 皇帝 皇帝 你怎的听信 四个贼臣挑拨 驱坏了我们性命 今日寄见 正好报仇 黑旋风说罢 轮起双府 净奔上皇 天子吃这一惊 撒然绝来 乃是难科一梦 浑身冷汗 闪开双眼 见灯烛银黄 李适逝 犹然未浅 上皇问曰 寡人 恰在何处去来 李适逝奏道 陛下 世间 扶枕 耳握 上皇却把梦中 神异之事 对李适逝 一一说致 李适逝又奏曰 凡人正职者 必然为神 莫非宋江端的已死 是他故显神灵 托梦与陛下 上皇曰 寡人来日 必当局问此事 若是如果死了 必须与他建立咒语 赤风猎猴 李适逝奏曰曰 若圣上果然加风 显陛下不负功臣之德 上皇当夜 皆叹不已 此日临朝 传圣只会群臣于偏殿 当有蔡经 铜冠 高求 杨简等 只律孔圣上问 宋江之事 已出宫去了 只有肃太尉等几位大臣 在比视策 上皇便问肃原景曰 清之楚州安府 宋江消息否 肃太尉奏道 臣虽一向不知宋安府消息 臣昨夜得一异梦 甚是奇怪 上皇曰 清德一梦 可奏于寡人之道 肃太尉奏曰曰 臣梦见宋江 亲到司宅 容装金灌带 顶窥明甲 建臣诉说 陛下以要酒 剑刺而亡 楚人连其忠义 葬在楚州南门外辽而挖内 建立祠堂 似师响祭 上皇听罢 便颠头道 此成一事 与镇梦一般 又吩咐 苏元景道 清可差心腹之人 往楚州体察此事有无 即来回报 肃太尉奏 是 便领了圣旨 自出恭敬 归到司宅 便差心腹之人 前去楚州探听宋江消息 不在话下 次日 上皇驾坐文德殿 见高求 杨俭在侧 圣旨问道 如等省愿 近日知楚州 宋江消息否 二人不敢起奏 各言不知 上皇辗转心仪 龙体不乐 且说肃太尉干人 一到楚州打探回来 被说宋江蒙誉赐饮 药酒而死 以丧之后 楚人敢其忠义 今葬于楚州了 而挖高山之上 更有无用 花容 李逵三人 一处埋葬 百姓哀怜 盖造祠堂于墓前 春秋祭赛 前程奉祀 世数祈祷 极有灵验 肃太尉听了 慌忙引领干人入内 被将此事回奏天子 上皇见说 不胜伤感 此日早朝 天子大怒 当百官前 责骂高求 杨简 败国奸臣 坏寡人天下 二人俯伏在地 叩头谢罪 蔡经 同贯 一向前奏道 人之生死 皆有注定 省院未有来文 不敢妄奏 昨夜楚州 才有申闻道院 臣等正欲起奏 上皇中 被四贼 取为掩饰 不加其罪 当即喝退高求 杨简 便叫追药 积欲求始辰 不欺天使 自离楚州回还 已死于路 肃太尉 次日见上皇于偏殿 在以宋江 忠义显灵之事 奏闻天子 上皇准宣 宋江亲帝宋卿 承袭 宋江明觉 不欺宋卿 以赶封集在身 不能为官 上表辞谢 只愿运成为农 上皇连其孝道 赐钱十万贯 填三千亩 以善其家 带有子嗣 朝廷录用 后来宋青生 义子宋安平 应过科举 官至秘书学士 这是后话 再说 上皇具 宿太尉所奏 亲书圣旨 赤封宋江 为中列 一级灵英侯 仍赤赐前于 梁山坡起 盖庙宇 大剑祠堂 庄宋宋江等 莫于王室 诸多江左神像 整次典宇排额 欲比 亲书 敬忠之庙 几州 凤赤 于梁山 颇起造 庙宇 弹剑 金丁诸户 玉玉柱银门 画洞雕梁 朱颜碧� 绿兰干 滴绕 宣窗 秀莲目 高悬宝剑 五间大殿 中悬 赤额金书 梁兰干 滴绕 轩窗 秀莲目 高悬宝剑 五间大殿 中悬 赤额金书 梁武长廊 彩画出 潮入巷 绿怀营里 灵星门 高阶 清云 翠柳阴中 静中庙 执勤 硝悍 黄金殿上 头七十二座 帝煞将军 门前 侍从 争明 布下 神兵勇猛 纸鲁巧匠 七楼台 四季焚烧 楚伯 维甘高树 挂长帆 二摄乡人 祭赛 庶民宫 李正神雕 四点朝 参中 列地 万年 香火 想无穷 千载 功勋 表使记 又有 绝句一首 十月 天刚 尽以归 天界 地煞 还应入地中 千古 为 神佳 妙石 万年 青 使 波 英雄 后来宋功名 雷雷显灵 百姓四时 响继不绝 梁山坡内 齐风的风 岛雨 得雨 楚州了儿 蛙翼灵雁 彼楚人民 重建大殿 天设两郎 奏情刺恶 装塑像 三十六元 于正殿 两郎 仍素 七十二将 年年 响继 万民 顶礼 至今 古迹尚存 史观有 唐绿二手 哀晚 十月 莫把刑藏 愿老天 寒鹏赤族 以贪怜 一心 报国 催风日 百战 秦辽 破辣年 煞药 刚兴 金 已已 缠尘 贼子上 依然 早知 震毒 埋 惶嚷 学取 吃一饭 离船 又是 生当 顶十死 封侯 男子 生平 至已仇 铁马 叶丝 山 月 小 玄园 秋孝 木云 愁 不需出处求真计 却喜忠良作画头 千古鸟蛙埋玉地 落花提鸟总观愁 蜡